第285集 雪蝶 你们的队伍来这边到底要干嘛 我们只是受雇于美帝政府 他们让我们来调查末日的事情 没想到世界末日就爆发了 嗯 跟我想的一样 在汉宁的时候 你们是否遇到过一个拿刀的女人 并且跟她战斗过 是 她跟你一样厉害 我们本来有八十几个人 可是被她杀的就只剩下十几个人 我们没有招惹她 只是想要抓她研究 哼 那还不是招惹 雪蝶说话一直有气无力 她从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对于她来说 杨牧其实比在汉宁遇到的那个女人更可怕 那时候他们一群人 总还和那女人战斗过 然而现在也是一群人 完全是被杨牧杀戮 近乎疯狂 这是蓝色原石二级 我能把它给你 如果你善加利用 或许 他们可以将你的两只手臂 重新连接到身体上 知道蓝色原石是什么吗 不 雪蝶终于明白 原来这个男人的力量 是来自于原石 杨牧详细地将原石的作用 说了一遍 尤其说了金属之心 蓝色系 从理论上说 蓝色系作用非常大 甚至能形成外骨骼 当然 也可以用于身体内部的骨骼构造 我想 既然它是用意识来控制的 那是否 能够起到神经的作用呢 所以如果 我给你一颗二级蓝 或许 你能够将手臂 重新连接到一起 雪蝶听后 急忙从床上爬起来 翻滚下地 到了地上 跪着爬到羊牧的面前 主人 求你给我 我不想失去双臂 我可以相信你 主人 我是一名忍者 忍者的修行知识 最重要的一个教条就是 忠于主人 我从小就是这样被教育的 只不过在现代社会里 人的思想更加开化 我并没有给自己选择一个主人 如今我愿意服从杀戮之神 服从您的任何命令 做您的瘾 杨牧歪着头 看着没有双臂 努力跪在地上的血裂 看了一会儿后 杨牧拿出了一颗二截蓝色石 我可以暂时相信你 不过 你要给我一个 让我更加相信你的理由 主人 如果我恢复了双臂 如果我们从这里逃出去 我有一个让你相信我的理由 什么 我们一起来的雇佣兵还有十几个人 我可以杀了他们 用他们的人头证明我的忠诚 那些人曾经是我的战友 我如果连他们都杀掉 就证明我抛弃了一切 唯有对您的忠诚 杨牧真是好意外 没想到秋山雪碟愿意做这种事 好拿去吧 怎么用自己研究 然后就待在这个房间里 不许外出 别让我知道你想找麻烦 我会盯着你的 杨牧终究没杀了雪碟 并不是对这女人 有一丝一毫的信任 只是杀戮太重了 她想要留下一个活口 这对于她来说 是一个安慰 是一个心理压力释放的缺口 从房间里走出来 杨牧上了楼顶 向外看着 这时已经入夜 忽然天空中一道亮光滑过 就在距离不远处的围墙上 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一颗榴弹飞来 炸毁了围墙 让丧尸涌入 只是瞬间 就填满了整座小区 彻底包围了三座 困着所有人的大楼 杨牧终于又出现在了 盛家人住的房间里 心情很差的盛夏 也终于看到了杨牧 隔壁有空房 我去那边住了 首页你们安排 找东西把窗户全都封闭 别制造响声 丧尸会爬上来的 杨牧安排完事情就离开 让盛夏的心情 变得更差 他告诉郑伟东 他对杨牧 丝毫不感兴趣 可事实上 他们毕竟已经有了 很亲密的接触 杨牧竟然都不搭理他 今天还主动提出 不跟他住了 剩下的情绪非常复杂 一个人又跑去房间里 哭了哗 杨牧找了没人住的房间 待着 开始研究原始 已经研究的成果表明 这些原始 并不是分割的 可以相互之间配合 成为超乎想象的合成武器 金色很重要 它才是能够融合 大型金属物品的关键 甚至能够一起融合 连接在金属上的非金属 比如 那摩托车的车轮 而融合以后 都可以变化为很小的东西 比如一个戒指 一个金手镯 或者是一个白金项链 现在关键问题就是 如何激活金色 只要激活的金色 那么 它就能将五色系原始配合起来 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强大武器 杨牧早就想好了 它要弄一辆超级房车 然后 可以如同变形金刚一样的变形 平时是个房子 战斗起来 那就是机甲 彻多扭啊 攻防兼备 并且不再惧怕丧尸 哎 无法激活金色怎么搞 身体里那个魂系生物 就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吗 能不能复活过来 给个指南 杨牧懊恼地躺到床上 心里想着各种事情 一路的不顺 并不是因为自己不够强 或是不够小心 只是末世太多病了 在这些变化中 危机时刻 随时都会降临 慢慢地入睡 一觉到天明 却看秋山雪跌 他已将双臂接上 在房间里 找到了身干净的衣服换上 又成了完美的美人 杨牧当然不为所动 知道他在男女关系方面 到底有多随意 这一生杀过的人很多 估计睡过的男人 也一样多 自然就不感兴趣 是怎么连接的 移动方便吗 是主人 非常方便 我在厨房找到了 两个不锈钢的碗 然后让它化成丝 进入我的身体 并且连接两条手臂 最终在连接处 形成外包的金属软体 我真的可以用意识 去控制两条胳膊 金属软体 与金属神经配合 让我的胳膊跟以前一样 而且拥有更强悍的力量 这些金属线 甚至能够参与身体的循环 让我的胳膊得到血液和营养的攻击 很神奇 只是一个想法 没想到真的可以 只能说你也很有天赋 杨牧非常意外 真没想到这胳膊 竟能如此完美地接回去 秋山雪蝶对杨牧表现的越发恭敬 完全不是昨天那个很能装插的女人 杨牧不知她这样的表现 到底是不是装出来的 也无所谓 反正就她一个人 用六级黄也很好看管 那些所谓的金属线 在进入你身体的时候 没有刺痛吗 并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很舒适 就好像他们原本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因为灵魂意识 这些金属 在被蓝色时寄生后 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受到意识控制 然后与身体极度融合 好吧 就这样 你继续在这个房间待着 没有我的允许 不要去到外面 我会叫人给你送饭的 是主人 杨牧点头离开 然后去检查布置 房间的窗户都封了 黑漆漆的 也没有灯 杨牧知道这不是办法 可又想不到办法 就只能这样 接下来两天过去 杨牧并没有与其他人 有什么交集 就是研究如何操作原始 但是无果 在被困了差不多快五天后 杨牧无聊了 放弃研究 打算来一个随遇阿安 这天中午 楼道里来了两个人 那些碎尸早就被清理掉了 可地上还有血痕 谭狗尼拖拽着苏永将 走在这些血痕上 大尼 苏永将的声音极其微弱 他已经没有力气 饿了两天半 几乎要了他的老命 他的身下是个毯子 准确来说 捕尼是在拖拽毯子 让他能够跟着前行 老爷子 别说话 留着力气 我这个老不死的 又不用费力气 那你 你真的要去找 那个杀人魔王 咱们那栋楼里 可是传了好几天 叫做什么江龙的老大 带领四十几个人 从地下室来到这座大楼的顶楼 只是几分钟的时间 就变成碎尸被扔了出来 听说杀死他们的就只有一人 是个杀人的魔王 这个故事我早就听过好多次了 可现在我们弄不到食物啊 你快饿死了 我也快饿死了 他们也说了 只有这栋楼的楼顶有食物储备 那想要活下去 这是我们必然要走的路 哎 可惜了 如果你是个男人 一定有大出息 如果你受点教育 生在城里 那也是个花木兰一样的人物啊 可惜了 有啥可惜的 我这一辈子过得很好 我那男人虽然老实了一点 但对我好啊 我的孩子虽然淘气了一点 那本性善良 所以以前我过得很幸福 可惜倒是可惜 可惜他们都死了 狗尼的话语里并没有太多的伤感 他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而且狗尼觉得自己要好好的努力地活下去 代替丈夫和孩子 他们的人生残缺了 自己一定要帮着他们弥补 要重新找个男人 然后生好几个孩子 活到白发藏藏 在此之前 他必须先渡过现在的难关 那就是活下去 不被饿死 所以他来了 即使这里住着的是一个魔王 他也要问问 魔王大人 能给我们点吃的吗 大尼一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遇到魔王 到了通往顶楼的楼梯口 那里又重新被东西堵死了 后面有人看守 喂 你们两个干嘛的 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知道 禁区 魔王的住所 杀人魔鬼的所在 大楼里的人都是这么传的 好嘛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还敢来 胆子不小 你们不也是人 你们都跟魔王在一起 就说明他也是人 只要是人就是我的同类 我有啥好怕的 你去通报医生告诉他 要么给我和我家老爷子吃的 要么就让他出来杀了我 我不怕他 两个守卫都是圣东的小弟 一听这女人竟然不怕杀人魔王 这倒真是有趣 他们研究了一下 还是去把这件事告诉了圣东 圣东当即白首 让他们把人赶走 杨木这时 正无聊地坐在老圣家的客厅里 与阿姨姐姐打牌 并且打探着她的人生过往 完全是没事闲的 听说有这样一个女人在外面 杨木觉得自己有事可做了 于是 启声制止了圣东的命令 自己去走廊的镜头看 从债务的缝屑里 杨木看到了女人 穿得很朴素 下身是一件酱色的紧身裤 她的个子不高 估计也就一米六左右 很健壮 并不是胖 只是给人一种健壮的感觉 腿拥有流行线的美感 并不是很细 这女人一定是干我浓火的 她的颜值还行 是个美女 比不上温斯嘉 她却也很有味道 那是淑女的味道 从年龄上看 她应该有三十岁了吧 你找我 你就是杀人魔王 我是杀了很多人 他们来管我要食物 我就杀了他们 你这人说话好不靠谱 开口就吓唬我 我叫唐狗逆 为骑山打铁村的 我们村里的人都死了 只有我和这位老爷子 逃了出来 我一路带着他到了这里 如今我们没有食物 都快饿死了 我三天没喝水 尿都尿不出来 你能给我们食物吗 给了食物 随你提什么要求 我都答应你 等你睡觉也好 或者 等你的手下睡觉也行 这是我现在唯一拥有的 我是我们村的村花 应该会有男人 喜欢我的长相 杨木梅忍住呛闹了 想笑没笑出来 只是咳嗽 村花弹口捏 这女人真是有意思 我不是什么破鞋 是梁家妇女 以前有老公孩子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想活下去 也不想我们村 唯一的老头饿死 所以我来了 第286集 谭口捏其实看不到楼上的情况 走廊里很黑 又有障碍物 她觉得 所谓的杀人魔王也是个人 那只要是人就可以谈 为什么不谈 要因为恐惧而饿死吗 都快死了 还怕什么 杨木对谭口捏很满意 觉得这样执着想活着的人 有活下去的权利 让他们上来吧 安排一个房间 哦 就跟那个雪蝶弄到一起就好 雪蝶狗捏 有意思 给他们点吃的 杨木从善如流 不介意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救出一两个有趣的人 只可惜 这样的条件 在被困的时间轴中流逝 三天之后 食物越来越少 就算是楼上的这些人 也只够他们继续吃十天 三栋大楼里剩下的 差不多两百幸存者 再无任何顾忌 他们全都堆积到了杨木 这一层的大楼下方 隔着障碍物祈求 如果不把食物分发给他们 他们就会饿死 杨木在被困第八天的时候 依靠在走廊尽头墙壁上 看着外面堆积的人群 有大有小 有老有少 这是白天 窗外有阳光射进窗口 可以看到堆积的人群 杨木眼巴巴地看着一个 差不多二十几岁的丑陋妇女 她用尽力气 在手臂上咬下了一块肉 然后在口中咀嚼 一直弄到很碎 之后低下头 把一口含着唾沫血液的碎肉 喂入怀中小孩的口中 那个孩子 估计三岁左右的母样 小脸很轻 不知是睡着还是晕了 抑或是已经死亡 母亲的喂食 并没有让她有任何反应 那丑陋的妇女 还是努力喂着 用手掰开孩子的嘴 用舌头将碎肉顶着进去 此刻 这位相貌丑陋的女人 在杨木的眼中 是世间最美 杨木忍不住转过头去 不忍继续看 没有人告诉她 此刻应该怎么办 可怜的 不仅仅是这个女人 和她怀中的孩子 外面的人都很可怜 她们大多是跪在那里 对着楼上磕头 她们没有能力抢夺 只是祈求 祈求楼上的魔王 能够施舍出一些食物 杨木不难想象 到了晚上 就会有人被饿死 而过了今晚 或许就会出现 人与人相识的场面 那绝对是人类的悲哀 可为了活下去 人们有什么办法呢 丧尸依然围困着 外面的枪炮声 接连响了几天 那再过几天 外面的人并不会全被饿死 剩下的将再也不是人类 而是食人的魔 杨木长长地叹了口气 拖动沉重的双脚离开 她不能再看下去了 越看越是心痛 痛的是自己的寒冰之心 为了活下去 她没办法再去帮助任何人 忽然 房间里圣夏冲出来 一脸激动的模样 杨木 你快来看 我们有救了 有救了 杨木愣了下 然后冲过去 与圣夏一起进入房内 就见所有人 都集中在窗户那里 虽然用木板封闭了 但还留有一些空隙 杨木上前趴在缝隙上 向外看 就见几个飞艇正在靠近 天啊 终于有人来救人了吗 还以为他们把这里的人 忘记了呢 杨木欣喜若狂 第一个冲上楼顶 然后其他人也跟了上来 他们一起对着天上喊 我们在这 飞艇一共有七艘 他们发现了幸存者 于是降落下来 从一飞艇上 走出负责人 我们是南方军区 某部空降营的 原本开始打算 投放食物进来 但这一带 有成群的丧尸鸟 根本无法空航 我们的人用了很多办法 也付出了一些牺牲 终于将丧尸鸟引走 这才开通的航路 你们还有多少幸存者 我听说这边 有好几千 谢离方过去哭着道 没有那么多了 我们这边就还剩几百人 有的可能已经饿死 有的是自相残杀死掉了 军人同志 快带我们离开吧 带我们离开这个地狱好吗 都别着急 来就是救你们的 这一次 我们可以带差不多一百人离开 你们自行组织 孩子和女人先走 然后是年轻的男人 老人 老人靠后吧 我们总会回来的 带了一些食物 也能让留下的人 活下去一阵子 大家全都兴奋地哭了 然后立刻开始组织 按照救援人的要求 快速选出了第一批 可以离开的人 那些原本正在楼下 等待食物 快饿死的人 听说要被救出去了 全都兴奋地大笑 喝救了 喝救了 感谢妈妈 感谢上帝 感谢政府 也有哭泣的 比如那丑陋的母亲 她哭得最是大声 她的孩子没气了 杨木冲过人群 到她的身边 拉着她走 不 我哪里也不去 我要留在这儿陪我 孩子 她死了 杨木大呼出声 女人抬起头 看了看杨木 哭着摇头 不 她没死 她的魂魄还留在这里 我哪里也不去 她太小了 我走她会哭呢 她最爱哭了 她不能没有妈妈 短短一句话 让杨木的心都快碎了 眼角一下湿润 杨木想到了自己的妈妈 当年 她也是这么大的时候离开的 那自己的妈妈 是否曾哭得 肝肠寸断 杨木不再犹豫 过去扛起女人就走 女人挣扎着 就在这时 那本以为是死去的孩子 竟然传出哇哇的哭声 杨木和丑女人都愣住 杨木急忙把女人放下 把那个孩子抱过来看 果然是活过来了 没死 她没死 杨木激动地喊着 很久没有过如此忘情的时刻 没死 她是没死 丑女人也哭喊着 她吐字并不清晰 一涕口水流出来 让她看上去更丑了 可这时 杨木怎么还会在意这些 她重新抱起女人和孩子 说道 走吧 去飞艇上 他们一定带有急救的东西 让他们帮你照顾孩子 她一定会活下去的 活得很健康 就这样 一群人全都上了飞艇 之后飞艇起飞 跨越湿海 向西边飞去 目的地只信一城 距离这边八十公里 我们只把你们带到 二十公里外的无丧失区域 那边有一些车辆 会装载难民 赶往信一城 这座城是一座末日堡垒城 由我们的一小支部队助手 收留了很多幸存者 驾驶人介绍着 大家都无所谓 只要离开了丧失大潮 去哪里都行 杨木有着自己的打算 只要是脱困 她就立刻去找全兽战队的人 还不知道他们的安危 这一次找到 就再不分开了 无论有什么事情 死也要跟大家 死在一起 杨木忽然很想念每一个人 这一次出行的经历 让他有些理解 什么是家人 剩下一家人的品德 可能都一般 但他们在危难面前 荣辱与共的精神 是让人感动的 还有那丑母割肉为子 或许正是那一口 来自于母亲身上的碎肉 让奇迹发生 恩已经断气的孩子 竟然回光返照地 又哭出声 那一刻 杨木觉得自己的心 都是颤抖的 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并不应该独善其身 而是应该照顾好 全家老小 因为家人 是这个世界上 最稳定的关系 最少对于国人来说 是这样 我们之所以有了 五千年的历史 正是我们这种 家族传承的观念 起的作用 外国人常说 国人没有信仰 其实我们并非没有 我们的信仰 就是我们的家庭 自己的家人 在这么短暂的 几天时间里 杨木的思想意识 得到了一次升华 他决定改变 自己的做事方针 不善其身固然好 但若是想让心 更加充实 还是要兼顾天下的 最少要兼顾好 身边在意的人 飞艇在中午时分 到达了停靠站 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 临时军事营地 飞机场与汽车场 都是临时修建 一群人下了飞艇 就被牵引着 去停车场 其实这里 距离丧尸大潮 最近的地方 不过三公里 正是最前线的地方 杨木放眼看去 四处都是穿着迷彩服 跑动的士兵 一切看上去 都有些杂乱 看来战斗几天下来 士兵们损失惨重 并且有些疲惫了 忽然 在阵地的南边 发出激烈的枪火声 杨木侧头看去 就见很多士兵 在向那边跑 有人呼喊着 航客在哪里 航客在哪里 这边有巨人 发现巨人 速度 连续炮兵阵地 你们去给我报告 巨人的方位 六团独立营的人在哪里 都跟我走 我们去那边支援 没时间休息了 杨木就这样 一边看着那个方向 一边跟随人群行走 并没有停留 走到车上 杨木拉了拉 剩下的手 开口道 你们走吧 我要去找我自己的队伍 啊 你不去那个末日堡垒城 不去 我还有很多同伴 剩下的心意一下就空了 他当然知道 在末日里分别 代表着什么 这个与他有过 肌肤至亲的男人 即将要离开 是否意味着以后 再也见不到了 很可能 谁知道明天 还会在哪里 谁知道明天 谁还会活着 可不想分开 要怎么说 没有理由啊 剩下回头看下妈妈 谢雷芳其实注意到了 这边的情况 众媒对女儿摇摇头 剩下一下就明白了 妈妈的意思 她是说不能留下 要跟着大部队走 行了 你们跟着大部队走吧 后会有期 杨木再无留恋 带着雪碟离开 她都已经归心似剑了 剩下失落地 看着杨木走远 想哭就忍着不哭 她为啥要哭 一个和她毫无关系的 男人罢了 剩下就这样 跟随家人上了车 同一车的 还有狗泥和老头子 车子在停车场 足足一个小时 才启动 走上向西边的公路 拍了三公里后 转向北边 路却根本走不通 司机的对讲机说 丧尸潮正在向这边移动 司机很害怕 万一冲入丧尸潮里就亡了 于是 她再次改变方向去西边 走了那么五公里 在路上杀出了一只巨大的 丧尸老虎 她太过凶猛 追着车撕咬 将车撞翻 剩下那辆车 就是被撞翻的车辆 一群人只能四三奔逃 左躲右闪 摆脱了老虎 却又遇到一大堆丧尸 逃离了丧尸 又遇到丧尸老虎 继续逃离 又遇到一大堆丧尸 蒙头转向 又这样跑了三天 他们终于冲入了一个 无人的小村 这时候 原本有几十个人的队伍 都只剩下盛家四口 加郑卫东 还有谭拱妮 和她用自行车 带着的老头子 苏永江 他们又累又饿 身上还非常的脏 从被困到现在 十几天没洗澡了 先找吃的吧 谢雷芳小声说 一行人 贴着小巷子走 发现有个院子的墙壁 还算高大 应该是这村子里 最结实的院路 于是找到门 挥门进去 院子里 一个全身赤裸的男人 刚刚从井水里 提出了一大桶水 浇在身上 发现有人 他急忙转身来看 就看到 冲进来的七个人 并且瞧见那好孩子 正拉着谢雷芳的胳膊 一跳一跳的 瞪圆了眼睛指着自己 妈妈你看 妈妈你看 你快看 你看看 你看啊 赤身裸体的男人 在愣了几秒钟后 快速用筒挡住下扁 吼叫道 看你们呀看 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话说得真好 杨木擦干身体 穿上衣服 把几个人带入屋子里 发现剩下脸红得 如同猴子屁股 杨木气不大一处来 走过去 用手指顶着他的脑门 一下一下地顶 干嘛 剩下被顶得恼火 却不敢大声说话 只是小声抱怨 你不是要看吗 好看不 妈呀 剩下都要羞愧得落泪了 当然 他也非常紧张 人家洗澡呢 他看到也就算了 竟然还拉着妈妈的手 让妈妈看 第287集 其实 再次遇到杨木 是非常兴奋的 所以才表现得那么激动 可问题是 他当时有点忽略了杨木 是没穿衣服的这件事 好 好看 紧张的剩下小声回答 这一下 杨木实话 剩下他妈五眼睛 剩下的三个哥哥 全都瞪大了眼 郑卫东 贴着嘴 不敢表态 老头子和过来人 拱衣 全都用好奇的眼光 看着剩下 真没想到 这小姑娘这么直接 剩下发现 气氛不对 愣了吼吼 反应过来 天啊 他咋能说好看 哪里好看啊 啥好看啊 不不不 不好看 剩下急忙改口 发现大家又翻了白眼 这一下晚了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只能扑住了边上 妈妈的怀里 杨木终于哈哈笑出了声 一扫这几天的阴霾心情 其实这边距离 以前的营地并不远 但是距离丧尸群也不远 杨木去了那个营地 早就被丧尸占领 根本没有人 他不觉得温斯嘉他们 是发生了危险 一定提前发现了 大批量的丧尸靠近 然后撤离了 只是撤去了哪里 杨木不知道 电话始终也没有信号 就在这边附近范围 转有三天都没发现人 没想到今天 却重逢了盛夏 还真有啊 那么一点的缘分 杨木不再搭理好孩子 询问谢雷芳怎么来了这边 谢雷芳讲述了 一行人的经历 运气不错啊 竟然你们一家子都活着 是不是路上把别人 当替死鬼了 剩下的三个哥哥 都没说话 一看就坏事没少做 杨木无所谓的笑笑 他是要兼顾天下 可这个天下里的人 只是杨木觉得在乎的 至于别人的死活 那就跟他没关系了 你们下一步 有什么打算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了 要不就跟着你吧 我们都听你的 谢雷芳说话 跟着我不一定安全 我走的都是危险的路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我虽然有些能耐 但面临的危机也大 可我们真的没有目标了 跑来跑去都跑不出去 行吧 反正也是熟人 既然阿姨姐姐开口啊 我也不应该推辞 杨木说话节 走过去 坐到了狗尼的身边 抱住她的肩膀笑道 狗尼是吧 我还记得你 真没想到你还活着 这老头也被你带着 行 是个人物 你是 大魔王 对 我是大魔王 杀人的魔鬼 杨木做了个凶狠的表情 狗尼傻笑了一下 觉得这人并不像杀人魔王 不过是个白面小生嘛 穿着一身性感黑色紧身衣的 秋山雪蝶 从外面走进来 看到一屋子的人 微微愣住 杨木道 怎么样 你们的战友会来这里吗 应该会 我们设定了金尾渡的线路 就是按照这个线路走 沿途所有的村庄 都是我们聚合店 那么按照这个 成倾斜直线的线路走 最终我们会从西北部 离开这个国家 进入欧洲 嗯 他们不会已经走过这里了吗 不会 他们走过去了 我一定会找到记号 杨木再次点头 忽然想起来 自己的队伍也是有计划的 目标是方潭市 沿途经过三甲市 围堂县 还有路上的十几个村子 现在这里距离三甲市并不远 他们会不会去了那边呢 三甲市应该没有在丧尸大潮的覆盖范围 有了方向 杨木的心情大好 雪碟 就给你一天一夜的时间 后天早上 我们就离开这里赶路 到时候 你能不能送上投名状 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还有 你也可以直接走掉 毕竟 我没限制你的自由 不 我是主人的影 自然要一生跟随在主人身边 杨木搞不懂雪碟的逻辑 他还挺认真的 那就随你吧 是 主人 我去村子外面 只要他们来 我就给您拿回他们的人头 告别我以前的一切 秋山雪碟说完就走了 杨木其实跟他说过 不杀战友也行 信任这东西 无论怎样 都是需要时间 与共同经历 才能建立的 然而秋山雪碟 却坚持要这样做 杨木无所谓了 就让他自己去操作 雪碟离开后 杨木对众人当 房子的条件有点差 房间里并没有供水 你们就在院子里的水井里打水吧 把澡都洗洗 外面有柴火可以烧水 这天啊 是一天凉过一天 今天就算暖和了 所以你们也可以像我一样的 弄凉水洗澡 谁也不敢跟杨木学 行水很凉了 但大家都是要洗澡的 三个女人就打水烧了之后 去屋子里洗 男人们弄了热水 在外面擦洗身体 忙活了一阵后 杨木从外面返回 找到了一袋子大米 一些调料 却没找到菜种 就在大锅里把大米洗了 然后下面生火烧饭 一会儿用酱油拌一下 就OK能吃 如今这条件啊 能吃到热乎的酱油拌饭 也是一种奢侈 末日爆发几个月的时间 这种村庄啊 早就被幸存者 不知道搜刮了多少遍 食物基本没有 这一袋子大米 还是杨木好不容易翻到的 因为在柜子底下压着 而性命于难 将米饭弄好 杨木出了门看 就见几个男人正在洗澡 剩下的三个哥哥 都是绑大腰圆的壮汉 那郑卫东就文弱的 像个小男生了 连胸肌都没有的 杨木也是刚到这边不久 开始查看房间 一共两层 不知道多少年的老房子 谈不上布置 就是个能住的地方 一楼除了大厅 只有一间房 还不是主人的 而是库房 二楼倒是有三间房 一大两小 杨木最终选择了一个 最小的 因为最干净 另外两间就脏兮兮了 其中一个窗户破了 另一个大房间 房角上都是蜘蛛网 墙壁上也有那么几个洞 不知道是不是被老鼠打的 选好了房间 回到楼下 就见老头子 还在靠椅上坐着 杨木走过去 递给他一根烟 老头子结果 微笑道 谢谢你啊 别客气 其实我脾气好的时候啊 很好接触的 老头 叫啥 苏永江 哦 老苏啊 宝妮是你的儿媳妇不 不是 女儿 也不是 我们就算是邻居吧 其实我家到他家 也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呢 只是村子小 每个人和每个人都认识 你们那种村子 我住过 挺好的 一个小世界 各种是非小事 都被放大 打打闹闹的 挺热闹的 是啊 那古尼可真执着啊 要是我 早就把你个老头子扔掉 自己逃命了 嗯 那你是个好婆姨 婆姨 年轻的时候 我在西北那边 住过十几年 哦 那这个婆姨 为啥叫狗姨 小时候 剩下来体弱多病 他妈 怕养不活 就给起了个贱名 没成想啊 真就养得这么壮实 嗯 壮实的挺好 我绝对相信 她是村话 是村话 打门村里啊 最好看的女人 你老头也是厌福不浅 被这样个葱花带着 跑来跑去 小哥 老东西老了 可别开这样的玩笑 再老也是个男人 你以为我没发现 你的眼睛 总往他的屁股上瞄 老家伙 人家拼了命地想救你 你是不是 拼了命地想睡他 只可惜已经不行了 宋永江被说得 吹胡子瞪眼 老脸通红 不过 终究是没敢跟杨木吼出来 他可知道杨木的厉害 这一时 董尼洗完了 从房间里走出来 已经找了身衣服换好 下身是牛仔裤 上身是圆领的 绿色羊毛套衫 看上去简单性感 成熟女人的身体 不能用太多形容词去描绘 终究是只有一点 老男人们看了 会相互调笑 研究这身体的主人 被开发得怎么怎么样 狗尼见老头的脸色不太好 走过来弄了把小板凳 坐到杨木的身前 其实是将两个人隔开 然后他将手中的毛巾 和木书递给杨木 给我擦擦头 然后叔叔 头发太厚自己不好弄 你别太用力 顺着梳头 卧槽 杨木没想到狗尼 这么次来说 这可和之前接触的女人 都不一样 年轻女人们的思想 也是不成熟的 喜欢搞些小脾气 小性格 三十岁的成熟女人 没那么多脾气和性格了 马上就要成为 传说中的豆腐渣 当然也就不会有太多在意的事情 一切放下 人舒坦 才是重要的 下意识地就接过了毛巾和木书 然后去给狗尼擦头发 没干过这种事 还真有那么一丝的好奇 大爷 他给你说啥了 狗尼开口问老头 老头当然不会说 只是摇头的 没啥 嗯 说啥你也别往心里去 以前在村子里 您是德高望重的村老 如今咱们都是寄人篱下 能活着 就是幸运了 杨木听得很不爽 拉着狗尼的头发 把她拽到怀里 然后趴在她的肩膀上 嘴巴贴在她的耳朵上 开口道 大姐 这话说得好酸啊 好像我欺负了你们一样 狗尼微微一笑道 大兄弟 你想欺负我随时可以 地狱一样的路程 我都活下来了 害怕被你这样的小帅哥 欺负不成 姐不怕 真的 杨木自然是精力丰富的人 说是见多识广 无可厚非 然而其实杨木 与人的接触并不多 从小就做乞丐 少年时期 有那么点内向 大了后进入温家 做了两年的上门女婿 她接人带卧的本事 其实都是跟街边的 三校九流学的 有些门道 是有些门道 却不能太上得了台面 意思就是说 大的场面 其实没见过多少 大场面没见过 特别大的女人 就更没接触了 21岁与30岁 这可是足足相差九年 看到狗尼那淡定从容的模样 杨木的心中有些生气 好嚣张啊 如果自己现在睡了她 岂不是很没品 可不睡她 好像怕了她一样 问题是 杨木也没想把她怎么样 咋就被绕到这么复杂的话题上来呢 其实一切对于狗尼来说 并不复杂 她的心境非常单纯 为了活下去 可以付出一切 最近一段时间过得并不好 剩下的三个哥哥 都不是老实的人 幸好有剩下这个大灯泡在 狗尼尽可能地躲在她的身边 这才免于被三兄弟欺负 如今遇到杨木 她知道自己无处可躲了 剩下这个大灯泡 没办法驱散杨木 这只大蚊子 喜好早出来 见杨木和老爷子说话 而老爷子一脸愤怒 狗尼就觉得 一定是杨木说了什么话 羞辱了老头 所以 她才过去主动靠近杨木 分散她的坠里 可别一怒之下 真给老头给杀了 杨木在听了狗尼的话后 反应了一阵 才终于有点明白 她可不是在勾搭自己 多半是因为真的有 寄人篱下的伤感之心吧 看看脸色不正常的老头 杨木微微一笑 将刚才和老头说的话 讲述了一遍 然后道 我可没欺负你们 就是把自己看到的事实 说出来 有些话看透不说透 这世间人类就是男人女人 那男人女人不就那点事吗 我狗尼在村子里的大河边 撅着屁股洗衣服 十个男人九个要驻足看一眼 唯一不敢看的 也就那村西头的气管烟 李大耳朵 这没啥毛病 俺屁股好看 爷们们爱看俺高兴 可看归看 大家都还守着礼 如果要是过来摸一把 那可就是流氓了 所以看看无罪 你要是也想看的话 我给你看个够啊 狗尼说话间站起来 向前一步走 屁股对着杨木的眼睛 还扭了那么两下 杨木觉得自己没脸了 这婆娘说得很有道理 娘的 原本跟老头子开开玩笑 没想到还被个娘们给对了 行了行了 我的错好不好 开玩笑嘛 那我认真干嘛 过来老姐 弟弟我给你梳头 杨木伸手将狗尼抓过来 重新让他坐在小板凳上 然后用木梳 很认真的给他梳头 狗尼坐在那里 微微发冷 第288集 他知道自己有些激动 想着一直以来都被欺负 所以才愤怒地讲道理 对了这个杀人大木王 没想到 他竟然接受了 难道 他的心其实和他的长相一样 都并不是恐怖的 邪恶的 狠毒的 这时 盛夏母女也出来了 盛夏看到杨木正在给那大女人梳头 当才三人可是一起洗澡的 盛夏还是个17岁的小女生 就算她其实也是玲珑透体 可是与30岁的女人相比 终究是有些地方稍稍逊色一些 所以 盛夏对狗尼的印象很深刻 这个名字这样图的姐姐 原来这么有料 现在出来 看到杨木正那么亲切地 跟人家梳头 盛夏很不开心 她不是有老婆的吗 她不是有喜欢的人吗 那怎么还跟其他女人暧昧呢 探到妈妈出去外面 盛夏也跟了出去 将自己的问题提出来 老妈叹气道 这就是男人 一句话 让谢雷芳回想起自己的一生 之后感叹 只是她没办法将这些感叹 说给女儿听 于是就到 现在不如以前了 你本就是个乖巧的 所以记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那个杨木 如果是个普通的帅气男人 你跟了他 我也没什么意见 可他显然很不普通 那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他不想招惹你 你也千万别去招惹他 谢雷芳警告着女儿 盛夏却并不值 怎么就不如以前了 说来也怪啊 为什么大家好像都很怕杨木呢 盛夏追问谢雷芳 谢雷芳犹豫好久 终于把杨木杀人的事 跟盛夏说了 剩下大惊失责 之后却又释然 杨木的内心果然满是尘埃 这是一个需要被关怀的男人 怪不得那之后 他就总是一个人待着呢 杀了那么多人 他的心理压力 应该也很大吧 杨木丝毫不知道 他的心 竟然被一个17岁的小女孩 看透了 终于大家全都收拾妥当 然后吃杨木亲手做的酱油拌饭 有点粗糙 如果能够找到一些葱就好了 切碎拌在里面 一定是很美味的 大家并不说话 只觉得这就很好吃了 白米饭啊 好几天都没有吃到的 平时在路上吃最多的 就是干嚼的方便面 连开水都找不到 就这样一餐之后 大家对于杨木相处 有了更多的信心 他还做饭给大家吃呢 看来不是个内心 彻底变态的杀人狂 也有一丝温暖啊 今晚要在这里睡 那就要选住的地方 楼上就三间 杨木已经选好了一个 剩下的给其他人去选 盛家三兄弟 外加他们的老娘 以及郑伟东 就住最大的一间 另外一个小的 给老头和狗妮 原本盛夏 也是要住最大一间的 可他刚进去 就在床上发现了一只 特大号的蟑螂 这还不算什么 从墙壁的洞口处 竟然钻出了一只 特大号的老鼠 从房间里跑了 足足五分钟 才被他大哥抓住 扔到窗外去 这可是把盛夏吓死了 看到一墙的洞穴 想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会有老鼠钻出来 他简直想直接哭 杨木在隔壁听到了混乱 急忙跑过来看 还知道是怎么回事 看到剩下的可怜样 又看了看房间里 站的这么多人 杨木 免为其难得到 住这么多人 确实有点拥挤啊 不过咱们呢 最好在一个房子里 免得发生什么意外 盛夏 要不 你就跟我去隔壁吧 那边的墙壁上没有洞 房子啊 是新装修的 估计是这一户 给孩子准备的新房 洗字都贴着呢 住着安全一些 晚上啊 应该没有老鼠 盛夏快速点头 然后从沙发上跳下来 一溜烟地出门 跑去了隔壁房间 谢雷芳没想到女儿 竟然毫不抗拒 之前都跟她说过 杨木杀人的事 她不害怕吗 最后只能摇头 到底是睡过的关系啊 再睡一次 估计对于女儿来说 也没有压力 算了 这时候还管那么多干嘛呢 不管了 谢雷芳看得透彻 于是 就安排儿子们 睡地板 郑卫东自然也跟着睡 时间还早 天还亮着 杨木出去了一趟 找到一个收音机 回到卧室 就打开去听 有那么一个频道 播放着江南区域 丧尸潮的动态 以及采取军事行动的进展 非常不顺利 丧尸潮的实力强大 主要是其中有很多变异的 是难以对付的 比如一个巨人丧尸 基本上大多数武器都对他失效 不把他的身体打碎个几遍 他都死不了 冲入我军阵地 那就是一场灾难 除此之外 如同杨木之前预料的一样 多数虫师也非常难搞 基本上遇到 那就是一大片的损失 这场战斗 已经持续了十天之多 虽然消灭了据说几百万的丧尸 但是我军也损失惨重 如今军事行动有所调整 不再做困兽之斗 而是开始游走退后狙击 说白了 就是边打边退 以保全自己为第一要务 而这样一来 丧尸潮会被分流 丧尸分布的面积会扩散 周围所有的难民营 都必须在这几天之内撤离 否则就可能撞上 扩散出来的丧尸潮 杨木躺在床上 听着收音机 双眉紧锁 事态严峻啊 这一路向北 一定不会他安生 无论怎样 都要尽快找到队伍才行 看了看时间 这才下午两点多 杨木决定出去转一圈 搜索下附近 或许能找到 全兽战队的痕迹 然而一直到晚上六点多 附近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根本没有任何踪迹 唯一的好消息 是杨木找到了一个地角 在里面发现了一些 储存的蔬菜 虽然都干干巴巴的 那也是蔬菜啊 于是弄回去 晚上饭桌就丰富了不少 杨木也没忘记侦查 其中之一是自己的六级黄 另外一个保障 就是秋山雪碟 这也是对他的一个考验 反正他要布置陷阱 杀人的 那就顺便将全村范围 侦查起来吧 他也擅长这个 杨木不完全相信他 六级黄也要担负起 监视雪碟的任务 吃过晚饭 大家就各回各屋 对于盛夏这群人来说 好不容易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大多倒头就睡 盛夏也是如此 从七点多一直睡到十二点 他就穿着衣服躺在床上睡的 杨木看他睡得乖巧也不打扰 躺在另一边床上睡 十二点后 杨木被身边细微的响动 吵醒 睁开一眼睛 就见黑暗中 剩下似乎正在脱衣服 啊 睡热了 实在是有点看不清楚 就在这时 从外面忽然响起枪声 杨木吓一跳 精神连通六级黄 就见是那女人者 已经与人交手 他的队友真的来了 不等观战 又有突发事件 房间的窗户被撞破 一只多手虫尸冲了进来 啊 好孩子大叫一声 要吓死了 他的裤子之前脱的 刚把上边也脱光 准备只是穿小绒衣睡觉 大半夜的 他以为自己 可以悄悄做完这一切 然后藏到被窝里睡觉 今晚是盖了两个被子 和杨木互不打扰 杨木也不会知道 自己中空着睡 明天再神不知鬼不觉地 穿上就好 然而 这完美的句话 在窗户被撞破那一刻消失 杨木伸手 直接把他抱住怀中 剩下的心都颤抖了 叫道 放开 放开 快放开 怎么可能放开他呢 那多手虫尸已经扑来 杨木抱着剩下 直接离开了床 多手虫尸进来后 五级红打在他的身体上 直接将他打得 撞在另一边的墙上 杨木这时 急速跑到窗口 向下看去 就见这只多手虫尸 脖梗 只有十几米长 身体 也就只有二三十米 实在算是比较小的一只 他就抱着剩下 踩上了多手虫尸的脖梗 一路 一直跑到根部 巨大光圈快速射出 将脖梗 连根斩掉 这就是杀死 多手虫尸的方法 脖子里的诸多头颅 与身体分离 那么 也就没什么鸟用了 光圈在半空中化为飞轮 纷纷射入 那粗长的脖梗里 将一颗颗丧尸头 全部射上 这才算结束 最后的战斗 哎 最讨厌这种东西 他们四处游走之后 趴在窗户上偷看 一旦发现目标 就会冲进来 实在是防不胜防 叫他们爬窗轨 或许更加合适 而这时候 杨木也发现村子里 不知从哪儿游荡来了十几只丧尸 散布在各个角落 杨木快速移动 将这些所有的丧尸 全部用天鬼杀死 这之后 才收起天鬼 双手抱着剩下光溜溜的腰背 将它完全融入自己的怀里 杨木 剩下轻声说话 他全身上下 可是只穿了一条小裤裤啊 这太羞涩了 他刚才也亲眼见证了 杨木的手段 怎么跟武打片里的 侠客一样 动作奇快 而那一把长刀 挥动间 杀丧尸如同砍西瓜一样 剩下从来没有见过 杀丧尸这么利索的人 简直是超乎想象 嗯 别害怕 隐稀小喽喽罢了 不过这个村子啊 我们不能继续住下去了 丧尸潮膨胀 或许 距离我们不远 就有丧尸的大部队 哦 别羞涩 我们隔着衣服呢 并没有愉悦什么 情非得已 我也没办法 总不能看着你啊 被多数虫尸扑到 嗯 咱们先不回去 家里人一定回来了 看我抱着光溜溜的你回去 又要多想 我就抱着你 去其他地方 给你找好的衣服 再回去 好 吓傻了吧 只会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话了 杨木可以想象 剩下此时的尴尬 不过她可没有其他的心思 快速移动起来 之前就搜索过这个村子 很快找到一户人家 里面的女性衣物 与盛夏身材差不多 估计她是能穿 就这个卧室 进去找找 我在这里等你 哦 盛夏非一样地跑进卧室 杨木连通了六级黄 查看村口的战士 见雪碟正拿着刀 在一个外国男人的脖子上 男人的腿 被五六根木枪刺破 也不知道 是中了怎样的机关 秋山 你干嘛要这样 为什么 她用声色的汉语 呼叫着 秋山雪碟 目光温柔 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 你曾是我最爱的床扮 出色的技巧与能力 总能让我欣喜若狂 然而从今之后 我们就要永别了 我已经认主 此生这世界再无秋山雪碟 我走向了我的使命 成为一个瘾 所以你们这些年来 陪着我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 也可以死 以后没人再知道秋山雪碟之名 说话间 秋山雪碟长刀落下 将内人斩断头路 这时附近杂七杂八的 还放着十二个尸体 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的 都是中了机关 看来秋山雪碟不知陷阱的能力 绝对是大神奇 有机会要跟他学学啊 这时盛夏推马而出 穿了衣服和裤子 却光着脚 怎么没找到鞋子 嗯 这房间里没有鞋子 杨木过去 直接将他抱起 轻松的 好像是抱一个没满月的儿童 就那么只用一只手 抱着屁股一圈的位置 啊 盛夏吓得急忙抱紧了 杨木的脖子 走吧 带你回去 杨木就这样抱着盛夏 一路返回 到了院门口 里面的几个人 着急忙慌地冲出来 怪物 有怪物 太吓人了 那是丧尸吧 杨木阻止了他们的叫喊道 你们这样喊 就算附近没有太多丧尸 远处的也会被你们吸引来 快点收拾东西 我们啊 这就上路离开这地方 去三甲市 可房经理 安全吗 盛冬颤抖着发问 第一次见多手虫尸 谁会不怕 虽然是由人组成 但看上去 就是来自于外星的 恐怖生物一样 没什么危险 去收拾吧 杨木淡定的声音响起 成为了这些人的主星骨 让他们壮着胆子 返回去拿东西 杨木 也抱着圣夏回去 拿了他的衣物 打了个小包裹 穿上了他的鞋子 这才出来 圣夏 就始终跟在杨木的身边 第289集 杨木或许不太在意 他却不能 想想这几天经历的事情 想想与杨木之间的一次次 肌肤之情 又想到这次分别后的重逢 还有刚刚杨木的温柔细腻 难道说 他与这男人 还真有一些神秘的缘分吗 圣夏暗自打算着 或许应该对杨木好一点 无论怎样 他都是一个需要被呵护的男人 虽然他外表强大 可内心还是软弱的呢 以后就对杨木好一点 终于所有人都聚集在了门前 秋山雪碟也回归了 提着所有的人头 杨木在他靠近之前道 人头扔了吧 从今以后 你就叫雪碟 把那秋山去掉 四个字叫起来麻烦 是 雪碟的脸上 竟有了兴奋的表情 杨木暗道 或许成为一个影 其实是他的一种信仰 而自己足够强大 完全征服了他 所以他是真心实意 要给自己做影 做奴隶的 走着看吧 现在还是无法确定 从此 秋山雪碟成为了雪碟 还真就成为了杨木身边的一只中拳 杨木分析的不错 雪碟的信仰 就是做一个影子 多年来 他努力变强 越来越强 已经找不到一个 能够让他觉得 可以做主人的人 当杨木斩断他双臂的那一刻 他有了这样的信仰 见到了这个强者 从心向外的 他屈服了 从此成为影 一行人 这就连夜赶路 离开了小村 就走到荒野的小路上 三甲市距离这边二十公里 杨木的目标 就是走到那儿 寻找自己的队伍 二十公里路不算远 可只是用双脚走 普通人 还是吃不消 走了十公里 已经是夜里 两点多 大家实在受不了 也跟不上杨木的脚步 无奈下 杨木只能找地方休息 很快发现一个 高速服务区 这可是好地方 在夜色下 悄悄靠近 六级黄已经飞进去 侦查一圈 看到了两只丧尸 杨木带领众人进去 找到两个丧尸 所在的地方 轻易杀死 后面的人 当然不知道 杨木是有目标过来的 只知道这里 也有丧尸 所以紧张万分 好了 那边有十杂店 我们过去 哈 杨木怎么知道 那边有十杂店 哦 他应该是来过 这个服务区吧 大家纷纷这样猜测 同时心里感受到了 杨木的靠谱 又能杀丧尸 还什么地方都熟悉 这可是不可多得的 向导家领袖啊 跟着他在末日走 一定可以活下去吧 进入十杂店后 大家都警戴了 哇 琳琅满目的商品 这竟然是一家 没有被幸存者 扫荡过的十杂店 午餐肉罐头 橘子罐头 水蜜桃罐头 面包 泡面 火腿肠 榨菜 海带丝 素风的猪蹄 猪蹄 鸡爪 金针菇 花生米 等等东西 当然 还有二锅头 江小白 青岛雪花 和哈尔滨啤酒 大家如同过年了一般 一哄而上 过去拿了各自喜欢的 然后就要开吃 等等 要先把这里检查一遍 确定没有危险 找好出路之后再吃 杨木 比谁都了解 末日的随机性 所以发出指令 大家自然马首适从 检查了整个服务区 然后找到了一辆中巴车 调试妥当后 停在房屋后门 距离后门不远 有那么两间职工宿舍 门对门 所谓职工宿舍并不大 如同酒店的标准间 里面有两张不算太大的床 就这样 谢雷芳带着三个儿子 外加一个郑伟东住一间 杨木就和其他三个人住一间 这下安全了 可以继续睡觉 雪碟说自己是忍者 可以不睡觉 于是就让他去守夜 杨木对雪碟的信任 加深了一份 毕竟到目前为止 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妥 关上了门 点燃了酒精灯 将桌子展开 扑满了食物 杨木很高兴 说道 早知道就来这里了 之前那个破村子 实在不好 这边好 只要有丧尸靠近就能看到 咱们起来开着车 直接走人 他们也追不到 看到杨木乐观的 如同一个考试 打了一百分的孩子 盛夏和狗妮都有些发愣 他们总觉得 杨木不应该是这样的人 盛夏一句话不说 他无法忘记刚才的尴尬 杨木根本不搭理他 只是把狗妮拉到身边 给他倒满了一杯白酒 当然 杨木面前也有一杯 怎么样姐姐 喝酒行不 行啊 全村我酒量最好 一斤不倒 那感情好啊 咱们两个刚好喝一瓶 喝完睡觉 啥也不影响 那个盛夏啊 今晚啊 你就和老头子同床 我和姐姐一起睡 啊 盛夏侧头 看了看苏永江 苏永江也愁眉苦脸的 看了眼盛夏 盛夏的嘴巴撅起来了 起身离开房间 不一会儿 众位东灰溜溜的进来 一脸的不爽 杨木哈哈大笑 按道 这小姑娘还挺挑剔的 和自己睡他愿意 和老头睡就嫌弃了 难道 他知道老头没啥力气 还渴望和自己发生点什么 哼 不管他 小姑娘哪有大嫂有意思 杨木丝毫不外道 将面前的午餐肉罐头打开 用小刀子扎出一片肉来 黑黑音笑着 被狗妮倒 姐 张嘴 给你肉 狗妮也是来者不拒 一口将那午餐肉吃掉 看着杨木的坏笑 从容道 其实你跟我们村的后生 没啥区别 如果不是知道你杀了人 我一定会把你当作弟弟一样看待 要不 你做我弟吧 我们认个亲 亲 老子前阶段认了个妈 到现在还后悔呢 你还要做我姐 算了 这是末日 我虽有监济身边亲朋好友的想法 问题是 我现在需要关心的人 已经很多 没兴趣随便认姐姐 好吧 那就不说 干杯 狗妮将酒拿起来 一言而尽 这可是三两桩的二锅头 一口就会喝了 你是要喝多 不 我喝酒都这么喝 讨厌酒的辛辣味 所以基本都是一杯喝掉 免得苦恼 那你是根本不会喝酒 嗯 不会喝酒 就是喝一斤不会醉 杨木有些服了 这个逼让他装的 真他妈远 接下来 两个人推杯换盏 拱妮喝了酒后 很简单 讲他们村子那些事 家常理短的 杨木听得有趣 就呵呵傻笑 你当时是没看到 我妈那个大姐 足足吃了半盆的红烧鸡块 跟我们说啊 你们农村这鸡呀 真好吃 从来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鸡肉 我们几个孩子都傻眼了 想着大姨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吗 怎么没吃过鸡肉 农村的鸡一定是比城里好吃的 那时候还小呢 不知道这些 我六岁的弟弟上去就对我大姨说 大姨 你家没鸡吗 哎呦 弄得我大姨好尴尬 说道 我家的小鸡鸡啊 都飞走了 杨木看到狗妮笑 也跟着笑 这其实并不算是一个 隐晦的代色笑话 毕竟狗妮只是在说鸡的事 她笑得很开怀 所以又喝了半杯白酒 似乎是想喝一杯的 不过并没有喝进去 杨木给她统计着 到目前为止 是喝了差不多酒两 状态还行 但有些醉了 脸红扑扑的 喜欢傻笑 比如现在 她都已经笑出了眼泪 笑着笑着 杨木终于知道 她开始哭 她在那里用力地哭 肩膀耸动 却并不发出声音 杨木端起了面前的酒杯 也将李明的白酒一饮而尽 她刚好喝了半饮 节奏有些快 好像没说几句话 就喝了这么多的酒 你说好笑不好笑 鸡全都飞走了 狗尼抬起了头 抱住了杨木的脖子 带着夜脸的泪痕 笑着跟杨木说话 她醉了 没到一惊 那边 苏勇将叹气道 哎 大尼家的男人啊 家里挺穷 夫妻两个辛辛苦苦种地 攒了一些钱 大尼就想搞个养鸡场 他们养了三百多只鸡 末日爆发的时候 那些鸡全都变成了丧尸鸡 把他男人活活地给吃了 大尼在房顶上亲眼所见 就要向下跳 是我拉住了他 没让跳下去 原来还有这样的事 怪不得 说着说着 哭了呢 想到伤心时 大尼依然抱着杨木 脸贴脸的 近在咫尺 我家的鸡 都飞走了 行了行了 喝得差不多了 我 我没喝醉 我喝不多 你是喝不多 我喝多了 杨木确实喝多了 酒不醉人 人自醉 他也想到了蝴蝶 就算他没有死去 而是成为半尸人 可这尸海茫茫 这辈子 怕是没机会尽灭了吧 杨木微笑着伸手 直接将狗泥抱入怀里 他之前坐在那把小椅子上 身体前倾 马上就要掉下来 抱着他后 杨木伸手 用衣袖 擦干了他的眼泪 然后打开一罐八宝粥 用勺子 喂给他喝 我不要这个 我要喝酒 行了 吃点东西睡觉了 明天一早起来啊 我们就继续赶路 这娘们 酒品真是不行啊 喝了酒还抱着我不放 杨木是对苏永江说的 苏永江和郑伟东相互看了一眼 全都翻白眼 现在明明是你抱着人家不放好不好 杨木和狗泥就在味粥这个事情上 折腾了好久 终于这一罐粥是给狗泥灌下去了 之后 直接将桌子推到一边 杨木带着狗泥上床睡觉 睡在一起 苏永江有些惆怅 当酒精灯被熄灭 他一直没有睡 不知道对面床是不是会发生一些事情 如果发生了 他要怎么办呢 十几分钟后 苏永江觉得自己的想法多余了 杨木已经在打葫芦 倒是狗泥睡得不安稳 总是伸手伸脚过去搂抱杨木 最后如同巴爪鱼一样的 缠绕在他的身上 这让杨木也睡得不安稳了 苏永江甚至听到了杨木的一声 半梦睡雨 热死了 把空调关了 苏永江叹了口气 房间连电都没有 怎么会有空调呢 睡糊涂了 被狗泥火热的身体烧到了 苏永江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曾经也是个帅小伙 也很受姑娘们喜爱 只是如今他老了 人生其实已经结束 唯一的就是他还活着 仅此而已 即使活得没有意义 他也还活着 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 黑夜过去 又是一天来历 杨木睁开眼睛时 看到的是大妮 睡意浓浓的脸 这个浓村女人 也算天生励志 从年轻那会儿就开始干活 却还能保持这样好的皮肤 这就是遗传基因的强大 身体的姿态 并不容易被护天的复杂条件改变 杨木上去偷亲了一个 没任何意义 就是年轻小伙子 大早上起来 都有一丝悸动 被他的抱枕搞了一个晚上 亲一口 总没啥的吧 亲完之后 杨木也就起床了 并且把每一个人都叫起来 要赶路的 找到大部队是第一要务 龚妮并不知道 杨木队自己干的事 起来之后很猛 昨天怎么就喝多了呢 记忆中还哭了 唉 无论多么彪悍的人生 也有软弱的时候啊 龚妮本以为自己 把该忘记的全都忘了 现在发现其实很难 所有人收拾妥当 带上食物 然后进入后门的中巴车 这就上路了 好孩子剩下的状态 并不好 眼睛有黑眼圈 估计是昨晚没睡觉 郑伟东似乎看透了 剩下的心事 心中冷笑 还说不喜欢杨木 明明就是个 剑一撕千的剑女人 昨晚杨木和这位大姐同床 剩下没睡着吧 第290集 有了这种想法 郑伟东开始使坏 就说道 姐 昨天你都不知道呢 你后面啊 真喝多了 抱着杨木就不放 杨木觉得啊 你应该吃点东西 就把你抱着 放在他的腿上 为了你一盒八宝粥 剩下听的 瞪大了眼睛 杨木竟然还把这大女人 抱在腿上 喂东西吃 这一画面 真是不敢想 剩下撅起了嘴巴 头看向窗外 一言不发 却更加的不开心了 此时 盛春开车 杨木坐在边上 听着后面郑伟东说的话 只是微笑 并没有去理会 这小子是想要挑拨离间 手段好低级 只可惜 他并没有想要跟好孩子如何 那么 就随他去挑拨吧 车子开在乡野间的路上 两边全是杂草 这就好像是美帝西部的草场公路一般 也像是美帝 与墨西哥间隔的无人去一般 总之 就是有一种异地风情 原本这两边应该是凉田的 没人打理 就都长出了野草 绿油油的 不见枯滑 江南的秋 只是夏的延续 忽然有一天 气温极下 冬天 也就来临了 杨木随手打开了车载音乐 放的是一首 听不懂的外国歌 只有什么辣 我能听懂 却不知道到底谁爱谁 音乐响起不久 前方半人高的草丛里 忽然爬出来一只丧尸 盛春吓一跳 杨木伸手 稳住方向盘 撞过去 盛春一脚油门 直接将爬到路上的丧尸状怨 飞起来了 看到了吗 飞起来了 盛春 有那么一点的小激动 嗯 遇到丧尸啊 就直接撞过去 不要减速 不要拐弯 不要停下 好的好的 盛春兴奋地点头 就在下一刻 车子忽然向下一沉 杨木只觉得自己的身体 飞起来了 撞向车棚 怎么回事 明明都是路 怎么会好像 掉到了沟里一样 杨木只是来得及 有这样一个疑问 头磕在前方的封挡玻璃上 撞碎玻璃一下就飞出去 撞墙落下后 一根木桩 从胸口直接穿过 昏迷前 杨木终于知道 这是个巨大的陷阱 有人还在陷阱里 放了树直向上的木刺 六级黄 确实让杨木的身体 强壮了数倍 可仅此而已 并没有让他变成超级赛亚人 或是青钢葫芦瓦 受伤了 他依然还是正常的人类反应 说昏迷就能昏迷 每一个陷阱 都是防补胜防的 杨木也没办法 醒来时 他的双脚被绳子 捆绑在一个很小的单人床上 双手也被绳子捆着 固定在床头的铁架子上 而这个房间 好像本来似乎就是个牢笼 这是监狱吗 杨木看到好几个人 全都被关押在这个房间里 有的如同自己一样被捆着 有的是被用手铐 锁在铁窗上的 这是哪儿 杨木下意识地开口门 不远处 一个全身都是打痕的男人 抬起头 他的脸上一样 都是一条条的伤 这是铁北监狱 你刚被送进来一个小时 监狱 在床的对面 坐着个三十岁的男人 戴着一副眼镜 他接话道 我叫陶氏 你的主治医生 我帮你处理了贯穿伤 条件简陋 没办法确诊 不过那木刺 应该是穿透了你的肺部 我只是给你简单包扎 你能醒过来 是个奇迹 杨木微微动了动上身 很痛 不过也并不是难以接受 这种伤并不需要担心 完全恢复 估计也只是一两天时间 杨木在乎的是这一时自己的处境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依然是陶氏党 末日爆发之后 一伙囚犯控制了这里 他们中有不少穷凶极恶之徒 铁别监狱是关押死囚的地方 江南区域最大的监狱 坏人聚集地 你们的车 要进了他们挖的陷阱里 然后你们就被抓了 我也是被抓的人 因为是医生 并没有被粗暴对待 杨木脸色阴冷 骂了个叉叉 谁不好招惹 偏偏要招惹自己 这时看清房间里 有六个人 只有医生完好无损 其他人 全都受了很重的伤 估计是被鞭打的 六级黄快速偷偷地飞出去 杨木开始侦查这个地方 真的是很大的监狱 这一栋楼都是牢房 关押了很多人 有一些穿着囚服的光头男子 拿着枪 在监狱过道行逻 很是认真的模样 离开这栋大楼飞出去 一圈都是五六米高度的大墙 墙上有电网 此时当然没电 围墙里有足足十几座大楼 监管犯人的大楼应该有五座 其他都是干其他用途的 就让六级黄四处侦查 终于在门卫的口中 杨木获得了一些想要的信息 之前抓回了两个女友 看到了吗 可真好看啊 是啊 妈的 要是能睡他们两个 那可是死了都止 哪能轮到我们哦 这里是铁克的天下 女人当然也都是他的 铁哥搞了那么多女人 你说能睡过来吗 跟你说个事啊 你可别跟别人说 什么事 铁哥别看长得人高马大的 其实那里不行 搞不了女人的 真的 那他还管那么多女人干嘛 看呗 畅想幻想呗 还能干嘛 看得见吃不到 就是一个太监 这话你可别乱说啊 被听到就要死的 没事 那群小子都在那边大楼里 能听得到咱说话 这人说话的时候 用手指了一下 就让杨木知道了 铁哥的所在之处 小黄球快速飞过去 进入那座大楼 应该就是这监狱的 行政中心楼 一层层一津津的房子 找过去 终于在顶楼七层的 一个房间里 杨木找到了 全坐在墙角的狗尼 这是怎么了 一直如此消沉 不像是狗尼的性格啊 难道 哎 别难过 人死不能复生 房间里 一个看上去和狗尼差不多大的女人 开口说话安慰 狗尼摇摇头 双眼微红 很轻声地道 我和她是我们村 唯一的幸存者 她死了 我们村死的 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姐妹 大家都在经历这样的事 还是想想当下吧 这里的男人都很凶 我们到这里 基本就成玩具了 随时会被他们 拉出去玩弄 这里的铁哥 拥有绝对的权利 他可以把我们赏赐给任何人 到时候你不要挣扎 任由他们欺负就好 之前有几个反抗的 那都给打得全身起步来床 很残忍的 我不担心这个 跟我一起来的人 会想办法救我出去的 我只是有些伤心 老头死了 我就剩下自己了 啊 跟你一起来的人 会救你出去 怎么可能 从外面进来的人 估计都要五花大绑 驯服了才会松绑的 到时候那群男人 就跟哈巴狗一样的听话 哪里敢反抗铁哥哦 他不一样 他是血腥的大魔王 我敢打赌 铁哥把他抓来是个错误 铁哥会死无葬生之地的 杨木真的没想到 狗尼竟然这么相信自己 六级黄这就退了出来 还是继续寻找吧 看看其他人在什么地方 没多一会儿 到了不远处的另一个房间 房门紧闭 但六级黄可以听到里面的声音 于是杨木控制六级黄 离开到了外面 从外面窗户缝钻进去 跑到角落里偷看 终于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谢雷芳和他的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都在 雪迪和郑伟东也在这里 他们全都被绳子 捆绑在一根根铁柱子上 无法动作 房间很大 以前估计是个大领导的办公室 这时候 七月大的石木办公桌的后面 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健壮男人 他穿着黑色跨栏背心 一点也不怕冷 穿得比较少 所以能够看到他那一身的肌肉 这就是铁哥吗 估计就是了 杨木躺在床上琢磨着 房间里正在说话的是郑伟东 哥 别杀我 求您了 别杀我 那办公桌后的男人身边 还站着两个男人 端着枪 双眼色咪咪的人 他们看着雪蝶和盛夏 都是美女 各有味道 狗妮原本其实也应该在这里的 可他刚刚反抗得太过强烈 被打了一顿后 就暂时关了起来 那健壮男正是铁哥 听着郑少东的祈求 冷笑道 到了我这边 男的统统都要杀掉 除非你不是男人 是个娘们 边上的两个小子 黑黑一笑 其中之一道 老大 我看他就是个娘们 你看看 都尿裤子了 哦 是吗 你过去 把他的裤子扒了 我看看他是怎么尿的 好嘞 拿枪的小子过去 几下就把郑少东的裤子 连同裤衩一起脱下来 果然是尿了 还能看到痕迹 三个匪徒 哈哈大笑 给郑伟东脱裤子的人道 哈哈哈哈 小子 你这胆小的 跟针尖一样 要不 哥哥帮你忙吧 我这一枪 打在你这上面 他也就废了 到时候 你就不是男人了 哈哈哈哈 别别别 大哥 放了我吧 我不想死 操 哥也是你叫的 叫爸爸 爸爸 郑伟东毫不犹豫地改口 剩下的眼中寒泪了 他真没想到一个人 可以低贱到这种程度 而这个人 还曾经是他最喜欢的 青梅竹马 如果不是末世 他怎能看到这样的人性啊 在以前的和平年代世界里 郑伟东看着 最少也算个大好青年 但是如今 他连一条狗都不如 这时 另外一个小子呢 老大 别跟那么废话了 关起来找时间收拾 这三个女人 不如赏给兄弟们玩吧 火药那对母女 另一个给三弟 嗯 是没啥意思 行吧 那就把男的带下去 女的就让给你们了 还别说啊 这两个女人都算是极品 就是在我的所有存货中 那也是能排行 前一前二的 可惜老子当年受了伤 已经不能忍倒 要不然 怎么会便宜你们两个小子 嘿嘿 老大 您别提让我们揪心的事 咱们兄弟俩 就在老大面前干 让老大找找感觉 弄不好就行了呢 哈哈 他们之间的对话 越来越粗鲁 已经是不堪如耳 这时 脱了郑伟东裤子的小子 到了雪碟面前 摸着他的脸笑道 哈哈哈哈 老大呀 我看也不用把这几个男人 弄出去了 让他们一起看着呗 大家都是老爷们 也让他们见识见识 爷们的末日生活 看看是多么的潇洒自在啊 哈哈哈哈 三弟好主意 我同意 大哥 你看啊 行吧 你们放得开 那就去玩 老子们占了这片天地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大胆玩女人 没什么事不能干的 铁哥很是豪爽开朗的模样 不过他的眼中 有着一丝寒意 仔细观察 才会发现 看来他的心中 并没有那么的不在意 只是他无可奈何罢了 说话间 两个男人就开始脱裤子了 色急地冲向女人们 谢雷芳一脸严峻 他不怕经历这种事 可他的女儿不行 剩下的小脸都苍白了 嘴唇在颤抖 雪蝶是三个女人里最淡定的 在两个男人冲上来的时候 他忽然开口 你们别着急好吗 自己死定了还不知道 你们不先杀了我的主人 如何敢碰他的女人 雪蝶的话 果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铁哥就没道 主人 谁是你的主人 就是最重的那个男人 他都半死不活了 医生说 木刺穿过了他的肺部 他是必死无疑 不 如果他这么容易就死了 那就不配做我的主人 我建议你们还是等等 去看看我的主人 到底是死是活 如果没死 那你们最好是想清楚 到底要不要碰我们 第291集 这几个人 都是双手被捆在柱子上 身体没有被捆 雪蝶说完一番话 忽然放下双手 从柱子边走出来 到一边的沙发上坐好 所有人全都震惊了 并且没有看清 他是怎么弄开绳索的 目光在柱子和雪蝶的身上 来回扫了两眼 终于惊恐地发现 柱子上还绑着两只胳膊呢 女人的袖子这时是空的 这真是有些惊悚 怎么胳膊还能弄断了 别紧张 看到了吗 我的胳膊弄断了 主人都能给我接起来 那个铁哥 你不是受伤不能人道吗 或许你求求我的主人 他能给你接起来 你说什么 铁哥的脸都紫了 站起来吼叫出声 身体颤抖 显然激动异常 蓝色石混合金属后的应用 其实已经成为一门重要学课 这是人类从未接触过的高级课题 超越人类创造的一切物理化学规律 只是通过想象 就能把金属塑造成任何物质 当然就也包括人体的仿生 因为它们是可以被灵魂控制的 所以在应用于人体之后 就完全不需要考虑神经的作用 这是最为夸张的 雪蝶作为受益者 给铁哥提出了一个可行性的建议 你说真的 忘了的东西还能接上 铁哥显然不相信 雪蝶起身 走到那边的柱子边 竖直抬起脚 竟然一脚踢在了胳膊上 那胳膊从绳索上脱落下来 雪蝶用脖梗夹住 然后就用脖梗 让它从自己的胸口进入 下一刻 神奇的事情发生 一只手臂接上了 然后直接撑开了衣服 雪蝶丝毫不建议 自己胸前裸露出了一大片 干脆 就用那只胳膊将上衣脱下来 之后 它举起手臂 拿下另一只胳膊 粗暴地向自己的断臂着放去 金属光泽与蓝光齐放 那条胳膊奇迹般地接上来 它动了动双臂 很是自然妥贴 就好像从未断过一样 那老二看到雪蝶裸露的前胸 已经不能自已 冲上来就想抓 雪蝶单手伸出 抓住了它的脖梗 之后用力 竟直接将头折断 所有人都听到了咔嚓一声 老二就这样倒在地上 一命呜呼 雪蝶面带微笑地 看着房间里的两个人倒 被你们把车弄到沟里 我也是受了点小伤 一直昏迷 现在感觉全好 是等我杀了你们之后才放人 还是现在赶快放了 给我们弄点吃喝 给你们一次选择的机会 并不是我怕打不过你们 只是我觉得这种场合 应该交给我的主人来处理 我很希望他再来一次疯狂的杀戮 我想要看到他把你们统统杀死 血流成河 尸横遍野 雪蝶说到这里 双眼放光 杨木觉得这娘们可能有点变态 娘那个叉叉 不立刻动手杀人的原因 竟然是想看自己去杀 看来自己上次 秒杀了那么多人的手段 已经成为雪蝶心中 不可磨灭的画面 他好想重建啊 铁哥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当然不会被雪蝶吓到 而老二的死 对他也并没有太多触动 原本就是监狱的狱友 能有多少深情 看着雪蝶的胳膊 铁哥的内心很燥热 如果真有这种 将断体重新接上去的本事 那么他的不治男症 是否可以解决呢 他是不是可以 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而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哪怕就让他 只是做几天的真男人 他都心甘情愿地 可以去死的 抬手将举起了枪 正在着急忙慌 瞄准的老三 推到一边 铁哥道 你的老大 真有这样的本事 当然 不信你可以去找他 我敢打赌 你若不去找他 等他来找你的时候 你们这边所有的人 都得死 雪蝶暴露出了 爱装插的本性 说话很牛 不过他说的其实也对 如果等羊目找来 那当然就是一番杀戮 铁哥并不看重这些 他在意的是那位神秘的主人 是否能将他的隐级治好 好 我这就放了你们 你看来是有些手段 杀人的事情 我也不追究 闲去见你的主人 如果他真的能把我治好 那我就怎么低都行 别着急 跟我们一起那老头真死了吗 刚才你们打狗尼的时候 对他说老头已经死了 如果他真的死了 这件事怕是完不了 我主人可是管狗尼叫姐姐的 老头他伤得太重了 就不活了 我把他扔到那边的死人堆里了 你最好去把他找出来 努力救活 要不然 铁哥一听 赶紧带人出去 然后又叫人进来 将所有人松绑 暂时请到隔壁会议室去 他没办法不重视 雪碟可是在他面前脱光衣服展示的 那是护真价实的 把胳膊卸下去 之后又安装上 绝对不是假的 死了个人的事完全忽略 现在铁哥想的就是 自己的下半身 杨木看到此处撇了撇嘴 雪碟说得很对 若是老头子没死 那么这一事还能聊下去 自己吃亏了 是自己倒霉运气差 回头好好折磨他们一下就好了 若是老头子死了 就冲着狗妮跟自己喝酒同床的份上 他也要好好折腾一番 非得把铁哥的毛拔了不成 打了个哈气 手指上的戒指闪光 四个飞轮射途 割断了身上的绳索 杨木直接坐了起来 对面逃尸吓了一跳 急忙道 你 你怎么能坐下来呢 你是怎么把绳子解开的 并没有人看到 杨木小飞轮的操作 拿东西就如同手眼 太快 太准确了 并且异常的锋利 杨木不搭理他 先拉开自己的衣服 扯开纱布看看 胸口的伤已经结巴 上身虽然有那么一点疼痛 但也并不很明显了 挪动屁股 靠着墙壁 坐在床上 这才发现自己全身都是血迹 很正常 胸都被穿透了 怎么可能不出血 用摸了摸口袋 半包烟还在 杨木伸手拿出 搞了一根烟 放在嘴巴里 监狱里的人全都看上他 之前都以为他会死的 没想到现在这么精神 还坐起来抽烟 这颗真是个奇葩 杨木抽了几口后 才抬头看向陶氏 眼头倒 谢谢你为我处理了伤口 并且包扎 我虽然并不怕受伤 但想着如果那木刺 一直刺破在我的肺部 估计 也很难好转 弄不好 也会有生命危险 你还知道你有生命危险 你的肺受伤了 你怎么能抽烟呢 没感觉吗 杨木确实没啥感觉 估计内伤已经好了许多 没事 别担心 我刚才话还没说完 反正就等于是你救了我一次 咱们从这里脱婚以后 你就跟我走吧 虽然跟我走并不一定安全 但我会努力照顾你的 杨木想让陶氏 跟着自己的真正原因 还是因为他是医生 群术战队里虽然有医生 但数量有限 杨木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权兽战队 应该是一个如同游牧民族 一样的战队 游走的时候 可以持哪打哪 安家的时候 可以安居乐业 他要创造一个自己的小世界 这个小世界 应该是丰富多彩 并且非常立体的 比如 徐岩岗的防御体系 就是这个立体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随便在哪里安插营地 几公里范围内 立刻就形成岗哨 然后在中心控制室 可以操控 除此之外 这个小团队 应该有医院 有生意走动 有一些更加特色 并且方便的部门 这样 无论走到哪里 生活都不会太无聊 末日了 也总还是要生活的 杨木有了这样的想法 也就有了招揽人才的心思 当然 这并不系统 杨木只是有个想法 于是就随随便便地叫了陶师 找了个他是自己救命恩人的理由 等以后找到战队 要把这个想法拿出来讨论 还要找个牵头人 温斯嘉挺合适 做过女总裁 还挺合格 那么宏观调控大局的掌握 应该都能得心应手 以后营地就让他去全权负责 攀凤当副手 相如负责军事 小伙子 你想的是不是有点太多 这里可是监狱啊 而且是末日中的监狱 根本不会有人来拯救我们 我们自己也没有任何办法逃出去 不见得 郝医生 记着我的话 事实无绝对 你觉得这时候面临的是死局 放在本大爷的身上 这一局不但有救 而且还是稳操胜券之局 你相不相信 附近的人们都对杨木嗤之以鼻 觉得他是疯了 竟然有幻想症 这对于谁都是一个死局 一个受伤快要死了的人 竟然还吹这种牛 真是太虚伪了 陶师叹了口气 然后道 哎 小伙子啊 你的心是好的 可我真的并不信你 他们对我还算是不错 等一会儿他们来了 我看看能不能要一点消炎药 给你吃吃 你还是赶快躺下吧 这种伤还能让你活命 除了你体质好的因素 确实也有运气 我想或许是没伤到肺部 或许是从边上擦过了 可无论怎样 这毕竟是身体的贯穿上 你的身体两侧 都有直径差不多两厘米的伤口 自己没看到 杨木是看到了 可伤口已经差不多好转 只不过别人没看到罢了 见陶师不相信自己 杨木也不介意 等着那铁哥来找自己 六级黄一直跟着他们 铁哥亲自带人去了死人堆 所谓的死人堆 就在监狱围墙的一个角落里 这里最多的还是丧尸尸体 杨木就又打听了一下 这个监狱是怎么被犯人夺走的 监舍里有一个人本来就是囚犯 他告诉杨木 末日爆发的时候是外面受了感染 基本上没怎么样看守 就都变成丧尸了 监狱里的犯人们 利用铁门做掩护 从窗口将丧尸一支支引来杀死 有一个做饭的雇佣工 打开了犯人们的牢房 所有人出来之后 当然就直接控制了监狱 把所有犯人都放了 杨木随口一问 并没有 我们这一桩啊 是义 边上有地 地座楼那边没人敢去 那边关押的都是死刑犯 真正穷凶极恶的都在那里 比如去年被抓公审的杀人狂魔 魏小军 杨木的脸色一下冰冷 魏小军 原来他被关押在这个地方 这可真是大大的意外收获了 杨木的脸色越发冰冷 一口不言 不再说话 房间里的气氛回归原始 大家本来就都不太说话 十分钟后 铁哥终于冲了进来 这里所有人都认识铁哥 看到他竟然亲自到来 全都吓得脸色苍白 更加老老实实 铁哥打起人来 那个疯子一样 很多人都吃过他皮鞭的苦头 奇怪了 怎么铁哥会亲自跑进这边牢房 牢房里关着的 基本都是被抓来的人 或者是胆小怕事 没什么鸟用的犯人 也有一些以前的 先遇工作人员 铁哥从不轻易进牢房 觉得这种地方晦气 他都被关好几年了 好不容易出去 所以对牢房 避之不及 那今天 他为什么要来 铁哥进来后 手下人立刻给他指出 哪个是杨木 铁哥看后 瞪大了一眼睛 不是说贯穿商快死了吗 怎么这么精神 还抽烟啊 果然是奇人 杨木冷冷地看着铁哥 开口道 我的影子说得很清楚 老头还活着 什么都好谈 老头要是死了 哼 你们通通都要陪葬 铁哥看着杨木冰冷的眼神 忍不住额头流下汗来 他一直被关在这里 怎么知道自己和那女人的对话 小兄弟 那位老人家我是找到了 可他 死了 倒是没 还有一口气 弄进来我看看 快点快点 铁哥挥手 一群人抬进来一个 隐隐一息的老人 正是苏勇将 第292期 杨木叹了口气 如果不是看在狗妮的面子 他也没必要救这老头 主要是翻车时候说得上 外伤居多 引发了体内伤 杨木拿出一颗一击黄 放到老头的嘴巴里 让他吃下 这可是外伤神药 体内外受损 在他的作用下 都能短时间修复 然而到底能不能让这老头活过来 杨木还是没有自信的 陶师 给他检查下 做基本处理就好 铁 你叫铁什么 我叫五铁熊 哦 铁熊 去拿些药来 还有医生需要的医疗设备 你们监狱应该有诊所吧 反正你记住 这老头活了 你们就都活了 要不然 就全都去死吧 铁哥的脸色有些发青 觉得这人说话真是太装差了 自己手下好歹也有两百多个兄弟 五六十条枪 沿染是一个小军队 他就一个人能打得过 不过现在 铁熊有求于人 实在不想得罪杨木 好吧 那就先看看他的手段 如果真有本事也就罢了 要是没有 铁熊决定要把杨木大卸八块 忙来忙去 忙活半天 最后陶师确定 老头状态平稳 只是有些虚弱 挂点水 应该问题就不大了 杨木听得点头 老头没死就好 探后看向铁熊 杨木道 我被你们挖的陷阱弄上 这件事就算了 你们做的是打架劫势的买卖 谁让兄弟我不小心呢 不过我听说你们把我的娘们给打了 啊 你是说那个叫狗腻的 是我两个兄弟动的手 不过 已经被你们那边另一个女的弄死一个 哦 还有一个是谁 还有一个 也跟在铁熊身边呢 这时听杨木问起 脸色一下就变得苍白 杨木一看他的表情 立刻就知道是他 为了避免麻烦 杨木也懒得废话 直接光圈出手 这武器已经救清架属 杀丧尸厉害 杀人震撼效果更强 只见一道光束暴起 飞过那人 之后消失 几秒钟后 他的身体 疯为两半 倒在地上 心血内脏 流了一地 很是血性 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 全都吓得惊恐 铁熊 向边上倒退两步 跌倒在地 他身后的人 坐鸟受散 哪里还敢停留 撒腿就跑 杨木杀人后 又是暗自叹息 这个人是该杀的 还想搞剩下母女 一看就是色中恶鬼 不杀 留着也是祸害 并不是说铁熊就是好人 不过杨木需要他来控制 一监狱的人 对他不能杀 行 云有头战有主 打人的都死了 除了这两个死人 还有人打我的娘吗 没没没 铁熊急忙白手 就算他穷凶极恶 但杨木杀人的手段 太凶残诡异 怎么可能不害怕 好的 那就这样 你的影集我也知道 治疗的方法我有 跟接手臂一样 知道原石吗 原石 听说过 好像是某种货币是吧 有些地方 确实把它当作货币 不过它们 还有更多作用 比如 治疗你的影集 真的呢 这个要试验后才知道 我需要一些时间 给你讲解理论 而且 你都已经杀了好几年 应该不在乎 再多等几天吧 铁熊看出来了 杨木只是打算拖着他 虽然很无奈 但铁熊没办法 这时 他压制不了杨木 好的 瓦铁虽然不是什么人物 但在江湖上 混了这么久 也是一个唾沫一个钉 你们杀的老二老三 都是对我溜血拍马之徒 我用着圣手 也就用了 不算是兄弟 他们的死 我不记仇 只要你能治好我的影集 这监狱的老大 我就给你做 老子才不稀罕 行了 事情解决得差不多 带我去见我的人 然后 我还要去死囚犯的牢房看看 哈 铁熊没搞懂 那牢房可是没人进去过啊 里面应该还有丧尸呢 他要进去干嘛 搞不懂杨木 只是觉得他越发神秘 这让铁熊更加不敢轻举妄动 一行人 这就离开 原本关这的几个人 都有些傻眼 杨木带着陶尸走了之后 他们 才反应过来 天啊 错过了一个抱大腿的机会 有的人直接就哭了 有的 则懊恼的跺脚抓头发 只可惜机会已经错过 那么 就再也没机会了 杨木很快见到了自己人 大家一看杨木归来 全都兴奋 此刻他们一点不觉得 杨木这个杀人大魔王是恐怖的 只觉得 能跟他在一起 是一种幸运 杨木对雪迪的表现 给予了肯定 当然也很凶恶的 对他进行了恐吓 你救了大家 不然值得表扬 但你明明有能力做更多 却想要等着我来出头 看我大杀特杀 你最好别起这种思念 别忘记了 你是我的影 你在跟着我 而我也时刻盯着你 雪蝶不敢相信的张大的嘴巴 杨木怎么会知道他的心思 他又是怎样看破 这一边的事情的 这一切都是个谜 原石的特性 虽然在一些网站上 得到了公布 可最近一段时间 各地网络都出现了问题 很多地方都上不了网 这就导致更多的信息 并没有被大众知晓 杨木如今身上 已经有了好多原石 可很多人根本还不知道 原石的作用 见都没见过 大多数人在末日爆发的时候 是逃离了城市的 而没离开的 大多死在城市里 真正带着大量原石 逃离丧失区域的人 并不是很多 这就让原石的信息 更加无法传播 杨木的能力 也就凸显得神秘了 狗腻看到村里的老头 竟然半死不活地 跟随杨木回来了 激动地抱住了杨木的胳膊 他没死是吗 他没死 喂喂喂 至于这么激动吗 搞得他是你拼头一样 狗腻扑斥一声笑了 可脸上还有泪呢 杨木其实懂狗腻 全村人都死了 老头对于他来说 就是一种安慰 如果他也死了 他就会觉得很艰难 他也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幸好老子醒来得及时 否则还真没人救得了他 什么东西命应 猫吧 不是有九条命吗 以后叫他老猫 他名字太声色 老子总是记不住 好好好 你说叫什么就叫什么 狗腻还是抱着杨木的胳膊 杨木发现这个姿势很暧昧 于是就胡乱地用自己的胳膊 蹭了狗腻几下 狗腻这才感觉到不妥 急忙离开 脸色微红 抬手擦去眼泪 一边盛下 原本看到杨木很高兴 可看到他与狗腻的互动 立刻撅起了嘴巴 去 色狼 他在心里这样想着 去排解不了心中的压抑气息 于是 嘴巴掀得更高了 杨木这时 叹气道 唉 你们的命啊 其实都挺硬 竟然一个没死 真是让老子失望 行了 既来之则安之 咱们啊 就在这里休息 等老子呢 去办点私事 然后咱们 就启程上路 铁熊跟在杨木的身边 眼头哈腰地倒 兄弟 那我的事 这边的老大 你就别做了 回头跟我走 我保证给你治好 这 铁熊 你是要在这里混吃等死 还是要在有生之年 去搞那么一回女人 你自己看着办 杨木的话 让铁熊的心都颤抖了 他当然想要做个男人 那好 我跟你走 杨木冷冷一笑 心中暗淌 小逼崽子 害得我差点被木千子插死 等把你带到没人的地方 老子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 这边的事情就这样安排完 杨木让铁熊带他去死球那边 铁熊急忙白手道 那边去不得 门已经封死了 里面都是丧尸 剩下的都是死球 进去太危险了 让你带路 让你带路你就带路 费什么话 想不想做男人了 铁熊懊恼地哭丧着脸 他好歹也是一方老大 可如今却被这么捏过 然而 他没办法 他还想做一次真真正正的男人 好吧 那我带你去 今天上午气温还不错 可到了下午 天气就转凉了 杨木和铁熊走在监狱的草地上 竟然身体颤抖了一下 有点冷 看来要夹衣服 铁熊 你是因为什么事进来的 又为啥能当这监狱的老大 打架杀人 其实就是点小矛盾 结果他找人把我下边废了 我找人杀了他全家 那倒不是什么大事 要是我 也会杀他全家 还会挖他祖坟 铁熊苦苦一笑 并没说话 这是他多少年来的痛啊 所以 你就苦练身体 让自己看上去 刚猛无比 可其实 你却是个连女人 都不能睡得废物 你 铁熊 有点激动 有点生气 别激动 老子有办法治好你 就算骂你打你 是不是都应该 应该 你要是能治好我 别说打我骂我 我直接跪地磕头让你打 让你骂 那也是心甘情愿的 说说 你为啥能成为这监狱的老大 能打架呗 监狱里啊 没人能打得过我 而且我是杀人犯 无期的 所以都怕我 有道理 那边的犯人什么情况 只有十七个 全是死刑犯 安静看守 择其枪决的 结果末日爆发 倒是救了他们的小命 是啊 魏小军认识吗 知道这人 在牢里啊 晚很久了 刚进来时 就说要杀 结果一直没杀 只是知道 本人从没见过 我就是要去找他 能找到吗 应该能的 可里面有丧尸 你觉得我是傻子吗 如果丧尸能奈何我 我会要去 铁熊不说话了 想起了盐牧杀人的手段 是啊 他既然敢去 一定是并不惧怕丧尸的 这男人到底来自哪里 明明他也受伤 天啊 断穿上 看看他现在 就跟正常人 一样行走了 他的伤 好得这么快 杨牧其实并没有完全好转 走起路来 还隐隐作痛呢 不过 他迫切地要见到魏小军 好不容易找了个多年的故人 怎么能不去见见呢 魏小军被捕后是公审 电视台报道过 他的罪行 一个人贩子集团的领军人物 他还有个特别的嗜好 解剖人体 据他自己交代 二十年间 他一共解剖过 十七个人 简直是 罪大恶极 其实 早就应该杀了的 不过 被他杀的人 还要去核实取证 因为这些人 大多都是被拐卖的 妇女儿童 所以证据不太好找 这才耽搁下来 杨木当时在电视上 看到了这条消息 一眼就认出来 魏小军就是当年 曾经看管过自己的人贩子之一 那时 蒋云云的爸爸是领头的 魏小军只是一个马仔 多年之后 他都能成为领军人物了 可见这个集团 在黑暗世界里 已经壮大成庞然大物 杨木要找到他们 然后全部消灭 他现在有这样的能力 终于到了大楼前 杨木毫不犹豫地 扔出五级红 撞开了门 这一轰隆巨响 立刻吸引了里面的丧尸 六级黄已经飞进去 定位了每一只丧尸 一共二十三只 金银飞轮全部出售 飞进去后将所有丧尸 抱头杀死 走吧 进去找人 杨木迈着大步走进去 铁熊急忙跟上 而后看到这满地的丧尸尸体 额头上的冷汗又冒出来了 这你码得也太厉害了吧 人都没进去 到底是怎么杀死的 他当然无论如何 也想不明白 牢房在哪里 应该在三楼四楼 全部是单间 这栋楼一共就五层 顶层和下面两层 都是看守和管理人员 中间的是监狱 杨木就和铁熊 沿着楼梯向上走 路上又杀了几只丧尸 铁熊觉得 自己需要分散一下注意力 否则 看到杨木这惊悚的身手 实在是有些心慌 便道 他们如果没变成丧尸的话 一定还关押在牢房里 只是那魏小军到底住在哪一间 我并不知道 杨木点头走入了三楼的走廊 第二百九十三集 两边都是铁门 在门上边有小拉窗 很小很小 只能让眼睛向里面看 就这样 让六级黄飞进去了看 在第四间房子里 终于找到了 魏小军 杨木很震撼 魏小军 以骨瘦如柴 并且 他一条腿上的肉 几乎都没有了 看过现场后 杨木分析出来 魏小军被困在里面 没有食物 为了活下去 他是割掉了自己腿上的肉来吃 狠毒 也不能这么说 那是求生的欲望 在作祟 杨木用五级红撞开门 然后让铁熊在外面等着 自己进去见魏小军 牢房里自然是黑暗 打开门后 射进去一丝炼光 魏小军的身体动了动 水 水 他虚弱的细语 如果不是附近足够安静 杨木的听力又不错 或许根本就听不清楚 杨木上前 拿出一瓶矿泉水 浇在了魏小军的头上 魏小军感受到了滋润 努力地张开嘴巴去接 却根本没有多少水 落在他的口中 全部到了地上 魏小军回光返照了 竟然撑着身体倾倒 然后到地上去舔 杨木依稀想起了十七年前 似乎也是在这样一个 有些冷的秋日 魏小军就是这样 把一杯水 倒在自己的头上 而饥渴的他 也是如此 趴在地上用力地去舔 只可惜 那土很干 水很快进入地下 他舔了一嘴的泥巴 却根本没喝到多少水 魏小军 还记得我吗 杨木蹲下来 轻声开口 魏小军努力地 舔了很多水 听到说话声 他的神志 开始恢复了 啊 我没死 原来 我还没死 确实没死 抬头看看 能不能认出我来 魏小军慢慢地抬起头 借助外面的亮光 看着在眼前的一张 年轻帅气的脸 你 我不认识你啊 魏小军四十几岁了 在这边被困了一些日子 看上去 也是无比苍老 你是把我忘记了 十六年前 被你看管了一年多的一个小孩 在你喝醉酒的时候逃了出去 之后 你们虽然努力几次想要抓回来 却始终没有得逞 还记得吗 啊 你是 魏小军当然记得 他的职业生涯中 唯一一个只有那么小 就能成功逃脱的孩子 也就只有杨木一个人 而且因为杨木的逃脱 当年他是被组织断去了三根脚趾 作为惩罚的 这也让他原本一直对那逃跑的孩子恨之入骨 认出来了 我问你 当年把我抱走的脚踝穿在哪里 他不是你的老大吗 啊 你竟然都记得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他已经是组织的高层 我只是浮在水面做事的小草 当年 你们是把我从哪里弄来的 那怎么记得 好多年了 是从北方 真没想到啊 在临死之前 竟然能遇到你 真是天大的封刺 因果行环 天理昭昭 疏而不漏 我这一辈子丧尽天灵 到死让我遇到你 是不是一种解脱 解脱 或许吧 我是来送你去地狱的 你要是想死个痛快 就把知道的都告诉我 我并不知道多少 当年那个木房子里 蒋怀川是老大 我们都听他的 上边有人 全都是他来联系 二哥宋胖子 宋玉柱 三哥 就知道外号是刀疤 并不熟悉 老四是我 老五 外号三嫂 是个不书的娘妈 还有几个婆子 我就更加不熟悉了 大家都是为组织蒋怀川 聚集在一起 而且你说的蒋怀川 并不是他的真名 他的真名叫什么 没人知道 我们平日里 只是叫他大哥 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而且很有能力 杨木其实能够想到 蒋怀川不过是个假名 那你知道他有老婆 那你知道他有老婆女儿子吗 有 不过他有很多 不领结婚证 在不同地方 他都有稳定的女人 都有老婆孩子 他骗他们 他是中南海特工 其实那些老婆孩子 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是个人贩子 他的人生很传奇 也很潇洒 其实我们的人生都很传奇 做的是人肉的买卖 早就把灵魂给了魔鬼 人性这东西已经抛弃 经历又怎么会不传奇呢 杨木的心冰冷冰冷 魏小军说的这几个人 他历历在目 胖子 高八 还有那个有点姿色的三嫂 他们那时候 都不到三十岁的模样 如今 都是快五十的人 当年就是你们 怕我拐走的吧 不是 只有大哥和三嫂 和一群北方的同人做的 过程 很简单 一个人骑着电瓶车 把你妈妈撞了 然后七八个同虎围上去 关怀你妈妈被撞得怎么样 三嫂趁乱把你抱走 之后人群一哄而散 电瓶车直接就扔在那里 原本也是偷的 杨木的双眼 有了红血丝 他魂牵梦绕了很多年的多个场景 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版本 他的妈妈 当年真是被车撞了 然后 才将他撒手 让他被其他人抱走 妈妈 一定很辛苦啊 那依稀的声音 又回荡在耳边 你们别管我 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 杨木的泪水 醒客间 流了下来 已经满面 他闭上了眼睛 轻轻而不带任何感情的倒 谢谢你把这些告诉我 那现在 我要杀你了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了 死在你的手里 挺好的 魏小军 人生可有什么忏悔 这一生享乐无限 并不忏悔 那去地狱吧 如果可能 我诅咒你永世不得超生 杨木话音落下 天鬼已出手 一刀砍断了 魏小军的一只脚 魏小军痛得大喊 杨木道 比一刀 只是个开始 铁熊在外面 其实能看到里面的情况 房门是开着的 所以他惊恐了 一生没有看过 这么彪悍的人 就那样不声不响的 一刀到路下 砍了一小时二十分钟 没有停手 当他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 全身是血 双眼同样血红 如同一只变异的凶手 含糊不清地吐出两字 铁熊都不知道 自己说的是啥 想要说啥 行了 回去吧 杨木轻声说话 走在前边 铁熊急忙跟上 铁熊 你挖陷阱 把我弄到这里的恩怨 一笔哭笑了 铁熊抬手擦汗 不知道杨木 为什么说这一话 杨木觉得 自己并不是被铁熊抓来的 命运 就是让他走这一趟 让他知道 仇人们都叫什么 并且知道 妈妈那时候的无助 与可怜 多年来 他其实并不是一点也不怨妈妈 怎么就能把他弄丢呢 不知道小心点吗 而现在 他没有丝毫的怨恨 想到妈妈那时 可能受伤 他就心疼 如果还有怨恨 那也是对那群恶人 早晚有一天 要把他们全都找出来 有怨抱怨 有仇报仇 当杨木回去了 剩下他们休息的房间时 所有人看到他 全都发愣了 这声血是来自哪里啊 就连脸上都是血 杨木随便找了个地方坐着 愣愣发呆 心里的欲解还没有驱散 那个场景 一次次地在脑海里浮现 妈妈抱着他 笑呵呵地亲他的脸 他的手中好像还拿着一个气球 忽然一个车子撞过来 然后妈妈倒地不起 他哇哇大哭 人群呼噹围了上来 他听到妈妈的喊声 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 他就那样一遍遍重复着喊 声音里满是悲伤 呼气得肝肠寸乱 慢慢闭上眼睛 泪水还是忍不住地向下流 如果他当初没有丢掉 他应该会有一个 怎样幸福而正常的童鸟 又想起那时候 在汉宁城内遇到的 来旅游的母女 那应该是自己妈妈的女人 满头银发的样子 这些年来 他应该是如同自己思念他一样的 思念自己吧 盛夏在杨木对面看着 他有些心跳枷锁 他怎么哭了 哭得如此伤感 就好像受尽了人世间的委屈一般 房间里所有的人都静悄悄的 没人说话 最后还是狗尼过去 拉住杨木的胳膊 走 去洗洗吧 全身都是血呢 杨木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任由狗尼把他拉起来 向外面的卫生间走 这里也是停水的 狗尼管铁熊要了一通矿泉水 然后在卫生间给杨木擦身擦脸 成熟的女人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 知道这个男人此时内心已经在经历着无比波澜 需要关爱 这一算是善报 杨木把老头救回来了 他当然要去回报 盛夏跟到了门口 看到狗尼将杨木拖进了卫生间 在心里折磨了自己好久 盛夏终于放下了一切 冲了出去 进了卫生间 狗尼姐姐 我来帮你吧 刚刚将毛巾沾水拧干的狗尼愣下 然后伸手将毛巾递给盛夏 你给他擦吧 顺便安慰安慰他 他这样的男人 一定是经历了很大的事 否则不会落泪的 好 可姐姐怎么知道 他是怎样的男人 我不知道 知道的只是 他的心里并不健康 要不然他如何能那样温柔 又同时可以那样杀戮呢 要我看来 他是心想光明 却生活在黑暗世界中的男人 杨木木然地听着狗尼 对他的评价 然后苦笑 都是人静啊 通过短暂的接触 对别人有一定的初步分析 不能说狗尼完全对吧 但他说得差不多 黑暗与光明有些大了 他只是一直没有稳定生活 因此渴望能够拥有 狗尼走了 盛夏就承担了给杨木清晰的众人 杨木这时 其实已经有所恢复 看着小姑娘 细心给他擦洗的模样 心情慢慢好转 他直接脱去了自己的衣裤 只是穿着一条四脚短裤 然后让盛夏给他擦 盛夏窘迫了 害羞了 可他不想退却 杨木的身上也有很多血迹 不知道是不是 从衣服渗透进去的 亦或是 从脖梗处 向下流淌呢 剩下就一次次的沾水 一次次的给盛目清洗 在这一过程中 他很震撼 盛目和郑伟东看上去 体型很像 原来脱的衣服差别这么大 他早就见过郑伟东赤膊上身 甚至也见过郑伟东 只穿短裤 毕竟两个人是青梅竹马 然而跟盛目相比 他的身材 简直像是没发育的小男生 眼前的盛目 完全不一样 他已经是个真正正正的男人 他的胸肌很发达 这种发达并不是突起的如同女人 就是感觉呈现出了流线性的一层立体 当盛夏用毛巾擦过那上面 他被深深地诱惑 好想去触碰一下 这流线性美感的胸肌哦 他是这样想的 而几秒之后 忽然听到头顶传来那男人 淡淡的声音 你在干嘛 我在 天啊 盛夏意识到他的手 真的按在了那胸肌上面 正在来回地摩擦摩擦 我 我在画圈圈 画你妹 把手拿开 快点擦 换冷的 哦 盛夏恋红欲滴 却并没有逃离 虽然他很想 于是继续给盐木擦着全身 从前边到后边 天啊 他的后背也这样好看 而且光滑 那肉丝毫不坠 第294集 坠肉这种东西 是不分胖瘦的 比如郑伟东 他的后背就有些肉肉的 看上去就只是那么一块 而杨木则不同 他也是一块 但只要身体稍微动作 那就能呈现出不同来 腰是腰 背是背 肩是肩 每一块都很分明 连在一起 又不会显得突兀 这男人 也太完美了吧 长得好看 也就罢了 这身材 怎么会是这样呢 毛巾 从肩甲 擦到腰部 再向下 呦呦呦 看看这屁股 他咋就想到了性感 这两个字 好不害臊哦 我的身体 这么让你困惑吗 啊 没有啊 那你到底是在干嘛 我腰上面有啥东西 你都在那里 擦了十分钟了吧 十分钟 瞎说 老子就是没给你计时 然后由着你不承认 杨木伸手 从后面剩下的手里 拿过毛巾 然后自己清洗 擦干身体 只用了两分钟 他不介意 继续享受下去 看着剩下为他服务 然而确实有些凉了 深深地洗了一把脸 杨木抬起头 对着镜子 看里面的自己 嗯 小伙子长得很帅 身材也好 这就不错 剩下丝毫不觉得 杨木这话过分 是很帅啊 身材更好 行了好孩子 暧昧的时间就到这里 去给我找身衣服来 回去组织大家上路 那个郑伟东就不要带了 我看着烦 你去跟他告别吧 剩下没想到杨木 忽然会这样说 告别吗 这样剩下有些史料不及 不能像是亲人一样的带着吗 我们一起长大的 彼此记录着童年 从没有跟我一起长大的人 我还不是照样活得挺好 剩下别那么多感慨 你可以记住和郑伟东之间的一切 当做你最美好的回忆 但是你们之间的关系结束了 不会有未来 何必还保留现在 剩下看着杨木有些惊喜 他竟然说得这样好 不会有未来 那干嘛要保留现在呢 这句话好有道理 既已已经成为往事 那就让他随风散去吧 剩下却给杨木找了衣服 送入卫生间后 把郑伟东找到 和他告别 就是在走廊的尽头 看着郑伟东 他有些憔悴 之前都被吓得尿裤子了 实在很丢人 剩下叹气道 刚刚杨木说 马上要出发 我带着你走 你就留在这个监狱吧 什么 为什么 郑伟东有些激动 你别这样 一和我独处就凶巴巴的 我们已不是那种发展的关系 所以大可平静相处 杨木说你和他不是一路人 他看着你烦心 妈的 抢了我的女人 如今还想把我赶走 他别有用心 这种人的思想道德品质太差 郑伟东的声音并不高 很显然 是害怕被杨木听到 剩下听到他竟然这样说杨木 有些不开心 和思想道德没关系 可能是雪碟和他说了你之前的表现 让他觉得你太懦弱了 跟他的三观相差太远 不适合组队一起走 他就是想霸占你 魏东哥 你这样说就好不讲道理 就算他把你留在身边 然后想要霸占我 你还有本事阻止吗 我 好了 我就是想跟你说 我们的关系就到此彻底断 以后再也不见 再也不联系 仅此而已 剩下说完 转身离开 任由郑伟东在后面骂骂咧咧 最后蹲在地上 抱头痛哭 杨慕用六级黄看着一切 撇撇嘴 心中暗倒 好孩子真是应了那句话 婊子无情 之前还要跟郑伟东如何如何 现在放下来 分歧手诗多么的绝情不留余地 不过回头想想 也不能怪婊子 男人当次强 若非如此 就连婊子们都是懒得来搭理的 那做男人 还有什么乐趣 吴铁熊就这样离开了监狱 为了他能成为男人的梦想 他宁愿放弃一切 监狱里当然又会有新的老大出现 可那并不关他什么事了 郑伟东看着一星人离去时 发出了狠狠的诅咒 希望他们能遭遇丧尸 然后全被吃掉 就在这一时 忽然有人拍了他一下 郑伟东回头看 见一个身高足有两米的黑胖子 正在对着他笑 这笑容非常不单纯 大哥 你要干嘛 小弟弟 做哥哥的妞吧 啊 哥 我是男人 知道 哥从来不喜欢女的 黑胖子伸手 就把郑伟东抱入怀中 献给他深深一吻 这让郑伟东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呼喊 刚刚走出金玉大门的盛下 回头看了一眼 妈 听到有人在叫了吗 喂 谈谈 估计没了老大再打架吧 我们跟着杨木走 我觉得他比较靠谱 嗯 也不知道现在为东哥怎么样了 放心 只要不是遇到丧尸 怎么都能活下去 我们大家在这末世里都是一样的 他能得到这样一个避风港 也不见得就是坏事 嗯 剩下释然 觉得妈妈说得很对 一行人赶了一下午的路 天黑之前到了目的地 三甲市 这也是个小事 相对于汉宁当然比不了 不过城中也是遍布了丧失 在城郊的地方 杨木带着一行人上了居民楼 打算今晚就在这里睡觉 先是将宿舍楼的丧尸全部清理 找了些食物 让他们去做熟 杨木自己离开寻找队伍 希望能够有所发现 只是转了几公里 杨木就发现一些碎纸片 捡起来看货大戏 上边写了四个字 全寿围堂 这一定是他们留下的记号 果然是按照这个线路走的 而且已经离开了这 去了围堂县 真是聪明 还知道给自己留信号 不过围堂县距离这边 也有估计四十公里呢 杨木没去过 只知道大概的方位 一会儿吃过饭后 要连续赶路 反正走野路 也不怕会撞进很多丧失 还要弄辆车 这样四十公里路 没多一会儿就能到了 杨木回到临时驻扎地 说了自己的计划 吃完饭继续走 其他人自然马首是站 铁熊单独把杨木拉到一边 一脸的窘迫 杨木主动道 既然把你带来 早晚都要给你治 可毕竟之前我们之间呢 有过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再等等 只要让我觉得你是可以信任的 我一定把方法全都告诉你 那好吧 铁熊无奈点头 只能继续认凶 吃过饭后 杨木找了台小客车 还是盛春开车 盛春有了点心理障碍 上次就是他把车子开到沟里去了 这一次如果再出事 那可就完了 所以盛春的车子开得很慢 杨木也不催促 他也有心理障碍啊 让六级黄飞到前面侦察 很怕路上再来个大陷阱什么的 天越来越黑了 香野间的小路上 就这么一辆小客车在行驶 打着大灯非常显眼 那个 盛春开口 却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杨木 小舅子估计不行 直呼其名 有心理压力 干脆就省略了称呼 咱们太新颜了 这样开车啊 无论是丧尸还是什么人 都能看到咱们 杨木微微点头 可不开大灯 也走不了夜路啊 这路很崎岖 为了安全起见 杨木还是决定不晚上赶路了 找了一个路两边 有芦苇的地方 就把车停下 明天一早天一亮 就出发 全速开 估计一小时也就到了 今晚在车上睡觉 杨木非常谨慎 大家当然没意见 将收音机打开 调了很多频道 都在说丧尸的事 其中也有不少 说丧尸大潮的事情 裁局行动彻底结束 新的行动叫剑网 正在展开 还是之前那种说法 包围丧尸大潮的部队 边打边退 在消灭丧尸生物的同时 努力地保全自己 杨木听到最后 就把收音机关了 这一切已经跟自己没关系 他有些本事 有想要去保护 照顾的人 可就是这种事 还是夺原点好 英雄 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生死危机面前 大多数时候 杨木还是喜欢做狗熊 能躲就躲 无论他多么厉害 被困在丧尸潮里 还不是没什么鸟用 得过且过吧 车子里的人 渐渐都睡着了 杨木这次 并没有坐在最前排 而是坐在后面的位置 和狗妮坐一起 老头子也在车上 同行的 还有陶师 负责照顾老头 情况已经好转 吃饭的时候 醒了吃点东西 现在又睡着了 看看时间也不过九点 杨木并没有事情可做 虽然不困 也是闭着眼睛 慢慢地 他身体倾斜 靠在狗妮的身上 很松软而暖和 干脆靠得更近 抓着他的一只手 小小的 手背柔软 手掌有点粗糙 虽然是天生利斥的 一双小手 但因为常年干活 也是留下了痕迹 杨木的手 就在上面摸索把玩着 狗妮受到杨木的骚扰 微微皱眉 却不为所动 就让他爱干嘛就干嘛 反正这个地方 他是老大 车子里 一直这样保持着安静 夜里十二点 就连杨木都睡着了 他握着拱腻的一只手 身体完全靠着他 头痒在靠背上 嘴巴张着 嘴角还有那么半滴口水 光光光 一阵响声 一阵响声 让杨木一下坐着的身子 差点闪到了脖子 光光光 这是敲窗的声音 杨木急忙侧头 四下去看 视线在黑夜里对焦 就发现靠近自己位置的窗户上 正有人 站在那里向里面看 这可真是惊悚 大半夜的荒郊野岭 从哪里跑出来的人 杨木忍不住 抬手擦了他额头 果然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这个小客车 就是普通的玻璃 就算夜里视线不够好 外面的人 也一定能看到里面有人 杨木犹豫了下 抬起手 过去将车窗拉开 向外看去 就见到那么四个人 两男两女 这时 月光皎洁 从里面看向外面 要比外面看里面 清楚得多 敲窗户的是个男人 三十岁左右 穿着蓝色的 雀凉衣中山装 一头短发 戴着眼镜 他身后两个女人 都是绿裤子绿上衣 有那么一点像 老时候的知青服 另外一个男的 跟敲玻璃的男人 穿的衣服也差不多 也是中山装 杨木珠没看了会儿 才开口问 干嘛的 啊 同志你好啊 俺们迷路了 是过来问路的 我靠 大半夜的在这荒山野岭里 迷路 你们要去哪里 翠蓝 啊 杨木珠没思索 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那是什么地方 翠蓝临夜经营所 俺们之前啊 上山采野菜 后来可能是遇到了 山里的瘴气 全都昏迷了 醒来后 就在这边 不远处的野地里 这黑灯瞎火的 俺们心里也没谱 所以啊 找同志您打听下 翠蓝临夜经营所 这啥东西 香还是镇 我从来没听过 好 难道您不是这附近的人吗 翠蓝临夜经营所 位属于五马河区 五马河区 是伊陵市的一个下属区 伊陵市 你不会是说小西安岭吧 靠近俄国那边 对对对 就是那里啊 靠 搞什么 这里是江南 距离你所说的地方 三千七百公里 啊 三千七百公里 天啊 那是多远 外面的男人猛了 杨木也是猛逼状态 这一时 被杨木几乎抱在怀里的狗妮 忽然开口 其实 他早就醒了 一直在听杨木和他们的对话 你们是什么时候昏迷的 一起 又是什么时候醒来 就差不多 二十几分钟之前 俺们一起醒的 躺在那边的草地上 这原本也不对 俺们昏迷的时候是在山上啊 一起昏迷的 至于什么时候 俺们自己也不知道 感觉没多久 可能有一小天吧 中午昏迷的 这都大晚上了 第二百九十五集 是在山里昏迷 醒来却在这个地方 那似乎不对啊 这里最近的山 就是卫奇山 男人还没说话 后面一个女人走过来 用无比惊讶的声音道 同志 你刚才说这边距离最近的 就是卫奇山 那卫奇山距离我们有多远 不算太远 具体我说不清 几十公里吧 卫奇山不是在汉宁市附近吗 是的 可我们昏迷的山 是翠兰西山 位于伊林市内 距离卫奇山 也确实有三千公里左右 话说到这 大家就都糊涂了 对不上啊 四个在三千多公里外昏迷的人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儿 阳目的目光 在四人的脸上打亮着 考虑他们是否在说谎 他们的年龄都差不多 最大的不过三十岁 有个相对年轻点的女人 估计也二十四五岁左右 两个女人都很漂亮 不过他们的美 与现代女人都不同 并没有网红脸 也没有精心的妆容 他们只是单纯质朴的好看 身材不妖艳骨感 和狗腻一样 只是健康匀称 有着淑女的丰满 看了许久后 阳目认为他们并没有说话 四个人的表情很真 那么昏迷在三千多公里外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阳目眯起眼睛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立刻心跳加速 慢慢地开口道 你们是什么时候晕倒的 白天的时候 不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晕倒在公元哪一年 阳目有此一问 可不是脑洞爆发 温斯嘉林月被抓去 原人山洞 在那里 曾经遇到过一个女人 叫刘江燕 她体内寄生的魂系生物 给阳目起底了 原祖生物的秘密 其实对于地球而言 从来没有外星人 所谓的外星人 根本就是地球出生时代的一批 神秘生物而已 他们在无数的年代中传承 了解地球的一切 而地球上所有的超自然世界 其实都是他们一手导致 想起了这些事 加上眼前四人的穿着举止形态 让阳目有此一问 昏倒在公元哪一年 啊 现在是公元1982 公年 这句话 让一车子的人全都震惊 盛东忍不住喊道 开什么国际玩笑 现在是2024年 1982 你是想告诉我们 你们昏迷在43年前吗 外面的四个人 也傻眼了 2024年 车里的人在说啥啊 阳目深深吸了一口气 抬手制止了两边的 遭乱之音 然后问道 你们醒来的时候 身边有什么异常吗 我是说 除了地点之外 有水 我们醒来的时候啊 四周全是水 湿漉漉的 这些东西又不像是水 开始的时候 衣服全都湿了 可走了一小会儿 水分全部蒸发 现在完全干了 阳目基本搞明白 如同被巨兵带下来的恐龙和猿人一样 这四个人 如果他们没有说谎 那就也是被巨兵带下来的 恐龙和猿人都曾经在地球上生存 后来被猿祖生物带走 然后在末日爆发后送回来 现在这四个人也一样 1982年 他们在山上采野菜的时候昏迷 死后失踪 43年后 他们被巨兵送回来 巨兵是一种类似于兵的物质 融化后 生物们保持着被冰冻前的状态与记忆 似乎并没有被解封过 所以不知道多少年来发生的事情 四个人就感觉只是昏迷了一小会儿 醒来却不知道已经过了43年 阳目是震撼的 如果有古代人被冻住 那岂不是也不知道如今现代的蜂窝 一朝梦醒一定是完全猛啊 四个人是两对夫妻 裴元堂与妻子兰慧 方国庆和妻子云英 43年 那我岂不是还没出生 盛夏瞪着美丽的大眼睛说话 别说你大哥都没生呢 可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感觉好科幻哦 我们遇到了时空旅人吗 盛夏还是有些不相信 43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 变化是巨大的 经济的腾飞成为世界奇迹 人们的思想开放程度也是一种飞跃 谢了一方依稀记的1982年的情景 家里的外公是个老倔头 哥哥学着香港明星留起了长发 外公越看越不顺眼 找了几个人把哥哥用绳子捆绑了送去理发店 硬是将那如同郭富城一样的长发 给修剪成了平头 男孩留长发根本就是禁忌 绝不能被家族接受 春节晚会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的 只有很少很少一部分家庭 有黑白电视机 一些新的潮流开始出现 一批时尚歌星开始穿着喇叭裤 出现在电视上 别说是老人 就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看到这种东西 也无法接受 那是什么裤子啊 腿脚那么大 屁股都包着 而且是穿在男人的身上 简直就是妖魔一样的 1982年是新旧思想的交叉点 是国人从居景走向开放的一个起点 人们开始逐渐接受国外的新思想新事物 本着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的原则 迎来了改革开放的一阵阵春风 而这一切 对于盛夏杨牧这一代人来说 根本是遥不可及 虽然这些事 只是发生在他们出生前的二十几年前 但却真的已经是历史 只能说我们进步变化的太快了 经历8090 003代 当10的青年一代长起来 我们已从尘埃走向了世界的巅峰 车里的人全都心情复杂 这种谣言 我们明明只昏迷了一下 什么叫昏迷了四十三年 可笑之极 黑元堂也道 是的 房国庆同志 我们还是自己去找路吧 这些人看上去不像好人 车子一看就不是我们国家的 一定是来自美帝 说不定他们是走私犯 方国庆道 哼 我早就听说过 有些个体户在搞走私 弄不好他们就是 黑元堂同志说得对 我们走 看到两个分刊的男人 要带两个女人走 车上的人都没啥反应 太旗袍了 这种要求理会吗 杨木仲媒看着他们已经走得挺远 所谓的荒野其实并不安生 远处的草场上 有几只丧尸在徘徊 如果是普通人 杨木绝对不管闲事 可对于他们四个 杨木真的很好奇 于是让其他人待在车上 自己下车跟了上去 四个人走得很急 并且是下了芦苇 走得野地 一路小跑 杨木当然不会被甩开 就一直跟着 他们跑了差不多一公里地 终于做到了芦苇从中喘息 国庆同志 我跑不动了 芦苇有些差弃 伸手放在肚子上 慢慢地喘息 她的身体条件不太好 因为刚刚生产三个月 就是说 她在一九八年的时候 曾经生过一个儿子 这到底是哪里呀 真的好陌生 没有一个点 是我熟悉的 你们说 俺们明明在山上 咋就到了这里 弄不好啊 是特务搞的鬼 现在哪还有特务了 一下说 几个人议论了半天 原因终于插嘴道 弄不好 他们都在说真的 怎么可能 你看看那车 我都没见过 还有车里面 他们的穿着 那几个女人 穿得可真怪异 哼 有什么怪异的 不就是穿得少一点 紧一点吗 跟光定一样 伤风败俗 难道说 四十几年后的世界 女同志都不要脸了 杨木在一边 听着他们的对话 双眉紧锁 这四个人的思想 真是让人无语 杨木也是新生代 对八零年代的世界 并不了解 思想价值道德观念 全都相差甚远 所以觉得他们所说的 都是风话 你们在这里等等我 我 我去找厕所 云英起身 跟其他三人说话 然后离开 竟走到杨木这边 杨木很无语 并不想占他便宜 闪声离开 距离十米 过了一会儿 云英忽然大叫一声 提着裤子 跑回他之前的位置 怎么了 怎么了 摸我 有人摸我 云英疯狂叫喊 摸你哪里了 他老公方国庆 激动得也喊起来 摸我屁股 我正在小便 有人摸我屁股 杨木听后也是大惊 刚才在那里 他没听到有人啊 这一时四个人 全都冲过去 就见在地上 有一个全身是伤的男子 杨木也悄悄过去 在侧面一看 是一只断了腿的丧尸 杨木哪里还管那么多 急忙跳过去 拉住云英 将他放在腿上 还没提上的裤子拉下来 向屁股上看 还好还好 应该只是摸了下 并没有任何损伤 云英终于反应过来 立刻大叫 还抬手打向杨木 杨木急忙躲开 向后退了三米 别叫 我只是看看 你有没有被丧尸抓伤 如果被抓到了 那你就是死路一条了 你你你 耍流氓 竟然看我爱人的屁股 我给你拼了 方红军冲上来 这可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 在他那个年代 根本就没有绿帽这个词 社会上离婚率非常低 因为社会舆论影响 离婚绝对是丢脸的事情 无论男女都觉得 如果自己离婚 就很难再去开始其他生活 等同是天塌地险 就是说 一旦结婚就不会轻易离婚 出轨这种事不是没有 却非常少 而且非常隐晦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婚姻是圣洁的 坚强的 不会随意被破坏的 方红军双眼都血红 冲到杨木面前 用两手抓 这对于杨木来说 实在没有杀伤力 不过杨木这时反应过来 刚才过于紧张了 原本没什么 算是一种关心 想到他可能被抓 所以过去看 如果是胳膊 或是腿 可能问题都不大 可偏偏是屁股 然而杨木这时 头脑有点木 醒来没多久 大半夜的脑袋不灵广 又在思考四个人 来自1982 很是匪夷所思 因此很随意地 做了这种事 这也与杨木从小 不拘小节有些关系 虽然他学了不少语文课 但毕竟还是野孩子 看到跟自己来拼命的 方红军 杨木动手将他推开 然后拿出天轨 走过去一刀将丧尸的 头扛了 这一下方红军不敢上请了 吓得向后倒退 跌倒在地 杀人 他吓得叫 杨木觉得自己是要好好解释一下 然而在他们那个年代 什么丧尸电影都没看过 当然不会知道丧尸是什么东西吧 想到这里 杨木就到 听着 大爷难得好心 这个根本不是人 而是僵尸 知道不 198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 法国布尔多地区的气候 难得炎热 阳光普照 温暖而不至于干旱的生长气 给葡萄带来了很高的圆润度 以及难得的丰富果实 成熟的风味与饱满的口感 让人欣喜 许多产区在这一年意外收获了高产量 并且高品质的葡萄 也酿造出了难得的高品质红酒 大多数获得了皮亚的满分平定 著名酒瓶家罗伯德帕克 以其一生名誉 选称1982年 是20世纪最佳年份之一 他的成功预测 无疑让这个年份成为了一个传奇 更让1982年的拉菲成为神话 而这一年 在东方大国东北部的小虾岭区域 很多人还并不知道红酒为何物 临场里 林业工人们每天辛苦地劳作着 进山将一车车的木材拉出 第296集 三北防护林的概念并没有提出 改革开放进入第四年 全国都在搞经济 经济效益被各级政府看成是第一要务 所以大量木材被无休止地劈砍 为经济添砖加瓦 这个年代 同志的称呼还盛行 不管生数 大家都以同志自称 方国庆同志是临场的新晋工作者 每个月有50块的工资 这些钱其实很多 已经是该地区工人的最高工资待遇 这一天开了工资 方国庆下班后兴高采烈 去食杂店 用了两毛钱买了25根冰棍 拿到家里给孩子们吃 家中的孩子很多 但也吃不了25根 主要是老婆云英 生了孩子出了月子后体热 总是想要吃点冰的 可能是内火淤积引起的 不自然体热 不过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 不算什么大事 根本不会想到 要用中药去调理 云英看到老公带了冰棍回来 很高兴 就知道他开工资了 多少钱 五十块 啊 比上个月多了三块六啊 是啊 方红军同志最厉害了 袁英笑着夸奖自己的男人 明天休息 你最近一直养身体 也没出去走走 明天啊 咱们去山里采松子再养 那 叫上邻居两口子 咱们一起去吧 好 邻居家的培育员堂与兰慧 是夫妻两个的共同朋友 四个人小时候都是邻居 在一趟房从小玩在一起 长大后就成了两对夫妻 也算是新时代 也算是新时代自由恋爱的结果 袁英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于是道 国庆 咱孩子的独生子女证还没办呢 他们说办了这个证 孩子以后过生日就给钱 而且每年还可以领额外的独生子女费 现衣现库什么的都给发 啊 独生子女证是啥 你还不知道 也不知道你每天上班都干什么了 单位的同志没有提起的 我们森调队里我是第一个生孩子的 就你有本事 反正明天上午咱们去你单位问下 看看到底怎么办 好的 夫妻两个聊完就去逗孩子 当晚约了隔壁两夫妻 第二天一大早 袁英先和方国庆去了单位 结果是没找到人 于是上午十点半 他们和裴元堂兰会 会合在一起 出门去西山 采松子 这肥沃的土地上 山中的东西很多 松子 丝麻果 野葡萄 山姑娘 山核桃 猴头 蘑菇等等 全都是野生的 有营养味道又好 四个人有说有笑的 走在山里 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 只是活在东北的小山城里 跟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而改变 感受着似乎越来越幸福的生活 忙到了中午 他们采摘了很多的东西 只觉得这一趟收获颇风 云英唱起了歌 声音婉转动听 如同百灵鸟一样 大家都陶醉在这种歌声里 等他唱完就一起鼓掌 称赞着他美丽的丧子 就在这一时 四人中方国庆心晕倒 之后是另外三个 完全人事不知了 198年9月5号 伊林派出所收到报案 四人失踪 不知去向 派出所的同志 静山寻找 西天并没有找到 于是开始正式的立案调查 一个月后宣布 四个人神秘失踪 成为悬案 没有任何线索 人们有着各种猜测和说法 然而 一个月过去了 一年过去了 十年过去了 袁英和吴国庆的孩子 转眼长大成人 结婚生子 如今已经43岁 自己的孩子 都已20岁 可他对于父母和邻居叔叔阿姨 失踪的事情 还是没弄明白 他们就仿佛在地球消失了一样 公元2024年 末日爆发之年 巨兵降落在芦苇丛 两个小时融化 四个人清醒 之后游走 遇到杨木的车离开 遭遇丧尸 再到云英被看了屁股 最后 杨木叔摸他的东西是僵尸 丧尸 他们不知道 但僵尸 还是知道的 不就是武侠小说里出现的东西吗 真是搞笑了 这个世界还有僵尸 谣言获重 谣言获重 你就是个流氓 摸我爱人的屁股 看我不打死你 方国庆激动地向着杨木 再次重来 这一时内心愤怒 站了上风 也不害怕 他是刚刚杀了一个人的凶手 杨木也懊恼 大半夜的不睡觉 过来管闲事 如果不是他在 这四个人过去 找那丧失纠缠 那不就死了 偏偏他们不感恩 还找麻烦 哎 好人真不能做 做了后 就成了傻叉 杨木为了不让自己 看上去 像个傻子 在方国庆上来的时候就动手 一拳闷倒后 又踹了两脚 边上的另一对夫妻 看到杨木凶狠 一时不敢上前 只是呼喊着 你怎么打人 来人啊 杀人了 袁英看到男人被打 就过来想帮忙 可他是个弱女子 怎么能是杨木的对手 杨木也不想打女人 一手抓着她 用一只单脚 继续踹方国庆 踹得她抱头 最终求饶 别别别 别打了 杨木见她求饶 这才停止 同时也放了袁英 袁英过去到男人的身边 一看方国庆被打得 鼻青脸肿 抬起头 就继续指责杨木 杨木听她说话 又过去打方国庆 老子就是这么讲道理 你们要是能听我好好说话 那我就不动手 你们要是不能听我说话 老子今天就往死了打她 还别说啊 这一招真的好用 如此三番打了几次之后 其他三个人都不敢说话了 方国庆被打得眼镜也碎了 脸颊肿得好像是馒头 一只眼睛完全欲青 眼睛里面都冲醒了 杨木基本没下死手 要不然估计脑壳都给踢爆了 看到所有人都不敢说话 杨木才冷哼道 哼 现在能好好听我说话了 没人反应 杨木抬起脚 踢在方国庆的肚子上 别打别打 我们都听你的 杨木劈别嘴 心道 果然还是恶人好办事 如果要是跟他们讲道理 说不上 还要扯到什么时候 也说不清 让四个人全都做成一排 杨木冷冷地看着他们 都老实了 四个人其实还不服气 然而可悲的是 无论在什么年代 好人总是怕坏人的 人们之所以营造出向善的世界观 并不是因为这些营造者都是好人 只不过大多数人害怕会有比自己更恶的人存在 终究还是因为怕恶而引导了社会的发展趋向 杨木的目光落在云莺的身上 这小娘们就是被自己看了的那个 长得还不错 可真心是没想占她便宜的想法 就太着急了 解释也不用解释了 杨木用了大量的语言直接去描述丧事 说了足足三十分钟 说的四个人云里雾里 还不懂 四个人同时摇头 杨木懊恼 思索了一下 猜到 那你们相不相信 如今已经是公元的2024年 而不是你们所在的1982年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这四十几年我们去了什么地方 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变老 原因原本应该羞愧的 毕竟他让杨木占了好大一个便宜 可杨木说的是太匪夷所思 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这个就更复杂了 我也没弄懂 就是有外星人 这么多年来 地球上所有解释不出来的事情 都与这些外星人有关 所以这些年 你们是被外星人带走的 据说他们的基地是在月球中心 而你们是不是被放在了那里 我也不知道 杨木并没有说是原祖生物 直接把这些东西说成是外星人 这样或许更加容易让人接受 真的有外星人 是的 他们把你们带走 用冰块封起来 这种冰与地球上的冰显然不同 更加好用 将你们封起来后 你们的生命状态被冻结 如今冰块被运到地球 冰块溶解 你们的生命状态延续 身体并没有变老 完全跟冻上的时候一样 而你们根本不知道 这么多年来发生了什么事 四个人相互看 就连激动的方国庆都安静了许多 杨木说的话真是太奇怪了 还是无法让人相信 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跟我走 不需要几天 所见所门 就会让你们相信我的话 实践出真知嘛 对不对 原本我也不想管你们的事 不过 能够遇到四十几年前的北方人 我倒是挺感兴趣 据说我的老家也在北方 我很想听听 你们那边的事 杨木说完坏坏一笑 又道 行了 这事就这样决定 大爷难得发善心 想要照顾你们 你们如果不听我的 那我就还打着笑子 方国庆要哭了 他招谁惹谁了 干嘛专门打他 真是被打得怕了 杨木就这样采用暴力的方法 将四个人弄到了小客车里 反正还有空坐 多四个人一点也不用急 而他们上去后 车上就热闹了 大半夜的荒郊野岭 原本只能睡觉 现在就进入了采访时间 你们这真的来自八年 不是骗人的吧 你们那时候听说冰淇淋 都是一毛钱一根 那时候的国家领袖是谁啊 北方是不是会下雪 我听说几十年前更冷 能达到零下三十度吗 你认识这个吗 火腿肠 你们那时候有吗 这个这个 这个认识吗 矿泉水 两块钱一瓶 你们那时候有吗 四个人完全被问得猛逼 探知剩下送到眼前的 红色圆柱体 袁英忍不住道 这是啥 火腿肠 没见过 香肠 不是香肠 就是肠的一种 叫火腿肠 袁英被一根火腿肠 弄得迷糊了 这外面包的红红的一层 是啥东西啊 从来没见过 这种包装的香肠 跟哈尔滨红肠有关系吗 也是红红的 估计有关系吧 大家都挺兴奋的 这可是时空旅人 无数的小说电影 电视作品 都曾经用穿越时空者为题材 如今 他们见到了活生生的 怎么可能不兴奋 而云英四人 此刻也终于有点相信 可能真的有很多古怪的事情 发生在了他们的身上 看看眼前的人 不但穿着奇装一服 还说着各种各样奇怪的话 而且不时地拿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给他们看 云英忍不住又开口 矿泉水是什么水 要两块钱 这也太多了吧 一天工资都买不了一瓶水 这水是神水吗 杨木坐在不远处 看着目瞪口袋的云英 微笑道 这些年物价一直在上涨 老百姓的工资 也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两块钱不算什么 或许还不如 你们那时候两分钱贵重 云英看向杨木 发现是杨木后 立刻撅着嘴 转开了脸 他当然不可能给杨木好脸 杨木都把他男人踢得 快要毁容了 杨木觉得无趣 好心当成驴肝肺 行了行了 聊天到此结束 全都睡觉 明天还要起早赶路 有什么话 明天再说 今晚圣家三兄弟 轮班首夜 铁熊逃尸 照顾那半死不活的老头 杨木下了命令 其他人当然就不敢说话了 杨木的权威还是有的 四个时空旅人 战战兢兢 云英照顾着 自己的男人 看他那痛苦的样子 越发觉得杨木 心狠手辣 内心很是怨恨 却依然不敢发出 一声抗拒 幸好车里还有很多人 幸好 那两个年轻一点的 女人看上去 都很可爱 尤其是最年轻的 那个女孩 很单纯的模样 丝毫不像是坏人 无奈之下 就只能寄来 职责安职 晚上似乎是睡了 那么一小会儿 然后睁开眼睛 天都亮了 车子正在前行 云英急忙看看 自己的爱人 比昨天好多了 而且银角充血的地方 也散去了点 云英长长地 呼出了一口气 总算是放了一点心 她侧头又看向外面 之后傻眼 那些高楼是什么 198年的小新安岭 经济还非常落后 市区内超过七层的楼 几乎没有 现在车子已经开到 维唐县附近 这是个经济发展的 还算不错的城镇 那也是高楼伶俐的 而且建筑风格 当然跟四十几年前的 不可能一样 第297集 原因实在是有些接受不了 难道说 这个地方真的已经不是1982 而是2024 阳目这时已在侦查 城内还是有很多丧失的 那么他们既然留下了信号 应该不会立刻就走吧 多少也会在这里等自己一会儿 到底在哪里呢 千万不要发生什么事情才好 或许是近乡情气 阳目越发担心起来 而担心时 他也感叹 末日爆发之前 他还是孤身一人 现在身边聚集了一群人 一下就有了这么多牵挂 车子开在城外的高速上 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片狼藉 偶尔也会有车子 堵塞路 无法通行时 阳目就下车过去 将车子全部搬开 让后面的人看到他的神力 都是震惊不已 原鹰四个人 这一刻终于相信 他们已经离开了1982 到了未来 天啊 就算知道这是事实 却还是无法接受呢 难道昨晚阳目说的 都是真的 那个在芦苇荡里 摸了原鹰屁股的东西 真的是所谓的丧失 听身边人谈论 他们已经知道 那双眼松白的家伙们 叫做丧失 现在世界里到处是丧失 人类正迎来了一场 世界范围的漠视 这简直太可怕了 四人的心情当然无法描述 杨木的心情也越来越急躁 他很怕再也找不到温斯嘉他们 电话打不通 就算他们只是在自己 几公里范围之内 自己都无法知晓 或许可以让他们来找自己 杨木回转头问雪碟 戴枪了吗 嗯 OK 把子弹打光 最好之后能把我的人吸引来 雪碟当然明白 杨木的意图 于是他举起枪 伸出窗外 很有规律地开了酒枪 树林里 惊起了一群飞鸟 车子就停在路边 杨木皱眉看着四周 这声音也算是足够响了 估计几公里范围 应该都能听到 那么他们 是否能来找自己呢 杨木一点信心都没有 权兽战队 也算是经历了很大的波折 幸好有许颜的侦察系统 丧尸大潮推动到 五公里范围的时候 就被发行了 于是队伍急忙撤离 一边走一边侦察 逃出丧尸带范围 已经距离之前的位置挺远 和围堂县城倒是很近 之后所有人都有些忙 杨木哪里去了 消失不见了 大家集合在一起开会 各有各的想法 很不同意 最后潘凤决定 把温思佳找来 他不是杨木老婆吗 而且还是一个 女强人级别的人物 这种主持大局的事情 当然要找他 温思佳听说杨木失踪 也是有些意外 思考了下 分析道 他是在大失潮来临之前离开的 或许是为了躲避丧失潮 而去了其他地方 不过我们之前的路线都定好了 他找不到我们 自然是按照行径路线来找 傻瓜都知道 何况他不是傻瓜 一屋子人 全都有些无语 他们竟然没想到 这么简单的道理 其实主要是注意力并没有集中 只是想着杨木 怎么就消失了的问题 如今温思佳给出了最好的办法 他们就开始实施 去沿途扔了一些碎纸片 然后把营地建在了 围堂县城附近 温思佳最近 已经习惯了这种营地生活 其实挺好 没那么忙碌了 还能看看荒野的风景 呼吸比城市更清新的空气 而一旦闲下来 温思佳就会开始考虑自己的事 转眼间 她都是个24岁的女人了 以前并不考虑个人问题 是因为她没时间 现在呢 真是有着大把大把的时间 可以考虑 她有些纠结 具体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很被动 为了让自己不胡思乱想 温思佳开始潜心修炼 她也没什么事情可做 只能努力让自己 也变得厉害点 猿人她都杀过 估计对付丧尸并没问题 她那心细的入骨线 真的很强 进入骨头后 随便一拉 就能将敌人分解 只是这一招 她也觉得有些血性 练习防身就好 最好不要太用 忽然间 她听到了外面的枪响声 第一强 间隔三秒 第二强 间隔五秒 第三强 间隔七秒 第四强 间隔九秒 以此类推 一共九枪 温斯嘉对数字极其敏感 每一强都数着 数过之后 他基本可以确定 是有什么人在发信号 为的是吸引人的注意力 会是谁呢 温斯嘉只随便一想 就猜测 应该是阳目回来了 他可能是太无聊 竟鬼使神差离开帐篷 到外面 骑了电瓶车 直接离开营地 向西边去 枪声 是从西边传过来的 就在他身后 另一辆母徒车 也离开了营地 很快与他并驾齐去 温斯嘉停下车 对方也停下 温斯嘉微微愣了下 向如 斯嘉 我很好奇 你怎么知道是阳目来了 我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会骑车离开营地 我 无聊 哦 好吧 你呢 为什么说是阳目来了 枪声奇数连点 是曾经我与秋山雪碟 在一个部队时 用过的一种信号 代表着队友 最少是秋山雪碟来了 而阳目那天离开营地 一定是去处理秋山雪碟的事情 如今秋山雪碟 在我们营地附近开枪市井 多半是阳目跟他在一起 哦 那你去接他吧 或许还是你去好 你是他老婆 或许我还是不去的好 他只是我们家冲喜的这须 温斯嘉说完 抱傲地仰了仰头 然后转身骑车离去 向如皱眉看看他 喜酒后才微笑轻声道 哼 这女人还挺有意思 想去又不去 向如犹豫了下 也不去了 直接返回自己住的帐篷 然后拿起对讲机 告诉潘凤自己的猜测 潘凤刚刚和温斯嘉通话 温斯嘉让他派人去侦查 枪声的方向可能阳目在 而这时又接到向如的童话 也是说枪声的方向 可能阳目回来了 让他去接应 潘凤放下电话 发了一火呆 然后才到 这两个女人真有趣 之后 潘凤快速联系了徐言 徐言派出侦查小分队 十五分钟后 阳目终于回归了营地 他真是很兴奋 总算是回来了 而大家都安然无恙 阳目回来了 消息不静而走 成了营地里的大事 这片营地 建立在距离公路很远的 芦苇荡里 秋天来了 大片大片的芦苇 青黄相接 最高的区域 已经有两米多 南方的芦苇 和北方的芦苇 当然不一样 属于一个客 却是不同种 看上去很茂盛 曾经还有北方人以为 这是竹子 后来就发现 其实只是长在地上的 芦苇罢了 整个营地 成正方形 四角 近有帐篷 拉了一圈 两米高度 铁丝电网 用来防御 流民幸存者之类 当然也可以防御丧失 五公里范围内 布置72个摄像头 还有声音收录装置 18名赤猴级的女兵 负责看管这些设备 就是说 她们并不在营地中 而是随时拿着设备 跟在队伍的五公里范围 有的在前 有的在后 有的在左右 中心营地要停留时 赤猴队快速布置摄像头 和收录设备 一切怒好 只需要15分钟 之后 他们隐藏在附近 等到营地要移动时 他们快速动身 收回摄像头 与收录音设备 继续承担起 开路先锋 和后卫侦察的职责 这一切 也并非扬目安排 他当初 只是让徐岩测试着搞 向如成为军事总教之后 将这些完善 信息组之类的效率并不高 向如直接将之改成赤猴队 由胖猪郭如担任队长 郭如真挠死了 当初杨牧也是煞有介事的 安排了几个小队的队长 然后还起了所谓动物的名字 郭如就叫胖猪 无量就叫肥猪 两个人是不接受的 还在一起讨论过这事 将杨牧背地里 骂了个狗血淋头 然后这样的名号传出去 偶尔会被别人开玩笑时 叫出口 两女都很抗拒 可如今时过境迁 无量已死 偶尔有人管郭如叫胖猪 郭如也就不反驳了 总能在这种时刻想起无量 一个并不算是朋友的朋友 杨牧首先见到的就是郭如 这女人精神了不少 不像刚带来身边那会儿 因为死了老公而纠结 她能一直留在全兽战队 也不是因为杨牧 就是这战队的生存氛围 真的很好 和一群姐妹在一起 有说有笑 时间长了 似乎可以忘记忧愁 忘记末日 忘记男人 郭如看到杨牧回反 难得竟然还挺高兴的 毕竟 她是这支战队的领袖 可下一刻 就恨不得用牙齿 把杨牧给咬死了 哈哈哈哈 胖猪 竟然是你最先来接我 快来 嘴一个 杨牧不由分说上去 就把郭如抱住 对着嘴巴亲过去 郭如努力将头转走 嘴巴躲过 脸蛋 却落下了杨牧的口水 哎 用那个营地里 楚大小姐的话来说 真是好气啊 这人怎么就这么流氓 气过之后 不等表达更多 阿神古大森 就带着一群人冲了过来 将杨牧 众星捧月一般的 弄回了营地 行了 隔几个晚上再喝酒续旧 这次出去啊 对于咱们战队的发展模式 我有了更具体的想法 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 咱们开会 杨牧很有激情 非常高兴 当人们聚集在一起 看到杨牧 也全都笑嘻嘻 向如当然来了 温斯嘉也没忍住 他很好奇 杨牧到底干什么去了 杨牧首先把自己出去一路的经历 给大家讲 也介绍了随行的人 向如看杨牧又带回来几个漂亮的女人 其实还有点紧张 听他讲述 发现他们并没有关系 这才呼出了一口气 他对杨牧在女人方面的把控里 丝毫没有信心 他或许不是个花心烂情的人 可他对女人太随意 看得好看的 就想去摸两把 普通流氓这样做 当然引来唾弃 可杨牧不是普通流氓 他是帅气聪明 有魅力的流氓 占了女人的便宜 很多女人不但不会介意 还会来倒贴 无心插柳 也能柳成衣 就是这一种 大家这一时都在认真听杨牧讲故事 听杨牧说他竟然被困丧尸大潮里 都惊得心跳 听说 受贯穿商到了监牢里 从昏迷中苏醒 立刻紧张到呼吸急促 后来听说 原因四人竟然是来自于1982年 立刻就议论纷纷 根本无法相信 杨牧让大家安静 又将元祖生物的事情说了出来 大家全都目瞪口呆 说不出话 这信息量真的太大了 跟听科幻故事一样呢 杨牧说了所有的一切后 开始总结 这是真正的末日 比我们之前看的什么行尸走肉一类的电视剧 还要危及很多 这世界里不单单有丧尸和丧尸病毒 还有一种神秘而强大的生物 想要把我们作为试验品 那想活下来 我们就要一直强大下去 以后我们的队伍要走双向 一方面面对平时的生存 侧重于侦察 防御 逃亡 所以赤猴队 搬于东西的运输队 都很重要 保证我们在一个地方安营时足够安全 并且撤离时足够迅速 另一方面是战斗队 我们要有一支真正强悍的战斗队 能够对付那些魂系生物和神系生物 除了丧尸 他们才是我们的终极敌人 北方成立了黑迷学院和狂澜学院 然而并不是国家的组织 履于这两个学校 我有机会要去看一看 在此之前 我们也要在内部成立类似的组织 由我牵头 培养原始能力战斗者 杨木侃侃而谈 将自己的计划 想法 一股脑地说出来 有些杂乱 不过也很有内容 温斯嘉坐在角落里 歪着脑袋听 一边听一边思考 慢慢地 他完全理解了杨木的意思 并加以总结 杨木的概念是 想要创造一个 移动的生活社区 下设赤猴队 运输队 防守队 和战斗队四块 其实主要内容就这么多 但杨木说得太过繁琐 而且是想起哪一块 就说哪一块 第298集 温斯嘉对于杨木的表达能力 很看不上 如果让他当领导 那下面的员工 可是费力了 还要总结他说话的忠心思想 只是看看四周 大家还听得津津有味 温斯嘉慢慢愣住 刷耳朵似乎失听了 只是能看到 在人群里 走来走去侃侃而谈的杨木 却听不到他说什么 领导其实也有很多种 温斯嘉属于技术性 在经济领域 他入行虽然晚 但快速掌握了规律 原则 知识与思路 所以他能在 女总裁的位置上 如鱼得水 杨木应该是另一种 实干性 他看上去并不完美 有些声色 但他充满了激情 并且有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认警 更重要的是 他非常有感染力 能够用激情和热情 带动别人 温斯嘉对杨木的过去 还不完全了解 只知道他曾经流浪街头 这样的成长经历 或许让他能够 更快地适应 末日世界 他的生活 原本就是随波逐流 这与末日 并无太多差异 而他那种激情和热情 来自于哪里呢 绝不是后天培养 应该是先天使然 温斯嘉就这样 看着杨木 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 忽然走入了杨木的世界 杨木回来 并没有跟他的女人们叙旧 也并没有去 与他的两个 不太正当的妈妈 交流感情 当晚 他只是和一群男人 喝了酒 喝着喝着 竟然就全都称兄道弟了 杨木在最激动的时候 脱了衣服光着膀子 一副街边小混混的模样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以后都是我杨木的兄弟 你们要认可我 对得起我 老子就对得起你们 你们要是跟我玩心眼 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 都见识过我杀人的手段吧 皆没见识过 一桌子男人 全都喊见识过 女人们 其实都在不远处 三五成群 温家娘四个 坐在帐篷前的 芦苇地上 吃着瓜子儿 喝着奶茶 探着那边的男人喝酒 温思果笑道 真没想到 咱家这个女婿 还有点江湖气 温思娇叹道 是啊 看看你们的大姐夫 坐在那里都插不上话道 观海山或许是自言自语 这孩子也没见他有健身 怎么身材管理的还不错 温思果道 啊 你在关注什么 还看人家身材 观海山的眼睛一翻 瞪自己的小女儿 温思果和温思佳 都同时笑呵呵的 温思佳的脸上没有笑容 他从今天眼目回来 就喜欢傻傻地看着她 还是那个样子 仿佛是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就只是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他说话的时候 动作与表情 都能够引动别人的情绪 以前怎么没发现过 他的这些特质呢 哼 所以他很狡猾 善于隐藏 看看现在傻里傻气的 和所有人称兄道弟 可是他的心中 应该满怀谨慎吧 他那眼底的一丝精明 谁要是以为他喝醉了 那就是傻子 他在观察着 每一个人的细微表情变化 从而分析得到 他们的心态 向如对杨木有了新的评价 狐狸一样的男人 而这男人在接下来的几天中 真的按照他的计划开始操作 去附近的城镇弄车 先把运输队搞了起来 主要是在云友车队的基础上 加了七辆大卡车 这些卡车的后头全部封闭 前边也是加后处理 布里上都焊接了铁丝网 看上去结实牢固 并且在顶棚和下面都开了出口 一旦被困 总是有方法能够逃离的 车队打造好 开始收集各种各样的物资 所有人都被编在了赤猴队 运输队 防守队 和战斗队中 这是一个整体部署 除此之外 还有另一套系统 比如这里有了小医院 可以看病 可以拿药 这里有了超市 除了供应基本食物之外 还可以提供一些奢侈品 什么巧克力啊 奶油蛋糕啊之类的 这些可不好找现在 杨木甚至搞了小电影院 弄上大屏幕 就在户外放映 每个人都带耳机收听 在他回归的第四天晚上 就放了一个电影 限制级影片 金瓶美 香港经典版本 绝对火爆 温斯嘉都是第一次看 这种类型的片子 很害羞 但不得不说 也很好看 用夸张的拍摄手法 讲述了男女之间的 恩怨纠结故事 害得温斯嘉晚上都做了梦 早上起来就懊恼地打探 杨木到底是从哪里 搞了那种片子来啊 利用几天时间 搞好了这些事情 杨木开始选拔战斗队成员 原本一些人 都是只拥有二级篮 杨木开始给他们 配备三级篮 通过三级篮 重新选择武器 并且找寻出 谁对于原始的 控制力更强 这样之后 权兽的战斗队应运而生了 以杨木为首的十二权兽出现 他们是自称静狼的杨木 自称神龙的阿神 被叫做瓢虫的花痴和尚 所谓瓢虫 只是随便起的 号称慈火的芳河 以名字为称号的攀缝 脱离不了母猪称号的锅如 投靠杨木 想为家人报仇的 遇见少女 孟璐 杨木之影 孟蝶 刚入营地的医者担当 陶狮 为了找回男人雄风 跟随杨木而来的铁熊 时空旅人 为了符合气氛 被强硬改名 不情不愿的已婚女 语言英 还有无论走到哪里 都带个残疾老头 在身边的俏寡妇 狗妮 综合测定之后 杨木认为这些人 对于原始能力的掌控更强 所以全部编入战斗队 当然 如同铁熊这几个新来的人 只是给了他们 一级栏测试能力 真正要形成信任的关系 还需要时间与实践的积累 而想获得更高品质的原始 也是以后出去执行任务后 才会给予奖励的 如同向如温斯嘉这种 其实也有着很好的原始控制能力 但杨木不会把他们编入战斗队 这可是未来军团的老板娘 杨木是这样考虑的 温斯嘉并不知道 他还有这种心思 温斯嘉只是用自己的视角去观察 足足十一天后 杨木的所有构想全都实现 这支一百多人的队伍 在杨木的带领下 被管理得井井有条 并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极度融合起来 杨木很会用人 其实用人没什么 就是指派别人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就行 然而这又是非常难的 并不是所有人 都愿意听别人的指派 温斯嘉观察着杨木的做法 总的来说 其实就是恩威并失 这不是什么复杂的育人之术 但杨木做得真是很好 对于男人 他称兄道弟 对于女人 他上下其手 而关键时刻 他把这种兄弟关系和暧昧关系 又全部抛开 杀法果断地 让温斯嘉都能觉得汗烟 所以归根结底 这其实并不很好操作 只能说杨木很有些天赋 十一天后 当杨木故事的终极版本 从盛夏的口中被说出后 整个营地全都沸腾了 天啊 原来杨木有着那样复杂的生活经历 好辛苦啊 竟然从小被人贩子管卖 盛夏也是个实在人 他甚至将杨木遇到温斯嘉的故事 全都讲出来了 当这些传到温家人的耳中 可想而知 他们是什么心情 哇 好浪漫哦 二姐 原来二姐夫对你是真爱啊 你们之间还真是缘分匪浅 温斯嘉听了三妹的话 摇头道 我倒是觉得好传奇 一个三岁的孩子被人拐走 然后五岁逃出 独自生活了这么多年 他能给自己起名字 自己去跟杨林学习 然后成长为今天的杨木 我觉得这太难了 这一定是个 内心有着千疮百孔的男人 可无论是以前他在温家的两年 还是如今的全兽领袖静郎 你们能感受到他的悲壮气息吗 真的感受不到 这个人的骨子里 有一股力争上游的尽头 地想压住他 他就撑开泥土 天想压住他 他就捅破天 真是个奇男子 温斯嘉的心声 你偷奶奶个爪 之前你们在老娘面前 是怎么编派杨木的 现在竟然杨木都成奇男子了 关海山一道 是啊 我们这些人 还是多亏他才能有了 现在稳定的生活 思嘉 妈妈知道不该跟你说这话 但是如今我真是觉得 你可以好好考虑下 杨木这样一个男人 毕竟你们还有结婚证不是 从法律上来说 你们是夫妻的 妈 温斯嘉是吼出来的 他的心与脑子本来就很乱 怎么家里人还添乱呢 让他自己去想清楚 这些事情不好吗 所以温斯嘉离开了所有人 找到没人的地方 开始自己思考 并且回顾杨木一生的故事 有一点大姐说的其实很对 真的好传奇哦 那剩下可能是把杨木的故事 记忆有心 所以讲得非常生动 丝毫不亚于杨木亲口讲述 他是如何被欺负 如何被羞辱 如何艰难度势 如何因为一个破旧的变形金刚 而有了小幸福 一切的一切听上去都那么引人心动 而这个故事又显得短了 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探究 杨木二十一年的人生到底还经历过什么 一天之后 杨木这儿八经的床上人发礼了 林月可能是觉得丢了面子 杨木的故事怎么能被一个歪了的丫头 讲出来呢 自己算什么 为了找回面子 林月讲述了剩下并没有讲出的故事 关于对金所 人们这才知道 原来就在去年 杨木曾经与可能是自己妈妈和妹妹的女人 擦身而过 天啊 这简直太传奇了 这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啊 一个满头银发的女人 带着女儿到另一座城市旅游 却遇到了又是多年的儿子 而他们彼此之间根本不知道彼此是谁 直到分别一年后 杨木才机缘巧合知道 他曾经遇到过母亲和妹妹 这个故事真是太让人难以消化了 温斯嘉整整一晚上都没睡 满心想的就是杨木和他的故事 越想心情越复杂 早上起来的时候 眼睛都是黑眼圈了 更让温斯嘉懊恼的是 杨木根本就不搭理他们一家人 李大花的亲属 楚红一家人 被郑元娘带着的宋家兄妹 全都有事可做 成为队伍的一员 可温家的这几口人 根本没人管 也就是吃喝不愁 然后占着杨木老婆娘家人的名分 温斯嘉很生气 觉得杨木一定是故意的 就是在报复这两年来 他在温家受到的冷遇 所以他跟谁都说 温斯嘉是他老婆 关海山是他丈母娘 但就是不来温家人面前露脸 哼 真是坏透了 温斯嘉忽然有了决定 不要胡思乱想了 他要去主动面对杨木 不能这样马马虎虎过日子 然而就在有了这样的打算之后 杨木却宣布全队启程 赶往目的地方潭市 也就是大多龙们去的地方 收集最重要的末日物资 元石 杨木宣布了这个决定后 就离开了营地 到前方和赤后们 待在一起了 他是身心士卒 为了探路 可向如听说 他走的时候 带上了狗妮和云鹰 温斯嘉得到这个消息 心情不太爽 于是返回自己所在的车 上车之前 他看到了楚红 接着嘴巴 从面前走过 红 谁惹你了 你男人 我让他带我一起 去前边走 他说我太胖了 房车装不下 好气哦 哎 温斯嘉终于觉得 无厘头的楚红说话 其实很有哲理 好生气啊 心里总有什么东西 化解不开呢 他不应该是这样的温斯嘉 其实杨木啊 并没有跟胖猪在一起 赤猴团队18人 有自己的分布范围 通过对讲机 与中心控制 相连接 杨木在他们稍微靠后的位置 大约两公里 房车距离后面的大部队 估计也是两公里范围 此时车中 只有狗尼云英 和他的丈夫方国庆 杨木只是随机带着他们 他经常把不同的人 带在身边 为了交流感情 也为了观察他们的 思想状态 杨木从来不轻信任何人 操 你往哪摸 杨木 叫喊出声 他在教狗尼开车 第二百九十九集 狗尼在吸收蓝色原石后 表现了天赋 然而 在开车这件事情上 他是地地道道的女司机 华导 华导 华你妹 你快把老子的手指摆断了 杨木从来没见过 这么笨的女人 吼叫声 更大了一点 车子里 同样不会开车的一对夫妻 看着驾驶室内的两人 不时对望一眼 然后一脸的茫然不知所措 现在 他们彻底接受了穿越的事实 这让他们变得恐慌 对任何事和人 都不敢造次了 他们不但穿越了时空 还到了一个末日世界 这是无法想象的 终于 车子稳定下来 杨木自己到了驾驶座位上 东尼贴着他的身体钻出来 脸色通红 老子跟你说了 眼镜 要看着前边颗镜子 你看方向盘 有个鸟用 杨木生气地喊着 车子在高速公路上 开得并不快 只有四十 而整个车队 就保持着这种速度 前方一排车 横膝竖疤地 出现阻挡了去路 杨木早已知晓 就在几分钟前 前面 骑着摩托车的赤猴 已经联系过他 我发现公路上有状况 很多车辆停泊 并没有看到丧尸以及活人 摩托车并没有走在高速路上 而是走的下方的小道和野路 杨木知道这样的侦查并不具体 也知道他们是把侦查的任务 留给了自己 于是按照规定 杨木联系了后边的队伍 让他们停靠 之后自己下车去前方详细侦查 同样按照规定 指挥车对赤猴发出指令 全队停 则前后赤猴也停 保持统一队形进退 才能保证所有人都安全 风轻轻地吹过 空气里有那么一丝难闻的腐臭气腕 可能是从城镇里传出来的 一个布满丧尸的城市里 当然到处都是这种味道 杨木皱了皱美 将天轨拿在手中 他并没觉得这堆积在高速公路上的一排车 会是什么危险 但小心走没错 车上 方国庆和妻子云英 一声说话 我们还是应该逃走 可去哪儿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去北方 我们的孩子应该已经很大了 我们去找他 到处是丧尸啊 别听他们的 他们都是什么人啊 那杨木打听广众之下播放金瓶梅 里面的女人都是不穿衣服的 当时你还瞪着眼睛看 我 我是被吓到了 两个人正在感受着新世界与以前世界的不同 同时 方国庆也在尽力说服着 云英跟他逃走 云英啊 先不要说这些了 你说说你现在 连名字都要改 还什么十二拳手 真是荒谬透顶 我们还是找机会跑吧 然后去北方 云英没说话 最近在营地里 他接触过很多女人 已经被他们的世界观震惊 你觉得我穿得很色 姐姐 我这只是一个圆领的景深衣 凸显了完美的女性身材 与那时候的旗袍是一个道理 旗袍不也景深吗 你能接受旗袍 却不能接受我的打底衫 你是说低胸是吧 女人这东西 哪个男人没见过 生理卫生教育早就普及过了 既然他们通过各种渠道都见过了 老娘们 为什么还要藏着掖着 好像俺们这东西 是啥个人的玩意儿似的 大哥开发好多年了 你以为我们国家还那么穷 漠视报发前 我的工资是一个月两万 万元户这个词早就过时了 现在随便到大街上 拽个成年人过来 如果卡里连一万块都没有 那真是需要琢磨琢磨了 人生到底要怎么去度过 这种罩罩 没见过 透一点 男人的最爱嘛 我们反正也是要脱的 那穿着脱一点有啥啊 性感撩人 保证老公晚上抱着你不撒手 老公是啥意思不知道 可能是在八零中期 才从香港那边传入大陆的名词 老公的意思就是 丈夫 相公 爱人 懂不 云英 云英对这些话实在接受不了 女人怎么能说这种话出口 都是一个个破鞋嘛 在四十几年前啊 也只有那些出了名的破鞋婊子 才会这样说话 四十几年 时代没有进步 女人们却都变成了破鞋婊子 反正云英的思想与灵魂啊 都在受着冲击 翻天覆地的 这时 方国庆又推他 询问他到底要不要去北方找孩子 云英其实也想 然而如果真的如同他们所说 这个世界已经是末日之灾临雪 那茫然的离开 根本不可能见到孩子 而是找死 最好的办法 是留下来待一段时间 观察了再说 到时候就能知道 杨木他们是否说了假话 这世界是不是真的就那样危险 嘶啦啦 一阵声响从身侧响起 云英下意识侧头看 之后瞪大一眼睛 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 只觉得身体的冷汗都出来了 他快速推了下 正在发着牢骚的方国庆 方国庆侧头看云英 云英伸出手 指向一边的车玻璃 那外面是有双层铁丝网的 方国庆一看 吓得魂飞魄散 开口就要喊叫 云英发现即使 快速地伸手过去 捂住了他的嘴巴 就在车子的边上 有那么一个差不多 一米七五左右高度的手 那不同于方国庆云英 进口的任何一种 来自于现实中的动物 而是一只双足行走 上身有爪子 头部很大很大的怪东西 说怪 其实也不怪 他们曾经在报纸上 见过这样类似的生物 据说 他们叫做恐龙 天啊 杨木说的是真的 恐龙竟然都能来到这个世界 他正走在车子边 用他的两个爪子 挖着车子的铁丝网 更可怕的是 这并非一只单独的恐龙 在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只恐龙大军 方国庆云英 和此时坐在驾驶座位上的狗妮 全都不敢动作 他们并不知道 这些恐龙是来自于哪里 这时候 杨木也听到了异常的声音 急忙回头 这一看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这种恐龙的高度与人差不多 外形和迅猛龙很像 皮肤全部都是深蓝色 如同大海那种 还有与迅猛龙不同的是 他们的两只前爪 似乎更发达 更灵活 分化出像是人类一般的手指 看上去很修长 当然 这还并不是人类的手 那指甲被锋利的勾爪代替 一看就是具有杀伤力的 更叫人无法相信的是 这些恐龙是排着队伍过来的 好像尼玛抗战时期 行军的战士们 一个接着一个 蜿蜒出去好远 前边的停下了 后面的也立刻停下 非常有几率性 基本上不用猜测 也能知道了 这群恐龙一定是有智慧的 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杨木稍微一想也就明白 五公里半径的赤猴 范围有些大了 这些女兵分布的地方 都是一些路口之类的 与走野路过来的恐龙队伍 并没能很好地侦察 杨木谨慎地看着这些恐龙 估计 四百米长度的队伍 数量足有三百了 他们也在看着杨木 带头的恐龙 歪着脑袋 与杨木目光对视 嘴巴微张 能看到那些锋利的牙齿 不管他们是不是迅猛龙 或者是迅猛龙的近亲 总之应该都是吃肉的 杨木已做好战斗准备 同时将手放在了对讲机上 随时准备叫支援 这时 有些意外的事情发生 蓝色恐龙们 并没有一窝蜂地上前进攻 只有那带头的一只 走了过来 咕噜咕噜 塔图笛 啊 这一声音是从蓝龙的腹部发出 很是沉闷 但也挺响亮 什么意思 在跟自己说话 杨木虽然有些不敢相信 然而 看对方的模样 应该就是在跟自己说话 塔图笛 杨木试着重复了这句话 塔图笛 瓦西塔图笛 啊 啥意思呢 他说话的时候 用那爪子 拍了一下胸膛 难道 再说他叫塔图笛 我靠 这可是大法了 一个试图要与自己交流的恐龙 难道说 这是恐龙智慧 更加发达的一种 而他们从外形上看 与迅猛龙并无区别 估计死后形成的化石 也会被后世科学家认为是迅猛龙吧 没人能知道 在恐龙时代 曾经有一只这样有智商的恐龙人存在 他们甚至都有了名字 我叫杨木 杨木 我 懂吗 杨木 声音还是很沉闷的 他们利用腹腔里的一些东西来制造这种声音 好像是变形金刚电子合成音一样 不过土字是很清晰的 当他说杨木的时候辨识度极高 就连音调都没有差池 对 我杨木 而你 塔图笛 瓦西塔图笛 咕噜咕噜 瓦西 或许是我的意思 塔图笛是名字 那么咕噜咕噜呢 咕噜咕噜是啥意思 你好 杨木觉得 这应该是一种问候 是一种嗜好 如果塔图笛带领的蓝龙人 竟然知道与人类沟通问号 那么就意味着蓝龙人的智商 绝对超过了大多龙 并且他们更加友好 话反过来说 如果他们有了这种智商 杨木也判断不出 他的嗜好是不是一种阴谋 或许他也想了解人类 然后才能更好地吃掉 但无论怎样 既然对方在尝试交流 杨木也会努力去尝试 他也很想了解恐龙 很想了解那个侏罗纪时代 你好你好 你要干什么 普迪阿瓦大 斯鲁斯素 啊 这你码得比鸟语还难懂呢 杨木纠结 想交流是一回事 可语言不通 也是无奈 杨木拿起了对讲机 通知全队停止 然后让赤猴后退到中心指挥车两公里处 之前之所以外发了五公里 主要是为了布置更大的摄像头监控圈 现在看来没必要搞那么大 说而有漏的话 赤猴队岂不是没了意义 所以小圈范围就好 重要是做到密而不漏 做完这一切 杨木才继续尝试和塔图笛交流 先从此组开始吧 弄清楚你我他 天地人 上下左右 东南西北 树木怎么发音 杂草如何表述 这一聊啊 竟然就聊了足足一天时间 天都黑了下来 所有蓝龙人原地待命 车内的三个人 看着杨木和那恐龙勾肩搭背的 说了一天的话 也是眼睛都不敢眨下 这个杨木真是太奇葩了 他竟然能跟恐龙说话 杨木的超强气力确实有用 加上他聪明的头脑 这一天时间一点也没浪费 竟然已学会了 差不多两百个蓝龙人的词组 塔图笛的智慧 显然比不上杨木 也就只学会了 人类汉语语言的你我他 当然还有杨木的名字 杨木利用两百个词组 已经能够跟塔图笛 有稍微复杂一点的交流 于是他开始问出 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 你们想要去干什么 当然这句话 是用蓝龙人的语言说出的 塔图笛依然用腹腔说话 所有这些词组被塔图笛慢慢地说出来 杨木细心听努力去理解 最后将意思连贯起来 明白了他的大体意思 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要去大耳朵打架 我们是敌人 杨木理解的意思就是这样 看来他们和大耳朵龙人是同一时期的 看塔图笛说话的表情 这仇恨还非一般地深 杨木立刻也表达自己的意思 我也和大耳朵是敌人 也找他们打架 或许表述得不太清楚 塔图笛重复道 大耳朵打架 杨木急忙点头 而点头这个动作对话 与塔图笛来说 显然也理解不了 杨木就改变了描述方式 用手来回掩饰 这下塔图笛明白了 张开嘴巴 发出一声哄 在杨木看来 这是表示高兴 或者是表示点头 杨木也很高兴 这下好了 有了一支恐龙队伍的友军 不过杨木又有些担心 于是想办法去描述 你们是吃什么的 会不会吃我 想表达清楚这句话 实在太难了 相互用了很多种方式 耗费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塔图笛终于懂了 然后他又用两个小时的时间 给杨木表述清楚了 他的意思 我们不吃朋友 当然 这只是杨木最终理解的意思 所谓的朋友这种词汇 是杨木一厢情愿的总结 或许 他想要表述的是 类似于朋友的一种关系 然而杨木无法理解的 更加深入 全靠自学 无人指导 能够理解到这个范畴 真的已经不容易 杨木看天色已晚 决定沟通到此结束 然后带着塔图笛返回了后方基地 让蓝龙人们就在基地外面另起炉灶 今晚在这边休息 这一下队伍混乱了 杨木竟然带回来一群恐龙 还能和对方说话 林月这几天正生气呢 杨木回来是回来了 可每天忙得跟陀螺一样 白天一出去就是一天 晚上很晚回来 倒头就睡 都跟他没有夫妻生活了 真不知道 是不是在外面吃饱了后 才回来的 现在看杨木竟带回来一群恐龙 他的小脾气消失了 走到杨木的面前 不敢相信地问道 你怎么能懂他们的语言 亲爱的 你不会其实是个外星人吧 怎么可能 老子费好大力气呢 今天没干别的 就与这龙兄弟研究他们的语言 现在已经掌握大概三百个词组 用这些词组 基本能跟他简单对话吧 无论怎样 还一直没有表现出敌意 那我们就也有善些 不可不防 却没必要做多余的事情 啊 一天时间 你学会了三百个词组 林玥 震惊了 来看热闹的温斯嘉向儒等人 同样不敢相信 这什么脑子 一天学三百个词组 没什么 问题是 在没有任何资料 可以查询的情况下 而且在学了这些词组后 他还能和恐龙实现初级的对话 这就等于是一天就掌握了一门语言 温斯嘉当然不相信 如果阳木真这么聪明 那他就是天才呢 或许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他能一天掌握蓝龙人的语言 如果叫他英语 他是不是也能一天掌握 英语对于温斯嘉来说 跟母语差不多 做人老师是没问题的 可找个机会 让阳木跟自己学英语呢 温斯嘉苦恼 发现找不到机会 他想要人家学习的目的 不单纯啊 就是单纯要测试智商 这可怎么好说出口 阳木带着塔图敌 看了自己的种群后 就和他谈合作的事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既然有了共同的目标 当然可以做朋友 不过阳木自己也在考虑 他和蓝龙人的目的 还是不一样的 蓝龙人是要与大耳朵龙拼命 他只是要偷东西 想合作并不容易 只是跨越了不知道 多少年的两个种族之间的对话 能够对上话 还是因为塔图敌的大智慧 然而想合作却很有难度 阳木也不着急 从此开始泡在了蓝龙人的身边 不断地学习词足 只用五天时间 竟基本能够与塔图敌正常对话 天上降下了大雨 然后很冷 然后冰冻 然后一切结束 塔图敌和阳木描述着 聚兵形成的过程 他自己不知道 那是聚兵 阳木却能理解上去 那边蓝龙人多吗 很多分散居住 彼此牵连 与大耳朵龙常年争战 不知道为什么要打 如同一种宿命 如同宿命这样一个词 蓝龙人可能是没有 但翻译这东西 就是将对方语言中的意思 转移成自己语言里的优雅 所以宿命这样的词 也基本就是阳木理解的 你们是被其他的一组冰冻上来 然后相差好多好多时间 被重新放下来 这里不是其他的地方 还是地球动吗 你知道这是地球吗 地球 无论怎样沟通 有些事情是讲不清楚的 蓝龙人种族的智商确实不低 可他们的科学体系几乎没有 他们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他们无法想象 自己已经到了可能是 一两一年后的新世界 他们也不知道 自己从未离开地球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地球的概念 对于他们来说 世界的局限性更小 只是他们所能看到的范围 你不能说他们是错的 因为人类其实对于宇宙的了解 也根本不比他们多 他们就认为 世界在一个延续的空间里 这个空间可以无限外延 所以说 大气圈外面的世界 和大气圈里面的是完全一样 都是延伸的点而已 这就是他们的概念 与宇宙的概念并无差池 在蓝龙人群体里五天之后 无论怎样缓慢地赶路 他们终于还是来到了目的地 大多龙聚集的方坛市 这个地方虽然没有汉宁发达 却也是一个人口聚集比较多的事了 处于盆地 他们到了附近的小山坡上 向下一看见 整座城市一片狼藉 果然也能看到很多大多龙 阳目决定 就在此处安营扎寨 然后让徐炎配合赤猴队 去搜索大多龙的巢穴 这需要一个过程 找到了巢穴 阳目才能去行动 塔图底就要去找大多龙拼命了 阳目自然阻拦 他们很多不需要直接去行动 慢慢地悄悄地进村 一点点地干掉 否则你们会死亡 我们不怕死亡 大多最邪恶 我们最正义 正义干掉邪恶 为此在所不惜 塔图底很是英勇的模样 邪恶与正义这样的抽象词汇 都是阳目总结出来的 或许他是说我们是火 他们是水 水火不相容 或者他是说我们代表邪恶 他们是正义 正邪不两立 无论他说的是什么 表达的意思就是要死磕 阳目很懊恼 用了很多语言篇幅 去告诉他们死可以死 但死有众于泰山和轻于红毛之分 如果死了能消灭大多龙 那当然可以去义无反顾 然而如果他们死了 大多龙们还活着 以后谁去杀他们呢 塔图底是个非常聪明的恐龙 杨目的说法终于让他改变主意 决定栩栩兔制 杨目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于是询问 城里的那些丧尸 为什么不咬你们恐龙 而你们也不去咬他们 味道 他们的味道并不好 我们不会去吃这样的东西 他们为什么不来咬我们 这我不知道 最近一些天 蓝龙人的食物主要是野外捕猎 以及到城市里去寻找尸体腐肉 他们与人类的饮食习惯 竟然有一点是相似的 并不吃活物 杨目觉得万幸的就是这点 否则他们不计早就对人类动手了 营地建立起来后 防守力量增加 蓝龙人们还保留着动物的一些习性 他们三五成群的分散在监控区里 抓一些小田鼠 野生兔子和鸟来吃 不说话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 他们是有智慧的种族 杨目忽于舍得离开蓝龙人 回归了基地检查 这个基地就建在山顶 从这座山俯瞰下去 能看到整个城市 而周围的树木 又掩盖了基地的存在 而不至于被外面一眼看到 真是个好地方 杨目检查一圈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去指挥车看了视频 摄像头还是安置在了 五公里外的诸多点上 这花费了一些时间 已经收缩了侦察范围的赤猴队 需要先走到五公里外 然后再找地方安装设备 之后就近埋伏 杨目看了车里的视频后 非常满意 还真是三百六十度以圈 都能防御下来 无论哪里来了危机 都能立刻发现 这再次证明 当初没杀徐妍是正确的 老大 你看这边 忽然 一个女兵说话 指向显示器 杨目过去 坐到她的身边 抱住她的肩膀笑道 你叫小姐 还是叫小鸡来着 我记着你 以前是月星两万的女白领 跟哥说实话 有没有被领导牵过 杨目这话说的 当然是很没有礼貌 可在这边时间久了 大家对于杨目的性格 都了解了一点 知道她就是这样批的人 这可不能怪她呢 一个在街边长大的 可怜小孩 没成流氓就不错了 现在只是偶尔耍一下流氓 实在是应该鼓励 而不能打压 对可怜的小男孩啊 所以其实就连杨目都不知道 权寿里的女人们 对她都有母性心态 把她看成是个可怜 而需要关爱的男人 这个女兵微笑道 老大 我叫米小吉 你还是看视频吧 有几个幸存者来了 要不要通知你的蓝龙人朋友 躲避下 我怕他们看到那些恐龙后 吓死过去呢 小蹄子 说话细声细语的 是不是在勾搭我 杨目说话节 抱住了女兵的腰 眼睛眯着 看向视频 三男一女四个人 全都衣衫破烂 那女的屁股上 都有个洞了 裤子破的 让肉都露了出来 不知道是经历了一番 怎样的磨难 才成为幸存者道了 末日里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 白小江就是个普通女人 模样一般 长相一般 家庭条件一般 末日前的生活质量一般 25天前 他被困在方谈室的一栋大楼里 和13个男性幸存者一起 原本 他经历了一场地狱 末日里 当13个陌生男人 变成野兽的时候 他简直后悔做女人 原本他心中满是怨恨 可此后 当他们从那被困的地方救出来 当那些原本面目可憎的男人 为救他而一个个死去 他困惑迷茫了 他似乎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然后关怀身边仅剩的三个男人 毕竟有了他们 他才活了下来 扑通一声 戴眼镜的青年男 忽然跪在地上 小江姐 我对不起你 我不是故意的 都是受了他们的诱惑 我不是故意的 这几天我睡不着觉 我怎么能对你做那种 亲受不如的事情 我 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不该那么做 我一直在忏悔 这也是个在校的大学生 来小江之前并不认识他 看到他忽然下跪痛哭 白小江愣了 另外的两个男人也愣了 白小江叹了口气 过去把年轻男人拉了起来 好了 如果昨天不是你推我 我就被那丧尸扑倒咬了 你们这些天都把我当做你们的女人 都对我很好 我对你们曾经的恨 也都消失了 男女的事有啥重要的 现在我们活着 这才是极好的事情 姐 别哭 让姐抱着你 你可是我的小男人呢 姐姐都三十岁了 以前就是个普通的妇女 现在有你们这些男人 姐高兴 虽然那时候 是你们十三个人强迫了我 但这些天 你们保护我 照顾我 为了救我而死 我怎么还会怨 人性者 一场饕餐 盛宴也 姐放下了所有怨恨之后 觉得你们都是很可爱的人 我没有恨意了 真的 白小江把大学生抱在怀里 轻轻抚摸她的脸 大学生哭着看白小江 眼神里露出的还是忏悔 就在这时 边上站着不远的一个男人 忽然上前 将大学生一脚踹开 然后把白小江抱入怀里 你踢他干嘛 白小江有些不明白他的意图 另一个男人走过去 将大学生服袭 也指着踢人者道 没这么吃醋的 大家生死与共的过来 早就抄脱了男女那份界限 你吃的什么醋啊 小心 踢人者大喊一声 可已经忘了 那大学生变成丧尸 将另一个男人的耳朵 直接咬下来 一切就发生在一瞬间 白小江这才知道 自己又被男人救了一次 而又有两个男人 即将死在他的面前 在那个黑黑的屋子里 在那张他永生难以忘记的大床上 那十三个男人 赎金 就剩自己和另一个了 这让他有些无法接受 丧尸丧尸 这里有丧尸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江小白猛然颤抖 几声枪响 然后脸上被剑射上一团血 这个刚刚救了他的男人 那变成丧尸的大学生 那被大学生咬掉了耳朵的男人 全都死了 路的一边 走上来一女两男 其中两个男人 手上拿着枪 他们将所谓的丧尸抱头 然后好心地到江小白的身边 那个女人拿着袖子 擦江小白脸上的血 姑娘 你没事吧 别怕别怕 血液不传染的 血液不传染 江小白忽然大喊 然后跪在地上 她痛苦地嚎叫着 一边嚎 一边流眼泪 她喊得好像是疯魔了一般 那样子非常吓人 如同鬼魅 三个幸存者也是害怕了 他们刚才打死丧尸救了这个女人 怎么这个女人却如同是个疯子 完了完了 我们杀错了人 这人应该不是葬事 他的身上甚至没有一点伤口 有个男人蹲在地上 检查了刚刚救了江小白的人 看过后出声 声音颤抖 快走 我们不管这里的事了 另外一个男人一听啊 急忙过去抓着女人 然后叫上同伙 一起跑 短短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这边就剩下了女人和三具尸体 二十五天前 十三个变成野兽 侵犯了她的男人 就这样 一个不剩了 女人叫喊着 不停地叫 如同鬼魅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她似乎根本不想停下 她的声音 已经沙哑 五分钟 六分钟 七分钟 她还是那样叫喊 可是 却只是嘴巴张开 表情猙獰 没有任何声音了 杨木在距离 足足五公里的地方 从显示器里 清晰看到这一切 甚至 从距离不远处的 声音收录装置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这真是不一样的 末日人情 杨木的情商多高啊 只是通过他们的 支言片语 就大概明白了 发生的事情 啊 就在刚刚 在墨射里 与这女人 发生关系的 十三个男人 死绝了 这让女人彻底崩溃 看她那无声的呐喊 这人 已经是疯了吧 她到底是怎样的情绪 没人会知道 杨木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拿过身边的对象机 首先用蓝龙语 联系 塔图迪 告诉他 如果看到有人类出现 那就下走就好 不要让人随便进入自己的领地 塔图迪他们 是一群不畏惧死亡的家伙 杨木觉得 有必要要给他们 塑造与自己一样的价值观 这就需要继续学习 他们的语言 并且多沟通 给蓝龙老大 塔图迪配备对讲机 就是一个开始 塔图迪简直把对讲机 当作的是一种圣物 这东西太厉害了 看不见人 却还能说话 真的是难以理解 与塔图迪 通话后 杨木又联系了赤猴队 让他们找个人 将这女人带回来吧 实在太可怜 他那疯癫哭着的方式 让杨木很揪心 杨木觉得 自己的心变软了 可能是有了一个 生活圈子的缘故 他现在其实生活得不错 比末日前顺兴 这也算是安乐了 因此心暖了许多 暖了之后 自然不可能还是冰如坚实 很快 一个赤猴找到了江小白 骑着摩托车 带着他走 江小白整个人 已经麻木 样子有些让人惊悚 就仿佛是鬼婆一样 赤猴是经过训练的女兵 可还是女人 她有些怕 骑了半公里 路上一只刺猬跑过 女人吓得将车子拐过去一边 直接撞到树上 这一下摔得不轻 刚好几只蓝龙人经过 兄弟 你看这个人类 为什么往大树上撞 你看错了 不是他撞的 而是他骑的这个东西 撞上去的 他骑的是啥东西 我猜是一只兔子 蓝龙人进行了类似的对话 女兵当然不知道 他爬起来后 还很紧张 不知这几只恐龙 在几里咕噜地说啥 几个蓝龙人 也尝试与他沟通 问他这是干嘛去啊 蓝龙人们知道 这样穿着的女人 都是杨沫的女兵 是友军 女人更加紧张了 我的天啊 这群恐龙 正在和他说话吗 他们是男的女的 是不是夸他好看啊 有那么点害羞 不过女人并没有忘记正事 拉着那如同变成傻子一般的女人 说自己要回去基地 她的表述是没有用的 但是她用手指了基地的方向 蓝龙人们因此而明白了 哦 原来他是要骑着这只东西去那边 两只蓝龙人很热心 他们走过来背对着女人下蹲 啥意思 你们要背我 那多不好意思啊 女人虽然很害羞 可蓝龙人们太热情 另外几只动手 三下五除二 就把女人和白小江 弄上了蓝龙人的后背 下一刻 两只蓝龙人就弯下腰来狂奔 以时速差不多八十公里的速度 跑回了营地 杨木知道后 当然大喜 哈哈 看来蓝龙人还可以成为坐骑啊 果然要加深与他们的关系 那么全兽战队 可就是真的强大了 如果遇到无法开车行走的危机状况 关键时刻 可以把蓝龙人当大牲口用啊 这种心思 杨木当然不会说出来 他对两个送女兵回来的蓝龙人 表达了谢意 很是有礼貌 那两个人 对杨木也是非常恭敬的 用他们最高的礼节 向杨木表示了敬意 就是低下头 让杨木摸摸他们的脑袋 很是奇葩 之所以如此尊重杨木 主要是杨木学会了他们的语言 这是一群有智慧的家伙 他们都在议论着杨木的事情 一个完完全全的义种 竟然只用几天时间 就学会了他们的语言 这当然是奇迹啊 杨木与蓝龙人友善分手后 看着被带回来的痴呆女人 发愁 哎 管这闲事干嘛呢 可带都带回来了 也是没什么办法 于是杨木叫来了潘凤 让他去安排照顾 估计在阴盛阳衰的氛围里 这女人能恢复正常吧 杨木并不相信 他就这么疯了 潘凤也算是对杨木有些了解 知道他不是一个随便发好心的人 于是就问女人的来历 这女娘们也不漂亮啊 依你的风格 我觉得还不至于这种货色 都想占便宜 杨木很生气 吼道 老子就不能做点好事了 你确定不是因为 她的那里很大 可就算大了点 这长得也太一般了吧 靠 原来我在你们心中 老子就是这种形象 指挥车里值班的两个女兵 送白小江回来的女赤猴 外加上一个攀缝 全部点头 攀缝还补充道 你自己说说 咱们全受战队中母的 除了你干妈和你丈母娘外 哪个女人你没摸过 我 杨木是想反驳来着 可没找到机会 这一时 楚红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 对着杨木的屁股贴了一脚 然后气哄哄的跑掉了 他本来是跟着杨木来的 想要找机会和他单独聊聊 听到攀缝说的话 看到杨木张口无言的样子 他好气啊 所以动了脚 杨木看到扭着屁股跑开的楚红 很是生气 行了 反正这女人 给你带着 对潘凤唐落下一句话 杨木就去追楚红了 自己不搭理他 他还想上房接瓦了 竟然踢自己 找死 杨木确实一直没和营地里的人 有太多接触 主要是他理不清这个关系 他是喜欢温斯家的 但也不想对向儒放手 然后又站着人家林月 还有个李大花 不知道跑去了哪里 这还是现代文明社会 并不是说 想要一夫多妻就能够实现 男人愿意 可女人呢 温斯家向儒 都是一等一的人 如果人家不愿意 杨木就算用墙 也只是两败俱伤 得不到圆满的结果 所以时机未到 杨木就不知怎么下手 对于魏敏芳和杨灵 杨木也很困惑 干妈是没太多感情的 如果不是他救了杨木一命 根本来不了这种关系 朱大厂死后 杨木本来要去安慰 可一直没去过 觉得太虚了 自己的安慰 或许比不上时间的消磨 她不知要如何虚心假意地 让干妈开心 就让时间去冲淡一切吧 而杨灵是她心中的一道阳光 原本很温暖 现在距离太近 就有些烤得慌 杨木因为有这些情感纠葛 干脆就不去与这些人接触 老子自由自在多好 干嘛看你们的脸色形式 这其实是杨木不成熟的表现 什么事理不清 他就搁置不管了 但这也是杨木 与众不同的特质 如果他像别人一样 那他也就不是杨木了 其实营地里很多人 都对杨木不太满意 比如温思佳 比如项如 比如楚红 温思佳和项如的不满 还能克制 温思佳只是想要 与杨木有所交流 项如觉得强女的瓜不甜 感情不是她一个人的事 楚红就不一样了 这是个萌货 小聪明还有 无理取闹更多 她曾在她亲妈楚红莲面前 说过这样的话 老娘可是跟杨木 共患难过的人 她怎么能这么多天 都不搭理我一下呢 楚红莲还能说什么 只是感叹以前 没看懂女儿 原来她对杨木 所有的诋毁 都是源于一种 暗暗的喜欢 女儿啊 大了不中留 可问题 那小子是温家的坠婿啊 楚红莲很惆怅 经个一天 她挺辛苦的 要操练 还要巡逻 还要忙活厨房的事情 这种生活 她以前没想过 楚红莲的家庭环境很好 从小就是大小姐 如今嫁作人妇 成了大小姐她妈 原本等着过 风衣足食的好日子 没想到 却偏偏赶上了末日 回到属于自己的帐篷里 楚红莲也刚刚回来 怎么样 你跟物资搜索队出去 我的心里真难安 这有什么 想开点 时过性轻了 不同时代 有不同的活法 咱们在这里 和安居 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对我来说 最大的幸福 是守着你和红红 家人们都相继离开 我们这三口人 可一定要活下去呢 楚红莲话音刚落 楚红冲进来 一脸的怒气 还不等他们看明白 杨木也跟着冲进来 伸手就将楚红莲抱去怀里 然后将脚搭在桌子上 把楚红莲放在腿上 对着屁股 用力拍了两下 奶那个熊 真以为也是好欺负的师父 还敢过来替我屁股 还敢不敢了 房间里 楚红老爹楚罗门 直接就傻了眼 楚红张大了嘴巴 瞪圆了眼睛 杨木打完才发现 帐篷里还有两个人 然后也看到了楚红 卧槽 打错人了 杨木急忙 把大腿上的人弄下来 这一看差点没吓死 妈 竟然是楚红莲 其实这真的不能怪杨木 权兽是军事化管理的队伍 男女基本上穿的都是迷彩服 很整齐 从地下物资储备 适中搞出来的 楚红与楚红莲的身材几乎一样 杨木跟随楚红一路过来 楚红进入帐篷 杨木掀开帐篷看到的 就是那跟楚红一样的未养 他就认为 那是楚红 过去毫不客气的出手 你你你 杨木啊 你太过分了 楚红莲吹胡子瞪眼睛 没办法不怒啊 自己的老婆被打了屁股 我给你拼了 一副知识分子形象的 楚红莲 好向杨木 抬手就打 杨木急忙闪躲 第三百零二集 他可不能去打楚红门 无论是看在楚红的面子上 还是温斯嘉的面子上 快速躲去了楚红的身后 杨木抱着他当人质 外加挡箭牌 楚叔叔啊 误会误会 我以为你老婆是你女儿 真是打错了 你还想打红红 我给你拼了 杨木一看 楚红门不依不着 急忙在楚红的耳边道 老子打错了 你快点想办法救我 要不然以后 我可再不敢来招任你家 你爸你妈一定都把我恨死了 啊 楚红终于反应清醒过来 好气啊 杨木竟然打了他妈的屁股 可杨木说的对 如今不是找杨木算账的时候 必须先稳定下父母的情绪 否则以后杨木在他们的面前怎么做人 楚红有小姐脾气 但聪明才智也是有的 知道关键时刻 应该干点啥 于是他急忙吼道 爸 他弄错了 他是要打我的 这都是误会 你小点声的 让人听到多不好 楚红练原本也是一脸怒气 听女儿这样说 觉得有道理 总不好声张出去 而且 楚红练也醒悟过来 杨木可是全兽老大 从目前看 全兽也算搞得有声有色 这意味着 杨木很有能力 做好这个首领 是个末日中的好大腿 可以用来抱的 想想他应该不会是故意的 就忍了吧 楚红练以大举为重 过去拉回老公 沉淀了气息 抬手 整理了头发 然后猜到 杨木 你也太胡闹了 就算是要打红红也不妥 她是个小女孩 而你是私家丈夫 怎么能这样去触碰一个小女孩的 屁屁 楚红练原本想说屁股 可有些不好意思 然而这屁屁两个字一出口 楚红和杨木全都无语了 这还不如屁股呢 听上去渐渐的 杨木知道自己是干了很大的错事 立刻承认错误 笑嘻嘻地道 阿姨 我知道错了 无论怎样我打你是不对的 不过你女儿在外面无缘无故的 就踢我屁股 我冤不冤 你们也知道 楚红一直都欺负我 没事就说我坏话 你们有没有听过 是不是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听杨木提起过往 就连愤怒的楚罗门 都有些挂不住的脸红 这还真没冤枉自己的宝贝女儿 认识楚红的谁不知道 温家的上门坠续杨木 她简直就是她的宣传兵 走到哪里 就把她说到哪里 楚罗门被老婆抱住胳膊后 愈发冷静下来 她刚才是疯了 真要是跟杨木对上 还不为杨木打得鼻青脸肿 她可不是这流氓的对手 幸好女儿老婆反应快 整理下衣服 清了清嗓子 楚罗门声音沙哑地道 哼 不成体统 与楚红一个母子 刻出来一般的楚红脸 急忙笑着道 好了好了 人家孩子也不是有意的 刚才的事都过去了 杨木忍不住 竖起了大拇指 楚红他妈可是真智慧 这就把楚罗门的面子给撑住了 也从争执变为了平和 他们原本就在自己的面前没事 真给自己惹急了 在这种地方 还不是想怎么收拾他们 就怎么收拾 现在面子里子都有了 让自己想找麻烦 都没话说 楚罗门看到女儿 还被流氓抱在怀里 想说话又忍住 偷偷掐了老婆的腰 楚红林一下就明白了老公的意思 于是笑着走过去 拉过楚红 将两个人分开 红红其实挺喜欢跟你玩的 以前年轻不懂事 所以总说你坏话 我认为 这只是想要引起你的注意罢了 啊 是这样吗 你和温斯嘉这一对 也算是冤家 以前你确实只是个上门女婿 现在却不同 你当着我们所有人的家呢 所以说 我们所有人 都是在你的庇护下 才能活下来 我们大家都感谢你 放心吧 以后我会让楚红尊敬你 如同对待亲哥哥一样 我们和斯嘉的爸妈 都是多年好友 也会帮你说话的 让你早日和斯嘉 修成正果 杨沫一听楚红老妈 愿意给自己帮忙 很是高兴 那好吧 阿姨 今天的事啊 我唐突了 你姑娘替我 您帮他受过 咱们啊 这就在扯平了 以后啊 您管好他 别让他招惹我 如果下次他再来 被我抓住了 我可不会还给你们了 非把他绑起来 脱光之后 皮边聊耍 杨沫说的时候 还黑黑冷笑 让楚红连和楚罗门 全都战战兢兢的 急忙摇头摆手说不会 楚红当然不服气 可在楚红连的拉扯下 他也无可奈何 杨沫转头走了 楚红连到门口 看他走远 才训斥楚红道 知道你是有点喜欢他的 先不说你们颁不颁配 只是一条 你们就永远不可能 他是温斯嘉的老公 合法的丈夫 而你是温斯嘉最好的闺蜜 你难道还要抢闺蜜的男人 我 我没有 没有最好 以后离杨沫远点 楚红连难得这么凶巴巴的 跟楚红说话 弄得楚红更加哀怨 到一边趴在床上哭 杨沫离开了楚红家帐篷 就骑了一辆摩托车 向着城镇的方向骑去 他原本想把搜索 大耳朵龙基地的任务 全部交给徐岩 可如今看来 这边的幸存者还不少 刚刚一会儿就跑来了两拨人 那么他或许应该侦查一下 看看方谈室到底是怎样的情况 五公里并没有用多少时间就骑到了 摩托车的噪音也有些响 杨沫找了一处港哨 将摩托车给了女兵看管 之后自己离开 进入方谈室 外围的丧尸同样并不多 除了一些游走的丧尸之外 杨沫还能看到一些幸存者 说起来 这末日爆发许久了 怎么还有这么多幸存者 生活在城郊 来找吃的 这也是唯一的答案了 忽然 脑海里闪过一丝影像 那是来自于六级黄的视线反应 方向在身后 杨沫快速拿着天轨回头 这一看 真是吓了好大一跳 啥东西 丧尸 或者真正的僵尸 杨沫之所以想到僵尸 是因为这只东西穿的 竟然是清朝的官服 这很符合僵尸的形象 不过仔细看看 他当然还是丧尸 在丧尸扑过来的时候 杨沫躲开 挥刀过去 将丧尸斩杀 然后上前蹲下查看 这人还有长长的辫子 杨沫试着去转了转 真的 并不是道具 在他的身上翻着了一会儿 发现一些碎银 还找到一块美玉 一块木牌 将牌子拿在手中 就见正反都有字 正面竖着一共四列字 从左到右 依此时 面黄无须 人甘寿 光绪二十五年至早 中正殿 三十四岁 后面的字 从上到下有两行 腰排 内部腐发 在最下面 则是一个挺大的印章 卧槽 杨沫有些猛 这人难道还真是从清朝过来的 腰排上面 都是繁体字 看上去 并不像这个时代的东西 起身收起腰排 拿着刀 继续四处走 杨沫终于可以确定 刚才那个 确实是清朝人 他看到不少的幸存者 穿着各种年代不同的衣服 大多是现代 偶尔有清朝 并不需要去打听 杨沫基本搞懂了这里的事情 猿人恐龙 被聚兵带下来的时候 数量都是很多的 所以云鹰他们 被聚兵带下来 应该也有很多人 只是云鹰降落的位置偏远 真正的聚兵降临聚集地 就是方潭市 这些人可能是 这一两百年之内的 失踪人口 失踪后 全都成为聚兵 被放在某个地方 现在一起被放出来 不用说太久 就只算是一百年 失踪人口 会有多少人 杨沫以前看过很多报道 全世界范围内 每年失踪的人口 都是高达几千万的 那么去除死亡 被拐脉 隐居者 迷路流浪者 其中 会有多少是 远祖生物抓走的 不多算 就算每年有十万人 是被外星人抓走了 那么一百年下来 就是千万人口啊 这种算法 还是杨沫非常保守的去算 所以 有可能就在几天之前 很多失踪者 被送了下来 此时 就盘踞在方潭市附近 他们搞不清楚 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 应该去向何方 杨沫找了个角落隐蔽 让小黄球自己出去侦查 飞了一大圈后 杨沫在一群 躲在超市内的幸存者口中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 我是生活在1963年的 我是1925年 我们的领袖刚刚病逝 我怎么会到了这个地方 我是光绪15年 你们描绘之事到底为何 我听不懂 光绪15年 那就是1889年 我没有做梦吧 上帝 日本鬼子 弄死他 妈的小日本 弄死他 还穿着一身黄皮呢 杨沫听到这里 直觉的头大 而在收集了很多信息后 杨沫基本搞懂了这里的情况 此处拥有幸存者的数量 不太好估计 总之十万人是有了 最少十万 分散在城郊地区和城外一些地方 这些人所在的年代跨度 差不多就是从1880到2000年间 失踪地区就是国内各个地方 就算有老外 也都是在国内失踪的 那既然是120年的跨度 当然不可能只有这些人 所以应该只是一部分人 被聚兵带下来 还有很多失踪者 并没出现 杨沫已经弄了四个时空羽人 在营地里 现在也没兴趣搞更多汇职 拿起对讲机 联系徐妍 问他大耳朵龙的搜索进展情况 应该是在城市的中心地带 被丧尸群围着 卫星系统是在循环运动的 现在我没办法取得 方谈室的群景照片 这边的摄像头设备 也无法成功连接 汉宁的网络发达 这里却不行 很多摄像头都无法联网 除非人工进城去连接 我这边才能使用 我让赤猴小队啊 却弄了一批无人机来 需要进行一些改装 然后让他们长距离进城 才能找寻到底有没有 你所说的原始宝藏 你觉得我方便进城吗 老大 你最好还是不要进去 这座城里的丧尸 虽然没有汉宁多 可城市小建筑 拥挤道路狭窄 丧尸密集度非常高 你进去了 不一定啊 就能全身而退 阳牧自然知道 每一次进城 都是用命去搏 一次两次赢了 并不代表三次四次 还能赢下去 而只要输一次 小命就没了 以前的阳牧一无所有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现在的阳牧 也算是拥有了一切 难免就会更加小心 好吧 那你继续搞下去 弄清楚原始宝藏的 准确位置 并且给我规划出一条 具体行径路线 大概需要几天呢 现在弄回来的 无人机设备 我飞不了太远 我需要弄到一些 小型部件 对它们进行改装 我查询的网络 方谈室 有三个厂子里 可能有这种零件 其中两个都在成交 应该很容易拿到 需要我去吗 不需要 我已经与阿神联系过 他明天会带领物资队的人 去收集 嗯 那今天 你能给我个准确的时间表不 三天之后吧 杨牧有了 许言给出的时间表 也就不着急了 城市侦查 到此结束 太混乱 还是夺远点好 杨牧丝毫不拖泥带水 想到就离开 一路返回 进入自己的领地范围 以中心营地 为原点 直径十公里的范围 就是杨牧的地盘 这一路走回去 杨牧的身心 还算轻松 就算是古时候的皇帝回来了 跟他也没关系 管他们死活呢 啊 如果皇帝会回来 妃子公主什么的 也跑不远吧 到时候弄几个在身边跟着 那多排场 杨牧心里打着算盘 一路回到了营地 此时已经在掌灯 因为外围的警戒很密集 所以打上灯火 也不怕被发现了 有篮楼人在 基本上 不会有闯入者 杨牧在营地里 荒荡了一圈 并没有事情 所有都安好 第三百零三集 到了一处帐篷前 知道这是为米方住的地方 杨牧犹豫了下 终于还是走过去 站在门前 向里面倾听 妈 你可别生杨牧的气 他事情真的太多 所以忙不过来 孩子 妈不生气 怕让你来陪我 就已经是对我 最好的关怀 马一小孩 人死不能复生 我还要活下去 嗯 是啊 我的家人也都联系不到了 如今我有了 自己的男人 还有了婆婆 生活真是惬意呢 以后无论怎样 咱们娘儿两个 相依为命 让男人见鬼去吧 你这孩子啊 我那死鬼男人 可不是见鬼去了 啊 妈 童言无知 看你 我怎么会怪你呢 杨牧反应了半天 才意识到 里面的女人是林月 这丫头 竟然跟为米方 搞得火热 干儿子和干妈之间 都没太多感情 她却这么热气 杨牧忽然意识到了 自己的短板 太不善于表达感情了 无论怎样 认了这个干妈 那就也是妈 她老公死了 怎么能这么久不去问候 善意的谎言 总比什么话不说强 想到此处 杨牧推马而入 就近两个女人 正在拿着针线缝补 很有点居家过日子的感觉 杨牧 林月有些意外 没想到杨牧会来 杨牧走过去 坐在床上 将林月拖着屁股 直接抱到腿上 狠狠亲了她一口 亲一口倒没什么 可杨牧的咸猪手 很不老实 竟然就那样抓在了 不该抓的地方 这多羞涩啊 干妈还在看着呢 你干嘛呀 快放手 怕啥 妈又不是外人 魏敏芳只是笑 然后慢慢的 来了 嗯 干爹丧事办得怎么样 嗯 都挺好 大家都帮了不少忙 那就好 你呢 还伤心不 现在挺好了 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也不太想了 那就好 人死不能复生 以前在街边啊 好几个老乞丐 就死在我的面前 他们生前对我都挺照顾 死后 却是我照顾了他们 而他们死 我从来不伤心 知道为什么不 魏敏芳摇头 林月 则不挣扎了 反正已经这样 他愿意摸 还是愿意捏 就随他吧 因为他们活够了 又不敢主动去死 时间带走了他们的生命 反而是一种解脱 这世间苦 解脱得挺好 我干嘛要为他们的死去哭 阳目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听他淡定地说世间苦 两个女人都心疼他 估计他一定是身有体会吧 林月全身放松下来 靠在阳目的怀里 只希望与他相容 魏敏芳道 是啊 朱大成也解脱了 我总骂他 这会儿骂不到了 我干爹啊 一定是不想离开你的 可他死都死了 如同你所说的 要好好地活下去 等以后啊 找个安全的地方 我就让林月给你 生一大堆孙子 到时有你忙的 那感情好 魏敏芳笑得开怀 林月则很害羞 笑了一会儿后 魏敏芳小心地倒 现在没有要孩子的打算 末日 四宝还不足呢 生了孩子 胡增压力 何况 我才二十一 不着急 每次都挺小心的 基本啊 不打算要孩子 杨木 你跟妈说这些干嘛啊 林月挥手 捏了杨木一下 杨木对着魏敏芳笑道 行了干嘛 你歇着 这几天太忙 都没喂饱她 我回去啊 好好喂喂 你看到明天 是不是少女变大嫂 多出了很多风味 啊 哎呀 林月窘迫地叫出声 魏敏芳则捂着嘴笑 眼看着杨木 将林月抱出去 帐篷里就剩下 魏敏芳一个人 她笑了一会儿 才收敛笑容 继续低下头缝衣服 缝着缝着 她轻声开口自掩道 无论什么时候 都是年轻真好啊 就在这时 房门忽然推开 杨木去而复返 却只是在门那里 露个头 怎么了孩子 妈 节顺便 我不太会表达感情 你可别挑我理啊 行了 好汉不磨叽 我去为你阿媳妇 明天啊 你修造她 问问她 吃得饱不饱 好不好 杨木说完 快速走人 魏敏芳愣了好 一会儿又笑了 什么叫好汉不磨叽啊 魏敏芳忽然有些懂了杨木 杨木的成长经历 与普通人不同 她的心是善的 但她不会把善 表现出来 就是说 她不太会表达感情 魏敏芳叹了口气 觉得自己的干儿子 不容易 以后就好好照顾她吧 也要担当起干妈的职责 月黑风高 营地里更加安静了许多 杨木和林月的帐篷里 林月一直忍耐着 知道并不隔音 然而有些时候 她实在忍不住 就会发出一些声音 婉转悠扬 引人心惨 第二天 魏敏芳看到林月 就笑她 昨晚吃得饱了吗 林月羞涩地撅起了嘴 然后却大大方方地道 妈 好吃的东西 吃饱有啥用 饿了还想吃呢 你这丫头 还真是少女变大嫂了 都不怕羞 林月抱着魏敏芳 只是笑 魏敏芳拍着她的手 也微笑 两人隐染如同 真的母女一般 情感和谐 越来越深厚了 杨木起了个大早 今天哪里都不打算去 这段时间很操劳 是该休息了 四处走走 和大家聊聊天 先去看了古大僧和年高 夫妻两个 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古大僧比以前硬朗许多 成熟了 去看大和尚 据说潘凤和方和都在追她 弄得她根本不敢在营地里住 基本上都是四处巡逻守夜 杨木没找到人 不知大和尚去了哪里 阿神一大早就离开了 带领三十个女兵寻找物子 这是每天都要去做的事情 食物收集是必要的 也为练兵 杨木也去看了剩下一家人 剩下看的杨木后 脸色非常差 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 啊 小姑娘 怎么了 为啥不开心啊 你 哼 我 我怎么了 你还说你和温斯嘉是真爱 我说了吗 哦 是有一些孕远 现在营地里故事啊 不都被你给传开了 你个小八婆 可你怎么和一个叫林月的女人住一起 他们说现在林月才是你的老婆 你和温斯嘉之间 就只是还没有离婚而已 根本没有夫妻之时 小姑娘觉得自己的感情被杨木云弄了 这又啥 我和向如是协议离婚 还没有去办理的关系 因为末日爆发了 和林月呢 是男女朋友关系 我和我女朋友同居 你把警察叫来 人家也不会管我吧 可是你应该跟温斯嘉在一起啊 老子小时候是暗恋她 大了以后也迷恋她的美 可她在我的面前一天天的 连点情绪都没有 我凭啥热脸贴冷屁股 还不如找些愿意跟我搞暧昧的小妞娃娃 人生在世就是要多感受这个世界 这世界里有万千的女人 老子为啥要因为一个温斯嘉 而放弃大片的红果子 不去采摘 你 流氓 杨木啤啤嘴 觉得还是不要跟剩下聊下去了 好孩子的世界观和自己完全不同 话不投机半句多 快速退走 杨木琢磨想 又去看了郑元娘 去她的帐篷 却并没有见到人 一打听才知道 正在出操 与其他一些女兵一起 杨木的心情晃荡了下 想想当年的阿雅 再想想如今的郑元娘 实在是相差甚大 联系不到一起 算了 以后就当个好姐姐相处吧 不必太刻意 那么营地里 还有谁需要去看一下的 杨木捉摸了一会儿 目光眯起 露出了一丝冷笑 是时候去看看他们了 徐玉珠 蒋晨 蒋云云母子三人 一直担惊截律 他们当初跟着杨木 从家里逃出来 后来跟随李大花 从杨木的身边逃走 这之后又周转到温斯嘉那边 最终重新回到杨木的队伍里 三个人都觉得杨木 对他们是有恶意的 所以很不安 万幸的是 他们一直没有被区别对待过 这么长时间以来 杨木甚至 都没来找过他们 让他们觉得 或许是想多了 杨木其实根本不把他们 当做一回事 蒋云云这几天训练很刻苦 所以晚上睡得就特别像 难得今天是他的休息日 他睡了个大大的懒觉 所有人都是轮换休息的 原则上 一个月能休息两天 什么也不需要干 其他时候 要么训练 要么去收集物资 全寿里 没有吃闲饭的人 末日里 没有可以随便安逸的人 就连杨木的干妈和杨玲 也要参加这些科目 蒋云云睡得舒服 被子都掀开了 半个屁股露在外面 这些被束都是装在运输车上的 其实大多数人并没有床 在地上铺了毯子 毯子上面是褥子 躺上去就成了床 这也算是比较好的条件了 蒋云云休息 他妈和他弟都有事情做的 他妈去巡逻了 他弟参加训练 杨木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就进了他家的帐篷 这种帐篷并不大 基本是三四个人共用 以家庭为单位 门上当然都是不带锁的 直接掀开就能进去 杨木皱眉看了一会儿 不得不说 蒋云云的身材真不错 看看这屁股挺的 都离开床铺了 杨木过去 坐在他的身边 伸手用力打过去 这可是真用力啊 并非暧昧那种 蒋云云痛叫一声跳了起来 伸手去摸自己的后面 生疼啊 你你你干嘛 哈哈哈哈 云云想我没 杨木 蒋云叫完之后 才发现来人是谁 他揉着后面一脸委屈 他还笑 都快被他打开花了 嘿嘿 快坐下 别动着了 这早上凉 天啊 还摆出一副 关心我的模样 你怎么来了 还不敲门 看望我的洗脚妹呗 你可不知道啊 自从你不在之后 我都没洗过脚 天大地大 还是你给我洗脚最舒服 嘿 我洗你妹啊 蒋云恨不得捏死杨木 可她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杨木 可我和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为什么要给你洗脚呢 谁说咱们没关系 就在你我都是三四岁的时候 我们曾经见过她 啊 不相信 哦 怎么可能呢 我发誓 如果说谎的话 就让我不得好死 蒋云没想到杨木 竟然发了这么多的事 她绞尽脑汁地回忆着 却根本想不起来 那一年 她的爸爸好不容易回来 抱着她出去玩 带着她去了一个小屋子 在小屋子里 她曾经看到过一个小孩 被关在地下的铁笼子里 只是那时她太小了 完全不记得 也不明白当时看到的是什么 杨木也很小 然而那段时光 曾经是杨木的痛 这么多年来 她经常会梦到 当然也就不会忘记 看到实话的女人 杨木的心是有些阴冷的 她抬起手 慢慢地刮了刮她的脸蛋 哎 想不起来我了吧 那就慢慢想吧 我给你想的时间 等你想起来的时候 就会知道 我为啥让你洗脚了 我没有一点印象 真的没骗我 当然 你自己琢磨吧 以后每天晚上准备好热水 去找阿神 要个暖水瓶 我如果回来 就先到你这里 给我洗了脚 我再走 知道了吗 可是 别可是了 就这么决定 不对了 有没有你爸爸的消息 没有啊 现在电话也不能用了 根本没信号 他想要联系我们 也联系不到的 是啊 可是他走的时候 就跟你们没有留下 任何的其他联系方式吗 嗯 爸爸据说是特工啊 其实从小到大 我很少见他的 看得出来 蒋云云并没说话 或许 他们也是受害者 那个男人有很多家庭 这是杨木从监狱里 得到的消息 可这也掩盖不了 蒋云云 是他血脉的事实 第304集 行了 就是来看看你 晚上准备洗脚水 我过来 你给我洗脚 好不 好吧 蒋云云没脾气 向杨木屈服 这就是杨木 如今拥有的权利 如果自己凶狠一点 对待温斯嘉 他是不是也会屈服呢 杨木想了下后 就摇头放弃这种想法 他不可能这样 对待温斯嘉 他可以不理会他 也可以调戏他 甚至等状态好后 可以去追求他 但却不能用强硬手段 去折磨他 或许 这就是爱与不爱的区别吧 杨木起身离开 走的时候 并没有在于蒋云云 有任何话说 蒋云云 在杨木离开的时候 心潮起伏 她刚才还关心自己呢 是真的吗 她说 他们在三四岁的时候 就见过 这不可能吧 她又要给她洗脚了吗 似乎 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一样 她不想的好不好 蒋云云心潮起伏 杨木离开后 心情也变得不好 奶那个球 看来还要调整 自己的心态 没必要看到蒋云云 就想起过往 那还怎么折腾她 让自己爽 这可是初衷 杨木决定不在营地待着了 出去找兰龙人老大 交流了会儿语言 外加感情 给她讲了一些 如今世界的东西 兰龙人老大终于知道 他们是穿越了时空 从很多年前 到了未来 阐述了这个概念 杨木整整用了两个小时 我需要好好想想 想明白 兰龙人老大非常震惊 决定开个会 研究这件事情 杨木无语 看来这些理论 对于他们来说 是不容易弄懂的 那就慢慢研究吧 反正不要上头 去找大龙龙 赴死就行 有这些兰龙人在 无论在哪里建立营地 都很安全 杨木想把这种合作 继续并且深入下去 四处忙活了一圈 也就上午十点多 杨木终于无事可做了 要不要去看温斯家 不去 就晾着他 反正自己年轻 他越来越老 杨木仰着头看天 想不明白 接下来 应该去干点啥 不对了 应该带着向如出去 谈情说爱 生活 不就是应该这么风骚吗 杨木火急火了地 跑回营地 找到向如的时候 他正在练兵 今天的科目是 四人小组的配合对战 这是一套 针对于丧尸的战法 在行径间 有人守护 有人攻击 有人辅助 有人消灭远一点的丧尸 为队伍的闪转腾挪开路 战法虽然简单 也是向如费尽心机研究出来的 需要众人配合 杨木过去二话不说 拉起向如就走 惹得一群女兵娇笑 向如怒了 按道 你把我带回来 就一直不搭理我 现在要搞什么事情 刚要发火 猛然间 目光在一群女兵的脸上扫过 啊 他们怎么一脸的羡慕 向如的心 微微一颤 是啊 在这末日的野地里 还有一个如同杨木这样的男子 来找他玩暧昧 这简直是春风拂面啊 在杨木把向如拉着离开营地后 向如叹气道 干嘛 把我想起来了 嘿嘿 一直想着呢 今天休假 你也跟着我休假 咱们出去游山玩水怎么样 春风实力 不如你 向如轻声说了几个字 并没有回答杨木的提议 什么 那个电视剧 漠视前的 没看过吗 哦 杨木看过 也想起来了 哈哈 看来 你是喜欢我来找你的对不 真是可爱的女兵王 自己好几天不搭理她 不跟自己生气 还说出这样的话 当兵的女人就是不一样 敢爱敢恨 杨木心中高兴 想着既然她都夸奖了自己 自己也应该说点啥 春风实力不如你 嘿嘿 那就来一个 秋雨落下全是你 啊 什么东西啊 向如娇笑 不远处 刚好有个妇人女兵 行罗到此处 听懂了杨木的小诗 于是笑道 手里 你可真会调戏人 这女人是谁 水若成泥 那可是春心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咯 向如也不是完全单纯 看着杨木的坏笑 一下想明白了隐身的含义 连忍不住 就红得发死了 要死了 快走快走 向如主动拉起了杨木的手 奔跑在小山坡上 发出了一点呵呵的笑声 似乎很幸福 很难去描述这种情况 一个英姿飒爽的女人 把一个健壮帅气的男人 拉得如同是放风筝 这向如如果去参加女子田径跑 估计能打破世界纪录吧 跑得真快 一双修长的腿来回摆动 看上去性感而有力量 非常与众不同 也就是杨木 若是普通男人啊 弄不好 都比他拖拽得跌倒在地了 两个人一溜烟 一直跑下小山 进入一片小树里 杨木伸手将向如抱起来转一圈 不让他继续跑 小妞 你是要带我去天涯海角吗 不 我就是把你带出那个营地 让你身边再没其他的女人 嘿嘿 杨木 别跟我说将来 就此时此刻 就今晚 你把我叫出来想干嘛 还能干点啥 野战呗 烦 也别说这事 我们之间有无法跨越的鸿沟 温斯嘉和林月都是 不过我并不在乎这些 最少到现在为止 我还对你有兴趣 就是我留下来的唯一理由 杨木 我要与你进行一场 没有结局的爱情 喂 都末日了 能不能说点开心的话 杨木很愁 谈情说爱的意义 对他而言 不是这样的 来吧 沁哥 杨木如同一个进入洞房的新郎关一样急色 就要把项如推倒 这显然并不容易 不使用蓝色武器 即使杨木力气比项如大很多 他也没办法完全征服不愿意的项如 做那种事 就在草地上滚来滚去 摔跤拥抱了十几分钟 弄得杨木大汗淋漓的 也没成功脱了象兵王的裤子 最后 杨木气呼呼地放弃 坐在地上颓废的样子 让项如哈哈大笑 怎么样 用墙不行吧 你要来追我 然后让我主动 你才能睡得到 妖精 既然我来了 我应该就会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给你 但不是现在 如果我跟你上了床 我可能就会离开了 无论是从温思佳那儿来看 还是从林月那儿来看 我都是个第三者 我不想这样的 好了好了 不说这话题了 都累死了 出了一头的汗 你饿不饿 还好 有那么一点 那我们去方潭市郊区找点吃的吧 就算是也赢了 我听说那边有很多幸存者 应该跟云英他们一样 是被聚兵送下来的 啊 真的 是啊 还有清朝人呢 哇 有趣有趣 咱们去看看 不过会不会遇到危险 危险是时刻存在的 我们就在方潭市外围 基本啊 可以将危险降低到最少 那快走吧 向如非常高兴 起身整理了下 刚才被杨牧弄乱的衣服 又见不如飞地拉着他跑 当然不能跑好几公里 山脚下 原本就有一条公路 公路上放置的是车队的车子 里面有四个轮子的 也有摩托车 杨牧骑上一辆摩托车 带着向如 离开了领地 很快就在方潭市 大概三四公里的地方 找到了一个小的聚集地 这里有那么五六十人 就只是聚集在一起 有的躺着睡觉 有的坐在地上吃东西 有的在附近游走 穿着各不相同 杨牧和向如很容易混入其中 如果这些都是来自不同年代的失踪者 他们彼此一定是非常陌生 若不是四处危机的状况 估计他们也很难融合到一起 两个人进去之后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 你是来自哪一年 他们可能已经在这边很久了 却依然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营地里并非只有时空女人 也有些现代人 这些人的头脑更加灵活 基本已经掌控了整个营地的统治 为首那人好像是叫做浩哥 杨牧和向如之前大闹一番 就在地上滚来滚去 这时衣服都是尘土 而且皱皱巴巴 看上去就跟真正的落男人一样 他们随便找了个地方坐着 听那边的几个人聊天 胡说 我大清之威严 贪比日月 怎么可能灭亡 这人穿着粗布长衫 身后留有辫子 应该是个青穿者 面相清秀 很像是电视剧里的那个五阿哥 在我们那个时代里 大清就是亡了 你看看我这头发 就是前几日 被那群革命党抓去剪了的 老佛也都跑了 不破山河岁 哀嚎遍地生啊 腐朽的封建王朝灭亡 是正常的事情 符合历史规律和走向 人民在无产阶级的战争中洗礼 已经站起来了 你们这些腐朽的人 应该通通变为历史的尘埃 粗鲁 粗鲁 你说谁是尘埃 我辫子都讲了 是新人类 新血液 我要打死你 这一下 几个人直接就打了起来 杨木 很怕见自己身上血 于是拉着项如 靠后一点 两个人相互对看 不觉玩耳 你说 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名人 这个谁知道了 而且你也别对名人 有太多期望 那些传说中的美女 并不一定真的美 那些宝学知识 弄不好 都是草包 以鹅传鹅霸们 捕人懂个屁 有那么几个会忽悠人的推手 完全可以缔造出 流传古今中外的所谓名流 粗鲁 不过很精辟 向如很会捧人 弄得杨木美滋滋的 这里打成一团 人脑成猪脑 全都和杨木向如没关系 两个人就是抱着 参观娱乐的心态来的 在墨室里 还能过得如此安逸 除了杨木的努力经营 关键也要看心态 就在这时 忽然一阵铜锣响起 之后两个拿着刀的护卫 出声高喊 云香格格道 尔等还不停止心话 哈 杨木和向如都瞪大了一眼睛 就见在两个带刀护卫的身后 四个教夫抬着一个红轿子 在轿子的边上 还跟着个有些端庄的小丫头 格格 不会吧 运气这么好 竟然还能遇到一位真正的格格 那群人正打架呢 哪里管来的是格格 还是太监或是皇帝 该打继续打 轿子里 有些冰冷的声音传出 我大清在历史中何去何从 与这些人何干 格丹 挡嘴 不见红不许听 这 一个护卫 弯腰下礼 说了个表示遵从的字 而后冲上去 对那些人全打脚底 竟打得他们都跪在了地上 格丹就站在中间 然后谁敢动 谁敢发声 就过去抽嘴巴 打得众人的嘴角都出了血 这才罢手 而此时 也没人敢动敢出声了 这一丝是个练家子 功夫了得 想要反抗的两人 一个被卸了胳膊 一个被卸了腿 手法好利索 回禀格格 才是妥了 嗯 走 去找那个浩哥 与他谈合作之事 这女声挺好听的 只不过有一股老京城的味道 有些字的发音也挺怪 与现代人并不完全相同 看那轿子要走 杨木笑道 想不想看看格格的模样 想是想 可我怕 怕啥 怕你这花心看上人家的美貌 然后就去和他搞设计 瞎说 我哪里花心了 你看营地里那么多美女 我跟谁谈情了 那倒是没有 不过凡事好看的 你哪个没占过便宜 老爷妈妈 手花花嘴花花 还能算毛病啊 只要有底线就好了 对不对 向如撅着嘴看他 杨木纠结的道 哎 你要不相信我 那咱就不看 好吧 我相信你 咱们怎么看 碰瓷啊 啊 向如不知道碰瓷 是啥意思 杨木 快笑下起身 奔跑两步 飞身撞向那轿子 这一下 力量奇大 直接就把四个轿夫 连同那轿子 给撞翻了 轿子连扯开 一个穿红衣的女人 滚落出来 妈的 谁推我 杨木起身 打扫了下身上的尘土 很懊恼地发声 向如目瞪口袋一会儿后 眼嘴轻笑 这人坏透了 还推他 第305集 哪有人被推以后 能这么大力求 如同炮弹一样 把人家的轿子撞翻了 向如集中了注意力 想要看清格格的长相 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些 清朝宫廷的老照片 那些什么妃子娘娘 一个个长得 都跟土豆她二姨一样 不但不好看 简直是普通的 有些丑了 最少清末的皇帝 是没什么福气的 后宫估计 根本没什么可信任 所谓格格 应该是皇帝 堂兄弟家的女儿 某个王爷府上的小姐 不知道 是不是也长得很一般呢 看不见 就能看到那古朴的 红色长袍 上面刺绣着牡丹 金丝银线很喜庆 也挺贵气 头饰上面有不少东西 玉柴金事 也很典雅 脸呢 贴在地上了 看不见啊 大胆 信撞了本格格的轿子 格丹 阿尔赤 抓住他 我要狠狠地惩罚他 格格的话音刚落 从那边又来了一堆人 是谁 刚打扰的格格 不知道这里是 浩哥的地盘吗 啊 格格小宝贝啊 你怎么摔倒了 快来快来 我搀扶你 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 冲上去 就要搀扶红衣的云商格格 向儒在心里琢磨着 历史上有一位 叫做云商的格格嘛 小说里倒是看过 可正史并没有记录啊 这时 男人将红衣云商格格 扶起来了 向儒看到了他的长相 嘴部由自主地微微张开 脸变得有些红晕 好一个角色 看来传言也并非都是真的 在那个年代里 竟然有这样一位美人 除了天生丽质 还能说什么呢 这确实是个好看的女人 杨木也这样觉得 而且他很有古典气质 相差一百多年 味道怎么可能 与现代女人相同 不过杨木真没多想 在他看来 女人的脸 无论多精致 其实都差不多 还不是一个鼻子两眼睛 就是看着舒服一点罢了 这女人如果给他睡一下 他愿意 其他想法没有 在向儒面前说自己 是个不花心 有底线的好男人 总不能失业 叫做葛丹阿尔赤的两个护卫 已经冲向杨木 杨木躲过他们的攻击 直接还手 把两人揍成猪头 老子没注意撞到你们的轿子 还要杀人啊 敢和我动手 打你们个生活不能自理 向儒看杨木 丝毫没有被格格的容貌所动 对他手下毫不客气 心里挺高兴 他快步走过去 到了杨木的身边 拉着他道 好了别打了 咱们走吧 这就走了 哥哥也看了 继续留下去 我怕你把他弄回营地去 去 老子营地人不少了 不需要来新人 两个人都是低声尔语 对面的浩哥 恼怒了 对着杨木叫道 妈的 在老子的地盘敢这么嚣张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杨木 歪了歪脑袋 五个咔咔作响 喂 你不是在拍电影 不是说碰到一个坏蛋 就要去干掉的 咱们快走 就先跑路 向如拉着杨木就走 杨木有些意外 还想做更多事呢 不过向如说的也对 留下来明显是一场恶战 没有任何利益的战斗 打他干嘛呢 就这样 杨木跟随向如 转身就要跑 可对方的行动快速 人还不少 二十几个彪形大汉 从四处过来 将两人包围在当中 想跑 没那么容易 打了我哥哥的人 要么留下手 要么留下腿 浩哥 这娘漂亮 终于有个小子 发现了向如灰头土脸下的美貌 好 漂亮嘛 脸上有灰没看清 那看清好 留下这娘们 难得滚 杨木皱眉 看着向如道 没办法 非要上演这么低级的 打唤难情节 你说咋办吧 那就不用你动手 我来 向如说话间 雕汉得腾身而去 杨木看着她的背影 嘖嘖赞打 自己的小妞 可一点不比格格差 这一身材 就不是一个亮起的 格格也就是脸蛋精致点 怎么比得上向如 这苦练出来的前托后翘 看女兵王打人是一种享受 兵王之王绝不是开玩笑的 二十几个大老爷们三分钟的时间被向如打残了六个 八个起不来了 剩下几人全都爬着离开的 向如真的下死手 让人重伤却又不致命 每一拳每一脚送出去都充满了力量 打完人 向如走向那浩哥 此时浩哥格格还有格格的小丫鬟正站在一起 看到向如的伸手都傻了眼 向如抬起手对着那浩哥摆动手指轻蔑地倒 浩哥是吧 来 小娘们我陪你玩玩 你要有本事的话 那就把我留下 向如根本不是一般高手 女兵王的身法 加上她此时体内配备的三级皇 干掉二十几个普通的老爷们 不但跟玩一样 还可以达到非常残暴的效果 浩哥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表弟 胳膊直接被弄折了 骨头都刺破了皮肉 血腥地让她心颤 身体发软 两条腿都在颤抖 别别别 二位 我有眼不识他善 你们走 你们走 向如很是高傲地拍了拍手 然后转身拉上杨木 杨木小鸟一人 贴在向如的身上 哇 娘子 你好棒哦 别撒娇 不适合你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杨木一听 哈哈笑出声 抬手抱住向如 在走出营地之前 大庭广众下嘴了一颗 亲在了脸颊上 身后 不同年代的人 看着这一对金童玉女 只觉得他们神奇 而不平凡 这就是所谓的当代人吗 两人走出去 差不多几百米 身后传来脚步声 开始以为是浩哥追了出来 回头一看 没想到 竟然是公主的轿子 还有他的四个轿夫 两个护卫 一个丫鬟 来追我们的吧 杨木有些木然的道 向如都展示了 那么凌厉的手段了 公主的两个护卫 也被自己做得鼻青脸肿了 他们竟然还敢来追 终于 轿子到了两人的身边 落下后 格格就直接走了出来 这位女子 你的武技非常了得 我初来乍到 对此地毫不熟悉 不知可否请你做我的护卫 我本来想要让浩哥来做 如今看来 他显然并无此能力 杨木没想到 这格格的头脑还挺灵活 知道谁才是可以依靠的人 既然他主动找来 杨木就真的不介意 把他顺手带回去了 到时候没事 让这看似高贵的格格 给自己捶捶背 柔柔筋什么的 那绝对是一种 超越自我的 心理满足享受 然而人家格格 并不是来找杨木的 刚才大杀四方 展现实力的战士 可是向儒 向儒看到杨木 一脸诸葛的模样 就知道他没想好事 于是斜着走一步 把他挡在身后 不让他看小格格 之后才笑着道 你可知道 如今自己的处境 我知道 我到了一百多年后的末日 嗯 知道这一点倒是挺好的 那我问你 你是哪一年的格格 通过云商的叙述 向儒和杨木 知道了 他算是最后一代 皇帝的侄女 他爹好像是个 侧风的王爷 并非血脉踪心 不过他们家 一直都是大大的功臣 与皇家完全穿一条裤子 历代都是如此 所以跟真正的皇亲国妻 也没啥区别 云商格格之名 并没有被流传 大概是因为这位 只有十五岁的格格 还并没有出嫁 盖寺归中 平日里 也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自然也就没了名气 就连他老爹 虽然是个王爷 但因为一直 碌碌无为 任何历史事件 都跟他没多大关系 所以历史记录者 只是偶尔在一些史书中 以路人甲的形式 记录了云商他爹 提到云商的时候 就是某某王爷的孩子 这意味着 后人能搞清楚的 是这位王爷 似乎有个孩子 然而叫什么 是男是女都没记录 杨牧师吓一跳的 没想到这小格格 才十五岁 看不出来啊 向如这一时到 你想要让我 做你的护卫 凭什么认为我愿意呢 是因为你是个小格格吗 向如说话并不客气 不 我雇佣你 哦 用什么雇佣 用我爷爷的墓地宝藏 我这里有宝藏地图 只要你们护送我 去了那个地方 就有数不清的财富 等着你们 黄金白银 玛瑙翡翠 杨牧忍不住说话 他觉得这个小格格 可能不知道末日啥意思 不承想 小格格却道 不 是原石 啊 文思佳和杨牧 全都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 这小格格竟然知道原石 就在我那个时代 爷爷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矿井 那位于北方的大森林里 当时也有很多人变成行尸 不过很快就被爷爷带兵射杀 并没有任何人知道 这些发光的石头是什么 反正很多很多 爷爷就觉得 那一定是贵重之物 所以派兵助手 将这个秘密 隐藏了三十余年 在他临死之前的七年之间 他就在那里建造了巨大的墓穴 命令后代 不可随便动其中的宝石 小格格说到此处 停顿了下 观察了下杨牧和向儒的表情 然后才面带微笑的道 可宝藏这种东西 总会让人想要沾染 我爹还是进入墓穴 拿出了一些会发光的宝石 然而却依然不敢拿出去 只是在家中把玩 我也因此从小就见过原石 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直到来到这个世界 当我看到一些人 手中拿着的原石时 我终于知道它叫什么了 据我所知 如今这世上原石乃是宝物 若是你们想要我家的宝藏 我可以给你们一部分 前提是你们要保护我 到达宝藏的位置 杨牧和向儒对望一眼 杨牧无道 地图呢 在我的后背上 操 骗谁啊 你们那个朝代也有纹身 你是个现代人吧 我爹只有我一个女儿 家中再无其他子嗣 按理说这种家族隐秘 是传男不传女的 但我爹开明 觉得传给自己的女儿也一样 以后就是把这秘密 带去婆家也无妨 所以她将地图找画师 刺在我后背上 这有什么稀奇的 古有岳将军之母 在其背上刺字 凭什么到我这里就不能刺 杨牧愣了下 觉得小姑娘说的有道理 纹身是没有的 但刺青这种东西 应该流传很多年了 那么她说的事情是真的吗 杨牧觉得也有可能 元祖生物一直就存在 在地球上一定做过很多事 留下过很多痕迹 只是他们刻意地 隐藏了踪迹 有些事一直没有被人类发现 人类从郁闷走入科学时代 也就是百年间的事情 以前都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既然如此 那带上这小姑娘也无妨 反正自己是要去北方的 若是真有一个原始宝藏 就去把它找来 弄不好就能小发一笔 杨牧对向儒点了点头 向儒犹豫了一会儿 才也点头道 好吧 那我就带你一起走 我们也是要去北方的 杨牧看小格格很高兴的模样 插口道 不过前提可说明白 要跟着我们走 就要遵守我们的规矩 别摆出小格格的臭架子 要是给老子弄不高兴了 老子把你吊起来打 杨牧摆出一副凶狠的模样 小格格也算是一神人 竟然也对着杨牧 做了个鬼脸 然后钻入了胶子里 向儒苦苦一笑 对杨牧有些不满的道 还是弄了回去 这小丫头骗子 老子都懒得看他一眼 回去 你检查下 看看他户背上 是不是真的有地图 如果有 就带着他 没有 把他加上他的人 一起扔出领地去 杨牧满不在乎的样子 向儒也只能摇头 觉得此行出来 还是有些失误的 稀里糊涂的 又让杨牧弄回来 个绝色的小美人 这营地里明明 这么多女人了 为什么没有感觉 一点阴盛阳衰呢 第306集 其实答案很简单 还不是有杨牧这家伙 太阳刚的意思 等同于太流氓 拟压了所有的阴气 让营地 在那么多女人的情况下 竟还是阴阳平衡 也是够诡异 杨牧带回来个小格格 这可是让人足够激动了 很多女人围上去 对着她问各种问题 还伸手摸她的头发和衣服 云商的小丫鬟叫长儿 今年才12岁 维护自己主子的模样 很是楚楚动人 杨牧周眉看了会儿 觉得那时候的小孩 可能是比末日前早熟 看这小姑娘 说起话来 如同小大人一般 主子来自百年以前 我知道你们看着新鲜 可也要守着 圣人的礼仪和规矩 我们是皇亲贵企 有自己的体面 你们别动手动脚的 这成何体统 杨牧听了茶的话 忍不住想笑 看看这一对小主仆啊 倒也挺可怜的 还是孩子呢 于是 让向如过去驱散大家 给他们安排住处 并检查地图 向如安排好后 回来告诉杨牧 后背上确实有地图 不是很清晰 标注了一些地名 有那么两三个 大概听说过 按照这个地图来看 应该是北方的某座大山 具体的 还要按照地名 去当地人那里打探 知道真有地图 杨牧很满意 至于真假 那就到了北方再说吧 本来说是出去找吃的 如今只是找了个小格格 干脆也不离开领地了 就在营地外面 抓了山鸡野兔 带着向如烤肉吃 热乎了一下午 期间亲亲密密 当然不少 可向如守住了底线 而杨牧守住了 没有任何诺言 就是不清不楚地 在一起暧昧 向如也不是神仙圣母 也是吃人间烟火的 无论怎样 她其实还挺喜欢 做这个第三者 和杨牧恩恩爱爱 没羞没臊的 不想那么多 也就没那么心烦了 黄昏时候 两人分的手 向如去给杨玲 送中午剩下的烤肉串 杨牧觉得挺安逸 向如把杨玲照顾得挺好 林月把魏敏芳照顾得不错 等以后找到亲妈 那当然是亲老婆 温斯嘉去照顾 终于觉得自己认个干妈 没啥错 以后老婆多了 总要为亲妈 分担下婆媳压力吧 每个老婆孝顺一个婆婆 大家不争不抢 断意 杨牧忽然有了个目标 在暮日里 决定找那么七个老婆 以徐旭为小宝 别说如今法度崩塌 就算还有约束 法律上不允许 大不了 一七六偷呗 只要把女人们搞定了 谁还会来管自己家的闲事不成 杨牧美滋滋的 并没去看杨领 逛荡一圈 去找了蒋云云 房间里 蒋云云母子三人都在 薛玉珠 蒋陈 看到杨牧 脸色大扁 薛玉珠在呆愣几秒后 急忙微笑 对杨牧 恭恭敬敬地道 首领 有点不方便 一会儿我叫人给云云 重新弄个小的帐篷 就住在我睡的帐篷外面吧 这样方便我照顾她 蒋云云听的气愤 还不是方便我伺候你 不过如果是在妈妈和弟弟面前 去给人洗脚 蒋云云也不太愿意 搬出去住倒也挺好 杨牧说干就干 立刻找人去给蒋云云弄帐篷 弄了个很小很小的 就放在杨牧的帐篷边 还给蒋云云配备了小水壶 小火炉 小砂锅等等 杨牧在有意识地培养蒋云云 成为自己的用人 当年你爸让我受了这么大伤害 如今就只是使唤使唤你 也算是人之意境了 杨牧认为 自己做得一点也不过分 那小炉就是一个直径三十五 高度四十左右的铁炉子 里面可以放木炭或者柴火 在上面放了锅 那就是个炉灶 从今天起 你就给老子做小灶 天天吃大锅饭吃腻了 啊 可我不会做 不会做去学 女人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 才能成为合格的家庭主妇 你现在可能觉得学做饭很难 等你学会了 就该感激我了 不会做饭 那叫什么女人 杨牧这句打击蒋云的话 在入业之后 不知怎逼 竟然在营地里传开 于是 百分之九十的女人 全纠结了 她们都不会做饭 以前在家里都是家长 或者老工作 职业女性 基本都是外面吃 难道就都不算是女人了 然而杨牧这个首领 在他们的心中 还是很有地位的 于是 就这天晚上 营地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学做饭运动 温斯嘉听到这个消息后 对杨牧嗤之以鼻 没想到这个坠序 还是个大男子主义 隐藏的真生啊 看也看不出来 虽然心里是这样想的 但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温斯嘉鬼使神差的 竟在人生里第一次尝试了煮鸡蛋 她就用酒精灯啊 然后把鸡蛋放在玻璃杯里 煮了三十七分钟 鸡蛋皮都煮飞了 当她有些兴奋地把鸡蛋捞出来 看了火后 眉头立刻皱起来 家里厨娘煮的鸡蛋都是圆圆滚滚的 怎么自己煮的鸡蛋 好像个外形的怪物 四处都是多肉 上面还有泡沫呢 看着好恶心 找人过来询问 婆子笑着道 鸡蛋都是四处收集来的 很多都裂了 小姐又煮的时间很长 当然就会这样子 哦 原来是这样 而且这鸡蛋吃不得 末日都爆发多久了 都变质了 可我看他们 有的还吃炒鸡蛋呢 哈哈 臭鸡蛋炒辣椒 可以减轻鸡蛋变质的味道 而且有些人 还喜欢这种口味 年轻那会儿 我去过北方 就见过这种吃法 吃了之后 也并不会怎样 可您是精知欲业 还是不要吃得好 温斯嘉叹了口气 点点头 这可是自己第一次下厨呢 有些可惜了 杨木并不知道 温斯嘉那边发生的事情 蒋云月 费了很大心思 给杨木煮了面条 然后用黄豆酱 打了卤子 打卤面 送到杨木的面前 杨木还点了点头 看着倒还行 吃了一口 杨木直接吐出来 操 买盐的被你打死了 这也太咸了吧 啊 我就放了三勺盐 卤子 妈妈说要弄得咸一点 你妈不知道 大酱本身就是咸的 我 我没跟妈妈说 我要放大酱 只是说要做面条卤子 那你为啥要放大酱 我做的是炸酱面 当然要放酱了 那你为啥要放盐 我做的是卤子 当然要放盐啊 看着云月 可怜兮兮的模样 杨木翻了白眼 这你妈的 到底是在折磨她 还是折磨自己哦 哎 看来小女仆的计划 是任重而道远的 急不得 将面条过了一遍水 然后重新放了一点点卤子 搅拌之后 咸淡终于差不多了 抬起头 看云月正在抹眼泪 杨木没好气得到 哭啥哭 你还委屈了 我第一次做东西 很用心的 你还说我 老子说你还有错了 去 弄水洗脚去 云月起身 抹着眼泪出去 看得出来 她确实 觉得挺委屈的 杨木 劈劈劈嘴 才不在乎 这面条 放少了卤子后 其实味道还行 杨木吃了一大碗 就又让 圆圆 给她去盛 圆圆 刚把洗脚水 端进来 又要去弄面条 弄回来 还要蹲下 给杨木 洗脚按摩 忙得没时间 哭鼻子了 杨木看到 圆圆一副 受气小媳妇的样 心里美滋滋的 神清气爽 只觉得这几年的生活 总结下来 还是此刻最逍遥啊 当晚 杨木云本还想着 要继续折磨云云的 徐一言却在前方返回 带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老大 就在距离我们四十公里外 放弹室的西边 聚集了差不多一万多人 徐一言说话气喘吁吁的 额头上都是汗呢 他下车后是跑来找杨木的 哦 聚集地 不 是一只杂盘军 哈 一万人的杂盘军 什么来路 不是政府的吗 不是政府组织 什么人都有 他们把自己装备起来 目的啊 跟咱们是一样的 呵呵 他们也看上了大耳朵龙的宝藏 是的 他们就是在打这个主意 如今大耳朵龙宝藏的位置 我基本已经能锁定 在城市的丧尸密集区中心处 可是大耳朵龙显然并没有把原石堆积在楼顶 那边是一片商业街区 有很大的地下网络 我猜想原石可能是被放在地下了 杨木尴尬地笑笑 看来上次自己偷走了所有原石 让大耳朵龙已有所警觉 所以这次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放着 并且知道 利用丧尸集群作为掩护 藏在了丧尸群里 也就是说 这次再想偷绝对不容易 那边 我是说杂牌军 他们要怎么做 他们还在征集人手 打着旧式的幌子 号称为政府打工 一方面申请获得了很多正规武器 另一方面也在大量集结人员 难道政府不怕他们做大 这时候还怕什么啊 大师朝让几十万士兵死于非命 如今正规军明显不够用 有民间队伍运一起来反抗消灭丧尸 真是好事啊 原来是这样 所以如今啊 他们真的是组建成军了 被命名为第一民军 号称要把方潭式的丧尸和大耳朵龙 全部干掉 政府也承诺 如果他们真的能拿到大耳朵龙的宝藏 只需要上交十分之三的原始就好 算是那些武器支援的费用 杨牧听得微微点头 既然拖不成 那正面对战不是不行 自己是否有浑水摸鱼的机会呢 去与丧尸对战 绝对危险 可为了原始宝藏 或许值得 只要能够进入宝藏当中 其他人根本抢不过杨牧 杨牧可以精通一般地吸收原始 最少原始宝藏中三分之二 都能落入口袋 绝对值得去看看 想到就做 杨牧立刻召开了大会 当所有管理层聚集一堂 杨牧一脸正色的道 我原本不打算再离开权兽队伍 末日里离开 可能就是永别 可现在必须要离开了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杨牧把集中道的情报和想法公布 阿神一听 当即就要跟随杨牧一起 杨牧当然白手拒绝 谁也不待 杨牧的故事你们也都听说了 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家 即使以前在我老婆家里 那也缺少了一些家的感觉 文思家是管理层 当然在场 听杨牧如此说 脸色微微红了下 并不去看说话的人 目光随意撩拨着四周 好似心不在焉 似乎杨牧口中的老婆并非刺激 杨牧从未这样真挚地说过话 其实你们和我 大多都一点关系没有 我也根本没想过 要把你们聚集在一起 在末日里共同生存 我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就在一起了 而在一起之后 我的感觉不错 我已全受这两个字为家 从此 你们也就成了我的家人 下方一片鼓掌声 文思家撇嘴 按道这孩子 可真会收买人心 这话无论怎样听 都是拉人的 人家并不是与这群陌生人 有了什么情感 他绑定了一个集体 而这个集体 作为纽带 连接了每一个人 如果操作得好 那以后全手 就是铁打的硬盘 只要这两个字 延续下去 这里每个人 或许都会把这里当家 那样的话 大家可不就是家人吗 既然是家人了 老子去冒险 怎么能让你们跟着去 到时候拖我后腿 就会害了老子 所以你们要做的就是 把全手给我看护好了 全手不能出事 全手必须长存 只有这样 老子才能顺心顺意的 在外面做事 杨木忽然哈哈傻笑一阵 继续道 哈哈 打个比方吧 全手是家 老子是野蛮 你们全部所有人加在一起 就是老子的婆娘 在家里给我热被窝 暖炕头 老子在外面忙活 才能任劳任怨 明白了没 大家听得都哈哈笑 觉得杨木这个比喻很有趣 温斯嘉忍不住 众美点头 不管杨木有几分珍惜 这几句话 说得确实挺好 富有激情 看上去很爽 切 一个嘴上眉毛的小子 竟然假装是满汉 一口一个老子 他才多大 用把自己搞成这么粗的形象吗 哦 也不对 第三百零七集 他本来就是粗的 总会忽略忘记这件事情 只因这男人太过年轻帅气 看着就像有文化的小鲜肉 掩盖了骨子里的浪荡江湖气 杨木大刀阔斧地安排了营地之后的事情 温斯嘉代替杨木的位置 暂时成为首领 这也是温斯嘉以后全授的身份 其实就是副首领 向儒为军事指挥 潘凤是人事指挥 所谓人事指挥就是称呼 潘凤起到的作用 算温斯嘉的秘书 大小事情他去搞定 如果有什么搞不定的事 温斯嘉在出马 这是杨木对温斯嘉能力的认可 知道他是有大局观的人才 温斯嘉没想到 杨木在大庭广众下 给他任命了职务 有些不知所措 他竟然沦落到 要给杨木打工卖命了 好气啊 不等温斯嘉拒绝 会议结束 不等温斯嘉推辞 杨木也离开领地 连夜赶往那所谓的杂牌军聚集地 温斯嘉懊恼地回到了帐篷里 躺在床上 撅着嘴不说话 那边 丝果正对着镜子贴面膜 要不要贴 很珍贵的 保质期还八个月 等到八个月后 我们很可能找不到这种东西了 你皮肤已经很好 干嘛还要贴 说什么呢 女人无论怎样都要保养的 我现在年轻有资本 可等到了三十岁 四十岁呢 三十岁 温斯嘉已经二十四了 这也算是大龄圣女了 温斯果见没有生意 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笑道 我刚才出去方便 听说二姐夫又走了 别瞎叫 二姐 是时候面对自己的感情了 我面对什么感情 你觉得我和杨木有感情 一定是有的 虽然以前我们都挺看不上杨木的 那其实不是对他个人有偏见 只是我们认为自己的条件太好 他不过是个小角色 然而其实我们 我是说我 妈妈 大姐 不包括小弟 我们三哥一直心里都明白 这个小角色很顺你心思 啊 难道不是 如果他不是顺了你的心思 你会维持这段婚姻两年 温斯嘉 强大如你 聪明如你 智慧如你 现在二十四了 你就不想找个男朋友 就算你嘴里心里都不想 身体也一定会想啊 看你都熟成什么样了 温斯嘉气得坐起来 瞪着自己的妹妹 温斯果根本没去看温斯嘉了 继续拿着镜子 给自己贴了面膜的脸部按摩 然后说着 所以 你一定需要个男人 可你却让这段婚姻维持下来 即使这一年 你已经可以完全抛开婚姻 你还是对那些 想要追求你的男人笑眯眯地说 不好意思 我是已婚女人 请远离我 哼 这说明 你对已婚状态很满意 或许这种满意 也不是对于杨木 就单单对你和杨木的这段婚姻 温斯嘉 在事业上你所向披靡 可家庭这一块 是你的短板 你一直就渴望有一段 如同你现在这样的婚姻 只是一直以来杨木 差强人意 让你有满意的地方 也有更多不满 所以你维持了婚姻 却几乎不去与杨木交流 这是我对你心态的分析与总结 你个小屁孩懂什么 温斯嘉有点诈 温斯果说得太吓人了 自己是这样的吗 不会吧 温斯嘉是不愿意承认的 可如果不承认 他回答不了那个问题 为什么他要维持了这两年的婚姻呢 早就可以结束的 想不透彻 温斯嘉注定今晚要失眠了 而睡到半夜醒来的温斯果 发现他还在翻来覆去没睡 就傻呵呵地笑道 小贱人 想二姐夫想得睡不着觉吧 温斯嘉被狠阿德斯果气得 头皮发麻 抬起脚 将他踹着屁股下了床 杨木当然不知道 温斯嘉身上发生的一切 他在深夜之时 已进入了杂牌军营地 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犹如那星际联盟的 科幻战场营地 杨木可以确信 身边所有的人都是人类 然而这些人类 在释放了完全的个性后 已经发育成不同种的存在 末日爆发没几个月 人类就已经这样 若是十年 那会如何 杨木难以想象 管理上松散到了极致 这是方潭室外一小村 到处哪里都是人 一个小团伙又一个小团伙 实力强悍一点的 占据了一些房屋 实力弱的和散兵啊 就堆散在街道上 随便找个地方 躺下就睡 杨木甚至看到很多人 就在大庭广众下 在做着男女之事 毫不羞扫 不顾及附近一群人 瞪着大眼睛观望 当人脱去了文明的外衣 真的就不过是禽兽之流罢了 杨木到底不是自己来的 身边跟着两个人 一个是要做他影的雪碟 另一个是大和尚花痴 花痴之所以会跟来 是杨木离开营地后 在外面遇到的 他想要避开潘风与方河 因此出来 杨木笑话他道 都还俗了 吵个女人又何妨 大和尚道 欣喜扶门 虽还俗 戒律不敢忘 杨木就只是微笑 发现雪碟正目不转睛地 偷看大和尚 眉眼间闪烁着光芒 好嘛 大和尚果然是有桃花节的 避开了两个女人 身边却有了一个最乱的 雪碟在男女关系方面的 开放程度 杨木可是亲眼所见 如今看来 他对大和尚产生了兴趣 那么大和尚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一路并五华 到了杂牌军营地 他们就直接进来了 不但没人管 过了一会儿 竟还有人来发装备 又来了一批武器 五人一组到我这来领 会开枪的优先 我们准备在后天 一早八点 向城内进发 目标是干掉外围丧尸 消灭大耳朵龙 然后获得大耳朵龙堆积的宝藏 情报目前很可靠 大都龙们搜集了全城的原石 堆积在一起 数量弄不好破百万 只要我们拿到 那在这个末日中 就是最富有的人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后天八点 全部推进 武器发给你们了 就要战斗 谁不战斗 我就直接弄死他 你们要是害怕 现在就给我滚蛋 说话的男人 三十岁 拿着大喇叭 站在大卡车上 这样的大卡车 一共有八台 装的全是武器 杨木找人随便打听了下 就知道此人叫袁巴 他的老大 是龙头 说起这个龙头 在汉宁民间 有一些传说 东关市场 是汉宁的小商品市场 据说龙头在那一带 收保护费 是黑白两道通吃的任务 很有背景 没人敢碰 没想到如今 他混得更加风生水起了 已经敢带人去干丧尸 杨木自诩都不敢那么拖打 并没上前去领枪 带着两人找了地方 靠墙壁坐 杨木的嘴角 露出了一点微笑 他能感受到四周 混乱的原始预警 可见在这些人里 是有不少原始持有者的 看来杂牌军 也并不是没有战斗力 或许很多人 与自己一样 都是在墨市微城里 走过一圈的人 小牛出来 我要睡你 一个飙行大汉忽然走过来 扛着枪指着雪碟说话 语气嚣张 杨木吓了一跳 没想到刚来就惹了麻烦 果然红颜祸水 雪碟是混血儿 好看之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味道 又在男人方面精力丰富 走到哪里都是油物 只是这种油物 不符合东方男人的审美要素 太烂了 杨木都无法想象 他到底睡过多少的男人 主人 杀吗 雪碟轻声开口问 自己的事 自己解决吧 雪碟黑黑一笑 眼头起身 竟跟着那男人离开 三十分钟后 雪碟返回 看上去满面春光的模样 杨木忍不住好奇问 怎么处理的 睡了 然后杀了 腻麻 杨木看雪碟笑咪咪地过来 坐自己身边 急忙伤开 那个 我先去尿一下 你们就在这待着吧 别乱走啊 这么乱免得找不到 杨木肺一样逃走了 于是雪碟笑咪咪地 坐到了大和尚的身边 大和尚原本盘腿 坐得好好的 忽然闻到了女人香气 身体也是一嘚瑟 阿弥陀佛 贫僧也去方便一下 去哪里啊 老大说了不让我们乱走 大老爷们对着强尿呗 腻麻 大和尚身体抖了那么两抖 有些口吃得到 那贫僧 贫僧还是憋着吧 雪碟伸手摸了摸大和尚 已经长出来一点的头发 哈哈笑着道 你是很可爱 我叫雪碟 咱们都是杨木的左膀右臂呢 我知道你叫花痴 这名字我喜欢 阿弥陀佛 你可真壮实 跟欧美男人一样 是我喜欢的款 碰过女人吗 贫僧还是去方便下巴 好啊 我陪你 扶着你 我是说 扶着你去尿 看你刚才脸色一白 是不是想多了 女施主 平僧不去了 花痴正儿八经的女人 都没碰到过几个 哪里能受得了雪碟这样的 只觉得她是红粉窟窿 恨不得立刻如同杨木一般 豪指摇摇 身心都是毛骨悚然的 想逃又不敢逃的大和尚 只能坐在那里 盘腿打坐 手动佛珠 念诵经文 杨木距离很远 看着两人 黑黑一笑 善人还需恶人魔 大和尚 终究是躲不过 这沉原琐事的 什么时候被谁拿下 估计也只是时间问题 转身开始四处游走 发现那边几个男人 正在围着个女人欺负 那女人又叫又哭 却没有人上去帮忙 四周有很多人 男男女女 他们守着各自的地盘位置 冷漠地感受着周围的一切 杨木舟没从那边走过 也没去管闲事 管不过来的 她不是圣人 没成为恶魔就不错了 也就走了二十几米 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吸引了杨木的注意力 不远处的胡同里 有那么十几个人 手中都拿着枪 这时也就夜里的不到十点 月光明媚 视线清晰 就见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 正被一个男人抱着转圈 这笑声就是女人发出的 杨木驻足向里面看 吸引了边上两个男人的注意力 他们很谨慎地端起了枪 对着杨木 其中一人道 看什么 离开 这是人类的悲哀 再无信任可言 杨木的目光 依然落在那女人的身上 到底是有了什么喜事 那么高兴 笑得那么开怀 停顿几秒钟 杨木也就走了 她不想找麻烦 大多龙宝藏才是她的目标 没有更多好看的 所有的地方都是乌烟瘴气的 杨木回到了之前的位置 坐在地上靠墙休息 一直到了午夜两点多 营地终于算是安静了许多 有些人低声说话 有很多人还在抽烟 但大多数人都睡着了 杨木最后也入睡 一大早就被沸沸扬扬的人声吵醒 圆巴又给大家送来了吃的 还是拿着大喇叭喊话 告诉大家今天准备一天 明天就要去工程 我们得到了一批坦克 还有专业的操作人员 这批坦克 是我们向前推进的屏障 记住 你们的后面 左面 侧面 都将架设起重型的机关枪 既然参加了这次行动 那就给我舍生忘死 只有不惧怕死的人 才有权力活下来 获得最终的宝藏 如果有人 想要在打仗的时候做逃兵 都将被我们自己人的子弹打死 你们听懂了吗 要是不想参加 不想获得原始 那么现在就给我离开 交出我们的武器和食物 现在就给我滚 原八的声音红亮 这也算是战前动员 杨木忽然意识到 其实这边管理的 也并不是松散 在四周确实布置了 很多机关枪 原则上是进来可以 想要出去就难了 第308集 杨木也发现了 在营地中间 搭着的一个台子 那里有人在反复讲解演示 红黄蓝三色石的妙容 大家都叹为观止了 上面穿着暴露的女人 带着蓝色系一级石 微笑着 我们是在经历末日 可是末日 也给我们带来了未来在眼前 这些原石就是未来 石科原石合成一级 石科一级合成二级 不论在哪个聚集地 原石都可以换来财富 地位 名誉与荣耀 而且大家也都看到了 原石不单单是货币 也是很厉害的武器 有了它们 人类才能自保 才能在末日世界里生存下去 这也算是战前动员 演讲者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理解 富贵险中求 原石真有这么好吗 下面一个小伙子问 当然是真的好 看到了吗 只是这一小块碎片 如果你有 我以及我身后的 这八个漂亮的美女 你随便睡 这一小块 就比过去的一万块 还要值钱 他所说的是原石碎片 并不是一级石 下边的人们都挺兴奋的 杨莫听了也是高兴 要是这么说 自己拥有的原石 是不是能把这边营地的 所有女人 全都睡个遍 黑黑傻笑了一会儿 杨莫就离开了 其实也没啥意思 都是派人送死的手段罢了 这个营地的领头人 就是那个背后的龙头 他一定是走在最后的 而走在前边的人 多半都是炮灰 怎么可能是丧失的对手 在营地里 又闲逛了一天 就这样到了第二天一大早 杨莫这才知道 他们在等什么 大概六百人的正规军 进入了杂牌军阵 那叫做龙头的老大 出名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胖男人 他先讲话鼓舞了士气 然后请军方负责人发言 军方负责人讲了作战目的 就是要抢毒原石 然后也是说了很多鼓舞的话 杨木暗自点头 既然获得了军方支持 军方当然不会 只是给一些弹药 按照军方负责人的说法 坦克开在最前边 然后六百战士随后 其他人全都跟着 军人们通风陷阵 那就是给了后面的人 无限多的勇气 杂牌军有了指挥与领导 战斗力会提升很多 只是 我们这些人过来的时候 都明白自己的使命 这次作战下来 怕是这些人都活不了 然而没办法 时代让我们只能如此 记着 此次只能向前冲 不能后退 你们的装备非常精良 无亚于正规军 如果当了逃兵 那么最后就只能是死 希望大家奋勇向前 为人类生存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杨牧随着大众抬手鼓掌 心里真的很佩服 他说的没错啊 冲在前面的人 能够活下来的几率太低 接下来 一群赤不上身的大汉 敲了战鼓 而后又在中间平台上舞师 搞了半天 终于到八点 全队开进 向着方谈似的方向前进 坦克并不是只开在前方 大队的两边也有 上面布置了好多机关枪 瞄准的是整个大队 他们就是监军 如果有临阵脱逃者 估计绝对会被打死吧 这是一场很严肃的战争 从小村到城郊 也就十里路 一些丧尸出现 那些正规军训练有素 开始射起 很快 数目过千的丧尸被清除 而这边的队伍 没有损耗一人 大家知道首战告捷 全都欢欣鼓舞 不过人们都不说话 知道真正的苦战 还在后面 一万多人的大队 蜿蜒了千米长度 一共差不多有二十几列 其实并不整齐 杨木就在队伍的中心部位 再一次看到了 昨晚见到的女人 就是被她男人抱着转圈 笑得很开怀的那个 大嫂 要不你就别去了 刚怀的孩子不容易呀 结婚五年多的意外之喜 行了 已经来了这儿 哪有退缩的 我们要多多地抢到原石 然后去找个安全的地方生活 这也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儿 杨木听到了他们那边这样的对话 明白了昨晚女人为啥笑得那么开怀 原来是怀孕了 杨木觉得挺好的 人类还在传承延续 即使周遭的环境如此艰难 终于 前方出来个大家伙 巨人丧尸 是巨人丧尸 快点激活激活他 打头部 打头部 前方传出这样的声音 这是拿着大喇叭喊的 所以杨木距离几百米 还是隐约能够听到 枪炮声猛然更加热 前方部队已停止了推进 后面的队伍里 有林路官叫喊着 不要改变你们的方向 也不要停下前进的步伐 一直走 一直走 谁要是当了逃兵 我直接崩了他 气氛在他的喊叫声中 变得更加紧张 就算是杨木都觉得 自己的手在颤抖了 放眼望去 一只身高超过十米的巨人 正冲入队伍 他一边急跑 一边嘶吼 简直是让人惊恐 看到一群散兵游泳 被吓得四处乱跑 杨木知道队伍要乱了 自己没有伴出吃老虎的机会 必须勇猛如虎 直接把巨人干掉 跟着我别走散了 杨木话音落下 人以腾空而起 脚踏红光步步生连 从后面直接到了前方 上了巨人的肩膀 哈 那是谁 天啊 这人会轻功 异能者 他是异能者 变异人 人们胡乱喊着 其实有人说出了正确的答案 只是声音过小 没有被听到 利用红色分身大型 这人的原始控制力 坦承极品 而杨木的动作太快 大多人只是看到他的背影 他就已经到了巨人的肩上 天鬼在手 对着他的脖梗 就是三刀 太大 皮又厚 三刀只将皮肤砍出了个缺口 不过 这已达成目的 下一刻 荧光闪烁 光圈高速旋转着飞出 从那缺口处 直接切进去 这一下 里面的筋肉组织 无法抵抗旋转光圈的切割 一颗大头 硬生生被切下来 巨人奔跑几步轻老 巨大的身躯 压到了 好大一片人 杨木 跟随陆霞 在巨人的后背上站立 也不知道怎么地 就热血沸腾了 杀 他如同一个临微不惧的大将军 举着天轨就向前冲 非常快速地冲到了 与坦克并驾齐驱的位置 跳上去 拿过内艇架射的机关枪 之前的射手 可能在巨人攻进来的时候挂了 杨木刚好捡到这把枪 也不用瞄准 对着前方冲上来的一股丧尸 就开始扫射 这并非平原作战 一进城 就在公路上 四周 有房子 和小巷 丧尸并不太密集的情况下 杨木的子弹 其实没杀死几只 不过这枪声 足够鼓舞士气 大家全都对着丧尸开火 然后 向前冲 进城后 纵队 开始变横队 没办法 丧尸是散步在城里的 队伍只能也散步开来 这些杂牌军聚集有几天了 一直就在练习射击打枪 如今实战表现还不错 而队伍中的原始战斗者 也并不止杨木一人 都开始或多或少的帮上忙了 问题在于 队伍变成横向推进后 有些地方出现了危机 一个人被冲上来的丧尸咬到 就会感染一片 如果不能尽快解决 杂牌军将会变成父辈受敌 幸好是杂牌 很多人彼此都不认识 杀起自己人来 那真是毫不留情 有人变成丧尸 立刻好多子弹 就会射向他 又因为这样 自相残杀的混乱升级 让杂牌军变得溃不成军 阳木并不知道这些 他知道的 就是要冲入大耳朵笼的聚集地 进入宝藏藏匿的地方 那就发财了 深入的港站展开后 坎克根本就没了用处 人们想要推动 就只能冲锋 所有的正规军 全都围绕在了杨牧的身边 他们觉得杨牧很厉害 现在看来 必须要有一把尖刀 刺入丧尸群的心脏 才有可能实现目标 所以管不了那么多 暴城团跟随杨牧向前冲 正规军的方向上 身后跟着的人当然最多 就这样长驱直入了 在横向队伍 并没有走出太远的时候 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推进了二百多米 非常的壮快 人类和丧尸冲到了一起 之后人类队伍 如同一颗钉子一样的 向前冲刺 一边冲 丧尸一边被杀 人类也一边死去 而这边的攻击 实在是太突出 后续的队伍 并不知道前方是变成了钉子 只发现这里似乎打得很勇猛 于是认为 跟在后面 或许不会遇到危险 钉子越是刺入的身 后续的进入就越多 终于横向的队伍收索 又成为纵向 然后刺入丧尸的群体中 毫无顾忌地一直向前 这一时 杨木距离队伍 最后面一个人的距离 已经有差不多一公里还要多 在他的身边 原本根治的六百士兵 死伤后 剩下的已没有几个人 准确来说 没有伤 伤就是死 要对就是尸骨无存 虽然这些人死光了 后续的人又跟了上来 继续跟着杨木狂奔 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 前边的人是把他们带入了死路 根本无法回头 也无法转弯 不向前冲 不跟着大流 那就会立刻死 边缘的人们在拼搏厮杀 他们大多已经被咬了 和丧尸堆积在一起 怎么可能不被咬 不过他们没有马上变成丧尸 听了 杀 开枪啊 他们机械地反抗着 是这些人保护了里面的人 没有被马上干掉 而这些 这并不是人的英雄主义 他们是吓死了 怕晕了 无从选择 只能去杀 不然丧尸会把这些人活吃了 这一切根本不能怪杨木 毕竟行动目标就是要冲入 大耳朵龙的巢穴 要怪只能怪人类 低估了丧尸 人们想得挺好 每人几百颗子弹 扫射出去 就算一个人只能打死十只 那么一万人 就是打死十万只 这差不多就能将城市一侧的丧尸 清理干净吧 丧尸根本不给人类这个时间 就算杨木不带着向前冲 他们也会很快跟人类交融在一起 终于 杨木的身边又死了好多人 而前方 无数丧尸涌来 城市主干道上 全是疯狂奔跑的丧尸 在他们的背后 似乎还跟着大耳朵龙 杨木看到那汹涌而来的气势 心中有了一些恐惧 亡了 这次冲不过去 丧尸太密集 而且数量太多 跑得太快 他们比自己这边的队伍撞击力更强 如果撞过去 那就是必死无疑 会无可退 只能转弯 这边距离大耳朵龙的基地 还有多远 还有多远 应该不远了 已经看到大耳朵龙的踪迹 为什么不用飞艇运在进宫呢 杨木之前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觉得这些人应该有所计划 一定是从陆地冲锋更好一些 可现在看来 陆地冲锋根本就很糟糕 那到底为什么不用飞艇运兵到大耳朵龙基地 这些想法也只是一闪而过 哪有心思多想 见边上有一栋大厦 杨木直接跑过去 破门而入 他不要去撞击前面的丧尸 还不想就这样挂来 杨木进大楼后 后边呼啦啦 所有人也向楼里面冲刺 短短几分钟 两千多人就进了楼 而剩下的人 全都被涌上来的丧尸吞噬 此间 他们打光了身上的子弹 拉响了所有的手雷 有些根本没有扔出去 直接炸了自己 这看上去也很悲壮 只是他没什么内涵 不同于抗战年代 人们并不是为了保卫国家 保卫人民而赴死 只是在庞大利益的驱使下 最终无辜死亡 而这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 丧尸围堵了大厦 巷里涌入 众多的丧尸在外围向上堆积 大耳朵龙也成疲出现 他们与丧尸混杂在一起 暴露出他们的兽性 疯狂地冲上大楼 终于 人类被吓不过党了 再也无心去思考原始 就在大厦里哭泣哀号 有些人 已经放弃了任何抵抗的想法 可其他人还没放弃 他们踩踏着那些胆小懦弱者 拼命地爬着楼梯向上补仓 第三百零九集 王玉书 一个普普通通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 他只是不想跑来 在楼梯拐角处蹲下来哭泣 后续的人将他撞到 一个人一脚踩他在他的肋骨上 只是这一下没事 可后续好多人一脚一脚地踩下来 不要踩我 这里有人 你们别拥挤 我的肋骨断了 疼 别踩了 疼 渐渐地 他从哀号 转为轻乎 最后是无声 没有人知道 这个人在这栋大楼里 活活被踩死 末世里 人似乎变成了蝼蚁 而如同这样的蝼蚁 还有很多很多 杨木这时 到了大楼的最顶端 身边跟着大和尚和雪蝶 两人的脸色都有些惨白 这样的战斗 谁也没经历过 杨木就站在大楼的最边上 看着前方 这里 已能看到大耳朵龙的领地 差不多也就两三公里 密密麻麻地堆积着大耳朵龙 这时 后面所有人 也都跟了上来 他们无路可走 只能从下面向上逃 而楼下 正被汹涌而来的丧尸吞噬 这中间并不是没有反抗 有些人想要把丧尸拦在下面 就在楼梯口搭建临时的狙击点 然而根本没用 丧尸不畏惧死亡 前边的挂了 后边的还冲上来 身体不被打穿到机能消失 根本不会倒下 人们开始还边打边退 后面就又全都只是逃跑了 最终只有八百多人爬上了顶楼的天台 而一栋大厦里堆满了丧尸 正在从唯一的口子向上冲 有人一边喊一边行动 这时必须所有人都放弃胆谢 满心勇气 可就算把口子好不容易堵死 危机却没结束 大耳朵龙已经到达 他们的智慧让他们拥有面对这种局面的办法 就踩踏着丧尸一直到顶楼 从嘴巴吐出三席红 将楼梯口的堵塞冲开 让丧尸冲进来 并冲上了楼顶 杨木站在角落里回头看 究竟很多人都在向自己的方向涌来 他只能与大合上雪地一起蹲下 否则很有可能被人潮拥挤出去 杨木撑起了伞 阻挡其他人 与自己三人直接身体接触 大家全都被冲上来的丧尸 堆起得没地方躲 一些人被推得掉落下楼 成为了下方丧尸与大耳朵龙的食物 最最让杨木内心震动的是 他眼看着那孕妇被推到了伞模上 他的双眼上全是泪水 他的嘴唇微微颤抖 他在轻声地说话 别推我 我在肚子里有孩子 别推我 老公 你爹 我哥 大王 你们在哪里 谁来帮帮我 隔着散膜 他已经与杨木 几乎脸贴脸了 杨木看着他 一点点被挤压 一点点脸色苍白 胀红 最后呼吸急促 他也在看着阎木 目光里满是不甘心 紧张 痛苦等等情绪 救我 救我 救我的孩子 他其实已经不能发出态度声 被后面的人群挤压的 就在这时 从后方人群里出现一个恐怖的人头 那是一只丧尸 他张着大嘴一口咬在女人的耳朵上 女人原本已无法说话 这时又发生吼叫 救我的孩子 杨木的身边 大和尚花痴 红着眼睛怒吼 他想要撑开透明的散膜出去救人 可根本没有空间让他这么做 杨木的声音颤抖的道 没用了 已经被咬了 杨木 救他 大和尚的声音 也是颤抖的 我们救不了任何人 杨木抬眼看四方 一万人的队伍 冲入了丧尸群 到目前死伤殆尽 剩下的活人 或许就只有杨木 花痴 还有雪碟 这是一场末日中的人间悲剧 而此刻这里 根本不是人间 是哀鸿遍野的地狱 怪自己吗 杨木不知道 是他带头向前冲的 可那时候如果不冲 也会被丧尸群吞了 所以就算错 也不是自己的错 只是丧尸太可怕了 他们的集团冲锋 是任何力量 都无法抵挡的 这是第三次 被困在散魔 散魔加墙角 是一个安全空间 却也是牢笼 杨木闭眼两宿 冷静下来 再睁开眼 眼前的女人已经死了 她的一半头颅被吃掉 那丧尸疯狂地撕咬着 连着血液肉体头发 一起喷入嘴中 大快朵頤 丝毫不挑食 阿弥陀佛 大和尚不停地在嘴里 说着东西 杨木能听懂的 也只是阿弥陀佛四个字 他不信佛 不懂这四字的含义 而和尚所说的经文 或许是一场超度 让死去的亡灵 能够安息 主人 你看上边 雪碟 开口说话 这时 三人在角落里 活人没几个了 丧尸越来越多 杨木努力抬起头 看向上边 还不到中午 原本天空明媚晴朗 现在却黑漆漆了 并不是有乌云 而是在城市上空 几百米的地方 覆盖了一层层的网 那是蜘蛛网吗 应该是 而那些爬在上面 伸长几米的东西 就应该是蜘蛛了 这时候 巨型蜘蛛遍布了 城市的上空 在上面 支起了密集的网 真不知道他们 是怎么在空中织网的 杨木终于有些明白 或许 他们早就知道 空中有这些家伙 所以才不选择 用飞艇前来 这些网 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 变得如此密集 覆盖了城市 那在此之前 一定已经构建了一个 可以支撑的架子 之后 才能如此快速地 在架子上织网 杨木的分析并没有错 其实方潭式的天网 已经存在好久了 一些蜘蛛一种 一直在忙碌着 他们的种类 与汉宁地铁里的 巨大蜘蛛 还不一样 蜘蛛这种动物 在丧失化后 呈现出了强大 而未知的变异性 在未来不久 这种蜘蛛 就被正式地定名为 飞天蜘蛛 飞天蜘蛛 开始的时候很小 跟普通蜘蛛差不多 然而 感染了湿毒 它们已经并不普通 从尾部吐出的丝线 非常坚硬 原点 黏在地上的某处 吐了丝猴凝固 顶着蜘蛛向天上去 一直可以达到 几百米的高度 这些纤细 而坚硬的蜘蛛丝 立在地面上 因为太纤细 根本不会被发现 丧失蜘蛛 繁衍得非常快 在悬空状态 产下自己的柚子 这些小东西 刚刚出生的时候 非常微小 好似尘埃 可它们 还是能吐死的 离开母体 就随风飘散 丝线 却牵连在母体的 坚硬吐丝上 很快 小小蜘蛛 四处飞后 在天空构建 起了一张网 这些网 封锁了天 粘性 与坚固性 非常强大 一只飞鸟 撞上了一根线 那都是无法逃脱 会被缠绕上的 十天后 幼体丧失蜘蛛 开始了二次变异 从微小状态 变得巨大化 土的丝 也越来越多 而后 快速铺满了天 如同是在城市上空 铺开了一个天罩 操 老子有这么倒霉吗 总能遇到这么多的难事 阳木郁闷地吐槽出声 可他心里知道 不是他倒霉 末日里所有人 都在经历这一切 他能活下来 已经是万中的幸运了 看看眼前的地狱景象 看看那已经被吃了一半的孕妇 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和尚 我要冲出去 散魔就留给你们 之后生死相往 能否再见 就看命了 冲出去 往哪里冲 大耳朵龙的潮雪 我说了不带任何人 你偏偏跟来 现在说不了那么多 只能丢下你们了 犹犹豫豫 大家都是在无机会 可就算你能冲入 大耳朵龙的基地 那之后怎么办呢 大不了就是一死 我想活 那就不怕死 走了 你们两个做伴吧 如果有机会 我会尝试回来救你们 如果我不来 那么你们两个 就度过最后的人生时光吧 再见 阳墓说走就走 五级红在掌心 力量发散出去 将散魔撑开 快速跳出空隙 丧尸爬上散魔 扑向阳墓 阳墓飞声离开大楼 一条五级红分身线路 已经出现 直奔几百米外的 另一栋大楼 阳墓踩踏红色分身 快速前行 利用向前冲的惯性 保持平衡 几百米很快飞越 其实杂牌军进城冲刺 跑出了很远 最少有四公里了 而现在 距离大耳朵龙巢穴 还有不到三公里 阳墓也就只能拼了 不去想结果 只是向前冲 他跨越了湿海 继续向前 进入大耳朵龙的聚集地 所有的大耳朵龙 全都对天尝死 阳墓被震的耳膜都颤抖 再无法集中精神 控制红色时 脚下一空 坠落下去 此时 距离地面 也就百米高度 阳墓双手捂着耳朵 眼睛瞪圆 眼中全是血红 眼白冲血 全是被大耳朵震的 那一瞬间 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很多画面 他的童年过往 他四处打工的那两年 他在温家的时光 末日爆发后的所有事 他渐渐无法单纯 无法如同过往那般的果断 他再也不是无心无肺的 街边流浪狗 他变成了一个会思考 会有同情心的人 他为自己诸多的杀戮 而颤抖 他想要过一种 可以自由自在 不需要伤害自己 杀戮别人的生活 所以 他打造了权兽战队 规划了自己 在未来的生活 可现在这一切 似乎都要结束了 当他降落在地面 无数的大耳朵龙 会扑上来 如同恶狗一般地 将他撕碎 如同多年前 他真的曾经在街边 遇到了好多野狗 他们围着他狂吠 他被吓得不敢反抗 只能将身体 悬缩在一起 那一刻 那一夜的恐惧 原本已忘记 可如今 又想起 不能 不能乱想 必须集中精神力 控制红色原始 要不 就没有以后了 杨木想要集中 思维 却根本不被控制 就在这时 脑海里的女生出现 让杨木一下子 仿佛进入了一个 静止的世界 就好像他不再下落 就仿佛那些大耳朵龙 不叫了一般 我太虚弱了 魂系生物 是利用魂力 来提供强大能力支持的 在泥体内一段时间 现在终于有所恢复 可以帮你激活 金色原始了 你到底是谁 在我身体里干什么 杨木想要喊出这句话 可并没听到声音 不过这句话 还是让魂系生物听到 神魂两系生物的历史 太长久了 并不是一两句话 能跟你说清楚的 现在没太多时间 我可没有让时间 我可没有让时间禁止的能力 如今我正在控制你的身体 而你我的灵魂正在通话 你与外面的世界 已经中断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杨木的身体已经下落 正在跟大耳朵龙战斗 以为自保 这都是由我操控 而你的灵魂正在跟我对话 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我永远无法操控你的身体 过久的时间 因为你是我的培养神 而魂 最终只能作为辅助 与神融合 不能做主体 好吧 这次就算了 下次 你可别随便控制我的身体 你要跟我说什么 原是 上一次 你曾经遇到了一个魂系生物 它跟你说了一些我们的事情 无神的魂系 与有神的魂系是仇敌 这就好像你们人类之间的 种族歧视一般 我们的恩怨 显然比人类还要夸张 这些以后再说 现在 我只跟你说原始 第三百一十集 那就别废话快说 黑白金银红黄蓝 都给我说清楚 七十万年前 神系生物释放的探测器 在距离地球 二百五十四万光年的仙女星系中 发现了原始星球 你等等 神系生物 躲在欲求中 不错 那他们的科技 如此发达 哼 讽刺的是 伴随地球而生 如此发达的生物 却无法适应地球温度 阳光 空气 乃至一些原始微生物 神系生物甚至可以在真空中生存 就是不能在地球上 这或许就是你们说的 相生相克吧 地球与元祖生物一起出生 却也相互克制 最少地球是控制了神魂生物 而神魂生物 在这么多年来 也一直控制着地球 好吧 继续正体 原始星球上 其实并没有石头 那是一个巨大魂力星球 魂力这个概念 对于你们来说 可能很难理解 说得通俗一点 这星球是由精神物质组成 看不见 摸不到 但却在宇宙里 有着很大的重量 这些重量是精神引力之间 相互牵引之后才产生的 那么精神星球的存在 让这一片区域成为了一个有智慧的集成体 就仿佛是一种人类无法想象的超级计算机 在这个灵魂体系里 可以运算出各种各样的思维 思想 念头 它包含复杂的多元方程式 也包含喜怒哀乐 忧怨离愁 当然 还有着无限的想象力 而这些想象力牵引 可以产生重量 那就意味着这种精神力 和人类智慧灵念还不一样 它们是实实在在的物质 并不是虚幻的 神系生物 尝试将大量的这种特殊物质采集回来 进入银河系后 它们变化了 成为有形态的小石头 称为原石 颜色一共有十五种 分别为 红黄蓝 青绿粉 蓝灰棕 金银橙 和黑紫白 阳目当然震惊 没想到原石 竟然有十五色 不同颜色原石 呈现出不同的性质 你已经知道一些 魂系生物 继续说着 这些原石被带回来时 最多的 就是红黄蓝三种颜色 神系生物通过一系列研究 发现原石的一些特殊性 它在到达地球的一瞬间 暴露在空气中后 会发出一波辐射 这种辐射能够使人类变丧失 并且能改变地球磁场 大气组成 以及各种你们人类不懂的生存参数 比如魂力 这对于十足生物来说 是一项重要的生存指标 以前地球上魂力稀薄 如今很充足了 所以 这才是原石被投放下来的真正目的 目的之一 神系生物想要重返地球 是最主要目的 这是它们多少年溯源 以前原本也要这样做的 可一直拖到现在 继续说原石吧 如今你只是遇到七种颜色 我来详细说说金银 可通魂 这就是它的作用 让实体生物变化为魂力生物 也就是虚化体 可能也是你们无法理解的 但在神魂生物的概念里 实体与虚化就是可以相互转化 杨木当然听得震惊 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完全不符合人类认知的科学概念 金色是金色是金魂 它并不加持各种原石能力 而是赋予死物灵魂 比如你见到的大剑 活脱车 都是被复魂的死物 死物 也能被复魂 金魂附着死物构成身体 银魂附着活物构成灵魂 这个复魂的概念 并不是说让死物活过来的 而是能够让银魂 金魂附着之物与你融合 藏在你的魂力里 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哦 那变形能力呢 过程是这样 首先金魂银魂附着 并不需要太高等级 一及时足矣 然后你就可以拥有 两个相当于宠物的东西 金魂宠和银魂宠 而后这两种东西合体 可以成为一件超级装备 你之前想得不错 金银双魂合体后 最常见的装备是机甲 有了一身机甲 防御力首先得到提升 而后对其他原始操控的能力 也将成倍提升 你还没有真正见过一个 拥有完全金银双魂的人 所以也就没见过 真正的神魂机甲斗士 神魂机甲斗士 嗯 金银双魂机甲 需要神魂分开操作 只有完成了神魂合体的生物 才能成为神魂斗士 如今我能帮你激活金魂 帮你找东西寄生 你也能够帮金魂机甲 发生一些变化 却不能让金银合体 这需要神魂合体之后 感觉好复杂 一点也不复杂 以后你就知道了 金魂银魂都被激活后 对原始的控制能力会增加 到时你可更好地利用原始 提升战斗力 所以你之前认为的金色是控制器 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这却是金银双魂 共同作用的影响 等于是加强了你的魂力 金色系 你可以帮我激活 魂系原始有三种金银程 其中的成金 都需要魂系生物才能激活 如今 我就给你激活了金色 那么此后 你就能够更好地控制原始了 你不是喜欢房车吗 我给你选择了一辆真正的房车 作为金魂技物 金魂技物有两种形态的 一种原始态 一种变化态 也可以变身机甲 却无法达到神魂机甲的特征 这就好像是蓝色系的变化一样 不同的是蓝色系 根据原始等级不同 会有多种变化 金色系 却只有这么两种 那黑白色呢 还有其他的原始 有什么作用 黑紫白三色系的作用 话说到这里 忽然停止 似乎是魂系生物的能量 耗尽了 成了没了电池的玩具熊 无法继续说话 杨木呼喊两声 也没有反应 下一刻 忽然耳边吼声响彻 无感回归 杨木就发现自己 竟坐在一辆 很是豪华的房车中 四下里全是大耳朵龙 刚刚自己体内魂系生物 控制了身体 下落后 应该是刚好有这样一辆房车 所以金色石 已经附着在上面 这房车 可是比杨木自己制造的那一辆 豪华多了 各种东西全是标配 而这时候周围的大耳朵龙们 正在疯狂地奔涌上来 想要弄碎玻璃 进入车中 有一些大耳朵龙 还从嘴里吐出红色系 想把房车的玻璃砸碎 可这一切 并没有什么用 房车整体被金色系附着后 材料已经变化 就连玻璃都是坚硬无比 抵抗住了红色系的攻击 杨木愣愣地坐在那里好久 只觉得这一切 都如同做梦一般 他已陷入绝境 甚至不得不放弃 大和尚跑出来 只希望得到原石变强一些之后 再想办法回去救他 如今意外激活的金色系 似乎已经变强了 想想以前遇到的巨剑和摩托车 那都是惊魂武器 如今自己有了一个房车 也可以让它产生变化 这种变化 涵盖了房车内的一切 它就是一个整体了 只要魂力启动 房车整体包含内部的东西 就会从实体变为虚化 然后从虚化 再转化为另一种模样的实体 这是杨木理解的变化过程 那么应该如何打磨房车 变为武器 杨木闭目冥想 心中有了一个设计的草图 既然以后要走机甲的路线 完全可以先让房车成为机甲 所谓的机甲 就是如同变形金刚一样的东西罢了 杨木想到就做 房车立刻产生变化 杨木坐在其中 感觉着这种奇妙的变化 仿佛一切都分解了一半 瞬间又快速组合 他把六集黄放出去 观察着这种变化 房车最后成为了一个 六米高度的巨大机器人 这与变形金刚还是不一样的 没有那么多棱角 全身流线性 金属机身 银色包裹 完全按照人体比例转化 外形上看 就如同一个身材高挑性感的女人 脱了衣服的模样 当然 胸部并不突出 还呈现了男人肌肉的菱形快状 下身也没有体现男女形状的东西 祸操 杨木有些纠结 这怎么看着像个女人 如果有胸的话 就是个脱光了的娘们啊 这不是他想要的模样 很显然 房车变化为机甲并不容易 在魂力构造时 出现了一些偏差 没办法 跟蓝色现实一样 变化只能一次 想要改变不能了 这部机甲的内部构造 就是一个方块 什么方向盘和各种仪表 全都消失了 只是一把大的椅子 杨木坐在椅子上 面前四周都是一片黑暗 杨木尝试了下 用意念可以控制机甲行走 可这种行走非常缓慢 并不灵活 呃 机甲有些过大了 因此不太好操作 杨木立刻让五级红 分散到机甲各处附着 这就等于是给机甲 装上了动力 这些红色分身 附着在机甲上后 立刻融合进去 并不在外面显露出红色 却依然能够发挥出红色石的作用 杨木试者动了动 比刚才灵活的不少 看来红色系级别越高 控制机甲的能力 也就会越灵活 分身越多 操控机甲越细致 这很好理解 而黄色系 就是机甲的眼睛 杨木所在的空间 是一团黑暗 可以通过黄色系 将外面各个方向的状况 收集在脑海里 蓝色系 还是武器系统 杨木试验了下 果然可以再射出光圈 光圈的大小 直接增加了三倍还多 攻击力 当然也就越强 就连那些金银小飞轮 都是脸盆大小呢 将身下的天轨拿出来 瞬间消失 之后在机甲手中 形成放大版的天轨 杨木大喜 这就意味着 自己使用的蓝色武器 完全可以通过机甲 来放大使用 杨木尝试 让铠甲奔跑起来 虽然已经灵活很多 甚至可以一跃十几米 但从移动灵活度来看 依然是显得笨拙的 并不像是人的身体那样 可以让局部快速而自由动作 依然能感受到 他是个机器人 但杨木依然非常满意 最少他已不惧怕 附近这些大多龙来 能够在大多龙集群里狂奔 这也等于能在丧尸群里狂奔 终于 快速接近了巢穴最中心 忽然间一只全身金色的大多龙出现 杨木当时就震撼了 六级警报 对方身体里有三颗六级石 那就是足足三百万元石啊 金色大多龙就是头领 更加聪明的大多龙 杨木毫不犹豫 释放出足足八十的飞轮 从不同角度高速旋转 齐射目标 就在这一时 心中的声音又响起 杨木 我因为一直受伤 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所以必须利用你 作为我的培养神 去慢慢地吸收 分布在大气里的魂力 这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刚才昏过去了 那咋又活了 刚才消耗了太多魂力 我需要封闭自己重新醒来 这就好像 用了太长时间的电脑一样 需要重启一下才能更灵活 可因为我的伤 即使重启 也清醒不了多少时间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要告诉你 金魂武器 在没有魂系生物的情况下 你是无法独立操作很久的 它需要强大的魂力支撑 你本身的魂力非常少 什么意思 第311集 具体就是说 你最多有30分钟的时间 可以让房车维持战斗状态 也就是目前的机甲状态 之后房车就会变回原来的模样 你必须经历 七七49天的吸收周期 才能聚集起 下次操作机甲的魂力 而操作时间 就也还只有30分钟 如今我是指望不上了 除非你能找到 另一个魂系生物 愿意帮你一起 操控金魂武器 你才能经常性地使用 我是说九魂名 目前它是我发现的 唯一对你有好感的魂系生物 不过你也要小心 九魂名并不完全值得信任 它拥有自己的神系 与我并非同类 而它对你的好感 也并不值钱 在你和它的神系面前 我想它会选择神系 而并非你 操 你的意思是 我只有30分钟的时间 准确来说 现在还有28分钟32秒 好了 我晕了 你好自为之 你妈差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杨木非常纠结 这一时 金色大耳朵龙 已射出一颗红色系 杨木第一次操作这东西 虽然黄色系 可以提供视力 但只要稍微分心就看不到了 这就是缺少魂系生物的弊端 如果有魂系生物 这种事完全可以它去操作 杨木要做的 只是控制原始武器 去攻击就好 没躲开被六级时击中 机甲直接飞起十几米落地 杨木就觉得全身剧痛 神经仿佛都在颤抖 骂了个茶 这不是摔的 而是对方的攻击转移 六级红打在机甲的胸口 杨木就觉得自己的胸口 仿佛是快要裂开了一样 六级红的攻击力 果然不同凡响 金属机身 无法完全防御 这种攻击力了 而且杨木忽然意识到 没必要去大耳朵龙的潮雪 这个金色皮肤的大耳朵龙 就是最终暴死 它的身上有三百万元石 这就几乎是大耳朵龙巢雪宝藏的全部 干掉它就能得到 必须快点行动 大耳朵龙巢雪这里有威胁 天上的蜘蛛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会造成麻烦 现在这珠网封天越来越密集 已经都没多少光射下来了 杨木不再去思考更多事情 集中了所有精神力 专心对付金色大耳朵龙 万幸的是 它的铁内虽然有三颗六级石 但能使用的也就是红色黄色 它的蓝色系并没有找金属技生 也就差了很多战斗力 杨木操控机甲的能力越来越强 天轨变刀鞭 飞跃在四周 那些普通的大耳朵龙基本就是被一鞭子抽碎 杨木能够感受到刀鞭的锋利程度是变强好多了 这些大耳朵龙皮糙肉厚 以前一鞭子可没办法如此彻底的将大耳朵龙的身体完全切割 杨木高兴之余也更加的主动去战斗 机甲除了放大能力 更大的好处其实是防御力 现在根本不需要担心其他大耳朵龙 这要是到了丧尸之海里 除了一些特别的异种 应该也没有丧尸能奈何它了 与金色大耳朵龙激战二十分钟 终于杨木一刀将之斩杀 这并不容易 大耳朵龙的身体灵活 机甲相对就显得过于笨重 能够将之杀死也算是一种幸运 大耳朵龙死后就从他的身体里涌出了成坯的原石 杨木快速过去 机甲手掌按在原石流上 很快吸收原石进入身体 这也是一种特别的感受 杨木明白机甲就等同于自己的身体 可是这个身体还不能跟自己完全融合 少了魂系生物的支持 300万原石快速吸收的时候 杨木的原石也在增长 黄色210万 红色190万 蓝色185万 金银各自6000 黑白各自10级 其实原本应该更多 只不过杨木把很多原石 封给了全兽队员 这才没有各自达到两颗6级的程度 不过即使达到 其实也没意义 小升级是10倍数增加的 就是说 合成7级时 要1000万数目 现在黄色最多 也不过210多万 相差还很多很多 金银终于搞清楚用法了 可原来这个并不需要合成高级时 只是1级就可以使用 黑白怎么用的依然不知道 至于其他8种颜色原石 那还没见过 哎 自己体内的魂系生物太废了 其他的魂系生物 似乎都要比它强许多 杨木只是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就吸收了所有原石 还有一分钟半小时就到了 其实还有些四处散步的原石 没有吸收回来 可杨木没时间了 他必须快点返回大河上那里 等战斗形态解除 变回房车 那他就回不去了 就这样 杨木快速转向奔跑 虽然有点路程 但机甲一步十几米的跨远 很快就到了大楼 爬上去就见这边已经全是丧尸 再无幸存者 杨木到墙角 将所有丧尸用手掌扫开 这时变化开始 完了 变形解除 再要变化 要等到49天之后呢 杨木当然懊恼 不过现在也没办法 机甲变为房车 这是长度6米7 宽度2米4的大车 停放在那里后 杨木快速放下车窗 对着躲在散摩里的两个人喊 快上来 大河上和雪地没想到啊 杨木竟然这么快就回来 而且还弄了一辆车 他们刚才被丧尸淹没 根本没看到杨木 是怎么回来的 怎么就把这么大的一台车 给弄上了天台 想不了那么多 丧尸又扑来 大和尚起身后 拉着雪地的手猛冲 另一只手拿下铁佛珠 转动起来 将靠近的丧尸全都拍死 这就上了房车 进入车中 花痴雪地全都粗重地喘息着 对于两个人来说 这是最最接近死亡的一次 从没有这么危险过 谁能不怕 就算雪碟经历丰富 就算花痴单纯冷静 这时也全都心感俱颤 杨木也浓重地呼吸着 经历这一切就跟做梦一样 真没想到还能活着回来 别怕这车部里结实 那些丧尸不会弄坏他 见两个人紧张 杨木开口安慰 你们等我会儿 我再出去一下 杨木说完离开 从车顶窗爬出去 站到了车顶 如今 他能重新规划自己的六级蓝武器 也要试验下六级红的效果 杨木刚一出现 附近的丧尸就向上爬 这些丧尸之前还都是人 跟随过杨木一起冲锋 一外人啊 就剩自己三个幸存者 生命如此不堪 瞬间六级红已出手 这一次化为了三千颗分身 已经是极限 比以前多出两千颗 并不是成十倍数增加 也可以了 如果用三千颗原石融入机甲 应该能够更加灵活地控制 可惜现在没办法 还要想着怎么才能把车子 从天台开到地下去 总不能一直被困吧 六级红分开 将丧尸全部击退 并且打死了几十只 动机力显然更强许多 可后续丧尸又过来 没时间再去实验六级蓝了 杨木快速转回车内 丧尸在几秒钟之后冲上来 把整辆车都包围 好黑啊 雪碟说话 能不黑吗 顶窗都被丧尸盖上了 不知道车灯能不能用 杨木话音落下 车子里立刻亮起了灯 卧槽 杨木真是惊叹啊 按理说 这车子应该没电了 竟然还能用灯 原始的能量果然强大 这是一种虚拟的魂力物质 杨木有些理解魂力是什么了 魂在人类的概念里是虚幻的 能够让人成为活生生的存在 拥有各种想法 而想法是无限的 包含想象力的 当想象力能够通过某些媒介 变成实体 那可就无所不能了 现在这辆车相当于一个领域 一个空间 受控于金色系的魂力范围 想象力转化为实体 这辆车子的内部 也就是虚幻转化的实体 在虚幻力量的改造下 因此才有这种效果 神奇 太神奇 即使能够理解 亲眼所见 也是无法相信的 杨木又尝试 让车子的玻璃变为茶色 这样外面就看不到里面 三个人安静地坐着 过了那么十几分钟 丧尸终于安静下来 但车子还被丧尸围困着 杨木在考虑 如果把这车子开着 冲下天台 落地后 会不会摔坏 就算车子摔不坏 自己三人在里面 会不会有事 其实有个办法 可以让车子自己下去 然后自己三人利用大伞降落 想到就做吧 杨木操控车子启动 根本不需要控制方向盘 想法就可以控制这个车子 车子启动的时候 杨木还可以让光圈 透过车子的外壁而出 这和机甲是一个意思 机甲可以如同杨木的身体 车子也可以 利用光圈飞轮六级红死射 杨木冲开了一条路 到了墙边 然后用六级红释放过去 在那里撞了个出口 在成功控制了一会儿武器后 杨木更加适应 觉得也不需要三个人出去了 直接开车向下冲 在车子开下去的时候 车子上方巨大的散膜快速出现 让车子受到阻力减缓下落速度 并且保持平稳 车子最终落在地面 砸死了好多大耳朵龙 继续启动开了一会儿 可也就开出去五十米 再也走不动了 四周大耳朵龙全都堆积在一起 就算杀死 尸体也在 出不去了 杨木狠狠用力敲进了方向盘 吐出一句骨骂 他是变强了 可没什么用 被困在这样的一种群体里 就是出不去 三人就这样被困了几小时 之后竟发生了奇迹 那些蜘蛛开始向下 对大耳朵龙展开攻击 以他们为食物 开始捕捉 大耳朵龙开始了一场 与飞天蜘蛛的血战 这场战斗持续了足足一天一夜的时间 大耳朵龙们竟然被蜘蛛消灭殆尽 很多都被蜘蛛丝缠绕后拉上去吃掉了 杨木用六级黄观察着这场战斗 只觉得充满心情 那么厉害的大耳朵龙就要这样灭组了吗 飞天蜘蛛的实力太强悍了 是更加厉害 让人惊恐的生物 这算是福祸相依了 杨木怎么也没想到 这些大蜘蛛不但没成为威胁 还帮了大忙 道路基本清理出来 让杨木可以开着车向外走 那些蜘蛛网丝虽然粘性十足 但杨木的车子也不是普通的车子 让飞轮在车子四周旋浮旋转 划破所有的蜘蛛网 一路猛冲终于脱离了大耳朵龙的范围 到了丧尸区域后 车子开得缓慢 但要比大耳朵龙那边好很多 大耳朵龙是有智慧地扑向杨木 丧尸都是被杨木的车子撞开后 才会被惊扰从后面追过来 终于杨木将房车开出了方坛室 车子上挂满了蜘蛛网与血肉 仿佛是在地狱中走了一圈吧 出来了 我们真的出来了 雪蝶兴奋地抱着大和尚和他亲吻 大和尚的嘴被堵着 开始只是兴奋地没反应过来 可也就十几秒钟后 他意识到不对劲了 用力推开雪蝶 脸色涨红 双眼瞪圆 这诚然是大和尚的初吻 是攀凤期望获得的 方和可能倒是并不在意 他连什么是感情大概都搞不懂 看到攀凤追求大和尚 他机械地也跑去他的面前说 咱们睡觉吧 这是吓趴大和尚的真正原因 而此一刻 竟然是雪蝶拿去了大和尚的出文 和尚这个老储男 也是足够愿望 雪蝶成功的原因是直接去做了 并没有征求大和尚的意见 再次证明 先下手为强 是一句真理 杨木开着房车返回营地 大家很兴奋 谁都没想到杨木会这么快回来 就连温斯嘉都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笑意 忍不住张开嘴 常常呼出了一口气 杨木返回后 并没立刻视一眼蓝色石 而是去了杨玲的帐篷 进去后 颓废地坐在地上 靠着帐篷墙壁 杨玲看到杨木愣下 然后惊喜地发声 你 你安全回来了 嗯 啊 太好了 杨玲与杨木 一直都没什么太多接触 如今杨玲已从丈夫 女儿 儿子失踪的伤感情绪中 解脱一点 再回头思考 杨木与自己的渊源 现到杨木 当然会情绪紧张 杨老师 啊 问你个事啊 你说英雄 与圣母的区别是什么 英雄 指的是才能勇武过人 具有英雄品质 无私忘我 不辞艰险 为人民利益而英勇奋斗 令人敬佩的人 圣母的意思 一般是天主教徒 称耶稣的母亲为玛利亚 也是说一些女性的神 这两者 并无太多关系 不 圣母在我们国家网络里 还有一种意思 嗯 比如啊 某本末日小说 里面的主角 在求生的过程中啊 如果无缘无故地 去帮助别人 救人于水火 那就是圣母了 哦 如果是这种意思 那圣母也应该是英雄 可在网络里 尤其是这样的 网文小说评论中 圣母是别意思 哦 你是说圣母表是吧 嗯 圣母表是指那些 无原则底线的包容 原谅他人 对任何人事物 都抱有博爱之心 不讲求客观事实 一切行动准则 都只围绕爱 善 两个自为中心的人 杨玲给出了一个定义 杨木听得顶头 杨玲果然是语文老师 有真水平 你在困惑圣母表 与英雄的区别吗 嗯 其实我认为 英雄圣母 这都绝对是包义词 圣母表却是贬义 一些人在网络评论中 因为个人的逆反心理 反派心态 会非常无理地 给角色人物扣帽子 说他是圣母表 以便于采骂 这是非常幼稚的评论观点 是网络文学激发的产物 在现实主义文学里 各种人物不会被这样评论 现实主义文学的人物 更加丰满 每个人都有三分善念 几分恶行 老师 讨论文学就算了 我不擅长 你说说 我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 在这个末日里啊 我以前觉得想明白了 今天却又迷茫 是遇到了一些事情吗 嗯 去了那个杂牌军营地 营地里 差不多有一万人 我们为了得到原始 冲入了方谈室 并没用多少时间 只有我 和尚 雪蝶三个人回来 其他人全都死了 有个孕妇 就死在我的眼前 我眼看着 她被丧尸吃掉 其实当时如果拼一拼 或者 我提前主动一点 有可能 把她救了 那你为什么没去救人 没关系啊 又是末日 我去救人 万一自己受伤怎么办 在没有确定能自保的前提下 我不可能去救一个陌生的孕妇 可我并不开心 并不想看到那样一个可怜的女人 死在眼前 所以不爽 我想问你的事啊 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心态 怎样才能保证这种事 不再发生在我的面前 搞得我心烦意乱 杨玲终于明白了 走到她的身边 把她从地上拉起来 坐到椅子上 然后温柔地倒 你是个心存善念的人 可你之前的经历太特别 所以你用恶念压抑了善念 但你的善 又在反复批判着你各种冷漠的恶 我该怎么做呢 别跟我说啊 做个善良的人吧 我不想成为傻子 善良并不等于是傻 其实你只要主动一点点就好 在你力所能及的状况下 偶尔去帮助下别人 只是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就好了 墓室里没有那么多力所能及 每时每刻 每个人都会遭遇危险 我已经感受过多次 孩子 什么事都是有风险的 就好像当初 我生那两个孩子 生姐姐时认身高血压 症状严重 生弟弟时大出血 两次都差点死掉呢 经历了好大的风险 可后来的生命里 我因为有了这一对儿女 而无比幸福 说着说着 杨玲落泪了 杨木听的也是心缠 早就知道 女人生孩子 是危险的事情 不知道自己母亲 当年生自己时 是否也经历过 类似的危险 所以 有些时候 人要去承担 和面对自己的 使命与责任 我作为女人 使命与责任 就是要去生孩子 延续后代 我不能因为害怕危险 而不去做这样的事 同样的道理 你想要成为 一个怎样的人 那就要为你的人生 去承担风险 就要去面对风险 只有经历了一次次洗礼 你才能成为 你想要成为的人 可我到底要成为 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自己都迷茫 你是个善念 大于恶念的人 如同你所说 我不应该告诉你 要去做一个 舍己为人的好人 这毕竟是末日 我们都知道 做好人太危险了 然而 我觉得最少 你可以做一个传说 啊 啥意思 传说并不遥远 口口相传 最后也就有了传说 并不懂 当我被丧尸追赶的时候 你忽然出现杀了丧尸 我会记住你 当我快被其他难民 非礼的时候 你忽然出现救了我 我会记住你 当我马上要饿死的时候 你把一块面包 塞入我嘴里 让我能多活一会儿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会记住你 没必要刻意去做 什么拯救世界的事情 每天一扇 从小做起 好事做得多了 你也就成为了传说 简单的语言怜悯 足以了 杨牧沉默 深思 她觉得 杨玲说得非常有道理 想让自己顺心顺意 那就要改变心态 举手之劳的是 她现在能做很多的 其实 主要是杨玲 举了一生孩子的一番话 说服了杨牧 人是要去承担责任 只有承担了一次次责任 那才能真正地成长 没担当 不经历责任的人 是永远都长不大的 帐篷里 安静了好久 杨牧抬起头看杨玲 转移话题微笑道 在这里生活得怎么样 嗯 一切都挺好 向如那孩子 真是个好姑娘 是啊 行了 我决定再回去一次 啊 再回一次汉宁 杨玲实话 愣在那里 再试一次 看看能不能找到 同好和同小 当然 还有你的男人 真的吗 杨玲热泪盈眶了 嗯 还是我自己回去 不带任何人 你们继续安营在这里 可是杨牧 不用说了 这是我对自己过去 失误的弥补 其实 在第一次遇到你们的时候 我应该把你们带着 离开那里的 只不过当时我没有 或许 再去寻找 并不能改变一些事情 就当让我心安吧 杨玲 无话可说了 他只是哭 这件事很复杂 他没法去责怪杨牧 但也觉得如果那时候 杨牧把他们一家带离城市 或许后续的事情 就不会发生了 杨牧说走就走 去得很快 营地里传出杨牧又离开的消息 大家的心情 竟都差不多 有些低落 大家意识到 杨牧已经成了营地 真正的主心骨 是无可替代的 杨牧离开营地 找了个安静的所在 首先研究六级篮 以前的蓝色武器 是散膜 鞭刀 光圈 飞轮 沙画性态 如今可以重新规划武器 或许有更好的选择 可杨牧已经习惯了 目前的武器战法 在一次次的实践中 也证明这些武器 还是很好用的 所以杨牧 只是将这些武器 稍微改变 变得更加性能优良 散膜的变化 有了更多的随意性 撑开后 直径可以达到15米 还能折叠起来 也能包裹成球 这是最好的防御武器 也是高空着陆的保护伞 包裹成球后 最少在丧尸群里 也有了自保的能力 变刀以纤细如丝 长度达到百米 让杨牧借助这东西 在大楼上闪转腾挪不成问题 同时 也具有了和温斯加武器 一样的能力 可以进入敌人身体内部 从里面发起攻击 破坏内脏 光圈直径 近差不多三米 已经是全透明状态 从地球物质角度来说 如此鲜薄 应该是不具有什么攻击力度了 可这东西 已经不属于地球原物质 它就算是形如风 依然还锋利无比 小飞轮有了足足120 与红色分身不同的是 它们的杀伤力更强 力量集中于一点 更容易突破攻击 杀化形态 让杨牧可以构建另类的攻击防御场 第六级变化 是模仿的锅乳 让杀化形态瞬间凝固 可困住敌人的攻击武器 也能形成实体盾牌 当然 也能用于攻击 这是所谓的共计防御场 杨牧弄好了武器 才开着房车前往汉 独自一人寻找十天无果 终于他只能放弃 并且也放下了这件事 他尽力了 那就不需要再去 有任何的顾虑和自责 返回营地 杨玲当然又伤心了一次 可他也没办法 只能也放下 开始新的生活 车队重新整合 蓝龙人们 不需要找大耳朵龙决斗了 他们已经被飞天蜘蛛杀死 从此 蓝龙人正式加入了全兽战队 一起向北前进 踏上末日挣脱 2024年11月26日 末日爆发整四个月 杨牧的车队离开了江南 进入中原地区 这里算是北方 11月份已入冬 零下45度的牧阳 水面会有薄的冰 树叶枯黄 配合上末世的气氛 天地看上去更加灰暗苍茫 走在高速上 四天都没见过活人了 有的只是丧尸和各种危险的野兽 距离文东市60公里 车队终于无法赶路 停下修正 哥 我们现在面临了很多问题 五次搜索队已经三天没找到太多食物了 再过两天 我们的食物供应就会中断 队伍里有些人不适应北方天气 都得了重感冒 陶师说 必须要马上弄到更多药材 我们的车子 磨损耗费得非常严重 需要更换 要找寻更多汽油 我们的供电设备也没有了 需要找一些新的电瓶 发电机什么的 这样 我们才能在车里使用暖气 还有 房车上 杨木还是一副睡袋 林月 也已经习惯了而不脸红 反正盖着被子 阿神也看不到 他是没穿衣服的 阿神倒还是窘迫 说话的时候 根本不敢往床上看 文东是个大地方吧 刚去找学员问了 文东是连接南北的中心要道城市 也是内陆经济大市 末日前拥有367万人口 城市密集度 在群国来说 能够排入前三十 那就在文东附近找地方安营 休整一周 然后再出发 越向北越冷 我们还缺少过冬的衣服 车胎要换成防滑的 最近感觉气温突强 一定是北方有寒流 弄跑再向前走高速 就全是冰冻的 以前有人清理 如今可是没人管的 还是哥你想的周到 文 你小子也会拍马屁了 对了 不如发回消息啊 说在15公里外 找到了一处可以安营的地方 太远了 我们要找距离文东 不超过10公里的所在 这样进退才更方便 好 那我这就去通知他继续走 嗯 狼弄人刚才啊 也给了消息 说他们进入了繁殖季节 很多母体要受孕 可能只休息一个星期不够呢 第313期 杨木在营地里 推广了一些蓝龙画 这就再次证明了 杨木的语言天赋 让大多数人敬佩 温斯嘉也敬佩杨木 可他还是不相信 杨木能够在一天之内 就掌握了一门语言 一直想要找机会尝试 不管怎样 在杨木的培训下 如今营地里 能和蓝龙人交流的 已经不只有杨木一人 繁殖季节 塔图笛具体说了吗 需要多久 按照他的表述 应该是一个月 他们需要一个月的冬眠期 躲在洞穴里不出去 然后将大批卵 生在洞穴里面 等两年后 卵体才会成形 小蓝龙人出来后 会顺着母妇群体的气味 一路寻找过去 与大部队会合 他们原来是下蛋的 那好吧 总不能不让他们下蛋 那洞穴什么的怎么弄 他们自己会挖 然后封闭洞口 全都到里面冬眠 嗯 那就这样决定 我们找到营地 修整一个月 之后才赶路 杨木是真的没办法 虽然他也觉得 修整一个月太久了 可蓝龙人的存在 对于权兽来说 很重要 他们是最好的战士 不惧怕丧失病毒 并且他们是营地的 最好保护伞 有他们在 普通人类都不敢靠近 谁知道这些恐龙 是有智慧 并且友好的 见了之后 基本也就静而远之了 偏近黄昏 车队到了文东南边 八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 这里已非常荒凉 除了那几十间残破的房子 没办法找到任何物资 不知道被人搜刮多少病了 杨木暂时也不需要 相信补给问题 通过文东这个大地方 一定能解决 于是 他们只把车子 开到村子中 利用房屋作为掩护遮挡 然后在两公里范围 建立防御圈 没了蓝龙人 防御战险 不好太长了 安顿好后 连帐篷都没打 大家就睡在车中 要等赤猴队传来 更准确的周边消息 才能确定 在这里安营扎寨 杨木走下房车 觉得脸上几片清凉 抬头看去 竟有雪花飘落 这一雪 是入冬以来 建的第一场雪 而在汉宁 其实想要看雪并不容易 杨木愣愣地看了会儿 惊喜地发现 这竟然是传说中的 鹅毛大雪 很快地上就一片白了 瞬息后 就仿佛世界 已披上了银状 哈哈 下雪了 姐 妈 你们快出来看看 下雪了呢 思果奔跑在大雪里 他穿着一条 看似单薄的 紧身黑绒裤 上身是有些长的羊毛衫 外面穿了夹克 这一身真的太少了 杨木看着都冷 走过去 到了思果的身边 伸手抓住 正转圈的女人 拉入自己的怀里 当然并没有 更多唐突的动作 小姨子 不冷吗 杨木微笑说话 声音轻而富有雌性 思果吓一跳 抬起头一看 抓她的是杨木 愣了下 然后就一直愣在那里 怎么了 姐夫 才多长时间啊 感觉你成熟了好多呢 哦 是吗 杨木挺高兴的 他这个年龄 当然希望被人称赞为 成熟可靠 是啊 你都长胡子了 不是嘴上没毛的男人了 杨木老脸一红 姐夫我本来就有胡子 最近梅瓜长得 稍微多了一点罢了 嗯 就是 多了这么一点 感觉你成熟好多呢 是纯爷们了 思果 难道姐夫我 以前不是纯爷们 从末世之后的你来看 是个纯爷们 就是在我姐面前不行 多久了 你还没把她搞定 操 老子是不想去搞她 她当初对我那么冷漠高 你让我现在上杆子去狗舔她 我才不要 小气鬼 人家是女人啊 你还等着她来追你啊 行了 老子现在小日子过得还行 不想考虑这些问题 快回车里去 穿这么少跑出来晃荡啥 营地流感多可怕 不知道 杨木抬起膝盖 顶了思果的屁股下 撕裹吐舌 然后跑回车子 那辆车上 坐着温家姐几个 温斯嘉的脸色很不好 他都看到了 杨木竟然用膝盖顶妹妹的屁股 这个流氓 好气啊 杨木深深揽腰 并没觉得自己和小姨子的互动 有些不妥 哈哈 现在小姨子小舅子都叫姐夫了 看来温斯嘉终究逃不出他的手心 杨木确实一点也不着急 他还没找到一块安稳的地方 能够把这些人完全保护起来 有什么可着急的 运动了一小会儿 杨木就去找了阿神 然后和他一起带人 趁着天黑前进城 这一下 入城足有七八公里 杀了几百只丧尸 他们搜索到的食物 只有一包碎了的泡面 杨木杀影了 妈的 是谁啊 将这城里能弄走的物资 全都弄走了 这 那咋办 还能咋办 天都黑了回血 让郭如扩大搜索范围 我想附近一定有大的营地 使他们搜刮了所有物资 流民拾荒者 才不会有这种实力 他们就这样扮回 晚饭之后 郭如的消息传递回来 就在文东市东南二十八公里处 果然有个幸存者聚集点 拾荒者把那边叫做天狱 意思是天堂与地狱的共生之称 杨木猜都不用猜 物资一定都被他们搞去了 又过了三个小时 郭如送回来了更加精确的情报 天狱城 围绕上岗村建立的牧师堡垒城 有一圈八米高度围墙 占地范围差不多汉宁大学那么大 里面有八九千幸存者 统治者叫江浩 城中有一只原始战斗者 组成了一个战队 名为天神 杨木听到这里 就呲牙咧嘴了 还尼玛的天神 你们咋不叫天使呢 郭如也让阿神传达了他的看法 郭姐说 这个城里武器精良 城主是非常狡猾很多的人 他不介意我们强攻 可以混进去偷东西 杨木点头 这个他太擅长了 金色武器房车 那时可以收起来的 也能把里面的东西一起收起 转化为魂力 这就等于是有个很大的移动仓库 行 去跟你大嫂和潘凤说啊 老子今晚就去偷东西 让他们把营地看好了 已经磨合了一段时间 大家都适应了在营地里的角色 大嫂就是温斯嘉 听阿神说杨木又跑出去了 他只是撇撇嘴 没发表意见 不提杨木把事情安排了下 二级战备吧 这个天狱距离我们也没多远 如果有遭遇战 我们就先礼后兵 对了 给那小格格的车送个火盆吧 嫂子 用这么浇灌吗 人家毕竟是格格 你亲自去送吧 是 阿神走后 思果在后座对思交道 大姐 你说二姐为啥 让阿神去给那个格格送火盆 啊 不是怕她冷吗 唉 每一家都有个傻大姐 哪里会那么单纯哦 那你说说 你二姐还有啥深意 温斯嘉有些恼怒地瞪了思果一眼 思果不畏惧地瞪回去 然后笑道 那小格格是个有物啊 再大两岁 毕然倾国倾城 魅惑天下各种宫的生物 二姐是想先把它处理了 免得以后成为情敌 嘿嘿 某个思嘉 再不是以前的思嘉了 女人心海底针 也终于能用在她的身上了 死丫头 胡说八道 看我不撕了你 大姐救命 某思嘉要灭口了 救命啊 帮我挡住这个面 三姐妹就这样在车里打闹起来 撕扯间春光无限 好不热闹 只可惜杨木看不到这一切了 她已经赶往天狱 小哥 进来坐坐吧 一个碎片 吃住全馆 可以在这里住七天 那大墙修得是很雄伟 为了防御丧尸 却防不住杨木这样有些本事的人类 进去墙后 杨木很意外 城内的景象 竟然并不死气沉沉 而是春夜盎然 用各种自发光的小物件 装点了街道两边 配合上大雪 都快赶上圣诞彩灯节了 说话的是个长腿的风情美女 这么冷的天 她竟然只穿了短裤丝袜 杨木当然也就不可能不发现 她的大长腿 看看她身后 应该是一家拉面店 只不过如今她有了新的用处 这样的女郎在这条街上 有十几个 都在招揽生意 她们也是春的元素 哈 你可真是饥渴 流浪汉都不放过 她不可能有碎片的 只有城里那些肥头大耳 带金链子的家伙们才有 是啊 拉面家的 知道你们已经没吃的 何必在这里摆摊 抢我们的生意 去厚村低厅吧 那里一定能吃饱 拉面店门口的女人 也就是刚才和杨木 说话的那个 快速摇头 一脸的冰冷 我们不会去厚村低厅 要去你们去 杨木 动了动眉头 她原本也想要更加的深入了解之座城 那就找这个女人挺合适 走了几步 杨木到了拉面店前 微笑道 管吃管住 管舒服不 女人身高一米七 二十五六的模样 身材很棒 模样也不错 还真不是杨木总能遇到美女 只是在末日前的那个时代里 年轻的女人没有太难看的 大家都知道如何打扮 如何凸显女性的美 因此也就都很好看了 女人被杨木的直尖 弄得有些尴尬 很显然 不是职业服务女性 心理上 多少有些障碍 管管管 我们店里还有三个姐妹 都是漂亮温柔的 保管您舒服 可 可你有碎片吗 原是碎片吧 啊 女人瞪大了眼睛 全是期待 其他店铺前的女人 也都不说话了 关注着杨木 杨木随手拿出了 十几个碎片 红黄蓝三色全都有 这一下周围女人的脸色全都变了 有那远处看不清的 全都跑过来 哇 真的是碎片 天啊 还有红色和蓝色 这东西我从来没见过 土豪 真的土豪 是啊 一个蓝色 可以换三颗红色 一颗红色等于三颗黄色 这是好多财富啊 杨木听得发愣 这个城里竟然如此看清黄色 这倒也正常 毕竟黄色的效果太不凸显 扑通一声 拉面电弦的女人突然跪倒 上前抱住了杨木的大腿 亲吻了杨木的裤子 大爷 请进请进 我们一定把您当作国王一样的照顾 您可以享受到这城里最美味的食物 你一定是刚进城的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任何的向导与陪伴 满足您的任何要求 你怎么知道我刚进城 所以您需要向导 免得您的碎片被偷被抢被骗 在这个城里住太久的人 除了精炼党和天神队 不可能还有这么多碎片 您显然并不是这两者 女人就跪在那里 把杨木向拉面管理推 其他女人都要羡慕死了 喊叫争抢着 大爷 明天来我家吧 我们家也有好女人 大爷 您有那么多碎片 就是有地位的人 您给他一颗碎片 他能换一个月的粮食 他刚才说就管你七天 是奸商呢 我管你半个月好不好 来我家吧 来我这里吧 方圆爱在我家 方圆爱呀 杨木有些意外 方圆爱是个女明星 三十多岁了估计 拍摄过很多在央视播放的电视剧 是国内有些名气的正经大营评演员 并不是那些网红小鲜肉级别的 看杨木有了些犹豫 那个拉杨木进拉面管的女人道 大爷 我管你二十天 冯安妮 冯安妮我可以找来 哈 冯安妮其实是个网红 但她的级别 又和普通网红不同 名气 甚至超越攀缝 因为她参加过八大卫视的综艺节目 是目前国内综艺宠儿 这也让她成了大银瓶明星 是从网络走向银瓶的 最成功网红 名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还超过了方圆爱 第314集 哈哈 这个城里有意思 竟然有这么多特别的女人 杨木有些内心火热 在女人方面 她从来没什么抵抗力 全瘦的女人 当着温斯嘉和向儒的面 不好意思下手 出来有机会偷吃 只要遇到合适的 杨木也不会太舒服自己 就这样 跟随女人进了拉面馆 里面果然有三个 还算是不错的美女 她们都是一脸惊讶 已经十天没客人了 这导致她们没了食物储存 真没想到 竟然拉了个客人 快快快 这位大爷是土豪 快点伺候起来 大爷 我叫张丹丹 先给您洗洗脚 按摩下 吃得马上就送上来 张丹丹 是拉着杨木进来的女人 那火热的劲头无法形容 百米冲刺地进入卧室 拿了脸盆暖水瓶 放到杨木的脚壁 倒了水后 就开始给杨木脱鞋 杨木呵呵傻笑 倒 你们以前都是干嘛的 大爷 我是个护士 我是老师 我是大学生 我是公司的女白领 杨木听得头大 我靠 你们是故意瞎说的吧 都是这么刺激的身份 四个女人立刻转身又回房间 不一会儿就拿出了各自的身份证明 杨木一看还真傻 那个女白领就是张丹丹 还是康师傅集团的 这也算是个大公司了 好吧 那你们现在都主动做这个 我看是毫无压力了 要不然怎么办呢 我们没能力出去找食物 就只能依靠城中的补给 补给发放条件是碎片 那没办法了 想要获得碎片 就只能出卖一些东西 后村敌厅是什么地方 地狱之地 到了那里面的女人 根本再无人权 被链子拴起来 不穿衣服 任由男人随便怎样 唯一获得的保证就是 一点点可以不至于饿死的食物 好吧 金链党是什么东西 这个城中的管理者 全都带着金链子 以显示他们的身份 那些金链子 还能变化成各种武器 他们是原始战斗者 战斗能力高于天神队的人 天神队 就是金链党掌控城市的爪牙 女人们 抢着回答杨木的各种问题 洗了脚 弄了点吃的 之后张丹丹才羞涩地倒 大爷 还是需要您给我一颗碎片的 我们的食物已经没了 拿着碎片去上浇 我们才能获得食物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 伺候您 还有冯安妮 她在花魁馆 我需要送上三天的食物 才能把它请来一次的 我明白了 你们这个城中食物 是基础货币 原始碎片 就是贵重货币了 是的呢 好吧 那老子今天就享受一下 杨木是真正的土豪 怎么会在乎一个碎片 将之给了张丹丹丹 张丹丹不辱使命 一个小时后 果然就带着一个月的食物 和冯安妮来了 杨木一看冯安妮 就翻了白眼 这是那个网红吗 一脸的艳俗化妆品 没了视频滤镜 可以看出她的皮肤质量 真是很差 更夸张的是 她这身高 有没有一米六 啊 真是女神变女屌 杨木回忆一下 好像两年前啊 还给过这个女人 在手机APP上 刷了一个棒棒糖呢 那是一毛钱的虚拟礼物 操 估计这女人 是有后台有推手 这质量 跟凤球黄 都是天壤之别 连张丹丹都比不上 杨木对她 也就失去了兴趣 想着 要不就和张丹丹 快活快活吧 已经要偷吃了 总要睡一个吧 杨木让张丹丹 先把冯安妮打发了 然后搓手笑着 对张丹丹打 这他们网红 还没你好看 小妞 今晚就你让大爷 快活快活吧 张丹丹脸色微红 觉得能伺候杨木 这样的男人 也不错 多金长得帅 以他现在这样的 残花败柳之身 根本也算不上吃亏了 交易就这样达成 杨木跟着张丹丹 去了卧室 着急忙慌的 腰带都解开了 只不过 人算不如天算啊 偷吃 显然不是简单的事 雪蝶最近和大合照 走得很近 他对这个男人 产生了好大的兴趣 以前碰上的男人 根本不用他勾手指 他们就会扑上来 可大和尚 根本对他丝毫不感兴趣 而且还敬而远之 就在两天前 车队临时休息 雪蝶找到了大和尚 那时他正在外面 巡逻守夜 夜里两点 四下无人 小树灭灵里 让雪蝶觉得 这好像是一次约会 你听说过我的故事吗 女施主 从未听闻 我在男人方面很乱 因为没有感情 只想追求刺激 阿里托佛 你不是还俗了吗 不想找个老婆 人不在府门 心还在 心中有福陪伴 不需要更多人了 我听说过 佛祖割肉未因的故事 你是不是也愿意 救赎别人呢 这个是自然 那你能救赎我吗 我还从没有在心里 对男人有过什么影响 虽然睡过很多个 但是对你 我的感觉不同 我这几天总能想起你 阿弥陀佛 别跟我说这四个字 说说我的故事 你听吗 女施主 平僧愿意做你的倾听者 只是你 那就行了 没那么多废话 雪地点燃了一根烟 然后才开始讲述 我出生在巴尔迪墨 美帝马里兰州最大城市 也是全美最乱的一个地方 我其实早就把父母忘记了 我只是被他们带大到六岁 后来他们把我卖给了 承熙黄种人帮派老大 他把我当作宠物养起来 我从小就被关押在笼子里 不但要苦练武术 还要被我的主人侵害 你懂那种痛苦吗 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那段生活 是我汉语比较好的原因 雪蝶出了音 接着道 我要感谢我的公公 他从日本去美地 把我找到并接走 让我有了另外一种生活 只是在日本生活艰难 我一直就没有合法的身份 大了后 我公公死了 我停止了忍者的修行之路 开始自己生活 做过一年的AV女郎 后来机缘巧合 认识了一个黑人 他把我带去中东 从此成为雇佣兵 我杀过很多人 每次杀了人后 我都想找个男人睡觉 那会让我的身体 和神经都麻木 我喜欢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很爽 大和尚听得目瞪酷呆 他显然从没想象过 这样的生活 真的爽吗 其实不 我知道从内心里 我并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可我没办法 我只能这样 这么多年都是这样活的 我无法改变 所以我曾经有个誓言 要找个主人 做他的影子 结束自己所有的一切 开启一段新的人生 杨木出现了 他成了我的主人 救赎了我的过去 我现在是空白的了 可以开启新的生活了 可我依然迷茫 依然找不到方向 大和尚 你能救赎我的未来吗 如果你愿意要我 我想做你的老婆 愿意洗去一生脏污 从此跟在你身边 如果你能教我一些佛经 就更好了 我才是世界上 最需要尽心的人 我的脑海里 时常会出现 各种暴力血腥的片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是个精神病 知道吗 我需要救赎 大和尚猛了 他觉得这个女人 确实很可怜 可却不知道 要如何答复他 和尚有自己的信仰 他要遵守戒律的 怎么能和女人结婚 血蝶注定失望 他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虽然对这一切 他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很难接受 心里不舒服 这几天 他都不太开心 就隐藏在角落里 在杨木出现时 远远跟着 做好影子 是他如今 唯一的心灵寄托 杨木离开营地 他当然跟了出来 杨木进入小面馆的时候 他就站在五十米外 无论血蝶的内在 是怎样的 从外面看 他都是个很漂亮的女人 混血的容貌 让他有东西方美的优点 对男人的经历丰富 让他在举手投足之间 自然就带有一丝的诱惑 街边几个男人走过来 笑嘻嘻地对他动手动脚 如果是以前 雪蝶一定就会找个房间 和他们开心一下 可人生第一次的 他想要拒绝 走吧 再不走 我就杀人了 哈哈哈哈 你们听到了吗 他要杀人 我好怕哦 哈哈哈哈 男人肆无忌惮地笑着 他的手已经伸入了雪蝶的衣服里 比他的笑声还要肆无忌惮 雪蝶也笑了 笑得很优雅 而且丛容 寒光一闪 男人的半只胳膊断了 他的笑容也随之僵住 脸色快速变得苍白 嘴巴张开 三秒钟后 才发出吼声 我的胳膊 男人的叫声非常尖锐 好像个娘们 雪蝶冷冷一笑 身体快速向前 走出几米远后 手中 已提着一颗人头 没人看到 他是如何将他的头 斩下的 太吵了 真的太吵了 周围还剩下四个男人 全都一脸的震惊 雪蝶皱眉说着吵 身体在快速移动 一个 两个 三个 他轻易杀了三个男人 将最后那个男人 按在墙壁上 别别别 别杀我 那人吓得已经说话颤抖 雪蝶体内的热血 因为杀人而沸腾 这种感觉就好像吸了粉 会让他变得疯狂 这是多年来 变态生活的影响 他的身体 压在了男人的身上 伸出粉红的舌头 用刀舔去匕首上的血 然后再将这些血 用舌头涂抹在男人的脸上 那男人要吓死了 一点惊艳的感觉都没有 他感受到这个女人 可能是个疯子 还是变态 给我说个理由 让我可以不杀你 我表哥是江浩 江浩是谁 城主 这里的城主 有趣 好吧小伙子 你说服了我 你哥是城主 你可以走了 雪蝶放肆地笑着 那模样好似疯魔 得到释放的小子快速跑开 只是疯狂地跑了两百米 他就撞到了四个人 卧槽 这不小唐吗 干嘛疯疯癫癫的 小唐一眼认出 这四人是天神队的 估计正在夜晚巡逻 维持治安 哥 大哥们 那边有个疯女人 他杀人了 杀人了 杀了好几个 我的同伴都被杀了 好 敢在我们的地盘杀人 走 我去看看 四个天神队员 去了小唐说的地方 小唐继续狂奔 他还很惊恐 要去告诉自己的唐哥 雪碟这时 依然在发疯 一边笑 一边跳 他把自己想象成了意气 似乎手拿一把小扇 带着高高的发 脸上 涂抹了厚厚的粉 几个穿着和服的家主 正在对他品头论足 他则把最佳的记忆 展现给他们 四个天神队员 到了后 就看到了 偏偏起舞的漂亮女人 也看到了 地上的血迹 和尸体 这情形显然有些诡异 他们都是 二级原始战斗者 其实 只是有一颗二级蓝 红黄都是一级 所以虽然觉得有些紧张 倒也没有太害怕 第315集 这娘们 什么路说 不知道 长得是真不错 小心点 女人会用刀 大多都是妖 我前辈子 就是毛山道士 擅长的 就是捉妖 有一个小子 准备动手 他心大 可不认为 这女人 真能有什么本事 雪蝶其实 也只是 二级原始战斗者 没得到杨木的完全信任之前 杨木 不会给他太高级的原始 然而雪蝶 是全兽十二猛将之一 能够入选 是因为对原始操控的能力强度 他有一把随身携带的刀 日本战斗 常年随身携带 背在身后 那是他的蓝色炼化金属 只是雪蝶还不太习惯用蓝色武器 他的大多战斗 还是用他原本就拥有的能力 在敌人靠近的时候 他的身体急速移动 十二枚飞镖同时甩出 最靠近的直接挂掉 另外有两人受伤 靠 他是利人夹子 动手 三个人 同时扔出一气红 从三个方向射过去 雪蝶的身体 柔韧性超强 十几个跟头 已经去了远方的黑暗处 妈的 什么鬼 他要跑 快追 杀了我们的兄弟 还想跑 三个人 拿出自己的蓝色武器 就冲向黑暗 然而 他们并没想到 冲入黑暗中的雪蝶 已经快速移动 绕行到他们的身后 在他们想要进入黑暗 去抓他之前 从身后出道 两个断头 一个被分尸 雪蝶双手持刀 站了一会儿 风带来雪 血落在刀上 进入血中 血与血相融 让血的颜色 在月光下 似乎更鲜艳 起身 抬手 将上衣撕去 只穿小小的胸衣 用刀 将牛仔裤划开 成为了 奇插小短裤 雪蝶内心 无比地火热 导致他觉得 自己也很热 他需要穿得 清凉一些 好幸福 又回到这种感觉了 全身都血液沸腾 好想找个男人 发泄一下 花痴 你看不上我 我也看不上你 这天下的男人多得是 我随便找找 就能有一卡车 雪蝶上来那股风劲 拿着刀肆意地走 它闹出这样大的动静 当然吸引了更多的守夜人 墨舍里有不少的新名词 守夜人 就是被最经常提到的 他们要看着夜晚里 是否有危险靠近 这对于一个集体来说 非常重要 一群人冲向雪蝶 雪蝶根本没使用 蓝色原始武器和二级红 就用自己的长刀暗器 就把这群人 杀得人一样麻烦 就算他们有原始 但战斗经验 怎么能跟雪蝶比 雪蝶杀的人 都比他们踩死的蚂蚁还多 十分钟后 这里混乱起来 一个穿着暴露性感的女人 一把沾染了血 与雪的精锐长刀 一地残破不堪 横膝竖疤的尸体 这让附近的人们来回奔跑 惊恐万分 杨木老人家 正打算找个女人偷吃 就被外面的混乱惊动 过去打开窗看看 距离挺远的 让六级黄飞过去看 杨木翻了白眼 套尼玛 这娘们怎么跑来杀人了 自己一个人出来 他居然也跟着 还真是影子 杨木没心思接着偷情来 看雪蝶这熊样 似乎又发了疯 对雪蝶不算他了解 但多少知道一点 他的个性 情绪有时很不稳定 这时 从远处来了三道黑影 成三角之势 将雪蝶包围 雪蝶已经杀了二十几个 那这三个 应该是城中 真正的高手了吧 杨木观窗躺在了床上 一手抱着女人 一手吃着辣条 双眼闭起 打算看看这场战斗 看看更多的原始战斗者 到底是怎样的实力 朋友 从哪里来的 找麻烦 将雪蝶围起来的三人 其中戴着眼镜的中年男 开口说话 他看上去 文质彬彬的 根本不像是灰武术 不过他说话沉稳 气场很不错 显然三人 以他为首 雪蝶这时 安静了一些 看着说话的男人 黑黑笑 那笑容很含蓄 却又多情 配合上他穿着上的暴露 以及飞红的脸 带给男人们 是一种异样的感受 幸好这地面上 铺着一地的尸体 否则这三人啊 还真可能会放松 所有的警惕 小哥哥 看你文质彬彬的样子 怕是没什么力气 真要到了床上 不知道妹妹 能不能把你弄死哦 雪蝶笑着 对那文质彬彬的男人 说话 男人的脸一下就黑了 雪蝶的话 显然带有侮辱性 让男人 有受辱的感觉 哼 找死 大斌小强 动手 弄残他再说 老子可没有 莲花西域的心思 尹静男下令后 叫做大斌小强的男人 立刻动手 小强将身后的棒球棍 扔出来 砸向雪地 棒球棍 行径间变化为32把小飞岛 构成了一个覆盖 三米直径的攻击面 雪蝶说归说 笑归笑 动起手来 那是真的不含糊 双脚踩在地上旋转 让自己如同龙选风一般的 转起来 拖开攻击 并快速靠近小强 小强射出二级红 分身后向雪蝶射来 雪蝶依靠的就是躲闪 已经围绕小强转了一圈 并且如同螺旋一样的 越转 距离小强越近 小强将金属球棒收回 雪蝶围绕他转了三圈 也已到了他的身边 一刀斩下后 小强就用那大棒子抵挡 只可惜力量上 他竟然还比不过雪蝶 被刀将铁棍压在了胸前 小娘们 金还挺大 看我一会弄死你 小帅哥 你没机会了 雪蝶话音落下时 脸上出现了一抹 诡异的笑容 这时候 观战的羊目 集中了所有的注意力 十二拳兽的选择 当然是有道理的 雪蝶并不被羊目信任 按理来说 羊目不会将他编入 自己的特殊作战队伍里 可他的蓝色武器 太特殊了 是羊目从未见过的 由于舍不得这种能力 羊目这才选择了雪蝶 蓝色武器 是蓝色原始 融入金属后 形成可以根据想法 而变化的特殊物质 这些特殊物质 与以前的金属不同 彼此间也是不同的 不同物质 有着不同的特性 比如雪蝶的长刀 和羊目的长刀 在被蓝色原始融合后 就是不同的物质 有天壤之别的差距 让羊目惊奇的就是 雪蝶竟然让那把长刀 变成了可燃物 并且能够伴随 超级高的温度 具体有多少度 羊目也没测量过 不知道如何去测 没有对应的温度计 估计来说 最起码2000度 应该是有的 温度存在 刀身是可燃物 就会出现一种现象 周围的氧气 一旦接触这把变化的刀 立刻就会让其燃烧起来 释放的热量 让20厘米范围的东西 全都发生供燃 雪蝶把刀压在金属棒上 一时间开启赤焰刀 刀身上立刻升腾起火焰 小强的脸距离刀头 不足15公分 一下被刀头上释放的火焰引燃 皮肤剧烈燃烧起来 烧伤总是最痛苦的 小强惨叫一声 将棒球棒扔在地上 雪蝶挥舞了两下 拿着燃烧火焰的刀 犹如死神之女 将小强两刀分尸 而尸体分开后 就一起着火 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 片刻后 也升起了烤肉的肉香碗 眼镜男和大兵 全都向后退去了十几步 完全傻了 这是什么能力啊 刀竟然可以升起赤红的火焰 而且即使距离十几米 都能感受到刀头上 传来的热量 这到底是有多热啊 杨木眼睛睁开 眨巴眨巴之后 满满的都是羡慕 他当然也尝试过 想要炼制这种蓝色武器 可失败了 这证明 并不是谁都能拥有 控火的能力 在全兽战队所有人中 只有雪碟 炼化出了这样不同的武器 杨木怎么可能不把它留下呢 虽然在杨木的眼中 近身的武器 终究没有远程的好用 但是雪碟个人体术的能力 弥补了这种步骤 最少与一般高手比较 雪碟不会比人家差太多 眼镜男女大兵 可不是真正的汉北侠客战士 就是普通人拥有了原始战斗能力 弱势强打弱 他们能嚣张跋扈到极致 如今面对了真正的杀手 能力又这样诡异 他们根本不敢继续打下去 两个人转头就跑 雪碟哈哈笑着 提刀要追 这时附近大队人马出现 从各个巷口涌入 二十五六岁的男人出现 正是城主将好 他带来了不少人 这些人躲在各个巷口街道 手中拿着武器 将雪碟包围在当中 大王怎么回事 被叫做大王的人 就是那眼镜男 他跑到江浩的身边 气喘吁吁 这娘们杀了我们好多人 刚才试了一下身手 非常诡异 他那把刀能着火 靠近就能让人的人体皮肤共染 你看那是小强的尸体 还在着火呢 雪碟赤眼刀也就出现了一刻 不能太长时间保持燃火状态 炙热的温度 他自己也受不了 看到一群人围上来 最少有一百只枪对准他 他的笑容慢慢消失 脸上出现了一丝 任何男人看到 都会怜惜的忧远 要杀我 江浩看着雪碟的模样 双眉紧锁 他其实有些惊艳于这女人的美 可他此时的状态模样太诡异了 让他无法将之当作一般的美女对待 小妞 叫什么 哪来的 不妙不妙 你们这么多人 我打不过 雪碟看似精华 挥手将刀插入身后的剑桥 之后扑通跪倒在地 不要杀我好吗 江浩真是目了 这女人到底什么鬼 明明是他杀了自己好多人 这时候却在这里装可怜 江浩可以确定他在装可怜 一个这样心狠手辣的女人 怎么会说怕就怕 小妞 你要怕了 就快点束手就行 那过来 捆帮我 雪碟跪在那里抬头 双眼眯在一起 看向江浩 江浩的身体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这小妞猫一下狗一下的 真是抓不住江 精神有问题吧 你们两个过去 将他捆了 江浩只派两个手下过去 两个男人拿着绳子很快将雪碟捆绑 抬到了江浩的面前 江浩伸出手 在雪碟的身上来回摸了几下 真是个不错的女人 不过老子看不懂你啊 走吧 回去先过行 让我看你到底是什么货色 男人 你要虐待我吗 江浩不知道怎么接话 实在没有遇到过雪碟这样的女人 我有主人的 只有我的主人才能对我予取予求 至于你还驾驭不了我 话音落下 让人惊恐的事情发生了 在雪碟的背后 竟然升腾起一对 巨大的燃火双翼 这一幅景象太惊艳了 让雪碟好像是从地狱中走出来的火焰天使 震撼效果十足 杨木叹了口气 这是利用刀鞘开启的二段蓝色武器 虎武狂杀 这个变化跟吃焰刀差不多 不过是刀鞘转化为可以燃烧的沙子 这些沙子都燃烧着火焰 能浮动在身体周边形成一些形状 血到的作用主要是防御 雪碟火舞 动作间身边沸腾着火焰 看上去是真酷啊 这些火的温度不太高 只要不直接碰触身体 基本不会伤到自己 它是流动的火煞 切断捆绑的绳索是很容易 第三百一十六集 之后 吃焰刀再次出现 很快压到江浩的身前 操 江浩翻滚离开 附近有一些忠诚的人 立刻扑上来 挡在江浩的身前 同时许多人看了睛 雪碟急速移动会 瞬间十几人被他斩杀 可是他也被打中了三发子弹 幸好都不是要害 一颗从他的肩膀划过 两颗射入腿中 杀了他 这个疯女人 杀了他 江浩喊叫着 周围的枪手 立刻疯狂开枪射击 足足射了三分钟 江浩才白手制止 就见那女人 竟完好无损地 跪在地上 只是那腿部中弹处 有血流处 那也是之前被伤到的 在他的身边 这时正站着个男人 很帅气 一脸悠闲 怎么回事 那么多子弹打过去 竟然没有杀了他们 这男人 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也这么诡异 杨牧师用散膜成球 抵挡了子弹的攻击 散膜近乎透明 刚才出现 此时消失 只是在周边七八米范围 留下一圈弹壳 没有一颗子弹 射入防御球内 杨牧觉得 自己这些武器 果然都很好用 虽然没那么花哨 主人 您来了 雪蝶宫恭恭敬敬地说话 身体颤抖 杨牧当然没虐待过雪蝶 没那种爱好 可雪蝶思维里 将主与奴定位 在杨牧的面前 自然就会表现出一些奴性 这也与他心理上的变态有关系 你是影子 老子没与人动手 你却先和人打起来了 太不专业了吧 主人 我错了 请主人惩罚 雪蝶颤颤颤颤的连续磕头 那一模样 似乎惊恐万分 周围的一部人 全都有些脸色发白 子弹打不死的男人 甚至毫发无上 那杀人女魔头 又对这人如此恭敬 他到底是人类 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哦 江浩能成为头领 当然不会太傻 杨牧的出现 让他有了深深的危机感 一直退到后方的车中 江浩拿起喇叭 不敢露头说话了 朋友 到底什么来路 竟我这里杀人 一点法律都不讲吗 我控制着天狱城 在没有官方管控的情况下 也没说肆意妄为 想杀谁就杀谁 杨牧中眉愣了下 是啊 末日爆发不过四个月 很多人经历的 还没有自己那般血性 可能是一场误会 这娘们杀人 我给他赔礼 我不想找麻烦 这就走了 可以不 走 走 杀人陪礼就想走 这也太轻松了吧 或许是因为杨牧太多的软 让江浩说话硬起了一些 那怎么办 人都杀了 一定是你们的人先惹了他 他才动手的 如果你想以命抵命 也不是不行 哦 怎么以命抵命 你们这里的人不少 我不杀你们 就算抵消了他杀的人命 怎么样 什么 附近所有人都猛 一大半没听懂 杨牧舒展眉头笑了 终于觉得自己找到了好的道理 如果现在动手 你们这里最少要死五六十人 我的娘们 虽然现在也杀了你们十几个人 但我不去杀更多 这就算是以命抵命了 还不懂 我不杀人 就算是以命抵命 懂吗 妈的 这小子太嚣张了 大家别怕 他一定只是原始战斗能力者 手段比较特别棒了 一定有弱点 我们这么多人 还怕他 开枪开枪 搞死他 杨牧很纠结 他的道理不被认可 还有啥说的 总不能把血蝶给他们 枪声响起 散魔球包裹在四周 再次阻挡了所有的子弹 没有枪声的时候 收集散魔球 飞轮急速飞出 因为已经几乎透明 这一武器也就更难防御 四十几个人瞬间被秒杀 死的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边上看的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被杀的 这下四周大乱 他们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原始战斗者 不知道要如何面对 哥哥 一声大喊 吸引了杨牧的注意力 目光斜过去看 见到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 声色俱力地对着边上倒地的尸体吼叫 杨牧众眉哀叹 只要杀人 就要经历这样的情景 别人也有兄弟姐妹父母亲人 被自己杀了 难免家中会有人气狠 所以杀人真是挺不好的事 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问题是 原始武器太强大了 随意出手就可杀人 要是畏手畏尾 则无法很好地操控他们 正在心里琢磨 忽然发现刚才叫喊的小男孩离开 然后快速从后面返回 竟然扛着一个赤弹筒 操 杨牧在杀人之后 就快速把散摩球撑起来 阻挡着敌人的疯狂扫射 这时 子弹还在死 根本不敢把球拿走 小男孩操控赤弹筒发射 一枚炮弹很快打到 这一下是有些防御不住了 球被炸飞 尘土飞扬 杨牧急忙抓着雪碟 向边上飞退 脚上踩了六级红 一下就飞出二十几米 才稳定住身形 杀人者有一天也会比别人杀 走吧雪碟 我们不练战 已经脱离了包围圈 杨牧当然不会继续停留 散摩收回后 带着雪碟骑走 雪碟逃跑的功夫不亚于杨牧 只有一足宽度的墙头上 他也能奔跑如飞 这是多年来练就的本事 两人一路狂奔走街串巷 并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找到梁库 梁库的守卫非常森严 雪碟去杀人吸引坠礼 杨牧偷偷摸进去 在梁库中心释放出 金色武器房车 然后把各种食物装进去 直到填满 这才将车收起 快速离开 从进入梁仓到离开 也就二十几分钟 而且杨牧是独来独往 根本没有被发现 一直走到城墙边 六级黄才找到雪碟 快走快走 六级黄贴在雪碟的耳边说话 并给他指点方向 让他在几分钟后 跟杨牧会合 两人上墙翻身而过 狂奔消失在夜色里 远离了天狱城 你奶奶的 到达安全地方后 杨牧一脚踹在雪碟的屁股上 把他踹得趴在那里起不来 当然不是真的起不来 是他不敢动作了 知不知道为啥踹你 主人 都是我的错 我不敢杀人 您惩罚我 雪碟翻身跪在那里 战战兢兢的模样 你杀不杀人和我有鸟关系 问题是 你杀了人后 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吗 老子不出来 你会不会被打成筛子 主人 闭嘴 影子会说话吗 既然你是影 那就不到关键时刻不能出现 平日里 也不能在营地里走来走去 要把你自己隐藏起来 除了我之外 不让任何人知道你的存在 这才是影 杨牧的语气很严厉 雪碟只是跪在那里 没有任何反驳 他的心在颤抖 杨牧把他的情绪 带入了一种影的境界 他觉得杨牧说得很对 自己这个影做得确实不称直 我知道花痴对你有些特别的意义 你看他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 我允许你在不被人发现的时候 也能去与花痴接近 但除此之外 别让我再看到你出现在任何地方 除非我快死了 你的使命是在我最危急的时候出现 为我挡刀 而不是在你危急的时候 我出现来救你 是 那还不消失 雪碟急忙站起 然后消失在杨牧的面前 杨牧站在那里 气喘吁吁好一会儿 心里还是不爽 偷情计划泡汤也就算了 关键是 他又无缘无故地杀了那么多人 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走了几步 想起药还没有偷 当才出城的时候 好像路过了一家贴有十字架的医院 杨牧又快速返回 城中很混乱 大多都集中去了储存食物的地方 杨牧趁机快速装了两大兜药 全是治疗感冒的 这才出城 再不停留 一路狂奔返回了营地 阿神等人 一看杨牧这么快回来都很高兴 杨牧却非常不开心 拿出房车来让阿神卸粮食 阿神瞪大了一眼睛 不敢相信 哥 你这车怎么忽然变出来了的 这也太夸张了 金色系原始的作用 回头啊 我好好给你解释 只是现在啊 还无法帮你们激活更多的金色系 所以也不着急 反正太神奇了 行了 把食物卸下来 这趟出去心累 一会儿把药拿去给淘尸 让他给感冒的人用 阿神立刻开始卸车 卸了之后才惆怅道 哥 这些东西 也就能够我们吃个五六天 后面还要去弄 田玉成我是不打算去了 想其他办法吧 杨牧有了一点心理阴影 今天完全可以不杀人 就把事情干了的 就怪血跌 卸了车后 杨牧就跑上房车睡觉 不一会儿 林月就上来 车上有灯 茶色玻璃出现后 外面无法看到车内的光景 车内的温度 很快就到了二时的舒适温度 这都是金色武器 特有的调节作用 随着杨牧的期望 车内的一些状态 可以调节改变 林月弄了洗小水 给杨牧烫脚 又在厨房给杨牧洗袜子和内裤 杨牧钻进被窝 蓄盗着今天的经历 林月叹气道 总杀人事不好 可以不能怪你 他们都开枪了 你要是不还手 自己被伤到怎么办 我宁愿你做个杀人的魔鬼 也不愿你因为富人之人而遇险 杨牧听得感动 光溜溜地下床 在背后抱住林月 真是我的好媳妇 你这么一说 我的心里畅快多了 别闹 蓝龙人们怎么样了 侯儒已经侦查了附近地形 觉得挺安全 蓝龙人就在村口那边的地方 挖地洞呢 他们似乎很擅长挖掘 说是三天就能完工 进去后洞口封死 就在地下冬眠产卵 要一个月时间 行吧 那就在这里住上一个月 食物呢 还去那座城路吗 看情况吧 如果其他地方找不到啊 那我也只能再去 轻车熟路的 到时候偷了就走 你这次得手了 人家还能不把食物换地方 下次偷估计不容易 说话间 林月洗好了 找绳子挂上 然后打开车门 将洗脚水倒在外面 村子里有井 用水倒是还方便 关门后 林月又叹气道 取暖也是问题了 炭火盆取暖的作用不太大 我们这里很好 可其他的车子都挺冷的 村中的房屋 窗户都基本损坏了 根本不保暖 要么去文东城吧 在城郊找个居民楼躲藏 条件好一些 让蓝龙人干脆啊 就找个地下车库去冬眠 反正都是地下 这注意好 今天太晚了 明天再行动吧 行 我通知阿神 让他告诉蓝龙人 不要挖洞了 明天咱们换地方 因为林月的安慰 杨木的心情排泄 他原本也不是钻牛角尖的人 时间确实太晚了 两人都上床后 杨木也没干嘛 就是抱着林月 手脚和他老实 睡吧 困死了 林月很不满杨木的不老实 林月 你说咱两个 有没有一种老夫老妻的感觉 林月好久没说话 杨木等得睡着了 打起了呼噜 林月却并没有睡 睁着眼睛看着车窗外 飘飞的大雪 他和杨木之间是有缺失的 没有恋爱的过程 睡了就在一起 现在的杨木 竟然都有老夫老妻的感觉了 这是否算是一种悲哀呢 许久 林月不曾入睡 今夜 他失眠了 只因为情感的波动 每个人 时时刻刻 都会有不同的情绪 这是很神奇的事情 我们在大街上遇到了美女同事 过去与她打招呼聊天 她笑容可掬的 也在回话 是啊是啊 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出来自己逛逛 或许 作为屌丝 我们此时还想着 是否 能够邀请美女同事 一起逛街 而美女同事这时 却在异常的懊恼 心中想着 王总昨晚又睡了我一宿 结果她老婆一个电话 她就屁单屁单地跑家去了 拍房钱还是我给的 这样不是办法 要怎么做 继续做小三 还是结束这种关系 这样的想法 对于我们而言 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可它是真正存在的 仿佛发生在 另一次元世界 杨木早上起来 就看到了黑眼圈的林月 于是好奇问道 怎么了 昨晚没睡着 嗯 会上没睡 看雪了 杨木当然无语 这娘们以前没见过雪 大半夜不睡觉看雪 病得不轻啊 真正的老夫老妻 也不一定能心有灵犀 何况杨木与林月 根本就不算 粗之大意的杨木就以为 林月是真的看雪了 轻了她会儿 笑话了几句 就让她睡觉 林月得到了杨木的早安稳 心情终于好了许多 也确实困了 不一会儿就入睡 杨木下车组织人开路 赶往奔动 她呼发奇想 尝试看看林月在房车内 是否能够将车子虚化收起 结果是失败的 看来在车内 有其他魂力原始 实体无法在杨木的魂力下 有所变化 上房车坐司机 在上午九点半 全寿站队全员 进入了文东南城 最边缘的一个小区里 住进了七号楼 这栋楼一共十三层 下面有地下车库 完全能够满足需求 首先安顿好所有人 之后杨木亲自带领物资搜索队 深入室内十公里 终于找到了大量食物 以及保暖衣物 解决了补给问题 返回时不过中午 杨木找了大森阿神一起喝酒 说了接下来一个月的计划 没别的 就是追求简单一点的生活 这城里的原始没多少 末日四个月 原始可能都被人弄走了 我们不需要着急收集原始 就在这大楼里 安静过日子吧 训练也不需要 所有人轮流做斥候 唯一要防范的事情 就是不能被丧尸群给包围了 不出去好 不出去好 郭大森高兴说话 终于可以不用操练了 太好了 天天带那群娘们 烦死了都 阿神兴奋地喝了一杯啤酒 里面的老娘们就算了 有那小姑娘长得好看漂亮的 你要有看上谁 就跟哥说 哥给你做美 阿神听杨木提起这一时 脸一下就红了 哈 看你这骚包的表情 难道还真有喜欢的了 没有 没有呢 你小子 不擅长骗人 跟我说说 是谁 杨木问阿神 可阿神死活不说 杨木也就无可奈何了 说他是玩犊子 然后叫着喝酒 兄弟三人 喝了个大醉 杨木一直以来 神经就是紧张状态 现在周围有全兽队员防御 神经放开 也就真的有了醉意 阿神古大森都被年糕弄去卧室睡觉 这间房本来就是分配给年糕和大森的 杨木却没留下 晃晃荡荡的上了楼上一层 也是顶层 这一单元每层就两户 楼上两户里住的 是关海山母女四人 家小舅子温思凯 大姐夫陈元庆 杨木只是敲了几下门 关海山就把房门打开了 啊 杨木 怎么喝这么多 妈妈 喝了点酒 杨木说话的时候 晃晃悠悠的就进了屋 坐到了沙发上 关海山有些心情复杂了 却又根本说不清楚 无奈关上门 走过去 也坐到沙发边 这是喝了多少酒 没喝多少 酒不醉人人自醉 妈妈 你说 我是不是好女婿 自从末日爆发 是不是我带着大家 活下去的 杨木表功心切 在酒精的刺激下 也完全没有鼓起 过去抱住了 关海山的肩膀 关海山当然懊恼 她这长辈 被杨木搞成兄弟哥们了 还勾肩搭背的 两户房屋 一个是关海山 带着大女儿和女婿住 另外一户 是两姐妹和小舅子 温斯娇八门缝 看到老妈被杨木 以社会大哥抱小别三的气势 用嘎紧窝夹住了脖子 这一下可是没吓死 她急忙上床 推了下陈元庆 快点快点 去对门 把我妹叫来 咋了 你快点 我妈被杨木锁猴了 陈元庆一听 也是吓一跳 急忙过去 趴门上看 看了几眼后 才关上门 重新躺在床上 冷冷一笑道 那怎么是锁猴 分明就是杨木那流氓 和你妈亲密 这个变态 看来是想要把你们母女姐妹通吃 你 你在说什么 难道不是吗 我陈元庆现在 才是真正的坠血 你妈那个失了一眼 现在都懒得看我一眼 还不是因为我没用 元庆 你不能这样侮辱我的家人 哼 我侮辱你家人 你快出去看看吧 在外面是谁对你妈又搂又抱又轻的 温思娇觉得委屈 可这时候 还是要先解决问题才行 于是 温思娇自己离开卧室 冲到对门 将小妹二妹小弟 全都叫过来看 嘿嘿 我的故事都听说了吧 不错 我杨木啊 就是喜欢温思娇 他是我的初恋之道婆 妈 告诉你件事啊 我给温思娇写过一首诗 你想不想听 好 既然不说话 你就是想听 那我就背诵给你 这是一首表达挚爱的情诗 嘿嘿 温思娇等人过来的时候 听到杨木说这些话 温思娇就没看向里面 其实还好 杨木就只是抱着老妈的肩膀 这种动作 在女婿和丈母娘之间来看 确实有些过于亲密 不过 却也不算什么 如果是青生儿子这样抱着母亲 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听杨木说 要背诵给自己写的情诗 温思娇有些紧张了 这时他没有立刻上去 将杨木从老妈身上弄下来的音诵 啊 这狗写的开上白 难道是现代体的诗啊 两只黄梨鸣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 什么鬼 温思娇差点晕了 这是抄袭的古诗好不好 以为老娘没上过学啊 好多鸟啊 好多鸟 门口四姐弟实话 那边关海山也有些猛 没看懂这个诗的套路 杨木诗性大发 连同刚才说的重新朗诵 啊 两只黄梨鸣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 好多鸟啊 好多鸟 我轻轻的抬手抓一只 不带走一片云彩 只留下好几根鸟毛 我对你的爱啊 就像是被抓住的小鸟 飞呀飞呀飞不走了 只有那天上还在飘荡的鸟毛 你快点飞吧 飞去江河万里 通传老子的爱情 帮我告诉这个世界 老子爱那个女人 谁他妈也别抢 房经理鸦雀无声 几秒钟后 思果才笑得躺倒地上 捂肚子 温斯嘉横眉冷对 想上前 最终又后退了 怎么能和一个罪鬼交紧呢 判断这没什么事 温斯嘉拉起了大姐的手 向外走 然后 对野在傻笑的温斯凯道 笑什么笑 去把他弄下了 说完 温斯嘉带着温斯嘉 飞一样地 跑回了对面的房间 进去后 温斯嘉气得 连续快速跺脚 笑叉气的丝果 是好久才恢复了一些铁力 这才喘息娇声的 你还别说 二姐夫这首诗的后半段真不错 飞去江河万里 同传老子的爱情 把我告诉这个世界 老子爱那个女人 谁他妈也别抢 真是好霸气 我喜欢 温斯嘉 我现在越来越讨厌你了 讨厌我的原因 是我提姐夫吗 温斯嘉 我感觉你要晚了 你这种状态 就是小女生谈恋爱哦 还是初中生谁准 相见而不敢见 越是逃避 那就越是无法忘记 温斯嘉 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心里有羊目 自己去找找吧 它就藏在你心里呢 初期的 这次温斯嘉没有去追思国 只是皱眉站在那里 若有所思 哐当一声 房门打开 温斯凯出现 私交道 干嘛来了 不是让你看着二姐夫 二姐夫刚才走了 走了 临走前又坐视一手 什么 三姐妹同时问 温斯凯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朗诵出声 坠坠坠坠 没了天地 七尺男儿 做了小弟 忽来恶去不留余地 无人理会 好像天敌 心有苦楚 点点滴滴 晚安设立 又来快递 跑断了腿 还是小弟 生活好累 那就离去 好地好地 温斯凯 学着杨木当时的语气 说完了一首 歪刮里也早的诗 其实这不算诗 就是顺口溜 杨木哪里会写诗 可是他里面的内容 却很深沉 大姐道 好多抱怨哦 不过那时候 在咱们家 她的生活 确实是这样 也真是苦了她 三妹道 她也有点歪彩 最后一个字 都是地的谐音呢 温斯凯道 咱妈被二姐夫 说得伤感了 觉得那时候啊 对二姐夫 确实苛刻了一些 正在房间里 抹眼泪后悔呢 三姐妹一听老妈哭了 急忙收起情绪 跑去安慰 温斯凯也去安慰了 可是她的心 没在这里 她在琢磨着杨木 这人怎么就如此 让她不省心 好烦哦 从来没这么 烦心过一个人呢 杨木上了顶楼 在天台围墙的 墙头上行走 丝毫不在意 身侧就是深渊 她的嘴角挂着一点笑 一边走 一边轻声细语 他们会把我今天的表现 全都告诉温斯凯吧 小娘们 不来撩大爷 那大爷就给你玩阴的了 等着接招吧 杨木当然没罪 酒不醉人人自醉这句话 真的不适用于杨木这种 好酒量的人 就算人自醉了 心还是清醒的呢 打了个哈气 忽然感觉背后生风 杨木急忙一个跟头 从墙头翻下来 回头一看 原来是雪碟 杨木立刻冷下脸 她都情愿坐影了 杨木觉得 自己也应该有做主人的觉悟 什么事 主人 雪碟的声音有些急躁 并带着喘息 天 天玉成 天玉成怎么了 我黎明的时候过去了一趟 原本也没什么目的 就只是想要看看 可是 可是那座城 已经没了 没了 拿去了 被外星人搬走了 不不不 我的意思不是说城墙没了 而是城中的男女老少 以及牲口家禽 昆虫飞鸟 全都死光光 身体被切碎放在城中各处 整座城充斥了血雾气息 那已经是真正的地狱之城 再也没有天堂 啊 是谁杀了他们 不知道 不过我走了四周许多地方侦查 基本确定 没从城里跑出来一个生还者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 凶手极其残忍狠毒 阳目 双眉紧锁 被屠城不奇怪 问题是 真的没有一个幸存者吗 那就太奇怪了 你真的是天玉成的幸存者 孔孙看着蹲在地上的小女孩 咒咪发问 她太小了 估计只有七八岁 一身的心血 他们发现她的时候 她就躲在距离天玉城西边三公里的破房子里 王德看小女孩不说话 走过去 给了她一根棒棒糖 小女孩快速将棒棒糖拿过去 放在口中吃 很快将糖嚼碎 然后连着棒棒糖的棍一起吞入 似乎很肥饿 王德笑着道 好吃吗 告诉叔叔你的名字 还有是不是来自那边的那座城 小女孩瞪着美丽的大眼睛 看了王德一会儿 才点头道 王德孔孙同时双眼放光 然后回头看向路边站立的长腿美少女 长腿美少女 一叶脸的冰霜 淡淡道 问问她 是什么东西涂了成 两个男人有些难办了 他们费了好大劲 才确定了小女孩的身份来历 如今又要让她说出涂陈的真相 这也太难了点 不曾想 那小女孩忽然主动道 杨木 他叫杨木 是他杀了所有人 就是他干的 第318集 关海山心情不太好 末日爆发后 她的心境一直在改变 对杨木这个女婿 原本非常不满意 然而毕竟相处了两年的时间 回首诸多的往事小事 关海山忽然发现 其实如果有这样一个女婿 真的挺好 她四个孩子 几乎是廉直生的 小时候根本没清楚 经历四个拳带 温家财大气粗 请了好多保姆 四个小孩没一个 算是真正被关海山带大的 等他们大一点 就去其他地方上学 有的出国 有的被全世界各地四处飞的老公 带在身边 豪门媳妇并不好做 要守得住寂寞 耐得住离仇 孩子更大一点 关海山就更孤独 他们翅膀硬了 能够独立飞 根本不再想家这个老巢 也几乎忘记了她这只老鸟 四个孩子都在国外生活 一年只见两次 每次见也是匆匆 可以说 直到温斯嘉回国 接受家族集团之前 她都是长年一个人 守着家的 而温斯嘉回国后也很忙 根本不着家 直到杨牧这上门女婿来了后 关海山才算是有了个 时常陪伴的人 在外人眼中看来 关海山是把杨牧当作用人 杨牧自己也这么认为 可对于关海山来说 杨牧的意义 当然超过用人 她的作用 甚至是非常复杂的 两年时间朝夕相处 杨牧对于关海山来说 可以充当所有的角色 司机 厨子 跑腿 工人 女婿 儿子 朋友 情人 甚至是丈夫 当然 关海山不会在心中 承认这些属性 可事实就是这样 生病时最先关怀 她的是杨牧 最喜欢的菜肴口味 是来自杨牧的手艺 思念家人时 看到的都是杨牧那一张帅脸 出去逛街时 陪在身边给她拿东西的 也是杨牧 这种亲戚的接触 怎么会不让关海山适应了杨牧的存在呢 所以当杨牧提出 要跟温斯嘉离婚时 最不淡定的 是关海山 她习惯了杨牧 完全没想到杨牧 要离开自己家 死后经历这么多 如今牧师里 杨牧能在身边 还这么靠谱 让关海山挺安逸的 现在看来 杨牧对温家人还算挺好 而且 她还和温斯嘉有那段小插曲 这就说明杨牧对温斯嘉 有真感情 而温斯嘉最近的情绪变化 又怎么能逃出 她这个亲生母亲的眼睛 或许她们会有未来吧 杨牧身边是有个女人林月 关海山丝毫不觉得 这是什么问题 大家做的女人 都能承受这样的事情 见得多了 看得多了 也就能够明白 有得必有失 这些 就是关海山的心态 然而杨牧今天 在她面前说的那一番话 打破了关海山的安逸 是啊 以前做的有些过分 那时候 真的给了杨牧不少气手 想清楚这一点 关海山坐卧不安 她却亲自下厨屋 煲汤弄粥 然后给杨牧送去 打算从今天开始主动地 好好地对待自己的女婿 然而 她并没找到杨牧 林玉也不知道杨牧的去向 只是告诉她说杨牧 并未回来 不知所踪 杨牧去了天狱城 看到这里的景象 当然震惊 真的全是尸体 血流成河 这可是一座几千人 并且有精良武器的 幸存者聚集地 是什么杀了他们 竟然一个幸存者 都没有跑出去吗 只是在墙外站着 让六级黄飞进去查看 太震撼惊悚了 这就是真的地狱 算了吧 还是远离为好 无论是什么东西 干掉了这里的人 实力 一定都非常强大 杨牧有了这个认知 立刻前行离开 心中的压力 倒是小了不少 昨天杀的那些人 就算自己不动手 他们 也是要死的了 看来一切都是命 站住 还没走出多远 一个长腿美少女 从天而降 站在了杨牧的面前 这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 只是在对面这座 十几米高的大楼上 掉下来的一个人罢了 杨牧快速停下脚步 皱眉回头看 两个年轻的帅哥就在身后 三个人呈三脚状 将他困在阵中 你叫杨牧 说话的 依然是那长腿美少女 怎么的 认识我 杨牧上下打量 确定自己 从没见过这个女人 哼 那小女孩 还真神奇 说你会在这里出现 你还真来了 什么小女孩 少废话 我问你 这边的人是不是你杀的 杨牧有些目瞪口呆 这难道 是对自己设的一个局 有个小女孩存在 诬陷自己杀了人 杨牧 双眉紧锁 又一次看了看包围她的三个人 冷哼一声道 哼 我还说是你们杀的呢 小娘们 没有证据 别乱叫 你管谁叫小娘们 你不是个母的 难道还是妖 你 懒得跟你斗嘴 不管怎样束手就擒吧 这件事我们要调查 如果不是你杀的 我们也不会把你怎样 但如果是你杀的 我只能代表正义 灭了你这个杀人狂魔 代表正义 杀牧几乎翻了白眼 再看看这美少女 从身材上来看 应该是有十八岁了吧 还他妈代表正义 真是活见了鬼 一句话说的杀牧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好吧 束手就擒不可能 想要抓我 那就过来动手 刚好让老子代表邪恶搞了你 让你知道知道 做女人的滋味 流氓 孔孙王德 动手干掉他 美少女 戏喘吁吁地下令 杨牧一脸地冷笑 他们三个身上 都有四级原始 都是四级原始战斗者 杨牧当然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惧怕 叫孔孙的小子 动作灵活 很快到了杨牧的身前 一颗四级红推出 杨牧的动作更快 六级红落地 脚踏上去 身体在推力的作用下 直接向前到了美少女的身边 将她抱住 手很不老实地 胡乱抓了几下 擒贼心擒王 这小妞看上去最高 是杨牧最讨厌的类型 当然要先拿她下手 被控制的美少女 如同是踩了电门一般 全身都颤抖了 柔死 说话节 她手上的金镯子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让杨牧双眼 再无法看清任何东西 眼前就全是一片光 杨牧丝毫不敢大意 闭上双眼 按照刚才的记忆 抬手打向美少女的后脑 只要将她打晕 那蓝色武器也就失效了 然而事情 并没有这么简单 这女人动作灵活 好像个泥球 在杨牧怀里时 蹭来蹭去 忽然间一只小手 不知道怎么滴 就背去了身后 放在了杨牧的胸上 杨牧只觉得 一个圆滚滚的东西 挡在了自己 和女人的手掌间 不用想了 一定是红色石 这一刻不是闹着玩的 杨牧急忙后退一点 撑开散魔 挡在身前 红色石撞过来 成面状的冲击力 被散魔分担 杨牧只是被推出去 几米远 黯然无恙地 站在原地 这时再看过去 杨牧瞪圆了眼睛 美少女 竟然已经被一个 黄金材质的 圆环柱体 包裹在其中 圆环柱体 内圈直径 差不多半米 外圈直径 75公分 整体高度是2米 全是黄金构造 好你妈的土豪 这么大的黄金 是抢银行弄来的吧 杨牧震惊之余 也有些明白了 黄金圆环主体 才应该是 细生金属 手镯只不过是 她的一种 变化形态 为了方便携带 这可是太不容易了 竟然能够让 四季兰 融入这么大块的 黄金里 看来这个美少女 对于原石的 掌控能力 也是非常强悍的 一段变为 手镯 变于携带 那么二段呢 杨牧正想着 让她差点没震惊的 掉了下巴的事情 发生了 黄金圆环柱体 忽然分裂成 八半倒地 而后 倒地的黄金块 全都变为人形 卧槽 这是什么能力啊 想圆环柱体 炼化成人的形状 想干嘛 还能当成 宠物一样的控制啊 杨牧刚有 这样的疑惑 八个黄金人 已经站立起来 其中四个 守护在美少女的身边 另外四个 迈开大步 跑向杨牧 杨牧已经跪了 觉得这样的控制能力 真是匪夷所思 超过了自己 所有的想象 和已经见到的 蓝色武器 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一段手镯 二段变化成精神 三段四段 应该是都用于操控了 否则 这些金属人 不应该能动作 一个照明后 杨牧对金人的战斗力 有了评价 很强 力大无比 并且防御力无敌 唯一的缺点是 行动能力 有点缓慢 回角动作 更像是机器人 而并非是人类 杨牧可以轻易 躲开他们的攻击 哎 这个能力 是有些可惜了 或许等到蓝色时 等级更高 它会变得很好用 只是现在 还有些积累 就算防御力 攻击力都很好 打不到人 也是白费 估计 美少女也知道 自己武器的弱点 所以 她只是派出了 四个金人来攻击 另外四个 在保护着她 杨牧绕开 攻击自己的精神 想要去抓美少女 发现保护她的精神 竟然还挺厉害 基本能将保护 做得滴水不漏 不用说 这套战法 美少女不知道 练多少次了 这时 另外两个男人上来 他们的武器 一个是飞行暗器 一个是沙画武器 都挺厉害 但却不出奇了 杨牧早就见识过 也有应对之法 这样一来 双方竟然打了 个伯仲之剑 其实还是因为杨牧 根本就没有 放开手脚 他就使用了 天鬼与他们战斗 杨牧不想杀他们 更想打趴下之后 审问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他们 这样战斗的时候 谁也没注意 一群恐怖的生物 已经将这里包围 美少女是非常震惊的 杨牧看上去 根本没用太多手段 就躲开了三个人的 联手攻击 并打得他们 手忙脚挽 这也太厉害了吧 他的实力 都能赶上学校老师了 最强大的地方 就是几乎看不出来 他是原始战斗者 根本就没见使用过 原始武器啊 那他为什么可以 行动速度这么快 反应这样密切 狂澜学院在北方 乃至中原地区的名头 越来越大 基本已经成为了 北方原始战斗者的摇篮 当然黑米学院 还是能与之并驾齐驱 不过人们更推崇 狂澜学院 因为他高举着正义的旗帜 美少女叫梁若兹 正是狂澜学院的一名 普通学员 其实他在同伴的成绩 是比较好的 但是与阳木这样的 实战高手对上 也就只能被戏爽了 阳木这时 有些失去耐心 妈的 这三人好像疯了一样 不知道自己让着他们 小娘们 最好你们现在投降 如果非要逼我 大开杀戒 一会儿人死了 别他们跟我哭天抹泪的 猖狂 看看谁能活到最后 梁若兹 躲在金人宝固圈里说话 阳木愤怒了 好不容易手下留情一会 对面也太没道理了 先动手不说 还尼玛的不停手 难道就一点不懂得进退 果然人善被人欺 做好人要比做坏人 难十倍百倍 阳木脸色转冷 躲避开孔孙和王德的双重攻击 这两个小子下手完全没有轻重 如果自己躲不开 那就是死 罢了罢了 人善被人欺 就是这结局 纠结来纠结去 人家杀自己的时候 可不会纠结 阳木的杀念 又一次激发 而且这次 毫无压力 就算对方是所谓的好人 要杀自己 就是该死的敌人 躲开攻击后 阳木就到了两人的身后 光圈直接射出 距离不远的两个人头颅 一起飞出去 原石立刻掉了一地 阳木着急忙慌收起 梁若兹从没想过这种结局 他觉得 自己有了原石 又学了战斗方法 很牛叉的 出来就是女侠 闯江湖的套路 没想到江湖这样险恶 还没怎么样 就死了两个同伴 你杀人 你又杀人了 恶魔 第三百一十九集 梁若兹叫喊着 阳木看着他 越发来起 自己就走在大道上 他不问青红皂白的找麻烦 以为是长得不错的年轻女人 自己就不杀他 杀念起 阳木的心中 再无男女老少之分 拿出六级红 直接把身边的四个精神探位 上前就想干掉美少女后 一了百了 这一时 附近忽然出现的浓重血腥气息 却让阳木停手 怎么回事 好浓的血味 这味道似曾相识 就好像刚才侦查天狱城时 闻到的味一样 难道死尸还能从那城里走出来 这当然是无疾之谈 除非他们变成丧尸 阳木觉得不可能 六级黄已经出去挣扎 看了一圈后傻眼 这尼玛的 还真是天狱城里的尸体 走出来了 奇形怪状 有的根本已没有人形 就仿佛是七八个碎尸 杂乱拼凑在一起 形成了新的生物 他们的共同特点 是全身都流淌着血液 而这些血并不落地 就在他的身体表层 形成流动回路 有的是在肉与骨之间渗透 有的是在那暴露的血管里 来回翻腾 整体上看 他们奇形怪状的模样 看上去 比丧尸丑了很多倍 而且因为那些暴露的血管肌肉 也更显恐怖 杨木看过之后 觉得这些东西绝不是丧尸 最起码不是普通丧尸 他们好像是被人控制着一样 全都向自己这边冲来 杨木快速找到了包围圈 比较弱的地方 向那边跑 恶魔 杀了我的同学还想跑 我要报仇 傻叉 看到美少女双眼血红 一脸惨白地追上来 杨木嗤之以鼻 傻不是他的错 被放出来祸害人就不对了 想管闲事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 杨木的身边有不少女人 这么幼稚的 还真就没见过 楚红都比他强了千百倍 不过 正是傻人有傻夫 这傻子想要报仇而追着自己 倒是让他有可能保住一条小命 一直冲出去七八十米 几只血人出现 杨木根本不靠近 飞轮一起飞出去 穿透他们的身体 却依然杀不死 血人是碎尸组合起来的 就算在身上搞出十几个洞 也杀不死 有的根本就没头 意味着他没有如同丧尸一样的弱点 飞轮攻击失小 血人已经到附近 杨木让天鬼画鞭刀 这其实已不能算是变道 天鬼之刃一下变得很长 纤细的线 围绕在杨木的身边 依然非常锋利 靠近之物都直接会被丝线切开 然而 这也没用 几个血人身体被切开后 它们还是能够移动 并且快速重新组合一起 七八个 组合成三四个 体型变化 就成了新的血人 特点还是全身都是血液流淌 奶奶的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血 陷害自己的小女孩 难道是 视血魔 杨木已经知道 神魂是两套体系的生物 又是对应存在的生物 当初 他杀死了一个神系视血魔 一直在想 那魂系的视血魔 是不是还在 会不会来找自己 如今一看很有可能啊 否则 怎么会有一个小女孩 杀了一个城来陷害自己呢 谁能这样做 谁又有这样的能力 能想到的 就只是魂系生物 而可能来找它的魂系生物 似乎只有两个 一个是梦魂度 一个是视血魔 如果是这样 这场陷害 根本就是随意的 每少女三人只因路过 才被牵涉其中 也是挺可惜 杨木在心里猜测着这些事 却根本不敢停下 附近的血人越来越多 过千数目 都是从天狱城中出来 杨木并没有向营地的方向跑 总不能将这些东西 吸引过去 目前根本不知道怎么对付 身体切开 马上就能自动组合上 而且还是与其他的血人 随机组合 这能力太bug 让这些怪物 便显得太过恐怖 或许它们还有传染能力 这就解释了天狱被涂的事 一群被控制的传染者 完全可以围巾一个城的 幸存者 身后那女人跌倒 一个血人正扑向她 杨木的嘴角流出一丝冷笑 不管她继续跑 不过杨木 还是用小黄球观察了 那金人 应该有时间限制 这时 全都收回 成为了手镯 女人能够依靠的战斗能力 也就剩下三级红了 快速扔出化为分身 将扑向她的血人击退 急忙站起来 又追着杨木跑 两个人就这样 一前一后 跑向西边的一大片树林 穿越树林 前方出现一条大河 河面有桥 两人跑过桥后 杨木又回来 拿出六级红 对着这十几米长度的 钢板桥 一通狂轰乱亚 在那些血人追上来之前 让大桥坍塌 血魔根本不放弃 直接冲入水里 汤水过河追紧 杨木停下回头看 那水已经被血染红 河水里原本有一些鱼 碰触到这些被血染红的水 竟然纷纷爆出血花来 而这样之后 他们并没死掉 游动到了血人的身体上 钻入肌肉组织 成为了血人的一部分 草 真是好强悍的传染能力 他们的血 就是传染物质 幸好光圈飞轮都非常薄 丝线也格外欣喜 攻击敌人后 随便冻了架 也就不沾染一点血液了 汤汤汤 杨木的身边 美少女粗重地呼吸 她被吓到了 刚才可怕的血人 距离她已是近在咫尺 杨木本不想搭理她 可有些情况需要确认 走过去一脚将她踹在地上 然后骑坐在身上 两个小孩打架这种姿势 很正常 杨木从小就跟人打架 也认为这样把人打倒在地 然后骑上去的方式 最适合制服对方 然而 这对于美少女来说 就是偌大的侮辱了 曾经的她 是全家上下的小公主 从小被宠大的 哪里遭受过这种 你放开我 起来 啪啪啪 杨木毫不怜香细语 没办法怜香细语 她要让这女人老实 然后审讯她 三个嘴巴之后 美少女傻了 不敢相信地看着杨木 你 你打女人 杨木翻了翻白眼 忽然趴下 脸贴在美少女的脸上 与她近在咫尺的对望 小丫头骗子 老子又不是你爹 为啥不能打你 你 闭嘴 从现在开始听我的 要不然 我就把你脸上 最好看的地方咬下来 美少女闭紧嘴 不敢说话 她的性感嘟嘟唇 一直被人说成 是最好的地方 天啊 这个恶魔 不会把她的嘴唇咬下来吧 她怕了 真的不敢说话了 咬着嘴唇 双眼流泪 更是阳梦 很好 我还是喜欢女孩 老是安静一点 现在我问你一句 就回答一句 不要找麻烦 要是跟我嘚瑟 我也不把你的鼻子咬掉 你不听话一下 我就咬一口 咬到第十口 才咬下来 第一口 就只是咬出血 懂了吗 哈 美少女有些意外 自己脸上最好看的地方 是鼻子吗 这可是没人说过 这人不但可恶 眼睛还有问题呢 心里无限阻咒 可是嘴上 她真的不敢说什么 杨木的凶狠 让她重新向外的恐怖 说说那个小女孩 她是什么东西 她告诉你说 我杀了城里的人 梁若兹 与声颤抖地 叙述了她的来历 三人是狂澜学院的 出来为了历练 这是每个学员 都要经历的事情 成功在末日历练三个月 增强实战能力 通过考试 才能成为正式学员 正式学员 可以配备一颗五级原石 颜色任选 这对于所有的临时学员来说 都是梦寐以求的 五级原石 要十万碎片 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天价财富 至今为止 也没听说 到底有没有正式学员 三人出来 已经两个月 一路向南走到这里 并没遇到太多危险 还成功杀了十几只丧尸 自认为很牛 有了实战能力 他们却并不知道 这一路真的是撞了大运 否则 根本不可能成功 走了一千多公里 今天 他们到了这里 发现一座死城 这可是有些吓人 是谁吐了这座城 原本两个男伴都害怕了 要走的 可梁若兹 却觉得不能不管 最少要调查下 他们在附近 转了一圈 遇到了那个 全身是血的小女孩 那小女孩 说出了一句话 杨木 她叫杨木 是她杀了所有人 就是她干的 他们没想到 竟然是一个人 做了这种事 当然有些不信 小女孩就说 知道杨木在哪里 于是他们就跟着 小女孩找过来 原本是向着 东南方向走的 可离开城没多远 小女孩就说 杨木一定会来这里 让他们埋伏 之后跑得不见踪迹 就这样 他们真的等来了杨木 杨木听后更加确定 这小女孩一定就是 魂系生物 嗜血膜的 细生体 看来这一仗 还必须要打了 否则自己 永无安宁 问题 一暗我明 小女孩如果是 魂系生物 弄不好 可以用魂力 锁定自己的位置 否则 她怎么知道 自己会出现 一定是事先有所感应 知道自己到了天狱城 所以才让三人 埋伏在了那里 杨木有着各种猜想 这一时 那些血人 已经有跨过河的 就在后面追来 杨木这才从 梁若兹的身上起来 若智 你要是还有一点点聪明 那就快滚吧 我也懒得杀你 你要还想报仇 那我也只能 落手催花 梁若兹急忙翻身起来 气喘吁吁地 看着杨木 还不快滚 等着被搞 我 我会报仇的 梁若兹转身 向远处跑来 杨木 郁闷地摇头 自言自语 果然是若智 让你走你走吧 还偏偏说要报仇 忽然想起来了 还没问 那学院的具体位置 好吧 既然如此 那就再跟他在一起走一段 要让他学得乖一点 想到此处 杨木快速追上去 并很快就追上了他 抓着他的衣领 将他提起来 衣服 卡在脖子上 弄得梁若兹几乎喘不上来起 杨木就这样 提着他 沿着河边跑 一直跑了五六公里 才停下 如果是单独的那些血症 应该是能甩开的 可如果他们受到神秘小女孩的控制 而小女孩就是视血膜 或许能追上来 杨木把梁若兹扔到地上 发现他已经昏迷 呼吸微弱 靠 雷死了 蹲下 检查了下 似乎挺危险 杨木急忙将他的上衣解开 又是压胸 又是做人工呼吸 两分钟的时间 才把他弄得活过来 活过来的梁若兹 一阵咳嗽 大口喘息 好喘一些后 看到杨木 立刻吓得想要爬起来 可双腿发软 根本无法站起 重新跌倒 杨木过去 从他的身上 搜出了一颗三级红 一颗二级黄 快点 把这些都与你解除绑定 让它们恢复成碎片 还有你的四级蓝武器 也解除绑定 不 小丫头骗子 再说一个不辞 我就把你脱光了 掉树上 信不信 你 梁若兹 这才发现 自己的衣服都解开了 那白净的胸衣上 全是黑手艺 显然是遭过毒手 哇的一声就哭出来 终于是崩溃了 杨木过去 又骑在他的身上 抬手用力 打了两个嘴巴过去 梁若兹 眼泪狂勇 却不敢哭出声 他从没看过这么凶狠的人 他丝毫不顾忌 他是个女人 他甚至 还是个女生 对 别哭 现在按照我的要求做 把原石 从你的魂力上结绑 否则 我还打你 梁若兹再不敢有任何反抗 急忙按照杨木的吩咐做 第三把二十集 杨木收了他的原石碎片 才很满意地离开 坐到一边的地上 嘲笑他 就你这胆子 还敢说代表正义 你可别把正义气死了 梁若兹还是忍不住 哭出了一些声 急忙抬手 捂住自己的嘴巴 哼 没用的东西 我不过就是打了你几个嘴巴子 这要是真给你用了行 活敢打包票 你分分钟就能成为叛徒 成为敌人的走狗 我 梁若兹有些想要顶嘴 杨木伸手过去抓着他的头发 将他带到以前 梁若兹近距离与杨木对视 身体已经颤抖得很夸张 杨木甚至能听到他的牙齿 相互撞击的声音 看来是真的吓破了胆 毕竟不是《玄幻小说》里的人物 哪有那么多气节骨气 就算他被训练了战斗能力 但四个月前 估计就是个家中娇生惯养的小女生 应该正在上高中 完全还是个孩子 他与剩下不同 剩下无论怎样 是个聪明讨喜的 并且一点也不骄纵 他则是被骄纵坏了 应该从来没受到过挫折 这是第一次 杨木丝毫不觉得 自己虐待小姑娘是变态 这也算是给他上的最好一课 如果他能在末日里活得很久 那还真的要感谢自己 让他知道 真正的末日世界是怎样的 不许哭了 不是让你不发声 是让你把眼泪憋回去 再要哭 我就把你的鼻子咬下来 憋不住是吧 好 我咬你鼻子 杨木说话间就要真的去咬 梁若兹吓得叫出声 杨木停下 皱眉看了一会儿 然后郁闷地倒 敌涕都流下来了 好恶心 老子懒得咬了 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眼泪憋回去 要不然我就咬掉你的耳朵 梁若兹急忙抬手擦眼泪 害怕的同时在心里 重骂着杨木 你是狗吗 杨木当然不知道 梁若兹还有功夫 在心里骂自己 看他把眼泪擦光 可眼角还有新的泪水流出来 估计是吓得控制不住了 也罢 只是上边流泪 下边没下尿就不错了 就这点胆子 还想为正义代言 怎么想怎么搞笑 小黄球这时 收集到了情报回来 雪人果然追来 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 方向丝毫不差 这可是不好办了 杀不死的怪物 除非用火烧 不知道这招行不行 但可以试试 那要先找个加油站了 起身四下看看 不远处就有高速 这条路是从文东出来的 不知道路边 会不会有加油站 不管怎样 走去看看吧 过去踢了一脚女孩 冷声道 走 若兹 我 我叫若兹 别废话 再不起来 我咬你了 梁若兹跟弹簧一样跳起来 杨木看着真是想笑 如果不是气氛不对 她都大笑出声了 想想这小妞 刚遇到自己时候 那傲气的模样 现在一看 真是跟换了个人似的 人心啊 如果不是末日到来 谁能看透 伸手将若兹抱住肩膀 揽入怀中 小娘妈说说 你这前后变化也太大了吧 不是要代表正义消灭我吗 你就是典型的不懂人事疾苦 我问你 末日后经历过什么 说话不是我咬你了 我 我是北方人 我们那边出现原石的时候 好多人就直接上了山 根本就没那么多危机 北方地广人稀的 我们市的地理面积 号称全国最大 可百分之八十都是山区 城市面积根本没多少 全市人口只有八十几万 人均能占八个足球场 哦 你们市是哪里 伊林市 啊 杨木有些意外 这里距离伊林 可还挺远呢 咦 忽然想起来了 云英那四个时空旅人 似乎就是来自伊林市啊 这个市位于小兴安岭 与俄国相邻 距离这边 大概还有一千百八公里 呃 所以 你本可以在你的小家安居乐业 可是却偏偏进了狂澜学院 然后学了点本事就出来得瑟了 你跟你那两个男同学关系咋样 里面有你的情人不 哪有 他们倒是都挺喜欢我 不过 我把他们当小弟 那老子把他们杀了 你恨我 又不说话了 估计是恨吧 不是要报仇吗 老子跟你把话说明白 那座城不是我吐的 而是那个小女孩 什么 怎么可能 她看着也就七八岁 七八岁 老子管你信不信 我就是告诉你 那小东西是个怪物 等我有些仇远 来这里杀光了那座城的人 估计下一步 就是要去找我的 结果 却撞见了你们 估计 还是把你们当玩具了 就是耍着玩 才不指望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因为 他要亲自杀了我 那些怪物 就是他控制的 那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 我的两个小弟 不是等于白死了 当然 你们要杀我 我就是自卫 才杀了他们 如果要怪啊 那也是怪多管闲事的你 梁若兹一听 真是欲哭无泪了 也不知道到底 要不要相信杨木的话 杨木解释完了 心安理得 带着梁若兹 一路走出了差不多十公里 终于发现了一座加油站 这条公路贯穿南北 曾经的流量非常大 而如今 夕阳之下 笔直的公路还在 路面上却赞美一个人 一台车 昨天的一场雪 扑得很广 因为人际罕至 就保持了他们落下时的样子 杨木和若兹 走入加油站 在身后 留下了长长的一串脚意 很是显眼 破坏了自然的和谐 加油站的管理处 锁着门 杨木直接把门撞开 带着若兹进去 妈的 好冷 搓了搓手 杨木皱眉看向身边 小妞穿着雪地鞋 褲子外表看着是皮裤 骑尸里面有棉花 上身穿的黑色短款皮草 所谓皮草 就是用动物皮毛做的衣服 非常保暖 北方人尤为喜欢穿 靠 杨木有些不爽 如果不是若兹的衣裤 他实在是穿不了 一定要把它给抢了 若兹实在不知道杨木的心思 看他的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没个好奇 生怕再惹到他 脸现在还疼呢 嘴角都流出鲜血了 杨木是真的打他 丝毫不惯着 底下的油没动力 戳不出来 找点存货吧 如果那些血人敢来 老子就敢烧死他们 杨木在库房里 找到几桶汽油 又找了很多空桶 加油站这里 停了不少车 还有一些 已经腐烂干过的尸体 估计这里 也在末日初 发生过小混乱 一些人死了 一些人逃离 拿着空桶和管子 去车里收集汽油 没一货功夫 就弄了十几桶 之后 杨木把所有的汽油 全都弄到房顶上 一切就绪 就看那些血人 会不会来了 半个小时后 小黄球发现了 很不好的事情 血人来是来了 却距离加油站 两百米 形成了包围圈 根本 不向前靠近 很显然 火确实能对付血人 而他们的控制者 很聪明 已经知道了 自己的意图 所以他控制血人 为而不公 妈买皮 杨木很恼火 却一时也无计可施 只能继续让小黄球 四处飞 希望能找到隐藏在 暗处的小女孩 那小女孩 有什么特征吗 具体说说 她 七八岁大小 梳着两条羊角辫 白白净净的 长得很好看 穿着一套蓝色的 小棉衣服 黑色的鞋子 特别的地方有吗 嗯 她的胳膊上 有一个小天使的纹身 就算很特别的 那么小的孩子 一般都不会纹身 估计她的父母 应该是很潮吧 哦 杨木微微愣了下 然后眼睛眯起来 看向若兹 怎么了 若兹被杨木看得心跳 说话的声音又颤抖了 没什么 话音落下 杨木忽然出手 光圈以迅雷之势射向她 若兹脸色一僵 之后抬手 那高速旋转冲刺的光圈 竟然停下了 杨木冷哼一声 收回被限制的光圈 飞身跳过去 一刀斩落 若兹躲开到一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她忽然就笑了 这笑声显然很贵 怎么 是你在控制身体了 是杨木 哈哈 你好聪明 你怎么知道 我躲在她的身体里 她刚才说得很清楚 那个小女孩的特征 我在一只血人的身上 似乎看到了一条小小的 带有天使纹身的手臂 这你也能看到 真的厉害 若假 不过既然看到了 我就猜测 小女孩 其实已经死了 而嗜血膜 也找到了新的寄生体 就是梁若兹 哈哈 你猜得都对 不过杨木 你有没有想过 你用来对付血奴的地方 其实也可以用来 做你的坟墓 这个加油站 谁也走不了 哼 杀了我的神 那你也就一起去死吧 已经被控制了身体的弱姿 冷声说话 这其实是嗜血膜 正在表述 杨木心警 急忙到窗口去看 这时 很多血人 已悄无声息地 到了加油站里 应该是嗜血膜 先在他们的身上 留了火种 然后让他们偷偷来点火 六级黄只是去搜索外面 所以忽略了近处 真是见鬼了 这个叫做嗜血膜的生物 拥有完整的作战计划 小华而狠毒 杨木就打算向外跑来 嗜血膜扑上来 抱住杨木 外面的血人 也在向里面冲 他们的目的是要与杨木 同归于尽 一起烧死在这加油站中 房子 外面的车子 加油管 都已经着火 杨木之前收集好 放在房顶的汽油桶 都被他们给点燃了 千军一发之际 轰隆一声响起 紧接着 一连串轰隆声 加油站爆炸了 杨木在关键时刻 开启了散摩球 可是 他还是个弱姿的身体 一起被炸飞 撞击在墙壁上 房子 也被炸碎了 房顶掉落 最终 受到强力撞击的杨木 无法支撑散摩球 就和若兹一起 被压在了房屋废物中 不省人事了 三天之后的清晨 杨木 终于清醒 他整整昏睡了三天 头部被撞击 算是因为脑震荡 引起的昏睡症状吧 足足两天才好 这再次证明 他的身体抗击大能力 其实还是比普通人类 强不了许多 即使六级黄 已经让他变成大力士 但遇到攻击 抵抗能力 还就是个普通人 啊 我好痛 常试检查了下身体 还好 六级黄在昏迷的时候 应该是自动收回了 动了动 咦 被捆绑着 想要释放光圈 挣脱绳索 失败了 杨木很纠结 他遇到了困境 六级红黄蓝 还有黑白金银 都还在身体里 可以感受到 可是 他无法操控他们了 这是什么鬼 脑袋撞击了一下 魂力消失了 这是哪儿 是谁 把他捆绑了起来 渐渐的 他更加清醒了一些 这才感受到移动 原来 他正在高速行驶的车中 杨木这次的失踪 让所有人不安 赤猴队 已经开始搜索 可是他们 并没有任何杨木的消息 带回来 一转眼 杨木失踪了七天 似乎再也不会回来 所有人都忧虑了 林月受了一大劝 开始不顾劝阻 亲自出去寻找 阿神只能跟着他保护 这是杨木醒来的第四天 他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失踪七天 四天来 杨木唯一能见到的 就只有面包车的司机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 沉默男人 第三把二十一集 他会拿来食物给杨木吃 从来没跟杨木说过一句话 让杨木几乎以为 他是个哑巴 杨木的身体 基本没啥外伤 但是脑袋 可能真是撞坏了 因此 魂力受损 原始一直没办法用 他可以努力地 蠕动着坐起来 知道了这是一个车队 有很多辆车 自己所在的面包车 后排座位拆了 手脚都被捆着 放在车里 是个囚法 车子在这几天 一直向西南开了 遇到过几次丧尸群 车队都走小路让开 杨木不知道 他是到了什么地方 但估计距离闻东 已经很远 三四百公里 估计是有了 就连天气都在变化 今天估计有十度左右 中午阳光明媚 透过车窗 照射在杨木的脸上 杨木甚至出了一点汗 忽然 面包车门被拉开 一道黑影出现 阻挡了杨木的视线 你好啊杨木 因为背光 杨木没能第一时间看清人 可听声音 他还是知道了 是若兹 骂得 好倒霉 落到他手上 无论怎样 都是倒霉的 只是不知道 这身体此时的控制者 是若兹本人 还是视血魔呢 你是谁 哼 这才几天不见 就不认识本姑娘了 若兹 不是我还能是谁 视血魔呢 什么 若兹 显然不知道杨木 在说什么 他上了车 拉上车门 骑在了杨木的身上 什么视血魔 哼 我还要问你呢 那天到底怎么回事 我一下就昏迷了 醒来后 就到了这个车队里 你什么也不知道 我能知道什么 胖子他们告诉我 车队路过那边 听到你喊救命 这才过去挖开废墟 把你和我弄出来 我喊救命 什么时候 六天前 那时候我是晕着的 是你喊的救命 杨木有些心话 自己啥时候 喊过救命 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是不是体内的 魂系生物喊的 或者 视血魔 视血魔去哪里了 他不是要杀自己吗 那之前几天 包括现在 自己是被困状态 他只要在若兹的身体里 就很容易能杀死自己 可现在看来 他似乎真的不在啊 操 不会是趁自己受伤 跑到自己身体里了吧 可一个人的身体里 可以寄生两只魂系生物吗 如果不是这样 视血魔 能去哪儿 想什么呢 杨木 我用了好长时间 终于把这车队的大佬门 都弄得舒服了 如今成了车队的一员 哼 为此我牺牲了很多 现在成功了 以后你就是我的 你说说 我该怎么折磨你 若兹说话有些咬牙切齿 杨木呵呵笑了 怪不得感觉你的气质 有了些变化 原来是少女变大嫂 被人家给睡了 哼 老娘是自愿的 目的就是要对付你 让你到我的手心里 我要天天折磨你 让你后悔投胎做人 喂 别说得这么可怕 你真以为我被困着 身上没有原石 就奈何不了你 离我原点 再装差 分分钟弄死你 杨木声音转冷 目光也随之阴寒起来 倒是让若兹吓得 向后依靠过去 就在这时 车门又一次拉开 一个身影出现 哟 这小子还真是挺凶的 本来看他的模样 竟还不相信 他是个打女人的主 如今我有点姓了 黑影侧身 阳光射在他的脸上 终于让杨木看清 二十五六岁的女人 长得还行 少妇脸 杨木叹了口气 现在是人在屋檐下的局面了 看来要说些好话 稳定住局势才行 骂了个叉叉的 不知道雪碟那个影 跑哪里去了 应该她出现的时候 她没了 心中有气 脸上却都是笑容 杨木对那新来的女人道 姐姐 你可别听这个小丫头 一面之刺 她之前带了两个男人 要杀我 我做的一切可都是反击 听说你是很厉害的原石战斗者 可我们发现你的时候 你身上并没有原石 只有一把刀 可能是被人拿走了 我好像昏迷了好久 那倒是 女人似乎对杨木失去了兴趣 目光移动 看向梁若兹 有些不爽的道 你现在是我弟妹 我弟答应你可以随便怎么对待她 我就是过来看看 不过 我觉得你一个小姑娘 骑在男人身上 不妥了 若兹急忙道 姐 你不知道 她之前就是这样 骑着我打嘴巴的 我只是想要报仇 不是要跟她搞暧昧 女人一听 微微皱眉 摇头道 那是有些过分 无论怎样 也不应该这样 对待一个年轻女孩 从小没有爹娘教育你 做男人 不能随便欺负女人 杨木一听笑了 姐姐还真说对了 从小我就是孤儿 流浪吃百家饭长大 还真就没人告诉过我 应该怎么对待年轻女孩 啊 女人有些意外 不知道杨木说的是真是假 看她那从容安逸的笑 竟不像是假话 杨木快速转变了话题的 这是京西广告所 是要去南方吗 最好考虑一下 那边可是有大市巢 女人的脸色平静 淡淡地道 我知道有市巢的事 可却有不得不去的理由 啊 听姐姐的口音 是汉宁附近的 你也是汉宁人 女人也忽然意识到 杨木的口音问题 杨木没想到 竟还遇到了老乡 姐 我就是汉宁人 汉宁那边逃出来的 你要是想去汉宁找什么人啊 那我可是最好的向导了 你小子这样百般讨好我 别以为姐姐不知道你的目的 我真的对汉宁无比熟悉 是啊 那你说说 古城区龙腾烟店 知道吗 双画街262号 女人没想到啊 杨木还真的这么给力 姐 要回去找什么人 你跟我说 弄不好啊 我真的知道 末日爆发后 我可是在汉宁几近几出呢 你提到的古城区烟店 那不是末日最早爆发时候的 封锁隔离区吗 我曾经是被困在那里的人 后面啊 都逃出来了 这家龙腾烟店 我还有路过呢 女人被杨木硕的心动了 微微皱眉 轻声道 要找我的女儿 她叫什么 楚京瑶 楚京瑶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 杨木琢磨了一下 忽然想起 而后 哈哈大响 总算是得救了 这下 梁若兹想要报复自己 可是没有了希望 哈哈哈哈 因为太高兴 杨木竟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笑傻了边上的两个女人 不知道杨木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此发笑 阿姨 你看我画的太阳大不大 温斯嘉正看着那张白纸发呆 猛然发现小小 已经在上面 用铅笔画了好大一个圈 小小 你确定 这是太阳 而不是鸡蛋 小小 回头撅起了嘴巴 小白眼都翻起来了 好吧 你画的太阳 真的很大 小小满意地点点头 又重新低头画画 这时房门敲响 私交走了进来 你的情敌来拜访 要不要见 谁 林月 她来了 温斯嘉有些意外 愣了几秒钟才起身道 我出去见她吧 帮我照看一下小小 大姐温斯嘉点头留下 温斯嘉走出去 就见憔悴的林月 已经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她和林月 是基本没有交集的 此时看到她 竟有些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林月发现温斯嘉后 主动站起来 或许是太疲倦 这一下几乎跌倒 温斯嘉急忙过去 扶住她坐下 还没消息吗 她知道 这是林月 想要去谈的问题 本着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的原则 温斯嘉决定 不去做出格的事情 所谓出格 比如她不给林月好脸色 这根本没必要嘛 她干嘛要这么对待杨木的女人 如果这样对待了 那就是吃醋 她可不要变成一个吃醋的女人 她凭什么要为了杨木吃醋 都没找到 搜索队甚至去了天狱城 发现那边竟然被屠城了 看凤说一定是她知道了这个事 过去查看 因而失踪 弄不好遇到了危险 哦 有方向吗 没有 现在大家都没了主意 温总 温斯嘉一下就不爽了 干嘛要叫她温总 如今她什么也不是了好吗 我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 现在大家都没了主心骨 你就帮帮忙吧 想办法救救杨木 末日里这么危险 就算她有些本事 有些时候也孤掌难鸣的 她需要我们 我求你想办法找到她 她是真的喜欢你的 我只是一个她生活上的替代品 她真的是一心一意对你 林月有些口不择言 已经落泪 并且要给温斯嘉下跪 她是真的没办法了 也真的太担心仰木 温斯嘉过去 将她阻止 并按在沙发上 然后叹口气 她喜欢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现在和你才有夫妻之时 而且 你是真的喜欢她了 我 好了林月 末日里不需要讲那么多的感情 如今我们相处的状态挺好 也不需要改变 杨木是首领 出于这一点原因 我一定会亲尽全力 想办法找到她 毕竟有她在 我们才更安心不是吗 嗯 果果出来 照顾下林月 她有些憔悴 我这就出去看看 温斯嘉果然是个雷厉风行的女人 一旦进入角色 那做什么事 就再不会有半分犹豫 叫了车子 首先去的地方 就是天狱城 转了一圈 问了下之前就来到了赤喉 听说向如已经过了河 因为那座桥被弄塌了 有战斗的痕迹 向如很怀疑 杨木曾经是跟人战斗过 温斯嘉正美 与林月相比较 她对向如倒是更加的敏感 这女人的美貌与优秀 都不亚于自己 而且她的气质独特 林月当然也是美女 不过形容起来 可能只能用小家避玉了 温斯嘉向如这个级别的 美丽之外 拼的是气质 温斯嘉的女王者气十足 向如也是女兵王的气质不少 两种气质很不同 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属性是一样的 那么俗话说 一山不容二虎 两个女人隔空相望 总会有一种彼此的压力 温斯嘉是有 向如其实也有 又是叹了一口气 温斯嘉还是过河了 阿神古大森 原本正在遍布心血的城内 查找线索 听说温斯嘉来了 急忙跟上来 带人守护在她的身边 这可是杨木认可的镇牌大嫂 谁能不在意呢 一行人呼啦啦 没多少功夫 就到了加油站 遇到了正在那里 侦查的向如和锅如 现在看来杨木 确实经历了一场恶仗 这附近都是奇形怪状的尸体 四处堆积 让我们无法确认杨木 是不是曾经在此处 有过什么危险 女兵王就是女兵王 虽然看上去脸色有些苍白 但说话做事 依然雷厉风行 他给温斯嘉介绍了基本情况 然后就不说话 等待温斯嘉发言 温斯嘉又觉得自己和向如比 似乎都没那么洒脱 有些懊恼 于是皱眉闭目 让自己完全冷静下来 不再去想其他任何没用的事情 几分钟后 睁开一眼 温斯嘉的目光 看向眼前笔直的公路 几天前 这里曾经有一个车队走过 杨木应该被他们带走了 啊 所有人 全都瞪大眼 相互看 向如看了下四周 问出了所有人的疑问 你怎么知道 有什么线索吗 这公路上并没有明显痕迹 能看出曾经有车队经过吧 动态线索 动态线索 第322集 温斯嘉底面头 然后道 直接的线索 我们是看不到 但事物从发生到结束 总有个过程 通过过程 我们往往可以推断出 事情的因果 向如道 那就说吧 我对你所谓的动态线索 很感兴趣 七天前 杨木失踪 与天玉城被图一定有关 我们假设这些奇形怪状的东西 把成图了 杨木与他们有了一场遭遇战 这场战斗非常激烈 杨木一定是打不过 所以走桥过河 并且 把桥用红色石砸断 怪物们 汤水过河 这个推论很简单 不可能是杨木 追着一群怪物 那么足可以证明 是怪物去追他 大家听到这里 全都微微点头 好含糊的推论 不过有道理啊 所有的线索看上去 都不可能是杨木一个人 追着一千只怪物 那么确实足以证明 是杨木被追 事情的因果 就这样被文思佳 用辨证的办法 理清了 让大家混乱的头脑 也被理顺 既然杨木打不过怪物 他就要想办法 所以跑到这个加油站 应该是要用火攻 然而事情并不顺利 他失踪了就是结局 过程 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 因为不顺利而失踪 显而易见 从复杂的事物脉络里 直接找出头尾 我们也就不会稀里糊涂了 温斯佳一边走一边说 这时到了公路上 七天前下了一场大雪 雪没人清理 这几天温度升高 雪融化 公路上虽然没有轮胎应急 但你们看 这边有比较密集的沙地轨迹 延伸很远 这意味着 有车队曾经过 轮胎上的脏污压在雪上 雪融化后 形成了这样的沙地轨迹 所以我确定 有个车队曾经过 沙地轨迹其实很杂乱 说明有很多台车 而且一定是在下雪那天经过 若不是 沙地轨迹不会这样清晰 是雪将它们固定后 融化落在地面的 才会形成这样的轨迹 众人愣愣点头 没想到温斯嘉的头脑竟这样细致 而他说的又是很有道理 那七天前杨木遇事 七天前这里又经过一个车队 而我们现在找不到杨木了 尸体都没有 按照最好的想法来看 他应该是在这火场中受伤 然后被车队带走 去向是难 沙地轨迹在路的偏西边更多些 如果面向南 那么西边就是右侧行驶 我们如今要做的事有两件 第一 留下一部分人继续在这里查找线索 第二 另一部分人 开车沿着高速向南搜索 一路寻找痕迹去追 这是死马当作活马一的办法 好 我去追 向如这就要走 可因为桥塌了 车子全都在河对岸 没有开过来 向如还要另外找车 我也去 阿神大森同时说话 温斯加道 如果杨木是被带走 谁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找几个战斗力强的去追吧 杨木不是挑选了个十二拳兽吗 在其中挑选一些人去 这个营地还不能变 我们也不知道是否还有新的问题会出现 杨木曾经说过 营地是根本 所以去太多人也不好 最后 温斯加与向如 共同商议了一个人员表 就由向如做领队 带着阿神和尚 以及少女梦露 光头铁熊 时空旅人元英 还有俏寡妇狗逆六人前往 这其实主要是温斯加的意见 其中 孟露等四个人是后来的 还需要经过考验 那么去找杨木的行动 就算做一次考验吧 和尚阿神 都是值得信任的老班底 与向如配合 也能和他们相互牵制 向如没什么意见 她就算自己一个人去 也一定要找到杨木 把几人全都从回营那边找到 然后大家抬着一台越野车过河 到了这边的高速上 向如亲自开车 七人小队上路 向南开去 离开时 向如从观后镜中 可以看到站立在那儿的温斯加 真是好聪明的女人 和杨木一样 都有狐狸属性 怪不得杨木那么信任她 让她做二把手 却是因人而用 想想之前温斯加没到时 虽然真差了 但什么都一片混乱 根本找不到方向 温斯加只是一来就知道 要如何做 这样的女人真是人才 大总裁不是白做的 向如姐姐 你看 那是什么 车子正在高速行驶 阿神的声音忽然响起 向如瞪那眼睛 看着四周 急忙踩下刹车 一些绿色的闪光点 正在公路上 田野上 随机地出现 数量很多 而且分布很广 这种情形 对经历过末日之初的人 都似曾相识 是原始碎片吗 绿色的 向如轻声自语 完全不敢相信 杨木笑了半天 终于觉得 还是要确定一下 看着邓氏自己的两个女人 轻声道 大姐 你的女儿大名叫楚京瑶 小名是不是叫小小 女人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眼泪一下就飙出来 张开嘴巴 说话声音已颤抖 你 你怎么知道 杨木终于觉得 好运并没有离开自己 大姐 你叫啥 张小静 小静姐啊 你的女儿安然无恙 不需要担心 你现在 把捆绑我的绳子解开 我们来慢慢说 这个事情 怎么样 张小静 几乎是没犹豫的 上了面包车 从腰间拿出一把匕首 割开了捆绑杨木的身子 杨木 被捆了好几天 现在终于获得自由 动了动手脚 心情变好了许多 已经这样了 也只能向好处想 到底为什么无法掌控原始 还有是血魔究竟去了哪里的事情 也只能随后去弄清楚 看着张小静期盼的眼神 杨木道 你先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把女儿给弄丢的 张小静哭得更凶 然后 给杨木讲的过程 其实很简单 隔离区刚刚出现时 他原本就没在汉宁 到北方亲妈家 参加亲妈的六十大寿 后来隔离区出现 张小静就想要回来 然而 通往汉宁的火车飞机 客车全部停留 交通管制得很邪乎 张小静越发害怕 打电话给自己的老公 却根本打不通 打给邻居也找不到人 隔离区里 很多人变成丧尸 他的老公邻居 都没能幸免于他 不过当时消息并没有发出来 张小静不知道这一切 他依然非常着急地 想要返回汉宁 因此就买票 要去其他地方周转 可其他地方 竟然也买不到票 大家似乎都在来回奔走 据说一个月之内的票 都被卖光了 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 脱离一段时间后 世界末日爆发 想要离开北方去汉宁找孩子 更难了 当时张小静的母亲又得了重病 她无法离开 就在十天前 母亲离开人世 张小静哭过之后 终于决定还是要走 母亲已经去了 那自己作为母亲 就不能再放弃女儿 无论生死 都要亲自来找疑死 才放心 张小静的弟弟 叫张小迪 以前是开出租的 末日爆发后 就组织开出租的兄弟 一起搞了个末日车队 四处游走为生 知道姐姐要去找外甥女 并且态度坚决 张小迪狠狠心 决定陪着姐姐一起去 这才恰巧遇到了杨木 和梁若兹 将他们从费石堆里弄出来 杨木听得点头 笑道 原来是这样 那太好了 北方你们不要去了 跟着我原路返回就好了 你的女儿 就在我的车队里 杨木快速将自己遇到小小 并且救了她的事情说出来 那之后啊 你的女儿 就一直跟着我的队伍 我可算是她干爹呢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杨木又说了一些 小小的外貌特点 性格特点 这一下子 小婧完全相信了 激动地扑进杨木的怀里痛哭 杨木将她紧紧地抱着安慰 还清了脸蛋两口 手都拖在人家屁股大上来 没办法 车内空间狭窄 抱在一起 难免有些亲密的身体接触 杨木本身啊 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情绪波动 所以注意力 只是放在小静的身上一会儿 就看向梁若兹 梁若兹已经傻了 她是现身给张小迪 才在这个队伍里混开的 目的就是要找杨木报仇 张小迪二十岁出头 长得五大三粗的 根本就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她付出的代价多大啊 可现在是什么情况 她知道 张小迪最听姐姐张小静的话 如今张小静被杨木给俘虏了 她再也没有报仇的机会 杨木看着梁若兹的傻样 很是解气 被捆了这么多天 总要把心里的郁闷发泄出来 而梁若兹就是最好的出气动 杨木对着梁若兹张开嘴巴 不发声只是嘴唇动 说知 梁若兹当然知道杨木在说什么 真是气死了 她要怎么办 事情就这样急转直下了 张小迪被张小静叫来 给她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张小迪是个粗人 性格豪爽 过来也拥抱杨木 听你说的跟看小说似的 那幼儿班的校长老师坏透了 还真是多亏了兄弟 你救了侄女 好样的 春夜们 以后啊 你就是我的兄弟了 你多大 二十一 草 我也二十一 缘分啊 走 兄弟 请你喝酒去 喝完酒啊 咱们再开车返回 放心 没人查酒驾了 哈哈哈哈 梁若兹 看着张小迪那大方样 直接就翻了白眼 这可怎么办啊 他找了个机会 到张小迪的身边 偷偷说了自己的事 老公 他之前那么欺负我 骑在我身上 打了我嘴巴 啊 这事啊 我想了想 也不能怪人家 你不是说 是你们先动手的吗 那你们要杀他 他当然要动手了 可是他打你的女人啊 且 女人不就是用来打的 有老话为证 老婆不打 上房接我 别小肚鸡场的 鸡小鸡没用的事 他是我执女了 救病恩人 你难道还让我找他麻烦 我一边待着去 老娘们家家的 就知道拉老爷们的后腿 以后男人的事 少掺和 梁若兹差点晕死过去 他欲哭无泪了 终于看透了 张小迪是个怎样的人 超级大男子主义的灵魂 估计到了 那时候我骑谁的境界了 他根本就不把女人当人看 骨子里就是这样的 比杨木可恶太多 梁若兹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抹眼泪 后悔了自己的选择 可如今 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原始没了 他不过就是个弱女子 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啊 就在这一时 车队混乱起来 梁若兹擦干了眼泪 四下看看 呆住了 好多绿色的闪光点出现 让这片大地变得有些瑰雳 仿佛是有人装点了绿色的闪灯 如此大范围 真的好气魄 而这些到底是什么呢 绿色原始碎片的降临 引起了一系列的恐慌 人们都吓坏了 害怕末日之初发生过的事情 也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这些原始可是带辐射的 能让一定范围内的部分生物 变成丧尸 杨木也是这样的想法 同时他也没想到 原来绿色原始 也有这么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之前原始都是降落在人口密集地带 这怎么出现在荒野里 降落的位置附近 大多是没人的 这一时 人们都惊吓地堵入车里 不过 也有些胆大耿直憨傻的 他们不计后果地跑过去 捡了一些绿色原始碎片 拿在手中 并没有发生任何危险 哈 看到这一切 杨木有些好奇 难道说 绿色原始不会导致人类 变成丧尸 更多人过去捡起了绿色碎片 全都安然无恙 杨木终于也去捡碎片 捡了十个之后 在手中合成 然后 融入身体里 毫无反应 因为自己如今是无法操控原始的体质嘛 第三把二十三集 看其他人 已经有很多收集了十颗碎片的 这也是原始吧 怎么原始还有绿色的 不知道 我已经合成了一颗一级石 一定是原始 但没有作用 红色用于推挤 蓝色用于使用金属武器 黄色可以增强力量 这绿色真的一点作用没有啊 在网上 从来没看过绿色使用教程 这个 会不会与那黑白金银一样 不不不 黑白金银早就有 虽然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使用 但狂蓝学院发出的消息 只愿意大量收购 这四种颜色的原始碎片 而且这四种确实非常稀少 你看看眼前这绿色 遍地都是啊 一看就很好收集 以前也没听谁提起过 他呢 咱们先去收集 看看到底是干啥用的呗 嗯 是啊 先去收集吧 大家是这样的想法 杨木也是 于是整个车队的一百多人 开始向两边扩散 最远的都走出去四五公里 全都返回的时候 每个人都收集了几十个碎片 多的 甚至过百 合成了二级石 然而依然没有发现 它的任何作用 杨木 算是所有人里最积极的 足足收集了两百克 走出去的距离 六公里 返回时 又改变了方向行走 所以 才能收集这么多 靠 真邪门了 这些原始就好像是 故意让人类 来捡到事的 没有将人变成丧尸的作用 还这样轻易地 让人类得到 杨木不相信 天上掉馅饼 不知道原祖生物 有什么阴谋 能够确定的是 这一定是个阴谋 杨木心中有着深深的忧虑 遇到了太多不可控的事 最讨厌的 还是自己的原始战斗能力消失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也弄不懂 有些颓废地回归了车队 已到黄昏 所有的车全都停在公路一侧 人们已经拿出了食物 准备晚餐 车队 基本都是出租车司机和各自的家人 男女老少都有 车子 却并非都是出租车 末世里 想弄到车子 不算太难 大街上到处都是没人要的车辆 所以这几台车各种型号都有 也和杨木的车队一样 全都在外层加焊了防护架子 人们 还是在讨论着 绿色原石的事情 三五成群的就围着车 一边吃东西 一边讨论 杨木走了一会儿 找到了张小静 张小静看到杨木啊 几乎是扑上去了 你去哪里了 吓死我了 张小静 当然不是关心杨木 只是害怕杨木走了 自己的女儿也跟着飞了 再没希望找到那可怜的孩子 杨木对于张小静扑身啊 竟有了一丝适应 她是因为激动 杨木不激动啊 她能冷静地感受到 这女人对自己的刺激 一具丰满而成熟的身体 将她环抱后 杨木笑道 孩子她妈放心好了 我说带你去找女儿就会去 如今小丫头在我的队伍里 是个香波波 每个人都喜欢她 是吗 你快和我说说她的事 总要让我吃点东西吧 都给你准备好了 就在我的那台车上 张小静的车 其实就是张小迪的车 两个人过去时 张小迪正和两个男人喝酒 可怜兮兮的梁若兹 在鞭上伺候 操 跑哪去了兄弟 我找你好酒 快点上来喝酒 张小迪已经有些喝多了 表现得很是亢奋 杨木也没客气 上了车坐在后排座位上 结果张小迪递来的一小瓶 二锅头 打开喝了一口 直吐舌头 低头一看 净是63度 这酒度数是有 但在石杂店卖两块钱一瓶 是否为真酒就难说了 对人的身体有害无益 不过喝酒之人 想喝酒时 大度不管那么多 杨木就不介意 唯一不喜欢的是酒的口感 真是太差了 虚情假意的与张小迪 和另两个男人 撞了几次酒瓶 这就成为了狐朋狗友 杨木终究还是把那一瓶 口感很差的二锅头喝光 北方人喝酒喜欢拼 撞了杯要喝 你好我好都要喝 感情深一口闷 感情浅舔一舔 看我一眼 你就要喝光 我看你一眼 你也要端酒 总之喝酒的理由 五花八门 不喝多就是不讲究不义气 我喝多你没喝多 那就是看不起我 这也算是一种喝酒文化了 不能用好坏来评价 若子找人搞几样啤酒过来 我要和我侄女的干爹啊 喝个一醉放休 若子懊恼地瞪了杨木一眼 然后离开 去找人到后面的车子上 搬了啤酒 酒拿来后 张晓迪就找杨木对瓶吹 杨木算南方人 喝酒没那么急 那么快 可杨木的酒量天生就好 现在心里 正因为失去原石控制能力的是懊恼 因为绿色原石的神秘而忧心 如果能够以酒且忧 也不是坏事 对方要喝那就喝吧 就这样 张晓迪喝 张晓静 也让杨木和张晓迪拉来喝 反倒是若兹没人搭理 车上也没他的地方 就只能站在车下 天一黑啊 就冻得瑟瑟发抖了 车子上这时 只剩下了张晓静姐弟 另两个喝酒的男子 张晓迪的哥们尿顿了 说是去尿尿 两人结伴去了半小时没回来 张晓迪已经红着脸 靠在车子上睡着了 张晓迪趴在沙发上 正在续道 我妈才六十日 操他妈的就死了 肺癌 以前就查出来了 她都没告诉过我们 怕我们花钱给她治病 妈的 我不孝顺啊 我张晓迪不孝顺 我都没给我妈看病 她就走了 叔叔 你说我张晓迪 是不是不孝顺 偷他妈 张晓迪一边说一边哭 还一边骂 当然也在一边喝着酒 杨不能理解她的心情 或许她真的有诸多懊恼吧 一个出租车司机一个月能赚几个钱 家里条件一定很一板 母亲发现得病 隐瞒不报 就等着死 还不是想要给儿子省点钱 让他以后能有更好的生活 而不至于让自己的病 将家里拖垮了 或许是没有医保 所以就怕有病 宁可病死也不止 终究是钱闹的 杨木也喝了不少酒 血气上涌 觉得这事挺悲哀的 伸手拉过张晓迪的手 拿着手中的酒瓶子 转过去 母爱万岁 对不对 对 母爱万岁 还有 老子和你同岁 不是你叔叔 你是我老子 行行行 随你怎么叫 咱们干了 干杯 吹一瓶 两个人就这样 将一瓶子啤酒一言而尽 这时候 他们已经喝了三箱啤酒 一人差不多 十五瓶 终于 张晓迪也人事不行了 趴在沙发背上 杨木将空酒瓶子 扔到一边 晃晃悠悠地下了车 觉得全身燥热 其实这一时 天气的温度并不高 之后 淋上五六度的模样 可他还是很热 酒精在身体里四处乱窜 刺激着他的神经 撤酒都醉了 不是好首领 末日车退的首领 怎么能喝醉呢 丧尸来了怎么办 他自言自语 晃晃悠悠 发现梁若兹在那里站着 就走过去 你干嘛 别过来 梁若兹看到杨木 本能地向后退 想要堵闪 杨木大踏步跑过去 梁若兹急忙转身逃 他有些慌乱 离开了高速 在野地里 狂奔了三百多米 回头一看 杨木还在晃悠悠地跟着 你别过来 碎鬼 话一说完啊 脚下办了个东西 一下跌倒 杨木过去 就骑在了他的身上 然后全身压住他 与他脸对脸 嘿嘿地笑 小娘们 还想搞死哥 怎么样 如今要气死了吧 你现身的男人 不管你了 弱兹直接就哭了 真是好委屈 如今被杨木一提 而且又被他骑在身下 所有的委屈更加强烈 怎么可能不哭 杨木从来不是莲花惜玉的 可喝了酒 难免有些行为转变 他伸出手 在若兹的脸上 轻轻抚摸 擦去了他脸上的泪 然后轻声而温柔地道 行了 哭个屁啊 不挺好的 末日里找了个男人 能照顾你 这张小迪 人虽然有点粗糙 但是个爷们 重情重义 你只不过是 还没走到他的心里 以后啊 好好相处 他会好好对你的 弱兹哭不出声了 没想到杨木 竟然会安慰他 以前打你是我不好 可那不是为了 让你过来听话吗 免得你找麻烦 如果那时 你把我惹急了 我很可能啊 干脆就直接杀你了 毕竟我们是敌对状态 所以打你虽然不好 但结局是好的 你老实了 我们才相安无事 你说对不对 好了 别哭了 回头到了我的车队啊 咱们就两队和一队 你也先不用返回 什么狂澜学院 老子也要去那边 到时啊 你带我一起参加 那狂澜学院 老子也上上学 看看他们啊 能不能把我 培养成个大学生 说完 杨木忽然低下头 对着若兹一顿狂奔 这一下 若兹猛逼了 杨木刚才劝他 跟张小迪好好相处 怎么现在却非理他 亲了个七婚八素 杨木才抬起头 笑着道 跟你说不准误会 老子亲你 没有任何其他意思 就是喝酒了 嘴里啊酒味太大 释放给你一点 免得口腔总感觉不舒服 麻麻的 说完杨木起身 晃晃悠悠的向回走 口中哼唱着一曲 不知名的歌 若兹又哭了 大喊 放发蛋 他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此生没遇到过 估计下辈子都难 一个义正义邪 没有绅士风度 却偶尔又野蛮生动的坏家伙 杨木离开了若兹 一个人走在田野上 并没有远离车队 而是与车队保持了差不多三百米的距离 怎么就无法使用原始了呢 妈的 这以后怎么混 别说在末世生存下去 回到了车队 还怎么做首领 威望 是要用实力来支撑的 杨木丝毫不觉得 自己没有实力 也能做全寿的首领 啊 做人怎么这么累啊 喂 我体内的魂系生物 你快出来 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出来 那老子去撞石头自杀了 我杀了你的培养神 也就死了 嘿嘿 想让老子死 门都没有 老子天不怕地不怕 凭什么死 没有异能 老子还是老子 孙子还是孙子 狼走千里吃肉 狗行千里吃屎 杨木叙叙叨叨地 自言自语 走着走着 脚步虚幅 一下踏空 跌倒在地上 这边的地很松软 在酒精的麻醉下 摔了 也并不痛 巴唧巴唧嘴 杨木的嘴角 挂起一丝冷笑 如果此时有人看到他的目光 可能会恐惧 可能会心疼 这目光太冷了 仿佛能冰冻世间的一切 而这种目光 其实在两年前 经常会出现在杨木的眼中 那是与世界的格格不入 就仿佛是杨木 抛弃了整个世界 而并不是世界 抛弃了他 哼 我从未见过 如此冰冷的婚礼 怪不得他会选择你 作为培养生 嗜血魔 杨木轻轻吐出三个字 他虽然 头晕得很 但还是知道 说话的声音 是在自己的身体里 而这声音 与当初遇到的 那个神秘小女孩很像 我是试血魔 真是失算 直接杀了你就好了 你钻入我的身体 想要夺取控制权 却遇到了我身体中的魂系 是吗 哈哈哈哈 傻叉 第三把是四集 哼 不需要骂我 如果你要骂的话 可能要骂一辈子 告诉你个坏消息 我与你体内的魂系斗魂 结果 虽然是我赢了 但他进入了长久的休眠 可是我们的魂力 却融合为一体 我再也无法逃出这具身体 从此 你也是我的培养神了 哈哈 这似乎是个好消息 你要是不介意我一生相随 那倒也算好消息吧 从此 你成为双魂系培养神 我不得不为你服务了 失去了神 我也不过就是个残次品 双魂系 有什么说法 我的原石操控能力呢 是怎么没的 人类是无法吸入原石的 而魂系生物 却能够将魂力 转化的原石们吸收 与自己的魂力融为一体 所以以前你吸收的那些原石 其实并非你吸收 是你体内魂系生物起了作用 现在它进入了深度昏迷 你就无法操控被它吸入的原石 就是这么简单 那它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这我也不知道 我并不认识你体内的魂系 只知道它原本就受伤了 要不然我不一定能斗过它 那我这个所谓的双魂系培养神 到底有什么用 你新吸收的原石会被我控制 比如那两百颗绿色 还有你接下来收集的原石 你的意思是说 我要重新收集原石 以前收集的都暂时没用了 只有等它醒来 我吸收的原石和它收集的原石 才能融合到一起 不要觉得没用处 远了不说 只一点 等它醒来之后 我们可以共同干一件事情 让你成为霸子 霸子这样的词你也懂 你可以不需要把神魂生物 看得太神奇 我们的语言体系和人类是一样的 我还会说英语 阿拉伯语和日语呢 好吧 怎样的bug 红黄蓝三色 与人类魂力捆绑 为人类效力 这里面黄色和蓝色绑定的 相对结实 而红色捆绑的非常不牢靠 如果你只是拥有一个魂系生物在体内 那没什么区别 和你如今成了双魂系 那么在面对别人扔出的红色系原石时 可以将之直接解锁吞噬 这就是我们两个魂系生物 共同起到的效果 啥意思 我没懂 就是说 别人向你扔出一个五级红 作为攻击武器 以前你解锁五级红 不是需要很久吗 如今我和你体内原生的魂系生物 一起发力 可以将之瞬间解锁 让你直接将之收入体内 成为自己的五级红 从此以后 来自普通人类的红色系 攻击对你失效 这样一来 你将能够快速收集更多的红色系 这番话说的杨木久都醒了 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是普通人类 拿着红色原石攻击我 就是有来无回 嗯 直接吸收 就是这么强悍 哈哈哈哈 杨木做起来了傻笑 这还真是个bug 红色系原本是很恐怖的 所以杨木才弄出来一个散魔作为防御 并且因为有红色系在 每个原始战斗者都需要防御武器 要不然打架的时候一定会吃亏 如果红色系对自己失效 那可真是太强了 杨木在高兴了好一会儿后 才想起来重要事情 问道 绿色系是干嘛用的 杨木 嗯 我和你体内原本的魂系生物不同 它是选择了你 而我是被动选择 我和你不是朋友 还曾经是敌人 我只是没办法 它只能跟你待在一起 其实我并不喜欢 所以我也没有义务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好 我只能告诉你 绿色很重要 去收集吧 只是这东西没有七级 是不会体现出任何效果的 七级 一千万 你逗我 不是逗你 七级之前 它毫无用处 但是七级之后 它很厉害 最少对于你们人类来说 等于可以获得一种梦寐以求的能力 什么能力 说了 我们不是很熟 我没必要告诉你 操你奶奶 杨木真是很生气 觉得这个魂系生物太讨厌了 对了 我有一件事 你就算不问我也会告诉你 因为我不想让你死掉 你死就等于我死 我已经困在你的身体里出不去 什么是 知道绿色原石的作用吗 我的意思是说 神系生物把它们投放到地球之后的作用 不知道 你说说 杨木冷静下来 这也是他非常想知道的 其实在最开始 他们投放了九种原石 红黄蓝 金银橙和黑紫白 作用差不多 都是释放辐射让丧尸出现 你只是见到七种 因为橙子的数量较少 而且 可能投放的地区并非这边 可能在非洲 也可能在美洲 那么 青绿粉 蓝灰棕六色 没有在最开始投放 因为它们并不具备 让人类变成丧尸的能力 其他不说就只说绿色 它的作用与人类无关 却与丧尸有关 有什么关系 在人类眼中 丧尸是一种无差别的 可其实丧尸还是单一的个体 个体与个体之间 有着不同的差别 这种差别很细微 我也就不与你说了 那么绿色原石 也不是每一颗都相同 甚至差别很大 每一颗绿色原石 都能释放出超强辐射 这种辐射范围 可以覆盖全球 而辐射的参数 是人类无法测量的 就仿佛从来没有 辐射出现过一样 那么知道 这种辐射的作用吗 你能不能痛快点地 直接说 这种辐射的作用是 吸引丧尸 每一颗绿色石 可能吸引特定的几个丧尸 这是一种 相似性魂力牵引 比如有甲乙饼三颗绿色石 有甲乙饼三个丧尸 其中 甲丧尸 藏匿的微弱魂力 和甲绿色石 藏匿的魂力属性相似 这样一来 甲丧尸就会被吸引 无论在地球的什么地方 都会被这颗甲绿色石 吸引 然后向它移动 移柄的排列同样如此 现在明白了吗 更直接一点来说 全球的丧尸将会开始 大迁移 它们会向着吸引自己的 那颗绿色石移动 在移动的过程中 它们也是要吃东西的 遇到了人 也要去饲养 这因为地球 再也不会有丧尸区 和非丧尸区的差别 可能在几个月吧 无论你走在什么地方 都会有丧尸 除非你躲藏起来 或者有本事将丧尸杀光 否则任何人时时刻刻 都避免不了 要与丧尸对战 接触 这就是未来的末日 这也是神系生物 重返地球计划的 第二个步骤 操 神系生物 这是要灭绝人类啊 别误会 其实它们 只是想要用原石来改变地球 至于灭绝人类 只是顺手地操作 等到过几年 在原石的作用下 地球的一切都会出现很大变化 到时候 神系可能会尝试大批降临 神魂合体 神魂生物大批量出现 那才是你们和我们这些残次品的真正末日 你们人类要对抗它们 我们也一样 对了 大多数人 可能都不知道绿色系的作用 甚至很多魂系也不知道 我只是在几十年前通过与我们的神系生物 魂力相同 才偶尔了解到这些事情 所以 我估计绿色系在初期 可能没人喜欢药 你真的可以大量地收集 七级时合成之后 绿色系 还是很有趣的 好了 我们的聊天到此结束 我累了 与你体内魂系生物的争斗 让我也受了不少伤 你要去多收集原石 收得越多 我们两个才能恢复得越快 懂吗 话到此处 嗜血魔的声音消失 仿佛从未出现 只留下一个半醉的盐木 在野地上坐着 久久无语 不知道是该高兴 还是要忧愁 迷迷糊糊的一夜 杨木的人生 从没这样放松过 她就任由自己 在地上睡着了 如果有丧尸靠近 必死无疑 运气还不错 并没有丧尸来 安静度过了一晚上 起身坐着 打了个喷气 似乎有些流感 撑了个懒腰 这才发现身边跪着一人 正是血跌 宿醉 加上受了风寒 让杨木没啥力气 本来应该挺生气 却也没心思喊了 说说 你老人家跑哪去了 主人 我 我本来在房顶的 爆炸被崩飞了 好像昏迷了一天 醒来后被压在土里 我听到你叫喊了 也知道那个车队 把你带走的 可那时我还被困在土石堆 等我出来 车子就走得看不见了 我一路追赶 用了六天时间 终于找到了你 哦 也算不错 还能找到我 杨木的心气顺了许多 她也在加油站 受了伤 看看现在全身脏雾 手臂 还有几道血液 主人 我立刻带着您回去吧 不用 这只车队 会返回我们在的地方 咱们就跟他们一起回 这里距离我们的聚集地 有多远 估计几百公里是有的 而且沿途 有很多危险的地方 他们来的时候 应该也绕了很多路 所以我们回去 也要绕路 基本需要几天的时间 才能返回去 哦 赢 在 主人 你说 人活着最好的事是什么 是 自由 是 那是老美的想法 我们这里提倡的是 安居乐业 主人 您这么年轻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以为只有中年人 才会这样想 你懂个鸟 老子自由了一辈子 草他妈不想自由了 雪蝶知道杨木的经历 也就理解了他的意思 只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他忽然提起 安居乐业这四个字 杨木心中想的是 昨晚 嗜血魔说的话 如果丧尸真的全球迁移 那是真的需要围墙了 不可能每天都和丧尸厮杀啊 需要一个地方 将自己和家人保护起来才好 因为这种想法 他才有了安居乐业之心 现在想想 北方的山林是好选择 要么在小新安岭 要么进去俄国 直接去 恶祸刺客海 到那边找岛屿生活 只是不知道海中的动物 会不会变成丧尸 如果会的话 那可能还是陆地安全一些 杨木在心里琢磨这些事 慢慢起身 伸了个懒腰 然后看着远方皱眉 好了 是时候离开了 地平线上 一些黑点正在靠近 杨木有了不好的预感 如果不是人 那就是丧尸吧 在一号魂血生物没苏醒之前 自己就是个普通人 看到丧尸 还是夺远点好 既然你是影 就继续藏起来吧 别忘了保护我 是 杨木点头挥手急去 不再离血跌 返回车队后 又是张小静来迎接他 孩子他干爹 你又去哪里了 喝多了乱走 睡那边草地上了 这都打喷嚏了 快上车快上车 车里开了暖气 我一大早就起来放了味道 打扫了卫生 以后可不能这么喝酒 昨晚喝的真是太多了 是啊 这两天精力丰富 有点压力 昨天是放得太开了 说话间 两人上了车 就见张小敌 已经坐到了驾驶座位上 梁若兹在边上 兄弟 没事吧 张小敌回头笑着说话 还行 没喝这么多果 好酒量 以后咱们有机会再喝 现在是不行了 我们的巡逻队 发现有很多丧尸 正在靠近 我们要找地方躲起来 避开他们 车队马上启程 向北折返 第三把二十五旗 那就走吧 嗯 全队注意 全队注意 要转车头 向北出发 目的地 闻东市 他们 也有对讲机 张小敌拿着对讲机说话 两分钟后 车队就启动了 他干爹 昨晚 想问问小小的事来着 结果喝多了 那孩子 一切都很好 我把他 给车队里的女人带 我们车队的女人特别多 所以在那边啊 得到的关爱 也会特别多 杨木说话节 将小敬 推到了座位最边上 然后躺下 头放到他风韵的大腿上 姐 头疼 躺一会儿 躺吧躺吧 昨天睡在野地里 还是宿醉 这晚上多冷啊 也就是你身体好 要不然估计 现在都发烧了 小敬说话的时候 手摸在杨木的额头上 杨木闭上了眼 虽然没发烧 但确实晕 车子开出去 差不多六公里 公路上出现了丧尸 树木并不多 但分布很散 四处都有 到这里 绿色原石也有很多了 可原石边上都有丧尸 没人再敢下车收集 车队不要停 前边遇到丧尸的话 给我转过去 转过去知道吗 小敬一边开车 一边指挥 这时 他所在的车 位于车队中间 第一辆车距离的位置 差不多四万米 车队保持了一定的车间距 在行驶 不好 撞车撞车了 大明的车翻了 大明的车翻了 对讲机里 传出惊慌的喊声 大明就是投车的司机 因为这段公路比直 后面看不到前边 小敬急忙拿起了对讲机 焦急问道 怎么会翻车 撞上了什么 听啊 蛇 一条蛇 不 是巨蟒 操 车队坚速 张小敬喊话时 已经超车 很快到了前边 终于看到目标 杨木也坐起来了 向那边看后 只觉得头大 一只身长不知多少米的大蛇 停在那里 足足有小面包车的粗心 这一时 正张开血盆大口 把一辆宝马轿车 吞在口中 从他苍白的眼睛 巨大牙齿上的黄叶 杨木判断 这是一只丧失动物一种 不知是从哪里跑来的 或许还是绿色原石惹的祸 离开高速 离开高速 不行 下边的路 车子走不了 转向 后队变前队 向南向南 无奈 车队重新掉头 巨蛇 已将整个公路堵塞 无法通行 又不敢去打 就只能跑 杨木在车子离开的时候 还在看着 一辆车被巨蟒吞了下去 在身体中 挤压变形 最后 消失不见 那车里 可是还有人呢 而吃了一辆车的丧失巨蟒 显然没吃饱 快速 向车队追来 就这样 一路跑了 足足 五十三公五 车队 才甩开了巨马 这一番逃亡 又有两辆车 七八个人 被他吞掉 走岔路口 去卫田方向 从那边找路折返 我知道卫田附近 有很多小路 较之城网 从那边 一定可以返回去 好 就走这边 全队注意 车队一定不要停下 前方也有丧失 我们要冲过去 车队就这样 下了岔路 从清晨开始逃亡 一直到了固上 结果 却根本找不到一块 没有丧失的地方 除了丧失 更可怕的是那些丧失动物 丧失动物的病疫几率 明显高于丧失人类 一路上遇到了一种 有十几只 又有十几人折损 杨木一直做看客 这时 终于说话 兄弟 不能再走了 你难道没发现我们 好像是在滚雪球 滚雪球 嗯 四处都是雪 雪球走得越快 那就会变得越大 现在的情况是 四处都是丧失 村庄里 城镇里的丧失 全都分散出来 我们无论从哪里 都会遇到 都会吸引丧失 丧失成流地跟着我们 我们看似逃开了 其实所有的丧失 都依然在追击我们 这让他们聚集得越来越多 我们也就越来越危险 越是逃 越是无路可逃 张晓迪一听 猛点头 操 兄弟 你说的有道理 怎么不早说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找个安静的地方藏起来 派出赤猴 搜索四周 步步为营 慢慢地走 丧失是很多地方都有 但总还有能走动的地方 我们走得太着急 没有找到而已 杨木的建议 得到了张晓迪的认可 车队 再开到了一个小村庄后停下 张晓迪让所有的车子 全都停到路口 把整个村子围起来 形成一个要塞 车队中有几十人 都有原始 有的是一级 有的是二级 最高也就二级 基本都以红色为主 看来民间百姓 还是认为红色最好用 不需要太复杂的操作 直接扔出去 就能打人 有丧尸上来 他们就用红色石防御 打出去 把丧尸击退 起波之后 一些丧尸被打得 骨断筋折 再也爬不起来 堡垒终于变得安全了一些 张晓迪这才安排好港上 叫剩下的人吃饭 怎么会这样呢 这就忽然间全是丧尸了 他奶奶的 事情原本已经很糟 可在吃饭的时候 却又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 车队的人内讧了 就怪你们 非要到南方去找什么孩子 找什么找 害得我们这么多人都挂了 我的孩子在那辆车上 被巨蟒吃了 都是你们的错 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就是 操 为找孩子 折了这么多人 大家叽叽歪歪着 张晓迪怒骂道 时间末日 哪里都有危机 我们是车队 本就是四处游走 谋食求生 当初说去南方 也是你们同意的 现在叫什么叫 有不服的 站出来 老子弄死他 张晓迪这一句话 彻底激怒了一批人 他们哪几家伙是动手 而张晓迪一看 也是没什么人缘 估计平日里 是依靠打仗凶狠的个性 压制了别人 这时候 有人反抗 事不关己的 就看热闹 根本没多少 站在张晓迪这边的 张晓迪势单力薄 很快就被打得起不来 有个小子道 你他妈的 真以为你多能打 以为你自己是李小龙 操 让你平时得瑟 以后老子说的算 你带着你姐滚出去 张晓迪 原本就站在 杨木的身边交集 看弟弟被打得起不来了 就要冲上去 杨木伸手将他拉回来 行了他娘 我来搞定 啊 张晓迪对杨木并不了解 杨木给人的感觉 就是个帅气的大男孩 丝毫不生猛 尤其杨木还刻意 保持着低调 所以他从未想过杨木 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杨木让张晓迪和梁若思 站在一起 独自上前轻声道 赢 该你出来了 就在人群中 一个穿着牛仔裤 牛仔服 戴着口罩的身影出现 走到了杨木的身边 果然是忍者 原来藏到了车队里 去 把那群打我兄弟的人 教训一遍 别杀人 最多打残 杨木这句话声音很高 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力 大家也都对杨木不太熟悉 只知道昨晚张晓迪 好像是和这一人 喝了一顿酒 现在他忽然叫了个人出来 是谁呀 谁也不认识 关键他戴着口罩 看不见脸 只是从身形来看 应该是个身材 妖绕的女人 雪碟出场后 得了杨木的令 一点也不客气 走过去对着那群人 拳打脚踢 他的身手是杀人的手段 一拳一脚都致命 几分钟后 十几个人被打得起不来 有人叫道 妈的 有原始弄死他 书画间 一颗一级红 已经到了雪碟的身前 雪碟目光中有着一丝冷冽 抬手飞出二级红 杨木的双眼眯起 十二兽 除了自己之外 其他人能入选 绝无一点不公正 都是在身边选出来 控制力最优秀的人 雪碟的蓝色武器 控火杀非常厉害 红色时的控制能力 也是很强的 一颗二级红分散为十颗 然后连接在一起 形成个小圆盘 直接撞向射来的一级红 这一撞 就将那一级红撞退 之后 雪碟的红色分身 又继续飞出去 撞飞了十几人 结束了这场战斗 这就是雪碟的实力 虽然也只是二级时战斗者 但到了这群人的面前 还是如同虎入羊群一般的凶猛 大势已去 杨木尚浅 如今危机四伏 你们却还有心思内讧 我原本也以为 小迪兄弟不适合做首领 但看他今日指挥得当 还有昨天 虽然宿罪 却安排了巡逻队 在车队几公里范围内侦察 这也算是谨小慎微了 所以你们不应该有什么不满 现在内讧 只能让所有人更危险 杨木说到这里 又摇头冷笑道 只可惜现在 嫌隙一声 无法同行同德 就算你们临时服从了 也不会真心 所以分家吧 现在就分 刚才动手打人的 我全都不要 其他人自己选 愿意跟着张小迪和我的 就过来 杨木知也是有私心的 队伍人太多 战斗力又实在太差 不像是全兽战队那般 全兽战队 虽然训练的时间不久 但每天都不停歇 而且每个人 都经历过数次实战 战斗力 绝不是这群乌合之众 可以相比 因此分开 对于杨木来说 更有利 一群没有参战的家伙 这时开始费脑筋了 反对张小迪的 都是拥有原始的 那些没原始的 则是墙头草 一两分钟后 五六个看上去 很老实的男人 七八个女的 带着两个小孩 到了杨木这边 杨木的目光扫过去 有些失望 不过也无所谓 反正那些有原始的 看上去 其实也没什么鸟用 两边选择之后 人数差不多 都是四十多人 看来有些人的眼睛 也很毒 他们发现 杨木这边 都是老弱妇孺 而宅强一边 是兵强马装 拥有原始的强壮男人 就有十七八个呢 宅强是挑事的人 刚才虽然被雪碟给揍了 但现在又扭起来 好 分家就分家 咱们的食物 还有两天的 我们这边男人多 三七分 杨木黑黑一笑道 分家是我提的 解释权当然也归我 我可没说要分东西 你们都走吧 东西部分 什么 在场的人都愣住 没想到杨木如此强势 而不讲道理 宅强拿出了一把菜刀 叫嚷道 别他们把我们当好欺负的 要是拼命的话 我们也不怕你们 别吵了 别吵了 丧尸 快看丧尸 有港少跑来说话 脸色苍白 吓得都口吃了 杨木张小迪 宅强全都冲向港少 来的方向看 只看一下 张小迪和宅强 全都傻眼 足足一百多只丧尸 聚在一起 就向着这边的村子冲来 快点快点 我过来防御 妈的 这是丧尸群啊 张小迪和宅强 一起喊话 杨木无语 一百多只普通丧尸 就算丧尸群了 也罢 自己总要跟着这支队伍 一起回去文东市的 为了以后少点麻烦 要让他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厉害 独行侠有独行侠的好处 可也有不好 身边有点人 既能守夜 也能坐党死 杨木明白这一点 觉得还是身边有人 更轻松些 杀丧尸杨木从来不含糊 末日爆发以来 他杀的丧尸没有一万 也有八千了 就算没有原石 面对一百多只丧尸 他也毫无拘移 天鬼刀 在昨晚 已经还给了杨木 杨木拿着刀 直接离开村子 向丧尸杀去 张小迪 宅强等人 都看呆了 没想到杨木 竟然敢冲出去 他们就看着他 冲出一百米距离 与丧尸团相遇 然后开始一边跑 一边看杀 他的刀 一点也不划上 非常稳准 一边跑 一边出手 每出手一刀 就能斩断一只 丧尸的脑袋 也不知是刀太过锋利 还是杨木的力气太大 那刀锋 怎么就那样厉害 丧尸都成萝卜了 就被杨木 轻易砍杀着 第三把是六起 大概就三分钟 杨木跑回村子 刀入鞘 一点都不传 在他的身后 倒了一地的尸体 所有丧尸 全被杀死 在地上排成一排 连成迂回曲线 仿佛是被人摆放的尸体 而所有尸体全没有头 那些头又连成线 看得人神魂颤抖 他们忽然意识到 杨木是没用原石 就将所有的丧尸杀了 这简直难以想象 忽然又一声嚎啸 从远处传来 然后一个影快速出现 那是一只身长两米的恐怖手 应该是一只变异丧尸大狗 之所以恐怖 是因为皮毛不在 血与肌肉全都变成黑紫色了 双眼苍白 张开嘴巴 牙齿都是森红的 上面还有黄色粘液 如同是地狱中 跑出来的恶犬 杨木回头一看 就皱了眉头 杀普通丧尸 就算多一百只 他也有胜算 可对付殡异丧尸大狗 就不一样了 他的速度力量 都远超普通丧尸人类 幸好B已经装完 杨木也不需要在自己出手 赢 轻声点将 血蝶立刻明白了 杨木的意思 他伸手脱了牛仔服 上身也就只剩下一件黑色紧身长袖 完全展露了身体的腰壤 人们这才发现 原来这个女人竟然有这种美妙 血蝶脱衣 当然不是为了展现身材 而是为了劝拿背后的刀 刀抽搐 向前冲去 十几米就遇到了奔跑过来的丧尸大狗 蓝色武器是他的刀 动手之时身边缠绕了火纱 如同蛇一般 那大狗被灼烧后 身体快速冒烟 血蝶躲开攻击 试验刀出现 一刀落下 将大狗拦腰斩断 血蝶这一手 其实没多厉害 但效果 太让人震撼了 如同科幻电影中的 国女战士一般 杀了大狗 血蝶回来 到了阳墓的身前 主人 干掉了 嗯 四周看着 有丧尸靠近 就提前干掉 别让他们靠近 聚集成团 是 血蝶恭敬弯腰抱拳 之后离去 速度很快 没多少时间 就消失无踪了 村内人群非常安静 杨墓和血蝶的身手 完全把他们吓到了 杨墓动了动手脚 还是杀丧尸爽快 比杀人的感觉好许多 杨墓也弄懂了自己 他是喜欢杀戮的 但却心中有善命 所以杀人觉得不爽 杀无灵魂意识的丧尸 却很爽 OK 一切都结束了 该走的都走吧 人群还是鸦雀无声 最后还是张小迪 先反应过来 你们这些叛徒 现在傻眼了吧 我兄弟是个高手 杀丧尸跟七菜一样 他的手下更厉害 兄弟 他是不是变异了 变异者吧 真的好强啊 他的刀是什么东西 怎么还能着火 张小迪兴奋地叫着 宅强那边的人 脸色都很苍白 他们怕了杨墓 但也怕丧尸 那些曾经做出选择的人 更后悔 如今显然跟着杨墓 更容易活下去 他杀丧尸的功夫 真不是普通人 可以相比的 在张小迪再次出声 驱赶他们的时候 扑通扑通 跪倒了好几个 并不是这些人的膝盖软 只是面对生死 谁不想活下去 尊严这东西 能舍弃就舍弃吧 杨墓冷冷一笑 才不管这些事 行了兄弟 要赶走的 快点赶走 我们剩下的人 压缩在八台车上 吃点东西 还是要继续出发的 只是速度减缓 现在我们的目标 小了一半 速度也要减缓一半 一边走 一边杀丧尸吧 杨墓还想着绿色原石 之前就是一门的跑 错过了很多原石 这样所有人吃饭后 一半的车队出发了 走时 杨墓坐在车上回头看 宅墙领着一群人 站在村口 看着自己的车队离开 杨墓能看到他们的脸上 诸多的情绪 有懊恼 有恐惧 有怨恨 这些都不重要了 墨市里 错过了 就是永别 杨墓才不要为一些不相干的人 伤脑筋 前边张小迪在开车 梁若兹坐在边上 后排座位 是杨墓和张小静 杨墓可能是杀丧尸的时候运动开了 原本受到的那点风寒 也没有影响 头部晕 嗓子不痛 精力很充沛 他伸手 把张小静抱在怀里 笑着道 他娘 再给你讲讲小小的事 张小静的眼中 此时的杨墓 再不是那个大男孩 而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所以他清晰地明白 这个男人 是在占他的便宜 脸色微红 张小静道 他干爹 你越是讲他的事情 我就越想念 所以还是不讲了 你跟我说说 咱们到底 能不能成功到达文东市 我现在不担心小小了 只是担心我们 放心吧 虽然遇到的丧尸不少 可与我曾经经历的 场面比较啊 这都是小菜 杨墓丝毫没吹牛 他可是在丧尸密集区里 奔走过的人 那时候 也没有几块原石 车队 就这样上路 走走停停 路上杀了几百的丧尸 杨墓和雪蝶一马当心 其他人 也或多或少的杀了几只 不过因此 成员 从四十几个 变成了三十多 死了有差不多十个人 或许杨墓不让他们出手 他们不会死 但杨墓的原则 不是要自己做保姆 而是每个人 都要有自保的能力 否则 那就是雷坠 末日里 带着雷坠出行 只有傻子 才会那样做 到了黄昏的时候 车队停止 前方出现了一个车队 还有许多的尸体 杨墓下车 皱眉走上去去看 张晓迪也跟着 脸色大变倒 怎么是他们 确实有些意外 因为死者 是宅强他们 中午的时候分手 他们一定是从其他路逃亡 最终与杨墓这边 交汇到此处 只是在相遇之前 他们遭遇了不测 被屠杀殆尽 从现场痕迹来看 并不是丧尸动手 这些人是被刀斩杀的 每个人都被分尸五六块 杀手的手法估计非常犀利 而且这些人 似乎是被一个人杀死的 除了死法一样 从尸体散布在四处的状态来看 应该是有些人要逃 结果都被杀手追上斩杀 大人没放过 小孩也是一样的死法 手段极其残忍 杨墓的心有些颤 就算是他 也不会杀人如此不眨眼 这个杀手 是一个真正以杀人为乐的人 杨墓甚至仿佛能够看到那些场景 一个手持钢刀的狂魔 一边杀人 一边疯狂地笑 那是他的一种享受 杨墓忍不住 看了看不远处 队伍中的血蝶 他或许也是这样的人 只是如今 他作为自己的影 用隐身压抑了杀戮之心 到底是谁呢 为什么在这里杀人 兄弟 我知道你是有本事的 我就把队伍交给你带吧 你看现在 咱们怎么办 张小笛 在杨墓的身边说话 眼看就黑了 杀了这些人的家伙 应该还没走远 哈 你怎么知道没走远 血腥味十足 这些人死的不会超过十分钟 那我们怎么办 赶快离开这里吧 如果我们已经被他发现 走势没用的 不如就地安影 小心防御 明天白天再做打算 他能将这些人全部杀死 似乎一个人都没跑 一定很厉害 一按我名的情况下 干夜路很不明智 张小笛点头 立刻安排车队找地方停靠 然后让所有人 全都小心谨慎 今晚最少有一半人不许睡 全都要监视四周 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 杨墓也很紧张 如果遇到一个真正的高手 他现在是没有赐宝能力的 看来是时候 与血蝶来一次 真正的深入交流了 随便检查了下车队 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 杨墓才把血蝶带到了一边的野地里 距离车队有差不多五十米距离 也不管脚下都是土 杨墓一屁股坐了下去 血蝶立刻跪在杨墓的面前 杨墓的目光在血蝶的身上掠过 淡然一笑道 血蝶对原始的理论掌握多少了 主人 您平日告诉我们那些 我都记得 嗯 我也是一知半解 给你们讲的是东一块西一块 一点也不系统 所以如果有机会 我还是想去那个什么狂澜学院 或者是黑米学院 学习一下 是 虽然现在知道的东西还不系统 但毕竟会有那么多原始 知道的东西倒也真的不少 血蝶 在我的眼中 你是有点奇特的 知道吗 嗯 血蝶不太明白杨墓的话 你对原始的掌控能力 远远超越了普通人类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超过了我 血蝶没接话 他不知道杨墓这算不算是在夸奖他 杨墓叹了口气 诱导 原始这东西 可以被人类魂力捆绑 之后为自己所用 而蓝色原始 在被人类魂力捆绑的同时 还能捆绑金属 作为武器 为自己所用 血蝶点头 这些事情他知道 杨墓以前给他讲过 这种捆绑 就好像是锁定了一样 蓝色武器一旦选择 即使自己都无法解绑 除非是原始升级 或者是持有者死了 血蝶的脸色 微微有了变化 眉头皱起 杨墓慢慢地将目光移动到血蝶的脸上 淡淡地道 可是你不同 当初我斩断了你的双臂 给你一颗二阶蓝 你是用碗作为蓝色武器的 将之链化为金属神经丝线 把断臂和你的身体连接了起来 可是回到了车队后 在我选出十二拳兽之前 你竟然自己解锁了双臂的金属神经丝线 将二级蓝重新捆绑在了 你的刀与刀鞘上 只是连我都做不到的事 主人 更夸张的是 我只是给了你二级黄 你竟然用二级黄修复了断臂 让它们看上去完好无损 仿佛从未在你的身上掉落下了一半 我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 二级黄对人类没有这么强悍的修复能力 看看古大森的老婆年高就知道了 她的脸受到了十字伤 如今我给她的是三级黄 她的脸上依然还有十字伤的痕迹 并没有完全复远 为什么你用二级黄 却可以让断臂都结伤 主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 没问你 是想等你自己告诉我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主人 真的不知道 真的 雪蝶一副笃定的样子 阳墓看着她许久 伸手在她的脸上摸了摸 那光滑的皮肤很是诱人 摸上去吹弹可破一般 雪蝶的身体 微微颤抖 在她的心中 已经完全把阳墓 当作主人 如今被主人的手 轻轻抚摸 对她来说 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情 超越了内心的任何情绪 阳墓摸了大概一分钟 轻轻掐了掐 她的脸蛋 然后 才将手收回 唉 那让我来猜猜 我猜你的体内 应该也住着一个魂系生物吧 啊 什么魂系生物 阳墓盯着雪蝶的双眼 无论怎样看 都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心绪 难道 她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吗 这倒也有可能 当初魂系生物 寄生进入自己身体里 就是直接飞进去的 根本没太多特别的状况 因此有可能 有人被魂系寄生的自己 却不自知 这群魂系生物 在进入人体后 又不一定会立刻出来 与寄主说话 第三把十七集 魂系生物不知道 在你的心里 在你的脑海里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 什么是魂系生物吗 是的主人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 好吧 那你告诉我 你是如何将胳膊解锁 更换了蓝色武器的 这个问题 杨墓其实早就想问了 不过 她还是只观察雪蝶 想找出一些意外的答案 可惜到了现在 答案没有 根本就是扑朔迷离 那时候 您给我二级黄 说那东西可以修复身体 我就尝试着试验了下 没想到我的双臂 真的重新长上了 那我一想 既然如此 我就可以直接将蓝色原石 用去其他地方了 之后 二级蓝和金属碗 就离开了我的身体 让我有机会重新选择 我也真的不知道 这是很特别的事情 杨墓慢慢点头 然后叹气道 无论怎样 你的身体里 一定是有个东西存在的 不然我不相信 你作为一个人类 能够将原石 控制得这么厉害 或许在你无比危机的时候 他才会醒来 与你见面吧 气氛又沉默了一会儿 雪蝶是一脸紧张的 杨墓终于给他了个 无比温柔的笑 让他有些受宠若惊 要知道 杨墓这段时间对他 算是一直很刻薄的 你有些喜欢花痴吧 奴是主人的瘾 主人喜欢的人 奴都会喜欢 主人憎恶的人 奴也都会憎恶 雪蝶表达着自己的忠心 别说这些没用的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大和尚 他确实和我接触过的男人 都不一样 他很智慧 又很单纯 还很漂亮 是啊 这是他可爱的地方 那你喜欢主人吗 主人 奴当然喜欢主人 雪蝶又开始颤抖了 杨墓从没跟他说过这么多话 这让他完完全全 进入了自己的角色 杨墓其实有些知道 雪蝶这算是一种 定态的执扭 他为他做奴的信仰 而痴狂 嗯 我其实觉得你挺好 雪蝶 过了今晚 主人就把你当作 真正的奴 好不好 或者说 真正的影 好 雪蝶 竟激动地落泪了 他觉得自己的信仰 得到了深化 他是执拗地要做奴 但他更需要的是一位 真正把他当作奴的主 不过 你要先经历今晚的考验 奴愿意接受任何考验 及时去死 不用你死 只是要你杀光今晚的来犯之地 今晚会有人来吗 会有 杀光那边人的家伙 他一定就在附近 我们来的时候 他绝不会走远 那些尸体流出的内脏 甚至还在冒热气 所以他是杀了人 看到我们到来 才离开的 我猜测 他就在暗处 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主人您放心 只要他敢来 我一定杀了他 杨木终于满意地顶面头 他说的也算是真心话了 如果度过了今晚的危机 他会去约会 慢慢相信雪碟 一个已经做了自己影子的人 要么就是完全可以去信任 要么今晚要让他离开 好了 那你守夜吧 我去试教了 杨木终的这次交流 还算是成功 在他看来 杀死了这四十几个人的家伙 一定非常强大 雪碟并不一定会战胜对方 可如果他的体内 住着一个魂系生物 就另当别论了 就是不知道 他的身体里 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啊 西边八百米处 一缕狼烟升起 那并不是某人 发出了求救的讯号 只是有人点燃了一团火 准备烤肉而已 以前啊 我就是烤羊肉串的 看看我这身上 带着各种各样的调料呢 运气真不错啊 竟然抓到了一只流浪羊 虽然瘦了点 但吃着味道也一定好 胡新年一边剥羊皮 一边笑着说话 他带着老婆孩子 在末日里活得挺久了 足足四个多月 胡新年不但要躲避丧尸 也尽量躲避着人类 因为他的老婆太漂亮了 胡新年很怕漂亮的老婆 被末日中没有约束的男人们给上了 此时刘晶晶正在烧火 已经弄得狼烟滚滚 他实在不擅长这个 没把自己烧到就不错了 可老公正在剥羊皮 现在倒不出手点火 他也只能坚持做 附近还有他们七岁的孩子 正在剪柴火 还有一个只有十六七岁大的 年轻男孩 正一边帮着烧火 一边说话 我以前啊 在我们班级里 学习是最好的 这很正常 他们玩王者玩吃鸡的时候 我都在学习 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知道知识能够改变命运 我家里很穷 我必须好好学习 才能让我的家里没那么穷 胡新年微笑看着这个 刚刚遇到不足十分钟的少年 丝毫不觉得他会是个危险 孩子你说的对 可惜啊 如今这世道 学习也没用了 对了孩子 你说你叫啥 孔磊 叔叔 我叫孔磊 男孩甜甜地笑了 就好像天下间所有小奶狗一样的呆吗 胡新年 刘晶晶夫妻 对孔磊 是完全没有防备的 他们无法想象 这样好看帅气的男孩 能够对他们造成什么威胁 孩子 你是自己一个人流浪到这边的吗 刘晶晶笑着问 不 从北方出来的时候 我有两个同伴 他们死了 那不要太难过 不难过 人总要死的 末日爆发的时候 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 全都死了 变成了丧尸 可怜的孩子 姐姐 我并不可怜 他们死了 我挺高兴的 胡新年 刘晶晶愣住 仲美看向孔磊 他依然在微笑 依然那样帅气 依然像是个可爱无害的男孩 孔磊并没有在意 胡新年 刘晶晶表情的变化 坐在那里 逗着小朋友 同时 自言自语 我在末日前啊 合得并不开心 因为我比较早熟 我学习好 却并不是喜欢学 只是我知道爱学习 会让周围所有人喜欢我 所以我努力学 确实得到了大人们的喜爱 但班级同学 却不太喜欢我 他们玩农药 玩吃鸡 玩抖音 只有我什么都不玩 显得格格不入 我根本不在乎这些 直到我最爱的音乐老师结婚 哼 二十二岁的女人 嫁一个四十岁的老男人 男人 是我们那儿的首富 都三婚了 口碑很差 大家都说 他是个为父不仁的坏人 然而在我看来 青虫无比的音乐老师 还是嫁给了他 你们说 是不是太现实 太残酷了 我不喜欢这个世界 然而 我就是个小孩 不喜欢又怎样 世界不会因为 我的不喜欢而消失 我也有这无限的想象力 可能每个人都有 但是 我和每个人可能都没想到 竟然世界末日了 哈哈哈哈 我机缘巧合进入了狂澜学院 我依然是班级里 修炼最好的学员 几乎已经能进入正式班 只是差一次考核 在学校中 还是老师同学 关怀较多的人 大家都很喜欢我 我是班草 很多二三十岁的大女人 都喜欢我呢 可我不喜欢她们 一个个卖弄风骚的婊子罢了 发情的雌性动物而已 我甚至厌恶她们 在我面前调笑 不过我还是乖乖的 表现的就是一只 可爱的小奶狗 他们都觉得 我是小奶狗 我还是不能免俗 神总要有圈子 就算是世界末日 世界依然存在着 那我想活 就要有圈子 你们说 我这些想法 是不是很成熟 与圈子里的熟人相比 我其实更喜欢陌生人 这几个月 我离开过学校三次 遇到过许多陌生人 当我杀死 第一个陌生人的时候 我找到了人生的快感 找到了我存在的意义 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变态 我只是迷恋上了杀戮 当用那锋利的刀刃 划破人的肌肤 看着一个完整的人 在我的面前死掉 鲜血与肢体横飞 我会异常兴奋 这可能确实不太对 用以前的社会三观来看 杀人一定是不对的 可如今没人管了 司法机构都消失了 法律不存在 那杀人 只要不被别人看到 就不会有人管我 唉 有的人喜欢美色 有的人喜欢倡议 有的人喜欢高歌 有的人喜欢热舞 而我就是喜欢杀人了 姐姐大哥 还有你们的孩子 我从感情上 对你们真的没有任何恶意 我甚至有些喜欢你们 因为你们很热情 在末日里还如此热情的人 真的并不多 等你们死后 我甚至会有些伤感 会因为你们的死而不开心 不过 我还是会杀了你们 看到你们被我切开 我真的会非常的兴奋 感觉很好 嘿嘿 不要用这种看变态的眼光 看着我 我真的很正常 就是单纯的爱杀人罢了 杀了人之后 我还会装作一个好孩子 受人喜欢 受人照顾 早晚有一天 我也会去杀了 我那个圈子里的所有人 每一个老师 每一个同学 每一个认识 我觉得我是好孩子的人 都会被我杀死 这是我最高的追求 胡新年 刘晶晶福奇 已经把孩子拉回去 站在距离孔磊 几米远的地方 看着他 神色越来越慌张 快跑 胡新年大喊一声 然后拉着 妻子的手就跑 孔磊的脸上 带着无害的笑 看着他们跑出去 五十米 这才动神 三分钟后 一家三口成为碎尸 他们连原始战斗者都不是 杀起来非常容易 孔磊平静地 站在三人的身边一会儿 脸色果然看上去 有那么一点忧伤 哎 都是好人 杀好人果然好爽 谢谢你们了 安息一把 他弯腰行李 看上去 如同一个绅士 这之后 转身离开 走向那边的车队 嗯 防御姿态 知道我在附近 却不走 算是聪明 还是傻呢 孔磊挂起了他 经常会出现的微笑 迈步 向车队走去 什么人 车队里一半人 都在紧张地看守 当然不可能不发现 哦 我是幸存者 幸存者 原来是个小孩 发现孔磊的人 借助出身的月光 看清了他 立刻放松了一些警惕 杨沐原本在车中 闭目养神 听到外面的声音 趴车窗看 兄弟 是个孩子 张晓迪拿着望远镜 向外看 看得更清楚一点 孩子 告诉看守的人 不要让他靠近 靠近 就开枪 队伍中也是有几条枪的 杨沐这时 不信任何人 张晓迪 立刻拿起对讲机 安排下去 啊 是他 我们班的孔磊 梁若兹惊喜地叫出声 你们班 嗯 是的 我们班最优秀的学员了 他的蓝色系武器是什么 隐形刀 隐形刀 杨沐有些愣 嗯 他随身携带着一把白金打造的小匕首 这把匕首能够变成隐形飞动的刀片 我也没怎么见过他出手 就知道他很厉害 杨沐的眉头皱起 看来对方和自己是一个属性 如今光圈与飞轮都基本能够达到超薄隐形的效果了 对方也是 他是几级战斗者 杨沐如今也失去了感知对方原始等级的能力 估计是因为第一神魂生物进入深度沉睡的原因 而第二魂系生物 嗜血魔 显然不愿意帮助他干各种事 我们普通班大多都是三级 不过也有些上四级的 这个就看来到学院后外出的次数 与收集原始的多少 普通班的学生原始都是自己收集 还要上交学院一些当做学费呢 第三把是八级 你们那个学院到底有多少学院 正式班听说存在 但是从没见过 普通班目前差不多有九千多人吧 人数是随时变化的 一般一个月就可以下山 那么也有很多新来的 目前北方并不如同末世前一样了 末日爆发后 很多幸存者都是一路向北 有的就停在东北 有的跨越国境进入俄境 那边也是地广人稀的所在 杨木有些意外 原来有这么多人 还以为就几十个呢 老师都是什么人 老师都很厉害 也不知道他们末日前都是干嘛的 很神秘 杨木点头 觉得有一种可能 这些老师可能和自己一样 都是被魂系生物寄生的人 不然不可能比自己还了解原始 收回心思 杨木又将注意力落在孔雷的身上 他是三级原始战斗者 蓝色武器是三级对吧 嗯 只是一个隐形刀吗 那就不知道了 蓝色武器大家都很保密的 如果不是对战 不会暴露自己的武器变化形态 弘磊是个老实孩子 平日里与人无争 当然也就没人见过他的真本事 他也是和你一样 出来修行的 是 有不少人都会出来修行 想要通过最终考核 成为正式学员并不容易 不参加实战是很难提高的 嗯 杨木和梁若兹小声对话 这时张晓迪手上的对讲机响起 队长 他不顾警告还在走 要开枪吗 嗯 开枪干掉他 张晓迪也不是上蕾 杨木已经给他下了命 他当然不会犹豫 哼哼 两声枪响 一颗子弹没打到 另一颗子弹在孔磊的腿上擦过 孔磊急忙趴到了地上 竟然直接开枪 好狠啊 他大喊着 似乎非常意外 杨木的目光变得阴冷 他听到了那边 孔磊的笑声 这显然很不正常 一个正常人被枪击后 怎么还能笑出来 不用猜也基本可以认定 这个孔磊 就是杀手 人心有多复杂 杨木早就领教过 才不会把孔磊当作一个孩子 也不会因为他看似和善的外表 而忽略他的危险性 这时意外发生 站在车外的人 纷纷跌倒在地 口中发出声音声 呀 头好痛 我迷惑 双腿发软 站不起来了 什么情况 对方竟然会用毒 杨木快速检查了下车子 车窗全都是封闭的 所以他们没有中毒 这毒气一定是扩散到了空气里 张晓迪 快得下命令 所有人不与余力干掉他 好 张晓迪急忙拿起对讲机说话 而这时 倒在地上的那些人 逐一伸手异出 隐形刀显现了踪迹 正在疯狂地杀戮 片刻后 也只有那些躲在车里 没有中毒的人 还完好无损 外面的基本都被杀死 杨木双眼瞪起 真是好厉害的手段 控毒 这也是蓝色系武器的能力吗 这样一看 对方的隐形刀 或许也和自己的光圈并不相同 弄不好 是他利用超强的原始控制能力 直接让金属变成可以隐形的物质 而不是如同自己一样的不片武器 那么 能让金属变成隐形物 也有可能让金属变成飘散隐形的毒物 这种控制能力 是普通人类能做到的吗 他体内 不会也有魂系生物吧 杨木急忙四下看去 就见雪蝶 正单腿跪在地上 在车子的另一侧 有些痛苦的模样 似乎也是中毒了 这对于雪蝶来说 绝对是重要一战 超越了杨木的姑娘 认主之战 雪蝶眼中的最高荣耀 此战过后 如果赢了 就会得到主人的认可 但怎么回事 为什么动不了 头晕晕的 全身都发麻 雪蝶 依靠精神的意志 才没有完全跌倒 用刀支撑着整个身体 想要动 却不能动 毒海影 内心里 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 谁 是谁在说话 火阴灵 啊 什么东西 我是无意间 进入你身体的魂系生物 魂系生物是什么 你没必要了解 如今即将与你作战的人体内 有个魂系生物 叫做毒海影 是个无神残词品 我知道你迫切地想把它干掉 身体交给我吧 我帮你去杀了 很容易 雪蝶一声轻易 失去了所有意识 身体的控制权 已经被魂系生物拿去 哼 不去得很 白死的一切 雪蝶依然单腿跪在地上 轻声说话 只是此时这话的主导发言者 已经不是雪蝶本人 这时 车队 与孔磊的战斗 还在进行 面对孔磊的无形刀 和隐形毒攻击 车队 根本无法防御 那无形刀飞过来 直接能将车子切开 隐形毒快速渗入 一车人就无法动作了 杨木想得不错 三级原石战斗者 孔雷 在魂系生物的帮助下 有着超强悍的控原石能力 蓝色武器一段 是无形刀 二段 可以让金属虚化成毒物气体扩散 百米范围内的人 只要悉数这种毒物 就会全身麻木 再没有反抗能力 从地球的理论科学来看 金属也是能够气化的 只要超过费点 到达费点时 金属由液态 变为气态的速率 和由气态 变为液态的速率相等 达到平衡 当温度继续升高时 即可由液态 变成气态 这也是个温度升高后的过程 原石的效果 是省略了这些过程 直接让金属气化 并不是很难理解 只是普通人难以做到 需要强悍的原石控制能力 孔雷的身体里 有魂系生物 因此 它能做到这一切 很快 一辆辆车被它破坏 一步步人 被它杀死 人们在它的面前 根本没有反抗能力 就是被屠杀的护色 它都不需要太靠近 隐形刀隔空旋转飞动 杀死一群身体麻木 无法动作的人 实在太容易不过 很快 人几乎死过 就剩下阳墓这台车 也没能幸免 被隐形刀切开车顶 其他三人 全都中毒 无法动作 只有杨墓还好 毒海影吗 魂系生物里臭名昭著的家伙 经常想要吞噬其他魂系生物的魂力 提升它刺激 是个通缉犯 说话的是嗜血膜 杨墓之所以没有中毒 也是因为嗜血膜的魂力帮助 喂 你跟我说实话 我体内的那个魂系生物 是不是很弱 魂系生物大多无所谓强弱 各自魂力属性不同罢了 为什么这么问 你都能随便说话 我体内的魂系生物 却天天昏迷 我说过 它之前受伤了 我也并不了解你体内的魂系生物 到底有多少魂系生物存在 很多啊 十几万吧 你们从远古到如今 是一直存在的 我是说个体 拥有无尽寿命吗 不 我们的遗传方式是 传承 新的个体诞生 传承老个体的记忆 每一代的记忆都记得 每一代的魂力 也都跟上一代大同小异 慢慢变化得更强 而一代的时间 差不多是几千年 这是个体的寿命 哦 那你现在醒了 能帮我战斗吗 战斗不了 我能用到的原石没有 你还是快去收集一些原石吧 啊 是它 嗜血魔的声音 忽然表现出惊讶 谁 怎么了 二十四位主魂之一 火音灵 那是什么 二十四位主魂是神魂生物中的王者级 我赶到了火音灵的魂力 它竟也来到了地面 呵呵 魂系生物们还真是焦躁不安了 神系生物在地球表面做的事 确实让魂系生物无法淡定 这对于你们来说 是与众不同的天地末日之灾 对于我们神魂双系生物来说 也是个特别的时代 相隔多少年了 神魂双系地月相望 终于要迎来时代的又一次碰撞 只可惜 我的将神竟然被你给杀死 你废话可真多 火音灵到底在哪里 那边 你的奴 杨木侧目看去 赫然发现雪碟已经站立起来 正向这边走来 到了车子边 双魂系 是血磨和什么东西 都感受不到它的魂 雪碟轻声说话 声音有些改变 更奇妙的是 雪碟整体的模样看着 好像都变化了 其实哪里都没变 就是气质感觉完全不同 经验 妖孽了许多 你 杨木不知道 这是雪碟还是火音灵 无法区分 这时 杨木心中 嗜血磨的声音又响起 它们是主魂 与普通 魂系生物 做不会这样 哼 是血磨 别乱说话 我们的秘密 你就这么轻易告诉人类了 火音灵 你是主魂不假 却也别太高傲 如今我们都寄生于人 不是在地下的魂力世界中 你不灭了我的记住 就奈何不了我 杨木的心中 同时想起了 是血磨 与火音灵的声音 看来 这是魂系生物的对话方式 用灵魂交流 只是它们完全忽略杨木的存在 让杨木有些不爽 你的记住倒真奇怪 它不但拥有双魂系 还被九魂鸣和梦魂度 留下了灵魂标记 这是为什么 火音灵 歪着脑袋 一副不解的模样 什么 二十四主魂中的梦魂度 和九魂鸣也现身了 是血磨 看来你传承的比较久远 就连九魂鸣和梦魂度 是二十四主位你也知道 当然知道 不过二十四主位 我其实也就知道你们三个 行了 我也懒得理你 我这个记住想要杀人 我来帮他搞定 要被杀的人 已经来了 雪蝶的嘴角 挖上了一丝冷笑 看着从远处走到车边的人 啊 你竟然没昏迷 孔磊露出了一丝诧异的表情 看着雪蝶发呆 如海影 魂系世界出名的通缉犯之一 固守规则去吞噬其他魂的力量 我早就收到过司法部门的通告 他们希望我能够出手找到你收服 我一直懒得管闲事 没想到在地面会碰到 杨木听到一头雾水 这尼玛的 魂系世界里还有司法部 这真是跟人类很像很像 或许这些东西 也并不是他们学习人类的 而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 被魂系生物宏观调控了 人类之所以会发展成为今天的社会集体 估计脱离不开魂系生物的影响 尤其是所谓的二十四主魂 它们如果可以随便寄生在人的体内 就等于可以一直生活在地面上 不一定经历过多少的事情 弄不好哪个历史名人 都是魂系生物呢 比如那被称为是穿越者的王莽 比如那推翻了王莽统治 同样被称为穿越者的刘秀 他们在历史中拥有着很超前的意识 一些想法已经远远超越了同时代 所以后视的人说他们是穿越者 现在看来弄不好他们 根本就是被主魂寄生的人类呢 杨木的头脑中快速想过各种念头 想了这些 又想起眼前的事 梦魂渡给自己留下灵魂印记 应该是为了找麻烦 梦魂渡就是那小姑娘 梦露曾经的师父 后来杀了梦露全家 而九魂明 那是红衣体内的魂系 竟然也是二十四主魂 他也留了灵魂印记 在自己的体内 那就是说能够找到自己了 杨木对这些概念还不太确定 但多少能理解一些 想这些事情的同时 那边火英灵已经和孔磊动手 雪蝶不过是二级式战斗者 火英灵控制了身体 原始控制能力立刻增加了好多 赤焰刀斩出去 五十米内温度立刻飙升 雪蝶身上的衣服 直接就燃烧起火焰 很快化为灰烬 奇怪的是 雪蝶身上白皙的肌肤 丝毫没有沾染一点火焰 杨木这时 也在感受着那份热量 车的金属皮根本不敢去碰触 车座椅都发出了皮子的胶弯 幸好雪蝶已经离开 去砍孔磊 红磊瞪大了眼睛 他杀的人不少 但还从没遇到过什么真正的高手 那赤眼刀距离他还有几米远 可热量就直接聚集过去 让他的衣袖开始着火 怎么会 你不怕我的毒物 哼 你这点魂力算什么 你体内的毒海隐苏醒都不是我对手 何况是你 说话节 二级红出现在火精灵的脚下 十点布成一个圆盘 火英灵踩踏在红色石分身圆盘上 身体急速弹射 就到了孔磊的身边 孔磊正在惊慌地想要扑灭身上的火 发现敌人到身边后 已无法躲闪 杨木看着雪蝶的身法 明显比以前强悍许多 脚踏红色系分身 向前飞射的姿势 非常帅气伶俐 比自己脚踏红色系 还要稳当 猴 因为它是让红色系 成为圆盘在脚下的 当然更稳当 自己只是踩着一颗分身走 当然会不太稳 看来以后 要训练构建红色分身 组成各种形状的能力 杨木有了一些训练方向 火精灵 你竟然随随便便 就找人类寄生了 哼 二十四主位 也不过如此 我毒海银打不过你 但想跑 你也抓不到我 杨木急忙抬起头去看 就见那孔磊 也脚踏红色时 寒射阅 杨木到此 终于心气顺利一点 自己也掌握这种能力 看来也是体内魂系生物 起的效果 总算它不是太废宅 以后有了双魂系 那对原始的掌控能力 也就应该更强了 还要和嗜血膜相处好才行 总跟自己不对付 也不行 火阴灵 和毒海银 就这样远去 无论怎样 今天的危机 是解除了 真没想到 血蝶体内的魂系生物 竟然是所谓的 二十四主位魂系 那以后 血蝶也要和它好好相处了 也不对 听他们的说法 二十四主位的魂系 似乎可以随便寄生在 人类的身体中 那是不是可以想办法 跟火英灵 也相处好 到时候 让它进自己的身体里 二十四主位 是可以随便选择 人类寄生 其实拥有神系 存在的魂系都可以 只是 无法做到 二十四主位那般 能够随意控制 寄主的身体 不过有一点 那就是已经被 魂系寄生的人类 就算二十四主位 也无法随便寄生了 我进入你的身体 与你身体里的魂系 打一架 竟然形成了 共生的局面 这是非常罕见的 双魂培养神 在我们的理论里 只是一个概念 最少我还没见过 体内嗜血膜的声音 又响起 你能够窥探我的心思 当然 我本来就是寄生 在你的魂力中 你的思维与魂力 是相通的 你想什么 就等于是 跟我说了什么话 那你应该知道 我想和你好好 相处的想法了吧 既然你已经 成为了我的魂系 咱们没必要 继续对立了 你有没有发现 魂系生物 说话的声音 都是女子 好像是 其实我也没遇到过 几个魂系 那我告诉你 在神魂世界 其实也有男女的差别 魂系是女人 神系是男人 一对神魂 就等于是一对夫妻 我的年龄 差不多是三千岁 出生之时 我命定的神系 也在月球出现 三千年来 我们只是通过精神渠道 偶尔能够沟通一下感情 是分居一地 三千年的夫妻 你杀了我三千年的丈夫 你认为我会很容易放下 那你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现在成为了你的培养神 就是你新的丈夫了 这一次 轮到嗜血魔沉默了 许久后 我反正可以与你和平共处 在你最危急的时候 也能和你体内的魂系生物联手帮你 但想要让我和你很友好 短期之内是不可能了 神魂生物是传承了很久远的生物 拥有比你们人类更加敏感的情绪 不是你以为的想当然 好吧 其实 最早的神魂生物 也不懂这些情感 地球早期生物是无性繁殖的形态 直到神系从外太空 将人类运送到地球 男女间爱的情感形式 才慢慢被神魂效仿 大多数魂系成了女人 大多数神系成了男人 然后情感在双方间互动 不过我们依然算是无性繁殖 当一代老去 通过魂力延续下一代的新生命 大多数也有例外吗 原本是无性状生物 后来魂系认为自己更像女人 神系认为自己更像男人 他有了这种男女魂力差异的进化选择 然而一少部分魂系和神系则不认为是这样 所以他们就有了反向的进化 一少部分的神系成为女人 也有一少部分的魂系成为男人 好吧 你们在不寄生进入人体的时候 是什么形态的 没有形态 无形无色 你可以理解为是 魂魄 灵魂 是人类无法看到触碰的异次元生物 当然这个是比喻 最少魂系于人类 一直都是在同一空间地球上的 只不过你们在地面 而我们藏身地心 哦 那你以后也可以这样 随时醒来和我聊天吗 偶尔可以 频率比你体内的魂系要高些 它太虚弱了 我很少见过这么虚弱的魂系 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 不过 你可不要小看这个魂系 虽然在斗魂的时候是我战胜了他 但他的魂力很诡异 竟然能把我融合 我刚才说过 这种情况在魂系世界里 也只是停留在理论概念上 我从没见过有两个魂系 能够共融于一个人类体内的情况 是吗 这么说 他还不是太废柴 有件事情我说不准 不过有一种感觉 可以告诉你 什么 双魂系只存在于理论上 可既然它能融合我 我很好奇 它是不是也能融合其他的魂系 那种感觉很可怕 魂力一旦与它的魂力接触 根本就无法逃离 所有的念头 全部融入我的魂力中 让我不得不臣服 所以我们的对战到底是谁赢了 我也说不好 或许是他吧 毕竟是因为他 我才无法离开你的身体 啊 这样吗 杨木听得有些兴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真不错 是啊 要知道他可还是受伤状态 我是嗜血魔 在杀了那个天玉城的人后 血念缠身 正是最强的时候 而他应该是无比虚弱 已经在谷底 我最强对战他最弱 却依然无法逃离 如果他的魂力恢复到巅峰状态 弑魂对于他来说 或许不会很难 说到这儿 我倒是想起了一些魂系历史上的传说 什么传说 这个传说并不具体了 我也不相信他们还会存在 不说也罢 操 能不能别这样 好了 我累了 你也不需要紧张 一个月时间吧 你的一号魂系 就会从深度沉睡状态苏醒 而现在你只要去弄来三级时 我就能保你一个月无忧 你以前操控原石的能力 还是弱了一点 一号魂系 没精力指导你 那你能知道我 不 我懒得告诉你 说了 我们只是和平相处 不是友爱相处 操 只是在你危难之际 我可以帮你控魂操控原石 那毒海影拥有控毒属性 火阴灵可以控火 我是鲜血的主人 你越是杀戮 身边的血液越多 你就会越强悍 你受伤越重 能力也会越强 这就是我能为你提供的属性能力 还可以这样 当然 你的一号魂系并没有给你提供属性能力 它衰弱的自顾不暇 能够躲进你的身体 虽然也是一种选择 但估计也是他的无奈之举 话音落下 嗜血膜消失 不再有任何声音 杨默愣了许久 都在想这些事 嗜血膜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信息量 啊 好了好了 终于能动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张小迪说话 车里三个人恢复过来 看来毒性只是一时的 刚才杨默和嗜血膜的所有对话 都是在心中进行 别人并没听见 天啊 他们都被杀死了 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那么厉害 张小婧下车后 脸色苍白 指着前方喊话 杨默也下车 看向前边的车队 每一辆车都惨破不堪 每一辆车里都是心血横飞 有的将整片玻璃都染红 还真是危险 如果不是有雪碟和他体内的火英灵 这一次能否过关就两说了 火英灵们还没回来 刚一想 雪碟的身影从远处出现 脚踏红光很快到了车前 杨默一看 他的脸色很差 奇怪地问道 没抓到 哼 他有飞机 我追错了路 找到正确路的时候 他开着飞机上天远去了 红色时太低级 要是有四级红 我也不至于追不上他 一听语气 杨默就知道 此时的雪碟 还是火英灵 二十四主位啊 原来也要通过原始来发挥力量 二十四主位的特殊性并不是战斗 而是能够随意控制人类 长久生活在地面上 这是诸多魂系羡慕的 而且二十四主位的魂力确实很强 控制原始的能力也就会非常强 但没有原始的情况下 二十四主位的战斗力 也和其他的魂系没太大差别 火英灵还算干脆 直接给杨默开口解释 然后诱导 我不管你去哪里弄 给这具身体 弄四级十 否则我就去占据温斯嘉的身体 让你以后 再也见不到他本人 你还能控制温斯嘉的身体 当然了 只要体内没有其他魂系 我都能轻易控制 靠 那太好了 回去营地 你帮我控制他好不好 然后来跟我睡觉 火英灵 看着杨默目瞪口呆了好一会儿 然后打出一拳 杨默捂着引经叫 火英灵 冷哼一声道 你就是人类社会当中传说的流氓了 不要脸 杨默 只能苦笑 终于明白 为啥魂系生物 能成为女人属性 这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还真是女气十足啊 一边揉眼 杨默一边倒 我知道哪里能抓到他 这次没干掉 就等下次吧 他会去哪里 狂澜学院 他是那里的学生 多半会逃去那里 好吧 这次我亲自出手都没成功 下次我不会客气 对了 刚才我感应到 你体内为什么会有两个魂系 还有 梦魂渡与九幽明两个变态 他们为什么要在你身上留下印记 你跟他们有什么瓜葛 第三百三十集 公元前两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六百年 五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朝代 下出现 而之前 这片土地的人类 还处于原始社会 当士族领导权 落在男子手中 原始社会慢慢瓦解 其实足以看出 男人要比女人自私 母系社会存在了那么多年 人类之间都没有压迫 没有阶级 父系社会出现以后 就有了诸多的暴力与血性 这是历史的轨迹 不能用好与坏来评价 父系社会出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让人类的情绪更加负责 从哲学观点来说 算是一种进步 火英灵 就是在这一时期 第一次从地心游历到地表 寄生进入了一个 刚刚出生的小女孩的身体中 一辆上方开了一道刀口的 车子行驶在黑夜的公路上 开车的是张晓迪 边上坐着梁若子 杨牧 张晓静 火英灵 坐在后一排 火英灵想知道杨牧 与另外两个主位的关系 杨牧却想知道 更多关于魂系生物的事情 于是 作为交换 火英灵给杨牧讲述了 他自己的传奇 杨牧根本没有心理准备 这个故事 竟然始于四千年前 我带着祖辈的记忆重回地面 选择轮回出生 我们当然是不需要轮回的 可人类有生死 我们在生存的方式 就成为轮回了 选择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女孩 寄生进入她的身体 然后在世俗家长的关爱下长大 十三岁嫁人 就好像天下间所有的普通女孩一样 十四岁那年 我有了一个孩子 当然那不是我的 而是我记住的 不过自从我寄生进入那婴儿的身体 婴儿本身的魂力就不在了 虚弱无比的出生婴儿魂力 直接被我同化 身体完全就是我自己了 所以那孩子也等于是我的孩子 那是个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交替的时代 在我们那个地方 女人生了孩子就要去外干活 男人照顾未养后代 他们在抢夺本来是女人应该干的事情 这是抢夺母权的一种方式 用现在的话来说 如果老婆生了孩子不出去干活 而男人 在有了孩子不能获得哺乳的权利 那就是男人很没面子 在那个年代啊 爱情的概念并不深 士族的维系依靠的是传承 男女之间的情感维系 取决于后代的延续 我尝试了一次人的生活 就有些厌倦了 我不喜欢他们把我当作生孩子的工具 也不喜欢我的丈夫为了面子 而想要抢夺我哺乳孩子的权利 所以我选择了自杀 放弃了那副身体 投胎到另一个女孩身上 从此以后我开始流浪生活 当孩子长大到七八岁 我就离开家开始流浪 走遍名山大川 见识了诸多风土人情 那时我的思维能力就已经远超时代了 我有着祖辈记忆的积累 又有了自己数个人生的游历经验 当然什么都会懂 时光到了下朝末年 杰继位 暴虐无道 荒淫无度 搞得民不聊生 愿生再到 我觉得这个朝代 没必要存在下去 它让很多人痛 所以我找到了一个士族 让他们把我献给杰 进入了杰的后宫 我就让他更加无道昏庸 终于引得天下大怒 原本遵从他的几大士族纷纷离去 预示着商朝的灭亡 我也在历史上第一次留下了痕迹 后世称我为史上第一个红颜祸水 四大妖姬之首 我那时候的名字 叫做魅喜 车上鸦雀无声 杨牧师不懂历史的 所以他还真就没听过这么个名字 不过想想确实可怕 第一个朝代的覆灭 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泥马的脑袋也太大了吧 而那时候的火英灵 竟然就懂得水能泛舟 亦能覆舟的道理了 可真是够超前的 此后我继续浪迹天涯 从之后的各个朝代 到后来去其他大洲 我经历了古罗马的战场 也参与到了文艺复兴大革命中 做过女科学家 曾经声名远扬 最后我又来到这片土地 这毕竟是我出手后 最先到达的地方 进入雪蝶身体是一个偶然 因为我遇到了九魂鸣 哼 它是个祸害 死一次 强大一次 冷血一次 而且它拥有很特别的 弑魂能力 在我们魂系生物最早的历史上 刚刚出现的一些 十组魂系生物 都拥有这种能力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弑魂能力被禁止 并且废弃 在我们世界的法律体系中 弑魂是不允许存在的 所以九幽鸣一直就是所有魂系生物的天敌 我看到了它 当然要打一架 因为这个原因 我才选择进入了雪蝶身体 然后主导了它的特种兵 去对付九幽鸣 就是在汉宁市那边 只可惜 那时候九幽鸣已经挺厉害了 它的属性是死一次强悍一次 特种兵队死了很多人 终于也没有能耐何它分毫 我的习惯呢 就是寄生一个人 直到他死 我才离开 这我之前说过了 如同是轮回 你可以把这认为是我的习惯 也可以理解是一种生活方式 可这次特殊 雪蝶并不是我从她出生就开始寄生的 而是临时寄生 让我很郁闷 因此我并没有跟她有过任何交流 她的一些生活态度 我也不能接受 比如对男人的随意 还有对你的奴性 我一直在考虑 要不要打破惯例 直接离开她的身体 今天她的意志力打动了我 她想要完成你安排的任务 那种意志力 就是魂力的一种 真的很强 我可以用具体的参数 来测量这种意志力的存在 所以我才出手 想要对付的不是孔磊 而是她身体里的毒海影 这个魂系是很厉害的 她作为魂系在地下世界 可是做过好多答案 要知道 我们到了地面上其实都衰弱了 如果是在地下 她甚至能释放出 可以麻痹我魂力的毒药 可到了地面上 通过祭祖和原始来释放这种能力 那就没那么厉害了 唉 可惜我失败了 没有干掉她这是我的耻辱 你不是要去那个狂澜学院吗 那我们就一起去 我的故事就是这些 而这样的故事 应该也是二十四主位的缩影 大多主位都有这样的经历 而我们的经历 也是所有魂系生物的缩影 只是其他魂系生物 无法如同我们这般 一直在地面上自主作为人类存在 它们可以替换一个人类灵魂一段时间 但接着又要回去地心 补充魂力 魂力在地心还是很丰富的 它们在那里得到滋养 在那里生活存在 在那里构成一个世界 一个文明 并且延续了许多年 我可以非常准确地告诉你 地球形成于五十三亿年前 刚刚形成的时候只有足球大小 是一块半透明晶体 至柔软 组成是水 气体 矿物质 和神魂 神系生物刚刚出生 就衰落到了休眠状态 魂系生物附着在这个小球体上 在移动过程中吸引反物质和小石块 让地球慢慢变大 逐渐有了最早的初始地球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四十六亿年前 整整用七亿年 神魂生物才拥有了保护层 可以藏在地表下偷生 神系生物逐渐复苏 开始想要逃离地心黑暗 去地面生存 神系初到地面确实存在了一段时间 那时候他们以为 可以一直存在下去 魂系大多胆怯 害怕地球表面的光照以及气候 一段时间后 神系开始死亡了一部分 时间证明 在地表环境 他们依然无法生存 于是月球移民计划开启 他们想要找到一个 更加能够适合生存的地方 最终却永远无法回到地面 好了杨木 这就是神魂生物所有的故事 不用非常概括的语言 给你讲清楚了 现在你该告诉我 我想知道的那些是吧 车内几个人全都猛逼 杨木还好 第一次听说这些故事的其他几人 就完全转不过来脑筋了 他们甚至忘记了刚才经历的浩劫 全队都死的就只剩下这几个人 火英灵讲的这些 都比科幻小说还科幻了 甚至有些玄幻色彩 地球出生 竟然还伴随着生命体 真是难以置信 杨木 说话了 啊 你的故事太传奇了 我需要琢磨一下 别拖延时间 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你会有两个魂系寄生 是我哪知道 你可以问我体内的嗜血膜 他已经沉睡 他不想和我交流的时候 我没办法和他说话 哦 那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们就都在我体内了 另一个魂系生物是什么 我感觉不出他力量的属性 他很虚弱 进入我的身体后 没有过多交流 你确定没说谎骗我 告诉你 对于你们人类来说 我等于永生 几十个轮回生命的智慧 你可别想跟我说谎话 我真的不知道 杨木一脸无辜的模样 火英灵看了杨木一会儿 终于是没看透 并不是杨木伪装的手段 有多高明 而是火英灵吹了牛 他是轮回了几十个生命 但天性是然 他原本也是性格耿直 并不很聪明的 那冒魂渡和九幽明呢 到底和你是什么关系 关于这两个人 杨木并没隐瞒 与火英灵详细说了下 火英灵对于梦魂渡 倒是没什么兴趣 哼 噩梦绕魂 永不能醒 永不能停 唯有意思 方可渡 这是他的作用名 从来就是个 小肚鸡肠的家伙 你被他盯上 也是倒霉 不过你好好对姐姐 姐姐或许可以保一保你 杨木之是第一次觉得 魂系生物真是太人性化了 不过想想也完全正常 如同火英灵 几千年间 一直都在人类世界生存 一定比自己 还有人情味呢 而且这他妈的 可是做过妖姬的人 曾经搞死了一个王朝 怎么可能不是妖妮 智商不知道咋样 情商一定高 啊 为什么红一 我是说九又明啊 他怎么一直傻傻的 不像你这样正常 他一定 并未控制技术 弄不好 他选择的技术 原本就是个傻子 这样啊 而且其实每个魂系生物的经历 也并不相同 不同关系 又拥有不同的魂力属性 大多魂系都是偏执的 比如是写魔 爱写这种 哦 可姐姐 你也不是很厉害啊 能打得过那梦魂渡 他的身手我可看了 厉害的夸张呢 他只不过是拥有原石罢了 或许是他的神系 给他留有原石宝藏 所以他轻易弄到了高级原石 最起码上七级以上 如果我也有七级以上的原石 能打爆呢 那你的神系 为什么不给你留下原石宝藏 我与他联系的并不多 我讨厌被别人控制命运 神棍世界是完完全全的神系社会 以神的意志为尊 我不要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